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天悬疑言情小说《真情荡案》 作者莫伊莱 演播泡芙先生 第36集 嘉义趁机开导他 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思想和感情不会遗传的 我知道你父母的事情对你伤害很大 但他们是他们 你是你 他们的婚姻失败了 并不能意味着你也会继承这样的不幸 所以不要封闭自己 试着敞开心扉去信任和接纳别人 这番话说中了王暖暖心中最深的恐惧 他豁然地抬起头看着嘉义 眼中晕着雾水 你让我怎么去相信 怎么接纳别人 一个女人 一辈子最值得信赖的男人是谁 当然是自己父亲 可是我呢 连我父亲 都是不值得信赖的 我还敢相信谁 王暖暖的情绪流露 让嘉义松了一口气 只要他不再封闭情绪 那么于公于私 嘉义都会感到乐观 暖暖你告诉我 嘉义拉起王暖暖的手 在你心里头 是不是对父亲的外遇 感到很无法释怀 王暖暖不语 但是他的神情 已经不复之前的冷漠疏离 开始流露出了伤感和脆弱 这种状态是嘉义 所乐意见到的 于公 王暖暖卸下心房 有利于进一步获取信息 于私 一个人的负面情绪 一直深锁心底 不是一件好事 能够宣泄出来 有意而无害 暖暖 你父亲不能代表全部男人 不是吗 嘉义开导他 王暖暖的声音有些颤抖 此时此刻的他 已经渐渐地流露出了 这个年纪的女孩 应该有的脆弱模样 可是 我真的怕 我父亲外遇之后 他的冷血无情 他带给我母亲的痛苦 还有亲戚的一些丑态 都让我害怕 我不敢冒险冲倒覆辙 我不想将来也面临同样的折磨 父亲为了离婚 对你们母女做过什么 嘉义诱导王暖暖 何止是他 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 我和妈妈是多么的无依无靠 所有人都欺负我们 好像背叛家庭的不是我爸 而是我们两个一样 王暖暖想到曾经的事情 情绪变得有些激动 所有人 知的是谁 我爸 外的那个野女人 还有我姑姑和姑父 王暖暖恨恨地说 我爸那时候一天到晚不回家 我在这上学 心里着急又回不去 拼命打电话 求他回心转印 可是他就是不肯 到后来 因为我指责他的外遇 他就彻底翻脸了 从此之后 一直到现在 对我都是不闻不问 你知道吗 我们家的房子还在还贷款 他跑了之后 我们家只剩下妈妈的收入 来维持生活 还要还贷款 还要缴纳各种费用 剩下他自己维持生活 都不是很宽裕 加上我妈妈的身体不好 被这人一折磨 就更大不如前了 而他呢 在外面和那个蒋中红 花天酒地 任由他欲取欲求 我听说 蒋中红曾经打电话 骚扰过你母亲 对吗 嘉义问 王暖暖点点头 膝头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打电话羞辱我妈妈 逼他赶紧让地方 还因为我一直劝我爸离开 所以打电话骂过我几次 要不是离婚的时候 法院因我爸是过错方 所以把房子判给了我们 蒋中红都想一并要去 他多少次在电话里叫嚣 说早晚让我母女俩 让出名分 也让出家来 偏偏我离家在外 没办法回去和妈妈一起面对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折磨 欺负我妈妈 却什么也做不了 说到这儿 王暖暖抑制不住 内心的难过 哭了出来 嘉义轻轻地拍着 王暖暖的后背 安抚着她的情绪 一直等到她的情绪 有所平复 才又说道 你刚刚说 你的姑姑姑父 也帮着蒋中红一起 逼你母亲离婚 王暖暖抽掖着 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嘉义不解 我姑姑早就希望我妈离开了 王暖暖说起王凤 语气里满是怨怒 她想借着蒋中红的出现 实现自己的愿望 只不过算盘打错 到头来也掌控 王暖暖的话 让嘉义听出另一种意味 王凤夫妻两个人 之所以会帮助王强和蒋中红 嘉义自然不会相信 真的会如同王凤所说 支持自己哥哥 寻找迟来的真爱 只是其中是否还另有原因 一直以来 他们也不得而知 而王暖暖刚才那一番话 却让嘉义有一种预感 通过王暖暖 或许他可以了解到王凤夫妇 与蒋中红更深的联系 你说王凤夫妇 一直想让你们父母离婚 嘉义问 王暖暖提起了王凤夫妇 眼神显得冷冷的 他们之前倒是没敢想过 我父母会离婚 不过蒋中红一出现 倒是正中了他们下怀 你父母离婚 对王凤夫妇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 王暖暖回答道 这世上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我爷爷奶奶一共只有两个孩子 我爸爸是一个软弱窝囊的人 可我姑姑不是 她是个欺软怕硬的人 而且看准了我爸的窝囊 所以以前永远是挨打挨累的事情 让我爸去做 获利的事情他自己得着 我爷爷奶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之家 但是老两口子 有一套大房子 外加一些存款 我姑姑这些年 一直想方设法地劝说 爷爷奶奶把房产留给她 但是因为 我妈妈是个邻里皆知的好儿媳 特别招爷爷奶奶的喜欢 所以我爷爷始终不同意 将遗产全部留给女儿 坚持要长子长习 各占大半 这一次 我的父母闹离婚 而且还是因为外遇的缘故 爷爷奶奶气得要命 说如果我爸敢离婚 就不认他这个儿子 结果自从有了这句话 我姑姑他们就对我爸从不闻不问 变得热络起来 坚决支持他离婚 和蒋忠宏在一起 嘉义了然地点点头 但随即又问 那你说王凤打错了算盘是什么意思 听了嘉义的问话 王暖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我姑姑之所以处处帮着我爸和蒋忠宏 为的就是剔除了我和我妈这两个人的障碍之后 他能够自然而然地在爷爷奶奶怨恨我爸的前提下 说服他们立下遗嘱 将遗嘱由他一个人继承 结果他是机关算尽 到头来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话怎么讲 他以为我爸妈离婚之后 他就可以进一步说服我爷爷奶奶 可是他忘了 他忘了考虑蒋忠宏的贪婪 自从我父母离婚之后 蒋忠宏就开始怂恿我爸爸 回去和爷爷奶奶闹 说必须得大大方方的把他娶进门 而且还要同前人的儿媳一样的待遇 不然的话就不让我爸登爷爷奶奶家的门 虽然我爷爷奶奶气得说不认儿子 但他毕竟是气话 所以我爸在被蒋忠宏教唆每天去爷爷奶奶家闹之后 爷爷奶奶也很为难 他们又不舍得完全与儿子决裂 又不愿意让蒋忠宏进门 所以任凭我的姑姑怎么劝说 立遗嘱的事情都没有办法确定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姑姑她以为当初自己那么支持蒋忠宏和我爸的事 蒋忠宏会对她感激 不会跳出来坏她好事 结果没想到 到了最后成了东郭先生 恼羞成怒和蒋忠宏反目成仇 他当初还拉着她老公一起去和蒋忠宏套关系 一起帮着蒋忠宏骚扰我妈妈 还有我外公外婆 到后来要不是表舅看不下去替我们出头 还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得寸进尺呢 结果怎么样 现在房子没到手 反倒陪了老公进去 王暖暖的话让嘉义一愣 你说王凤陪了老公进去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也就是我自己瞎猜测的判断而已 王暖暖有些不确定 是不是可以说出来给别人听 没关系 你尽管说吧 我们就当是随便聊聊 嘉义挂上一张轻松的笑容 不想王暖暖有什么心理负担 王暖暖犹豫了一下 决定还是讲给嘉义听 我怀疑我姑姑的老公 关科与蒋中红的关系不简单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关科那个人 非常自私自利 从来不做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 王暖暖解释道 但是他却很好色 从我小时候就有印象 关科很喜欢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 姑姑那个时候经常跑回娘家去哭闹 但是这么多年来 关科这个毛病一直没有过收敛 开始的时候 他频繁打电话骚扰我妈和外公外婆 我还以为他只不过是跟姑姑一样 想逼走我们母女 然后独得家产 但是后来我父母已经离婚了 我放假回家的时候 亲眼看见过关科和蒋中红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的神态显得很亲密 从那之后我才怀疑 当初关科对我们进行骚扰 会不会还有另一层原因 就是他和蒋中红的关系不一般了 毕竟以他的个性来看 这是太有可能发生的事了 对于王暖暖所说的 王凤的前夫官科与蒋中红有不正当关系的事 嘉义并没有太过于认真 毕竟这很有可能是小姑娘带着主观感情的一种异断和猜测 不过他却对王暖暖的讲述中所反映出的 官科与蒋中红似乎关系很密切这一条很重视 这段时间自己和成峰他们四人一直在做的 就是对蒋中红身边的比较关系密切的人员进行排查 之前官科这个人对于他们来说 并没有把他跟蒋中红做什么联想 现在听王暖暖这么一说 似乎也有嘉义关注的必要 聊得差不多了 嘉义陪着王暖暖走回寝室 他真心地对王暖暖说 过去的伤痛 不要让它成为横梗里在面前的大山河阻碍 勇敢地跨过去 才会走得更好 这番话是说给王暖暖听的 却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自从母亲来C室 同自己谈过之后 加上乘风的一番开导 嘉义觉得自己心态要积极了很多 也意识到了倾诉熏悉的重要性 所以他现在希望身边的这个女孩也能如此 经过了一番长谈 王暖暖对嘉义的态度 已经不同于刚开始的冰冷和抵触 反而是多了一份熟悉和信赖 他对嘉义点点头 谢谢你 和你聊聊 有些事情一直憋在心里 说出来反而很舒服 你可别谢我了 我还要谢你才对啊 嘉义俏皮地对王暖暖挤挤眼睛 你忘了吗 我可是最终警察一起来找你了解情况的哟 王暖暖也笑了 你要不说我几乎忘了 哪有警察问话的时候还兼足心理辅导的呀 嘉义从包里拿出纸笔 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递给王暖暖 这个给你 随时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我 有回来C市的时候 别忘了找我 有什么困难也别见外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嗯 王暖暖收下了嘉义的联系方式 我会的 谢谢你 坐别王暖暖 嘉义回到停车场与乘风马春雷会合 怎么样 有收获吗 嘉义一上车 马春雷就急不可待地问 那小姑娘嘴巴像棒壳一样 你问出什么没有啊 算是有收获吧 嘉义把和王暖暖聊天的内容 信息向两个同伴做了转述 看来小姑娘确实对蒋中红 还有王强王奉他们恨意很深呢 马春雷拍拍嘉义的肩膀 行啊嘉义 有两下子 王暖暖之前把这些负面情绪崩得死死的 一丝不露 你是怎么把他话给套出来的 嘉义被马春雷这大力一拍 还真有些吃不消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王暖暖毕竟只是个小姑娘 不是那种老模深算的老狐狸 对情绪的掩饰毕竟火候还浅 而且女孩子的心理比较细腻 就像个保险柜 猛枪猛打是没用的 找对着密码 才是关键 王凤老公光科 跟蒋中红的关系密切 这个咱们真不知道啊 马春雷猜测道 你们说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 蒋中红遇害前那个神秘情人呢 这个我们需要查证才能知道 成风思蠢着说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关于房产的利益冲突 没错 利益冲突有可能催生犯罪动机的 嘉义赞同的附和 要是这么说的话 孟美娟和王暖暖 因为王强对家庭的背叛 生活突然面临巨大的困境 而王强却因为 那个破坏他们幸福生活和家庭的女人 蒋中红购买房产 这也算是利益冲突吧 马春雷补充道 我刚刚已经确认过了 嘉义想到有一件事 没有嘉义说明 社管老师说 王暖暖在学校期间 一直没有夜不归宿的情况 而这大半是封闭式管理模式 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可以在外留宿 但是要经过登记才可以 王暖暖近大半年来 周末都没有登记过离校 嘉义 我知道你同情的小姑娘 其实我和风哥在感情上 也挺可怜的孩子的 马春雷提醒他 但是 你不能被主观情感左右了判断能力 你也是读过大学的人 社管老师 他毕竟不是监狱的预警 学生想忙过收看老师 并不是什么男生 你说的也有道理 嘉义没法反驳马春雷的话 不过王暖暖的讲述中 提到了王俊夫妇 与蒋中红反目 我想 继承权的事情或许才是 他们后来起冲突的真正原因 而未必是王凤自己所说的那样 单纯因为蒋中红不肯借钱给他 承风考虑了一下 说 我现在打个电话给田阳 让他通知王凤夫妇到局里去 我们现在就回去 验证一下 田阳是个有效率的人 承风在电话里安排他联系 王凤和官科 他立刻着手去办 不到二十分钟后便打来电话 说王凤联系上了 但是对方坚决不肯到公安局来接受问话 所以最后 说定的结果是 王凤今天刚好休息在家 可以让承风去家里谈 这个王凤还真会折腾人呢 马春雷不满地皱起眉头 上次把你们约去咖啡馆见面的也是他吧 这人怎么这么大牌啊 这公安局又不是猛鬼物 怕什么呀 每次来都是推算阻止的 马春雷的牢骚 听着家里的耳朵里 却有了另一重深意 如果说不方便 没时间 所以不能够到公安局接受问话的话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王凤这是为了什么呢 就好像是小孩害怕去医院 因为去医院就意味着 要吃苦苦的药 或者打上一针 一个人的心理抵触情绪 不会无缘无故地滋生出来 家里不由得开始好奇 到底是什么 让王凤对公安局这样的地方 充满了抵触情绪 以至于一步都不愿意走进 承风并不在意地点是哪 所以也没有更多的提议 只是在电话里交代田阳 联系王强 王凤的父母 询问一下 王暖暖对嘉义所说的遗嘱 遗产一世 是否属实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三十七集 回到C市 乘风三个人直接按照田阳提供的地址 到了王凤家 王凤家住在离他娘家不远的一个小区里 楼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周围的环境设施也略显陈旧 色色的楼梯灯光昏暗 走进了王凤家之后 周边的环境也并没有让人感觉好一些 房间里充斥着老房子特有的怪味 你丈夫关科在吗 乘风他们坐定之后 发现家中只有王凤一个人 并不见他丈夫的身影 他上班去了 王凤回答 马春雷对王凤的若无其事 感到有些不快 我们同事联系你时候没有说吗 我们找你们夫妻俩谈话 说了那又怎么样 王凤蛮横的顶了回去 哦你们说要谈 我就让他不上班 特意跑回来等着你们谈话 上一次你们问的还不够吗 干嘛没完没了的 乘风是一马春雷不要着急 虽然他从心里对王凤的一贯态度感到头疼 但是眼下还是要耐着性子才行 他对王凤点了点头 那好 既然你丈夫今天有工作要忙 我们可以另外再约时间找他 今天我们来主要有几点信息跟你确定 王凤扭身坐在沙发上 要问啥赶快问吧 待会儿我还得买菜做饭去呢 乘风点了点头 不打算跟王凤在没有意义的问题上过多纠缠 直奔主题说 你丈夫官科跟蒋中红熟悉吗 王凤显然没有想到警察来到家里 开口第一个问题竟是与丈夫有关的 他原本或许以为乘风来 无非就是围绕着自己的哥哥王强 前嫂子孟美娟和死了的蒋中红 所以听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问题 王凤一瞬间有些愣住了 不过他很快地回过神来 回到成风的问话口气有些不善 似乎感觉刚刚成风问的问题 对他或者他老公是一种冒犯 蒋中红是我哥的相好的 我们家小官怎么会跟他熟悉 王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我们找你谈话 你提到过孟美娟的表弟 曾带人去蒋中红家寻信 成风的记忆力一下很好 即便不翻之前的询问笔录 他也能够记得王凤说过的主要信息 没错 绝对有这么回事 王凤见成风提到这个问题 似乎有些兴奋 神情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味道 怎么样 你们查清楚了吗 孟美娟那个流氓表弟是不是很可疑 嘉义至始至终 静静地和马春雷坐在一旁 马春雷负责做笔录 而嘉义则是冷眼旁观 观察着王凤的动作神态 成风没有回答王凤的问话 他摸了摸下巴看着王凤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也告诉过我们 当日因为蒋中红被寻信之后 感到很恐慌 所以是你丈夫去帮忙陪伴的 是这么回事吧 王凤的脸瞬间涨红了 他愣愣地点点头 嗓子眼里挤出一丁点声音了 算是回答 显然他自己都差点忘记之前对警察说过的话 那我问观科与蒋中红是否熟悉 你为什么否认 成风追问 王凤因为自己的言语前后矛盾被拆穿 有些恼羞成怒 他双手黄抱胸前 脸色阴沉 瞪着成风一眼 帮他那么一次忙就叫熟悉啊 蒋中红也就那么接触过他一回 我们家小官可不是那么随随便便 就能跟谁混熟的人 嘉义打量周围一圈 在王凤拉长脸声问气的功夫 很随意地开口问道 这个房子建好多年了吧 王凤正在为成风的问题不高兴 听到嘉义的问话 一时间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这房子是九十年代初建好的 都十几二十年了 那真是有些年头了 嘉义点点头 看看棚顶角落处渗水留下的痕迹 墙面上的细小裂纹 怎么不趁着这几年房价没有涨上去的时候 换一套呢 这里有拆迁重建的打算吗 怎么可能 王凤痴笑一声 这个破地方 房子卖不上好价钱 又有这么多的需要安置的回迁户 谁会愿意重新翻盖啊 我看我是等不到他翻盖新楼了 那就趁着房价稳定买一套新房吧 嘉义说 王凤好笑地看着嘉义 要我说你们这些年轻小姑娘都是一讲天开 那房子里里外外有多少花销啊 你以为白菜豆腐吗 说买就买 你们夫妻俩都有工资 收入这么多年下来 以C式的价位 买一套小户型应该没问题吧 嘉义似乎很热衷谈论房子的话题 我闺女大学毕业留在A市了 王凤叹了口气 那地方的房价简直要人命 我那闺女还偏闹着要在那头买房子 不给买就要死要活的 没办法 我们家几乎所有钱就拿去给她买房子 做首付了 我的工资每个月还替她还贷呢 家里哪有余钱呢 要我说呀 现在这孩子就不懂事 嘉义看了看成风 成风对她的意图立刻心领神会 她再次开口问王凤 你丈夫光科是否帮助蒋忠宏打电话 骚扰过孟美娟 以及孟美娟父母 没有 王凤听到成风的话 立刻像是被刺刀一样 几乎要从沙发上跳起来 我跟你讲啊 不要以为当警察就可以无凭无据地 胡乱栽赃别人 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干过那事 那你看看这个吧 成风并不打算跟她进行这种无意义的争执 而是递给王凤一张 从通讯公司调取的 孟美娟家的几个月前的通话清单 上面赫然有许许多多条呼叫记录 来电号码正是王凤和观科家的住宅电话 而且多在凌晨 王凤接过通话清单 脸上渐渐变了颜色 最后把单子往茶几上一扔 默不吭声 为什么说谎 成风收回的通话清单 现在请你回答同样的问题 观科是不是帮助蒋中红 打电话骚扰过孟美娟和她父母 没有 王凤气哼哼地回答 证据都摆着了 你还说没有 马春林有些急了 我说她没有又没说我没有 王凤也跟着提高了声调 那电话都是我打的 王凤 孟美娟本人并不是这么说的 王凤因为成风的话脸胀得通红 她喘着粗气恨恨地对成风说道 你们不要听孟美娟胡说八道 她就是看我们家小官不顺眼 因为早年的时候他们闹过矛盾 之后关系一直不好 孟美娟根本就是在栽赃我们家小官 电话都是我打的 我做妹妹的 当然要帮着我哥哥达成心愿 孟美娟一定恨我这一点 所以就故意栽赃陷害官科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虽然王凤说孟美娟因为记恨自己而栽赃官科的说法 十分的牵强 但是成风没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度的纠缠 加以从之前 王凤与成风说话的时候 就注意到茶几下方的杂物盒里 有一个放注射液的纸盒 她仔细看了看 终于看清盒子上写的是狂犬疫苗注射液的字样 她抬起头来问王凤 你家里养狗了吗 狗 王凤一愣 没养 我们家不能养的东西 官科对狗过敏 成风和马春雷不知道嘉义为什么会有突然的疑问 嘉义也没有多说 点点头 不再说话 于是王凤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成风的身上 你丈夫官科什么时候下班 成风问 我们需要跟他谈谈 了解一下情况 有什么好谈的 王凤对于成风执意要找官科有些不满 有什么事跟我谈不是一样吗 我们两个是一家的 问我就等于问他 对不起 不行 成风也很坚持 这是我们的工作 请你配合 他下班时间很晚的 王凤沉着脸 那就请你让他明天到公安局送下笔录 成风的口气不容拒绝 王凤没车 只好点头答应了 三个人走出王凤家 成风立刻交代马春雷 第二天夜早 去主动联系官科 无论如何要与他见上面 好嘞 你放心 马春雷拍着胸脯婴了先嘞 要是真指望王凤能配合 那天上都下红雨 王凤对官科似乎在遮掩什么 你们感觉呢 嘉义问 成风点了点头 很明显 他一定是要替官科隐瞒什么 所以才会一边演示 一边极力排斥我们和官科见面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雷子打电话给田阳跟安长浦 让他们找出官科的照片 到南平小区去找人指认 成风对马春雷安排 然后对嘉义说 咱们就在这周围转转 收集一下信息 顺便守住戴兔 我觉得官科与蒋忠红的关系 并不是那么简单 原来你早就打定主意 要在这等官科了 嘉义恍然大悟 我刚刚还在想 难道你就不会担心 王凤提前跟官科串通好吗 其实如果想串通 他们两口子早就串通好了 成风倒是不担心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人 要是能够达成对外一致 王凤也不会那么紧张 咱们找官科的事情 现在在这等 一方面是想要顺便 从周围了解了解 这类夫妻的情况 毕竟这样的老住宅区 邻里之间应该会非常熟悉 另外一方面 确实也想结住官科 免得王凤结外生枝 说到房子 嘉义想起自己之前 对王凤的试探 刚刚从王凤的答话来看 他的经济状况 现在不是很好 居住环境已经很破旧了 女儿那边花销又大 像这么看来 他对父母的房产应该需求蛮迫切的 如果被别人抢夺了继承权 对王凤夫妇的生活影响不小 程丰汉手道 王凤的经济状况 确实会让他们对利益的要求更加破阶 只不过没有进一步的证实之前 我们不能忘下结论 更没有办法去推定 与蒋中洪之间的关联 其实我刚刚还有一个发现 嘉义说 我不敢肯定一定跟这个案子有关联 只是觉得有点蹊跷罢了 程丰和马春雷都很感兴趣地 等着他说出自己的发现 我在王凤家发现了一个 装狂犬疫苗注射液的盒子 出场日期是去年年底 嘉义说 我刚刚还特别问过王凤 他说官科对狗过敏 你们对这样的信息 有没有什么联想 徐鸿刚证明过 蒋中洪家的狗 是年初被遗弃的吧 马春雷明白了嘉义的意思 官科从去年开始 与蒋中洪开始关系密切起来 年初的时候 蒋中洪对王强提出分手 突然不再执着于名分 继而小狗贝贝 遭到遗弃 而官科对狗过敏 嘉义说出了自己的联想 转脸看着成风 你觉不觉得 这些情况放在一起 让人没有办法不去怀疑 蒋中洪家养了一两年的狗 说遗弃就遗弃了 而王凤家中没有狗 却有去年年底出场的 狂犬疫苗注射液 成风眼前一亮 激动地大力拍着嘉义后背 好样的嘉义 你的发现很重要啊 成风一心想着案子有了重要发现 完全忽略了嘉义的性别 嘉义被成风这么一拍 后背一阵闷腾不说 还差一点站不稳 成风见嘉义列下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动作有些粗鲁 感到很过意不去 想要对嘉义说声抱歉 但嘉义并不在意 他原本就不是一个焦滴滴的温室花朵 又知道成风不过是心情大好 所以一时无意识的举动 他脸色有些尴尬的想要开口 便直接改变了话题 那咱们现在就去打听打听 关于王凤和观科的事吧 正如成风之前分析的那样 王凤家居住这个小区里 住的基本都是久居于此的老邻居 对周遭的其他住户家里的情况 也都还算了解 比起那些兼顾漂亮的摩天大楼 高尚社区里头的密不透风 这里显然多了几分人情味 同时也多了许多可供打探的资源 一户居民 谁是对他们平时生活最可能知情的 答案一定是隔壁的邻居了 王凤家的住宅因为是比较老的房子 还沿袭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一个楼里挤着三户房客 王凤和观科的家 恰恰是正对着楼梯中间那一户 左右两边都有邻居 于是成风决定 先从左右邻居开始下手 王凤家左侧住的是一对老实 但胆小的中年夫妇 见到警察上门着实吓了一跳 尤其是在成风对他们说明蓝意之后 两个人反应得更加紧张 警察同志 这家男的不放心地问成风 我隔壁那家出什么事了吗 那男的犯法被抓了 是啊 他犯什么罪啊 严不严重啊 女人也慌张到问 成风对于他们的问题感到疑惑 你们为什么感觉我们来找你 是因为观科犯了罪 那警察上门还能因为什么呀 男人被成风这么一问也困惑了 警匪剧里不都这么演的吗 谁做了犯法的事 警察就会到周围的邻居家去了解情况 那你们为什么认为会是观科 那还能是谁呀 难道是他老婆 邻居家的女人瞪大了眼睛 我说这一阵子为啥都没看见观科呢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 里头有一个女的受不了她丈夫 常年虐待把丈夫给杀了 是不是王凤把观科杀了 我今天还看到王凤自己回家了呢 说完他好像感觉自己之前 打招呼说话的人是个杀人犯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成风有些哭笑不得 请您不要胡乱猜测 我们来呢 不是因为王凤和观科他们两个之间出了问题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 他们平时的状况 听成风这么一说 邻居夫妇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为什么你会把王凤和电视剧中的女杀人犯 联想到一起 嘉义抓住女人话中流露出的信息 追问 平时王凤经常被观科打骂吗 这两年都没有经常了 女人说 不过早些年的时候打得可严重了 我们这栋楼隔音效果还不太好 经常半夜里听到观科打骂王凤的声音 还有杂东西的声音呢 开始的时候还能听见王凤没命的哭喊 但年头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王凤 越是叫嚷光科越打他 我们家就只能听见观科打人骂人的声音 王凤除了哭求饶就没别的反应了 这么严重 成风忍不住 怀疑这个夫妻俩是不是平时看太多电视剧了 以至于讲的事情都变得夸张起来 真的 邻居男人见成风并不相信 又补充道 他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 王凤经常被打得受不了 就到处躲 有一次躲到我们家来 我们见他被打得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怪可怜的 就开门让他进来 过了好一阵子观科来敲门 我隔着门劝劝他 他说他不会继续打王凤了 我这才放他们进来 想让他接老婆回家 可是没想到他进门就翻脸了 抓过王凤 直接在我们家就打了起来 把我们家不少东西都砸坏了 从那以后我们也不敢给他开门了 王凤也知道我们不敢让他躲 之后就赶上往娘家跑 有一次冬天半夜回家 刚下班半夜三更的 王凤被观科打得穿着睡衣睡裤 就往楼下跑了 是啊 那个时候王凤还总掌握诉苦呢 邻居女人插嘴道 说他每次跑回娘家去 观科都要去他父母那儿大闹一番 有一次还当了他父母面打他 给他妈气得几乎犯心脏病了 从那以后他也不敢往娘家跑了 说是跑了 回到家里头还是要挨打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38集 嘉义不禁皱起眉头说 观科的家庭暴力现象这么严重 虽然他对王凤这个人没什么好感 但是同为女人 他还是忍不住地同情起王凤的处境 那可真不是一般的严重啊 邻居女人想不通地摇了摇头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王凤到底是看上观科哪一点了 被打了这么多年死活不离婚 怎么打也不离 你是说 观科对王凤提说过离婚 成风问 那倒是没听说 女人摇了头 但是观科对王凤不好那可是真的 他们家从收拾家务到带孩子 再到洗衣服做饭 全是王凤一个人来做 观科在家就像是大老爷一样 就这样 观科在外面还不老实呢 总和别的女人搞得不清不楚的 能具体说什么 成风想要具体了解情况 女人用胳膊碰碰自己丈夫 你跟警察同志说说 你让我怎么说呀 男人有些为难地瞪了老怀一眼 歉意地对成风笑了笑 同志 其实不是不能说 主要是无凭无据的 我怕说多了 给人家带来麻烦 这个你放心 成风给他吃了定心玩 我们也不会不经查证就乱来的 男人稍微放下一点心 那个我跟观科呢 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后来因为工作调转离开了 原来在单位里 他就喜欢往女人堆里扎 中间一度和本单位的一个女人 关系好像有点越界 王凤到单位去跟他闹过 说是要找狐狸经算账 结果被观科在单位 当着大伙面打了一顿 从此以后 就不敢再过问观科外面的事了 要不是后来那女的丈夫知道了 找到单位来 这两个人还不知道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那事啊 刚过去没多久 我就调整工作走了 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 离开了王凤的左边邻居家 马春雷也结束了 对右侧邻居家的调查 怎么样 程锋问 王凤家右边邻居 住的是一个独居老太太 马春雷把自己得的信息 告诉程锋和嘉义 王凤家那小孩 小的时候啊 老太太还帮忙照看过几年的 所以跟王凤关系平时很熟 根据老太太的反应 观科这个人在男女关系方面 似乎比较随便 早天接王凤孩子还念小学的时候 三天两头的 王凤就会把孩子托付给老太太 然后自己跑出去捉奸去 等两个人都回来了 再闹上一阵子 什么时候风平浪静了 什么时候王凤才把孩子接回家去 这个观科问题确实很大 程锋听过之后 微微一笑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见见他了 守株待兔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达成的任务 成锋三人足足等到晚上十点多 依然不见观科的身影 眼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成锋只好决定放弃 第二天再做打算 嘉义回到家中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折腾了一天 满身疲惫 因为之前要留宿在L市 担心家中新收养的小狗贝贝无人照管 所以早就打电话叫陆灵来自己家住 帮忙照顾小狗 当嘉义一身疲惫地踏进家门的时候 夜猫子陆灵还兴致勃勃地 坐在电脑前食指翻飞地 聊得如火如荼呢 妞 你终于知道回来了 陆灵听见动静 回头一看是嘉义回来了 笑嘻嘻地给了个绯闻 累不累啊 先去换换衣服洗个澡吧 我传短信之后 特意给你准备好了花瓣玉 怎么样够意思吧 够 嘉义凑过去搂住陆灵的脖子 灵灵 你对我真好 要是没你在家 我该多凄凉啊 去去去 陆灵洋装不高兴的样子 推开嘉义 少拿高帽子扣我 不知道是谁 口口声声地 当人家是朋友 结果什么事都瞒着不说 好了好了 下一次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嘉义被陆灵的装模作样给逗笑了 呸呸呸 童言无忌 陆灵点点嘉义的额头 你这丫头是不是傻了 不许有下一次 从今以后 你给我情路一番风顺下去 嗯 好 嘉义笑着答应 继而看着一旁 从自己进门之后 就一直很反常的小狗贝贝 贝贝怎么了 怎么我一回来 就一副戒备的样子 不会吧 陆灵回头看了一旁的小狗 贝贝 嘉义朝着小狗走去 可是当他靠得近一些 小狗贝贝就会显出紧张和茫然的神情 嗓子里还发出呜呜的警告 完蛋了 陆灵俯歌叹息 傻妞养了只傻狗 才两天不见 把自己主人给忘了 算了 我还是洗澡去吧 嘉义虽然觉得贝贝的反应实在是怪异 但是也不明白为什么 之前还好好的 今天却如此 眼下自己奔波了两天 实在是迫切的需要泡进热水中放松一下 因为连日来的疲惫 嘉义几乎要在陆灵为自己准备好的花瓣热水中睡着了 足足泡了一个小时 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温暖的水池 换好了睡衣 走出了浴室 陆灵依旧坐在电脑前聊着天 见嘉义出来了 麻利地关掉了聊天对话框 一屁股坐在嘉义的对面 饶有兴致地看着嘉义 嘉义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 不自主地垂下了眼睛 假装没有留意到陆灵的审视 他低头招呼握在门边打瞌睡的小狗贝贝 想搞清楚今天这个小家伙 到底为什么突然会对自己那么戒备 贝贝 他小声叫着小狗的名字 小狗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立刻从瞌睡中醒了过来 他犹豫地转过头看看嘉义 缓缓地朝他走了过来 边走边休 已经经过了小心翼翼的确认之后 贝贝终于恢复了原本的热情 撒着花儿地扑到了嘉义的身边 快乐地摇着尾巴 嘉义爱怜地抱起了贝贝 让他舒服地窝在自己腿上 你这个小家伙终于认识我了 陆灵大声地清了清嗓子 嘉义终于不得不正视他了 舍得把注意力从宝贝狗身上挪出一会儿了 陆灵洋装不高兴地瞪了嘉义一眼 我在这瞪你半天了 你居然拿我当雕塑 嘉义看着陆灵气鼓鼓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灵灵 你在跟一只小狗争风吃醋吗 陆灵被他这么一说 自己也笑开了 两个人笑了半天 笑够了 陆灵再度摆出一副探究的表情 继续看着嘉义 这一次嘉义无论如何 也没有办法继续装傻了 他无奈地问陆灵 你不要再半身沉了 说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妞 那个陈灵 我感觉 他有点问题 陆灵贼兮兮的 问你个问题啊 嘉义瞪了陆灵一眼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那天你在电话里说的什么鬼话 多亏陈灵没听见 他要是听起了 我可被你害死了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陆灵的表情可认真了 你现在天天和重案组的几个人混在一起都很熟 为啥只有成风这么关心你的事情 为啥不是任雄他们陪你吃饭 为什么不是大家一起出去而是你们两个单独 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那是因为我失恋 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干嘛叫一群人呢 好像开大会一样 而且成风 他也不过是觉得我和他同病相连 所以才叫我出去而已 嘉义辩解道 灵亮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两个人出去吃顿饭 就算有问题了 没问题 约出去吃饭没问题 陆灵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嘉义说服 可是你别忘了 之前某人喝醉了 被谁送回来的 第二天家里还多了个田螺先生做爱心早餐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嘉义无奈地摇了摇头 决定不与陆灵纠缠这个问题 他一向有认床的毛病 所以在L市留宿的那一晚 休息很不好 现在回到家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当然更想抱着软绵绵的棉被和枕头 美美地睡个好觉 好不容易打发了八卦心正望的陆灵 嘉义躺在自己温暖舒适的床上酝酿着睡衣 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 嘉义忽然又想起睡前陆灵的话 他不由自主地想 成风对自己不会真的是比较有好感吧 这么一想 嘉义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忍不住抬手敲了敲自己脑袋 刘嘉义也刘嘉义 陆灵闹得疯你也跟他一起疯 做人怎么可以这么自恋 你又不是什么国色天香 人家不过是对朋友的照顾 瞧瞧你 都乱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自己狠狠地责备了自己一番 嘉义终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嘉义神清气爽地去上班 顺路买了几杯热豆浆 几份早餐 到了公安局的门口 正好看到成风也走了过来 手里还提着早点 嘉义看到成风 看到他手里拿的东西 笑了 哟 看来这几个小子早上有口福了 两个人各自提着买的早餐 进了中案组 最先迎上来的就是素有警犬之声的安长浦 嘿 谁买吃的了 安长浦乐颠颠地凑了过来 左右一看 发达了发达了 今天双份早餐 风哥和嘉义都买了 嘿呀 浪费浪费 马春雷扎着嘴 一边凑过去 一边还不忘耍贫嘴呢 你们两个太不会过日子了 下次俩人商量好 派一个代表买就行了 马春雷的玩笑 让嘉义一瞬间脸通红 虽然他也不清楚为什么 但是总觉得 那个话 特别不自在 成风早就习惯了 马春雷他们几个开玩笑 口无哲拦 从耳不闻地 从嘉义手里 接过了早餐袋子 和自己买的一起 放在了桌子上 随手拿过一杯豆浆 塞进马春雷手中 喝你豆浆去吧 满嘴抛火车 五个人围坐在办公桌旁 一边吃着早点 一边听马春雷 给田阳安长浦讲述 去L市 以及前一天 到王凤家的收获 照你这么说 这个王凤还真有些古怪啊 他到底为什么 不想让官科跟我们见面呢 田阳嘴里嚼着烧饼 脑子还在围绕着案子转 王凤说官科对狗过敏 在他家里又发现 去年年底出厂的狂犬疫苗 狂犬疫苗的保持期 只有六个月 加上盒子被随意丢弃 在茶几下面 这样一看 一定不是近期使用过的 嘉义说 还有 他有意隐瞒官科 与蒋中红相识的事实 安长浦咽下嘴里的豆浆油条 也插嘴说 这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难道说 王凤凤对嘉义说那奸情是真的 成风还来不及说什么 中案组办公室的大门 就被砰的一声推开了 随后一个身影 快速冲了进来 哥 一个穿着警服 个子不高的女孩 风风火火的跑了进来 众人都疑惑的 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不明白他来找谁的 天阳叹了口气 揉了桌太阳穴 站起身来迎了上去 你跑来干什么 我来跟你打上招呼 女孩笑嘻嘻地看着天阳 丝毫不在意 他口气中的不情愿 呦 天阳 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马顺雷又起了玩心 暧昧地对天阳姐妹弄眼 就是就是 安长扑也搭枪 搞秘密行动啊 天阳无可奈何地 瞪了他们一眼 因为一个个的 满脑子桃色思想 什么情况也没有 这是我妹妹 亲妹妹 大家好 我叫田蜜 田阳的妹妹倒也不怯场 大大方方地和几个人打了声招呼 看到嘉义 又好奇地问田阳 哥 你们族有女警啊 那你干啥骗我说 女警不能进中暗左 我不是警察 嘉义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很可爱 于是也笑眯眯地搭话 我是被派到这里来工作交流的 我来介绍一下吧 安长扑显然对眼前这个 长相很罗利的小女警 很有好感 我叫安长扑 是你哥的同事 没错 大好青年 之间未婚 马春雷凉凉地补充一句 众人立即笑开了 甜蜜倒也没在意 阳光男孩一般的安长扑 他的注意力 被一旁坐着没吭声地 承风引了过去 你是承风 他瞪大了眼睛 惊喜地问 得 又一个小崇拜者 马春雷笑道 田阳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 大错特错 我这个妹妹啊 那可是承风的大粉丝 果然 甜蜜见了承风 就好像是粉丝见了偶像一样 他乐颠颠地跑过去 和承风打招呼 师兄你好 我之前就听老哥说了 和你一组工作 羡慕死我了 之前我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看过你照片 今天可算见到你本人了 嘿 小丫头 来来来我问你 马春雷 饶有兴致地对甜蜜照照手 你这个成大师兄 有什么值得你崇拜的 当然有了 甜蜜可不愿意 自己偶像被人质疑 他一股腮帮子 到现在 警校设计课的最高记录 还是成风师兄的呢 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人能破掉 他是警校上下有名的神枪手 到现在 设计课的老师说起他来 还竖起大拇指 他400米军事障碍那一项记录 去年才被人勉强扳平 而且校运动会的几项记录 都是他的 哎呀 我服了 马春雷哈哈大笑 这丫头还真人头的 头号粉丝啊 怎么样丫头 要不让风格给你签一名 可以吗 马春雷的话 郑重甜蜜下怀 他兴奋的眼睛一亮 雷子 你就会胡闹 成风好笑地 吃了马春雷一句 你当我是明星啊 还签名 可不是吗 我这个妹妹没个正经的 雷哥 你也跟着瞎搅和 田阳无可奈何地 看着马春雷 又回头问自己妹妹 说吧小鬼 跑这干嘛来了 实习啊 甜蜜不喜欢 田阳语气里的责怪 你不要阻挠我当小孩 好不好 我今天第一天实习 过来跟你打声招呼 你可真是个 没良心的哥哥 你被说到这实习了 天阳一愣 分到几对啊 六对 甜蜜伸出手 比划给天阳看 反爬祖啊 马春雷点点头 还行 小姑娘在那挺好的 好什么呀 天阳头疼地看着自己妹妹 她可是出了名的小迷糊 反爬抓贼 我可不指望她了 别回头抓贼的时候 自己丢了钱包 我就阿弥陀佛了 哥 你怎么那么看不起人呢 甜蜜恼火地抗议 好了好了 赶紧回去吧 别耽误工作了 我们这也忙着呢 天阳开口轰人了 好吧 老妈说了 让我晚上跟你一起回家 甜蜜不情愿地往外走 行行行 只要我挣点下班 甜阳一边搭话 一边送甜蜜出去 甜蜜临走前还不忘回头 跟自己的偶像道别 我走了 成风师兄 改天有时间 我向你讨教 甜阳 没看出来呀 你小子有个这么有意思的妹妹 马春雷斗着送走甜蜜 反身回来的甜阳 就是 你在警校 是不是够笑话急的了 有男朋友没有 安长浦问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哼 没男朋友 长浦 你要是能把她追走 尽管出手 甜阳说起自己妹妹 一副又心疼又头疼的态度 你妹妹看起来小巧可爱 怎么会读警校呢 还学行真的呢 嘉义好奇地问 别提了 这丫头可是行真录取标准里 身高的底线 我劝她很久了 让她换个专业 就是不肯 甜阳好戏又好笑地摇了摇头 原本要报考警校的 说是崇拜我这个老哥 自己要跟哥哥一样 做一名刑警 说得那么深情 结果呢 上了警校不到一年就叛变了 说是要和成峰师兄一样 做个优秀的刑警 呦呦呦呦呦呦 马春雷 煞有介事地晃了晃脑袋 就说风格了不得吧 人都毕业那么多年了 魅力依然在荼毒广大师妹 什么叫荼毒啊 我那是青年人的楷模 成峰笑着说 好了 别光顾着闹了 再后正事没做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一来 演播 泡芙先生 第三十九集 风格 你是不是就凭借着这副假正经的样子 政府广大女性 马春雷开工前依旧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拿乘风开涮的机会 嘉义 你要提高警惕 提高免疫啊 田阳对嘉义挤挤眼睛 每天跟着一个少女杀手身边 是对你定力的巨大考验 好啊 那你知不知道在哪打疫苗啊 我好提前预防一下 嘉义笑道 乘风为言 不着痕迹地看了看嘉义 生活在风格的阴影下 我什么时候能摆脱单身呢 安长浦长叹了一声 拉着田阳的袖子 走到了后门说 田哥 咱们哥俩平时关系不错 拜托你跟妹妹面前 没事就眉毛几句 让他知道咱们重案组除了风格之外 还有一个玉树临风的安长浦 好说好说 雷子你呢 有这种需求吗 田阳哈哈笑着顺便求一求马春雷 马春雷有一些不自在黑黑一笑 免了 本人正在追求幸福的路上 有 有情况 八子们一撇呢 等有好消息肯定不能瞒着你们 马春雷爽快地说 好了 跟你们几个小子送在一块 多正经的话题都被带好偏了 乘风笑着打断几个人的玩笑 刚才雷子把我们三个人的收获都说了 田阳和长补那边什么情况 田阳玩归玩闹归闹 真正到了该工作的时候 也不含糊 他翻开随身的笔记本 我按照你的指示 给王强的父母打过电话 老两口证实了 蒋中洪确实要王强回家 同他们闹过房产的事情 而王强的夫妇也多次在他们面前 数了王强不是 想劝老人立刻立遗嘱 全部将遗产都归女儿女婿所有 虽然王强不争气 让他父母很失望 但是毕竟是他自己亲生儿子 老人也不忍心将这个儿子弃之不理 所以迟迟地不肯答应王强的要求 遗嘱的事情更是一拖再拖 始终没有定力 南平小区那边呢 成峰队田阳从王强父母那儿 得的信息很满意 点点头又问另外一桩 也确认过了 安长普说 我和田哥两个人差点为这个事儿 抛断腿 为了消息的准确性 我们拿着那官科户籍上的照片放大了 挨家挨户去问 蒋中洪住那个单元 隔壁的两个单元 还有蒋中洪家对面的一栋楼 最后有几个人对官科有印象 记得看到过他与蒋中洪一同出入 我们也找到了之前 给我们提供过信息的那个顾大嫂 让他对照片进行了指认 他也确定自己在蒋中洪家见过官科 并且看样子两个人关系不一般 哦对了 那个顾大嫂还提了一件事儿 田阳补充道 他说蒋中洪原本家里有只小狗 这个咱们都知道 他说官科经常出入蒋中洪家的时候 每次官科去 他就会看到蒋中洪家的狗在楼下徘徊 直到后来干脆被遗弃了 很好 乘风赞赏的点点头 干得不错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官科与蒋中洪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是仅仅王暖暖个人的猜测 是啊 现在只差把官科叫来 亲自问一问了 田阳摩拳擦掌 这个人说不定是真凶 你怎么知道 马顺雷问 刑警直觉 田阳故意摆出一个很有型的姿势 惹得嘉义笑了出来 给官科打电话 乘风看了看手表 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嘞 安长普答应一声 拉过电话机拨号 你没有官科的联系方式 嘉义很惊讶 昨天风哥交代我俩 要我向王强的父母问出来 田阳回答他的疑问 咱们一直要是通过王凤 间接去联络官科 难度比较大 成风告诉嘉义 自己的意图 既然王凤有意要避免 我们与官科的接触 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绕过王凤 直接与官科取得联络 嘉义了然地点点头 心中很佩服成风办案时候的 缜密心思 头儿 联系到官科了 安长普挂断电话 他好像还在睡着呢 接电话时候的声音迷迷糊糊的 我让他马上过来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官科终于到了 官科的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左右 身材虽然不是很壮硕 但是比起王强那种软脚虾 要强壮很多 他脸堂发红 一双眼睛鼓鼓地凸出来 眼珠偏黄 看人的时候眼神很凶悍 你们找我啊 进门时候 官科就询问 他的声音很大 口气听起来有点狂妄的味道 不过嘉义并不感到奇怪 一个在家里为所欲为 横行霸道的男人 自然很容易 把家里养成的坏习惯 坏脾气 带到外面去 官科是吧 成峰站起来迎了上去 我是 你找我 官科口气有些不耐烦 王峰没有通知你 今天到警局接受询问吗 他这哪人告诉我去 官科吃笑道 我昨晚打麻将打个通宵 今天回家睡觉的时候 他已经上班了 你们问啥快点 我还要回家睡觉呢 成峰对马春雷使了个眼色 带他先过去 马春雷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走过去拉起官科的胳膊 走吧 跟我来 不一会儿 马春雷回来了 好了 我把他带过去等着了 那我们现在过去 嘉义连忙站起身来 不急 成峰示意他稍安勿躁 稍微等一下 这一个稍微等一下 等到嘉义跟着成峰 马春雷去见官科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了 而且对官科进行询问的地点 则是审讯师 如同成峰预料的一样 他们一进审讯师的门 就听见官科愤怒地吼叫 你们什么意思 把我一个人放在鬼地方干什么 你们找我到底干什么呀 在过来之前 成峰已经对嘉义说过自己的意图了 他认为官科的性格 决定了他是一个心够狠 心够硬的人 先不说 他本来就与蒋中红的关系不同寻常 是这个案子中的重要相关人员 假如他真的是凶手 也绝不是一个容易认罪的角色 所以怎样在心底上给他带来震慑 让他感到恐慌 这很重要 只有这样 才能更容易地从他口中获取真实的信息 毕竟官科说王凤没同他说过什么 并不代表这夫妻俩真的没有进行过串通 而刚刚官科说他通宵打麻将 没有睡过觉 这让成峰想到了 关他自己进审讯师的办法 这样的环境本身就让人感到压抑和紧张 而对一个缺乏睡眠的人就更加是事半功倍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官科我问你 蒋中红这个人你认识吗 成峰不理会官科的愤怒质问 镇定地坐在他的对面 官科一愣 点了点头 随即又指着嘉义 鄙夷地问 这娘们干什么的 显然他对女性有着不平等的看法 与你无关 好好回答问题 马春雷板着脸 你和蒋中红什么关系 就一般关系 官科回答 那就是有关系了 成峰跟他玩起文字游戏 官科倒也不避讳 他皮笑肉不笑地反问成峰 怎么 男女关系现在也犯法了 那你先去抓我大舅子吧 他先和蒋中红好着呢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蒋中红的 什么时候 官科皱了皱眉 从王强跟孟美娟闹离婚那会儿 我就认识了 你和蒋中红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系的 很长时间了 官科对自己的出轨 没有一丝一毫的内疚和自责 从王强那个窝囊费迟迟拿不到离婚手去 小红就开始嫌弃他 我俩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怎么了 你最后一次见了蒋中红 是什么时候 成峰不理他的反问 继续自己的问题 今年二月下旬吧 官科想了想 从那之后就没见过了 为什么之后就没见过 成峰尖锐地看着官科 改歇归正了 后来找不着他了 打电话也打不通 他也不给我打电话 我上他家也没人 所以就算了呗 官科开始不耐烦了 你们到底问啥呀 你知道蒋中红已经被害了吗 成峰问 知道 你们不是早就把我老婆 我岳父岳母 还我大舅子都问个遍吗 官科不乐意地撇撇嘴 你对蒋中红家熟悉吗 成峰话头一转 还行 你什么意思 官科有些愣 蒋中红家原来养狗吧 是有条狗 但是后来被他给扔了 为什么一气 因为我对狗过敏啊 官科打着哈欠 对警方把自己叫来 却始终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而感到不耐烦 而且死狗还咬我一次 据我们所知 你每次去蒋家 蒋中红都会撵狗出去 连这个你们都知道 官科很吃惊 是啊 但是有一次 小红的儿子中途回来了 狗就跟着跑回来了 结果就把我给咬了一口 之后小红就把那畜生给轰走了 你们叫我来 就问了问这些破事啊 蒋中红怂恿王强 向他父母要求 全部的房产和钱款的继承权 这事你知道吧 知道 官科迟疑了 他狐疑地看着成风 你和王凤也在争你岳父岳母的遗产继承权 是吗 成风的口气有些咄咄逼人 官科这个时候有些荒识了 不是 你们什么意思 官科 你是蒋中红遇害后的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 并且你有充分的杀人动机 所以我们要拘捕你 成风冷冷地说 官科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额头也浮现出层层冷汗 他喘着粗气 半嗓 才对成风说 我没杀人 我也不会杀小红 我可以证明 办公室里头 田阳和安长浦等人 正等着成风 对他们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指示 大约在开始对官科进行问话 四十分钟以后 马春雷出来了 对他们两个交代 要他们打电话给徐大友 对一些信息进行核实 然后便返回审讯室区 按照马春雷的吩咐 安长浦立刻打通了徐大友的电话 喂 徐大友的声音听起来懒洋洋的 是徐大友吗 对 你是 我是C市公安局重案组的 找你核实一些情况 安长浦说明意图 徐大友沉默了一会儿 在开口时 语气变得有些戒备 问什么 官科你认识吗 不认识 徐大友很快地回答 安长浦对他的态度感到很反感 语气也强扬进来 徐大友 注意你的态度 你不合作的话 结果只能是给自己找麻烦 徐大友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半天 就在安长浦几乎要忍不住 再次开口催促他的时候 终于开口了 我认识他 那你知道他与蒋中洪的关系吗 那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徐大友语气不善 还不就是那娘们甩了王强之后又找的聘头 你和官科有过接触吧 安长浦切入主题 你们之间发生过肢体冲突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没有 徐大友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 安长浦心里清楚 这个老油条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在耍赖了 那你从二月份以后 为什么没再向蒋中洪索要过生活费 那 那是因为 因为有王强那个冤大头肯给我 我干啥还去要跟蒋中洪要 徐大友的语气里透出了一丝慌乱的味道 徐大友 说谎话的时候会口急是吧 安长浦戳穿了徐大友的掩饰 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说 说实话 不然我们警方有理由怀疑 你与蒋中洪的遇害有重大关系 你别忘了 你是有案底的人 而且和蒋中洪之间的矛盾 这些对你很不利 徐大友不吭声了 安长浦也不催促 等他自己开口 过了大约半分钟 徐大友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 说就说 豁出去 反正丢脸又不会要命 老我做够了 我可不想再进去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安长浦准备做笔录 是 我跟关科打过架 不止一次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是没钱花了 就找蒋中洪耀的 谁让他当初坑了我 所以他欠我的 而且他也怕我 不敢不给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听我儿子说 蒋中洪要和王强分手 我也没在意 反正他不跟这个 也得去傍那个 到时候 我还是有钱过生活 这就得了 谁知道 等到王强见他有心分手 不肯回头 断了我疗养院费用的时候 蒋中洪就对我不闻不问了 我眼看着没有人继续给我付钱 我就无家可归了 我就跑去C市里 找蒋中洪算账 提醒提醒他我的厉害 去了才知道 他傍上王强的妹夫 关科了 关科不肯替你付钱 所以你们冲突了 哪有那么简单 徐大又哼了一声 关科他哪有钱 帮蒋中洪养我 他自己还没脱贫 但是他是个横角色 我估摸着 蒋中洪就是看中 关科的狠劲 所以才找他 不然就他那个穷样 蒋中洪那女人会跟他好 说重点 安长浦没空听徐大友 发表对蒋中洪 选择关科的原因分析 他关心的是结果 我去找蒋中洪要钱 结果他有人撑腰了 就翻脸不给了 我去闹了几次 和那个关科 打了两回架 要不是我一条腿不方便 我绝对不会输的 安长浦心里暗笑 这个徐大友还真是死要面 怕了关科还不承认 偏要找一堆理由 那后来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徐大友没好气的说 那个关科警告我不可以再骚扰蒋中洪 我没办法 只好叫我儿子和我一起去骗王强那个傻蛋 让他继续给我钱呗 从那以后 你就没有接触过蒋中洪 难道我自己跑去找打呀 徐大友反问 那个关科就像是蒋中洪的狗一样 随叫随到 我哪儿还敢去找他麻烦呢 挂断电话 安长浦立刻把结果报告给了审讯师的成风 你看你看我没说谎吧 关科看到安长浦从徐大友那里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不由得送了一口气 那好 你在笔录上签个字吧 成风把笔和笔录递到了关科面前 关科伸出手来接过来 迅速签好字 那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对不起 不能 成风的一句话 浇灭了关科的希望 为什么 关科慌了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不是查过了 我没说谎 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啊 关科 你听好了 成风不再理会关科的抓狂 脸上依旧是深沉的镇定表情 你的话虽然不假 但是并不能够证明的清白 整个案子里头 你的作案动机和嫌疑都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必须对你进行刑拘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芙先生 第四十集 半妥扣留 关科的相关手续 五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讨论起案情 我觉得吧 凶手一定就是关科 田阳笃定地说 他的嫌疑 比其他的人都要大 至少我知道 他是可以确定的 最后一个见过蒋中红的人 而且他对蒋中红 做了那么多 最后换来蒋中红的 恩将仇报 加上原本家庭暴力的底子 一怒之下 愤然杀害蒋中红 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 关科是个左撇子 马春雷的观点不同 今天他签笔录的时候 用的是左手 行为习惯也是左撇子 而蒋中红的失见结果 他的后脑被打击的位置和角度 还有着力点 都是用右侧发力的结果 这样一来 光科这个左撇子 不就说不通了吗 那可未必 他是左撇子 不代表他的右手是废的 如果他存心想混淆 警方的视线 故意用右手来袭击蒋中红 也不是不可能的 田阳坚持自己的观点 嘉义一脸沉思 成风看着他问 嘉义 你呢 你怎么看 被成风的问话 换回了心神 嘉义开口说出自己的疑问 虽然观科的嫌疑和动机 都显得比较有说服力 但是我始终想不通 他杀死蒋中红以后 将他碎脸这一举动 有什么意义呢 以他的出发点 如果真的像田阳说的那样 因为蒋中红背信弃义 那杀就杀了 为什么要碎脸 没错 这也是我一直疑惑的一件事 成风点点头 他与嘉义怀着同样的疑问 现在任何现象背后 必然存在原因 凶手采用这样的作案方式 不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行为 一定有着自己的目的 问题就在于目的是什么 如果一个男性死者 破坏死者的容貌 比较大的可能是因为 想借此隐瞒死者身份 但是本案中 死者就是在自己家中遇害的 并且性别为女性 成风沉思 那么就如同嘉义 最初提到的观点 一样 凶手这么做 血分的成分比较大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凶手杀死蒋中红后 使其赤身裸体之后 依然会感到无法平息愤怒 不得不靠毁掉死者的容貌 来达到目的 要是这么说的话 安长浦皱起眉头 转着手中的圆珠笔说 能够对蒋中红这张脸 有那么深怨念的 首当其冲 就是孟美娟母女俩了 因为蒋中红的主动勾引 让王强背叛了家庭 可是王强与蒋中红的关系 在他遇害之前 就已经陷入僵局了 这样的情况下 孟美娟母女俩 还有必要对蒋中红 通下杀手吗 嘉义不觉得 安长浦的假设能够成立 我倒是觉得 徐氏父子不能忽视 毕竟 他们与官科王凤夫妇一样 因为蒋中红的小算盘 断了财路 王强呢 你们怎么把这么关键的人给扔了 马春雷提醒大伙 别忘了这么一号关键人物 他在整个事件里 因为蒋中红而带来的损失也不小啊 家没了 妻子和女儿还埋怨的 钱都被蒋中红给花了 结果蒋中红不但没跟他结婚 还勾得自己妹夫 他再窝囊再懦弱 也还是个男人吧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种气呀 所以对蒋中红厌爱生恨 也可能吧 我觉得还是官科的嫌疑更大 田阳对自己的看法非常执着 这点我同意田阳 成峰点了点头 毕竟官科身上疑点更多一些 他对狗过敏 蒋中红遗弃狗的时间 他自己承认被狗咬过 而他家中又发现有狂犬疫苗 还有他多年以来对王凤家庭暴力 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有暴力倾向的 而他家的经济状况 加上蒋中红的利益冲突 他不能忽视 毕竟如果蒋中红后期鼓动王强 逼迫老人立遗嘱的话 说明他有心跟王强重修就好 这样也等于是对官科的背叛 砰砰砰 一个同事敲门走了进来 带来了检验科的DNA化验报告 成峰看完报告挑起眉 什么也没说 将手中的报告递给其他几个人传阅 待到每个人都看过报告之后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古怪 嘉义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俯在成峰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 成峰点点头 你们两个 马顺雷抗议了 不许说笑笑话 不许藏私 不许叫人胃口 是啊头 现在结果怎么样 你有什么看法 田阳也很好奇 这个嘛 成峰高深的一笑 很快你们就知道了 成峰叫上田阳加上嘉义三个人直奔 王凤的单位 王凤对于突然到来的警察感到很惊讶 同时也感到很不快 你们又来干什么呀 你们这是打扰我正常工作 王凤不高兴地抱怨 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谈过了吗 你们还有什么事 我先说清楚啊 如果你们找不到我家小官 不要来找我要人 我还找不到他呢 王凤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们今天来 不是找你来联络官科的 我们有一些情况 要跟你核实一下 核实 核实什么 王凤不解 此时正是午休时间 办公里只有王凤自己 成峰便决定就在这里 对他进行问话 我们想了解一下 你和官科的婚姻情况 他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 听到这话 王凤立刻抵触地盯着成峰 似乎觉得对方 问的问题是一种冒犯 你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 办蒋中红的案子吗 我们两口子的婚姻状况 关你什么事啊 王凤 我们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问跟本案无关的事情 所以 请你态度配合一些 成峰不理他的抵触 你和官科结婚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王凤拗不过成峰的强势 气鼓舞的回答 你们平时感情怎么样 嘿我说 王凤对于警察的一个势 追问自己婚姻状况 感到反感 你到底是当警察的 还是婚姻顾问 成峰并不答话 只是安静又执着地 等待王凤回答自己的问题 等了半天 王凤拗不过成峰 虽然脸色不善 但还是选择了回答 我们两个感情很好 光河瓶水有家庭暴力的毛病吧 成峰看着王凤 王凤因为成峰的问题 而战红了脸色 他不满地拧起眉毛 瞪着成峰 嗓门也因为情绪的波动 而更加高亢 你什么意思 我们两口子 到底哪惹你们警察了 你们凭什么说我们家 小官有家庭暴力的毛病啊 你的意思是 官科没有对你使用过家庭暴力 成峰没有被王凤的大惊小怪 吓到 没有 王凤嘴硬 成峰笑了笑 翻开了笔录 递到王凤的面前 你父母和邻居可不是这么说的 王凤不吭声了 但依旧是气哼哼的样子 为什么隐瞒 你说呢 哪个女的爱告诉别人 自己在家里爱打爱骂呀 王凤对于自己的隐瞒 理直气壮 官科近几年 对你使用家庭暴力的次数多吗 嘉义开口问 用一种同为女人 而体谅对方的处境的口气 经常性的被丈夫殴打 虽然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 但是 有人同情自己 体谅自己 王凤还是对此 略微地收起了敌意 还好 比前些年好多了 他愣愣地说 这么多年你都是默默忍着吗 有没有想过去复联寻求保护 嘉义问 开玩笑 我要是去复联告状 那还不得离婚 王凤觉得嘉义的话很可笑 嘉义确实有点理解不了王凤的想法 一个女人 在常年被丈夫打骂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死守着婚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你觉得离婚不会比经常爱打爱骂好吗 至少可以有机会开始新的生活 找一个对你好的人 嘉义问 王凤摇摇头 我不在乎 就算离了婚 能找到一个不打我不骂我的人一起生活 可他又怎么样呢 他不是官客 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你很爱你老公 那当然 说起自己对老公的爱 王凤的脸上不自觉地显露出了异样的光彩 如果不是喜欢他 我当初也不会不顾父母的反对 坚决跟他在一起 要不是喜欢他 我也不会那么多年 就这么咬牙挺过来 现在最难熬的日子都过去了 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们两个都越来越老 我也没啥别的想法 就想这么跟他过下去 官客近几年行为上有所改观 是啊 王凤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人嘛 年纪越大 越明白家庭的重要性 官客昨天晚上彻夜未归吧 成风又一次戳到了王凤的软肋 他夜不归宿的次数频繁吗 王凤尴尬地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点什么来掩饰 但是不知是不是怕了成风的消息 灵通程度 最终还是放弃了 他垮下肩膀 点点头 是 昨晚他没回来 跟同事打麻将去了 他有的时候会出去跟人家玩牌 我不干涨 官客的作风怎么样 成风的问题步步紧逼 我都说了 他和蒋中虹没有瓜哥 王凤恼羞成怒道 你绕来绕去 不就是想骗我说他们有什么吗 我告诉你 你不可能如愿的 我丈夫和蒋中虹一清二白 他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你这是在替官客遮掩吗 成风问 遮掩 我有什么好遮掩的 难道你们想听他们有一腿 我就得编瞎话 说他们有一腿 王凤还是一副十分不爽的样子 王凤 你编的瞎话已经够多了 成风亮出底牌 官客自己已经承认了 他与蒋中虹的关系 你为什么还要替他掩饰 你这么做是什么目的 王凤的脸色 因为成风的话而变得灰白 我丈夫见过你们了 他在哪儿 官客的嫌疑重大 已经被我们行事拘留了 成风亮出拘留症 你暂时不能见他 拘留 王凤慌了 为什么拘留他 他又没犯法 你们抓他干什么呀 你们不要乱冤枉好人 我们现在只是因为 官客嫌疑很大 所以暂时把他拘留 并没有认定他就是犯罪人 你们凭什么认为他嫌疑大 王凤怒气冲冲地质问成风 王凤 有一件事你要清楚 你对信息的隐瞒 加重了你丈夫 官客的嫌疑 成风说 王凤的眼神变得有些慌乱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听我说警察同志 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 我爱面子 真的就是因为爱面子 哪个女人愿意承认 自己丈夫和别的女人好上来 我们家小官 真的没有杀人 我们办案 也不是单纯因为这一个原因的 不过你放心 我们不会冤枉无辜的人 成风的话并没有让王凤好过一些 他已经完全陷入了对丈夫的担心和自责之中 整个人显得慌乱又哀伤 报应啊 这都是报应 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把嘉义和成风都吓了一跳 嘉义拿出面金纸递给王凤 让他擦干眼泪 而王凤接过面金纸 却没有去整理衣容 而是一味地哭嚎着 都是我造的孽 现在报应了 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哭得昏天暗地 人家都说 您拆一座庙 不拆一桩婚呢 我当初鼓动我哥跟他老婆离婚 是我鼓动他们离婚的 现在报应落到自己头上了 我老公清清白白的 现在被抓了进去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活呀 小官呢 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王凤 请你冷静点 成风对于王凤的哭闹有些头疼 我们说过 拘捕官科不仅仅是因为你之前的隐瞒 还有其他的原因 那你说 什么原因 王凤停止哭嚎 抹着眼泪问成风 对不起 那是警方的事 不方便透露 成风立刻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那你们什么时候能放了他 王凤追问 如果你们没有证据 证明他是凶手 那什么时候能放了他呀 三天 那就是说 三天之内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 确定我丈夫是凶手 你们就得放了他 王凤不放心的确认 没错 成风点点头 就是这样 事与如此 王凤没有办法 只好摸摸眼泪 起身要去整理一下妆容 王凤可能是之前哭得太凶了 这会儿站起来动作又有点急 一时间感觉有点血晕 身子打了个话 嘉义连忙热心地去扶他 把他送到门口 还阴气地伸手 替王凤拉开了门 嘉义不是一个高高的女孩 王凤的身体又偏矮胖 嘉义一手扶着王凤的胳膊 另一只手 绕过王凤的脑顶 试图帮他开门 尽管他很努力地抬高手臂 但还是刮蹭到王凤的头上 让王凤感觉吃痛 哎呀 你勾着我头发了 王凤恼火地回头 狠狠瞪着嘉义 原本就是因为丈夫被拘捕 憋着一肚子的火气 这一下子 可有发泄途径了 你做事怎么毛手毛脚的 是不是看我丈夫被抓起来了 一个女人家好欺负呀 嘿嘿嘿 你怎么说话呢 你旁的马春雷不乐意了 就算他勾着你头发了 能怎么的 他是故意的吗 他还不是为了给你开门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我不讲理 王凤被马春雷惹火 当场撒起泼来 我不讲理还是你们不讲理呀 毫无缘故地冤枉我老公 把他当成杀人犯抓起来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他弄疼我了 还不许我哀悠一声啊 你们别欺人太甚 你那也是 哎呦一声啊 马春雷的火器也被王凤勾了起来 他还想说什么 却被乘风给按下来了 对不起 是我没注意 弄疼你了吧 家一忙微笑着陪不是 你的心情我们现在可以理解 也希望你能够信任我们 成风走过去拉开房门 你请回吧 如果有什么情况 及时和我们联系 王凤狠狠地瞪了成风一眼 一扭身 气鼓鼓地离开了 刚才他没吓着你吧 马春雷问嘉义 嘉义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没有 我哪有那么不计 成风用眼光向嘉义 发出无数的询问 嘉义回他神秘的一笑 头儿 咱们这个案子 马春雷问 不出意外 三天之内就会揭晓 成风说道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 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伊莱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四十一集 王凤知道 关科被收押的消息之后 几乎每天都打好几通电话 来问关科被释放的时间 当然 王凤的询问里 夹杂着一些 大多数人 称之为耍无赖的东西 反复说 这无非是成风冤枉好人 要他尽快把关科放回家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推移 重案组的几个人 心里面有些七上八下 打从扣留关科之后 成风和嘉义 跑了一趟检验科 之后 就再没有更多的动作了 大家都觉得 这一次 头有点赌运气的嫌疑 成败全看检验科 能不能够在期限内 给出一个答案 这个答复究竟是什么 同样至关重要 成风对此并不担心 他依然表现得 十分沉稳冷静 每天接王凤的电话时 也很有耐心 让人看不透他的心思 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 成风接到了 检验科打的电话 成风在听完电话之后 微微锁着的眉头 渐渐的舒展 挂断电话 他立刻叫马春雷 打电话通知王凤 让他第二天来一趟 可想而知 王凤这一次毫不犹豫 一口答应下来 看来拘留官科 的确让他彻底慌了 至于对公安局 一贯的抵触和排斥 都忘得一干二惊 在官科被扣留的第三天 一大早 王凤便早早的 好像是门神一样 等在公安局门口 成风把他带进审讯室 王凤的屁股还没坐稳 便急急忙忙地开口问道 今天是第三天了 你们什么时候 放我老公啊 如果你丈夫官科 确实是清白的 我们会尽快 替他办好手续 成风慢条斯理地回答 你们有没有搞错 这什么工作态度啊 王凤挠了 要是你的家人亲人 被冤枉了 冤枉是杀人犯 我看你能不能 这么沉得住气 成风毫不在意 王凤的恶劣态度 反而对他一笑 我也很希望官科是无辜的 但眼下还存在很多 疑点没有排除 我们也无法经意下结论呢 有什么疑问 王凤向前叹了叹身子 我是他老婆 他的事我最了解了 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 问我好了 那好 你为什么认为 官科是被冤枉的 成风看着王凤 只是因为 他是你丈夫 当然不是 王凤立刻否认 官科为什么要杀蒋中红啊 他没有理由杀他呀 为什么没有理由 你我都清楚 官科和蒋中红的关系 可是非同寻常的 王凤文言脸色微微有些僵住 他沉默了片刻说 那要怎么样 就算他们两个关系不一般 他才更不能舍得杀他呀 你倒是说说 我老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 杀死自己情人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杀人 成风没有被王凤的反问难倒 当原本就不深刻的感情 遭遇了利益冲突的时候 就可能会演化成仇恨 官科与蒋中红 只是婚外的不正当关系 而蒋中红 却在与他发生关系的前提下 怂恿你哥哥王强 意图占据你父母的房产和钱款 面对这样的人才两空的结果 官科的杀人动机并不难理解 胡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 王凤不耐烦地冷哼 你们警察破案 就靠胡乱猜测 冤枉好人吗 要是按照你的说法 我倒是觉得我哥更有嫌疑呢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王强杀害蒋中红 没错 王凤停顿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哥比我丈夫更有理由杀了蒋中红啊 毕竟他们两个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哥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小金库 全被那个姓蒋的花个一干二净 到最后他还因为嫌弃他没钱 就要甩了他 还和他妹夫勾搭上 不光这样 最后他还霸占我们家的房产和钱 我哥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了 你们要是觉得利益冲突是杀人原因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我哥 他被蒋中红坑害得更惨了 他损失的更多 成峰听完王凤的话 对他表示赞同 你说的这个并不是没有道理 那你们为啥还把我丈夫关起来 王凤一向是得理不让人 没理脚三分的主 这会儿一听成峰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 立刻来了威风 因为还有一些细节 对你丈夫不利 成峰不急不缓地回答王凤的质问 王凤一愣 什么细节 蒋中红是被人打击后脑制死亡的 而被打击的部位可以推断出 凶手是从左侧下手 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你丈夫官科不是恰好就是个左撇子吗 蒋中红被左侧打死的 王凤愣了一下 不是右侧吗 成峰摇了头 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我们调查过王强 他因为年轻时候落下病根 所以双腕都无法用力 这种情况下 他要完成碎尸 肢解 藏匿这一系列行为 难度相当大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此一来 他的嫌疑自然就小了 而你丈夫官科强壮有力 又是左撇子 我们有理由怀疑他 你们这不是胡说吗 王凤急了 是 我哥的手腕子使不出力 可是又不是整个胳膊废了 他拿花瓶打死那个女人 不需要用腕子吧 蒋中红家的冰箱 就那么宽那么大 塞进一个人 得费多大劲呢 好吧 就算你说的这些都可以成立 可是蒋中红的尸体 在被打死之后 有经过冲洗 蒋中红毕竟 重量摆在那 王强的体力 我觉得无法完成 从杀人到清理藏尸的 全部过程 成峰依然坚持自己观点 胡说 他有什么没体力的 蒋中红那么瘦 又没多沉 我都搬得动 何况他一个男人 王凤觉得 自己面对这个警察 简直是个白痴 成峰听到这里 突然露出了微笑 他的笑容 让王凤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有些清灰 王凤 我希望有些话 还是由你亲自说出来 比较好 成峰叹了口气 如果由我说出来 你的处境就被动了 到时候想争取个 自首的机会都不可能 王凤的眼睛开始闪躲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成峰叹了口气 王凤 我把机会送到你面前 你不肯把握 那我没办法 光科的确不是杀害 蒋中红的凶手 因为蒋中红是你杀的 你胡说 王凤听后 勃然大怒 你当警察就可以信口思黄了 是不是 警察就可以冤枉好人了 是不是 你们冤枉我老公还不算完 现在又回头冤枉我 我们两口子是得罪过你啊 你现在公报私仇 王凤 我们有没有冤枉你 你心里最清楚 成峰朝一旁的嘉义 悄悄使了个眼色 嘉义心领神会 起身走出审讯室 在折回来的时候 王凤依然在朝成峰咆哮 嘉义悄悄走进来 手里牵着他灵养的小狗贝贝 一直乖乖的贝贝 一见王凤 却好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他疯狂地挣扎 向征脱束缚冲过去 嗓子里发出呜呜的怪叫 嘉义不得不努力地拉住狗链 防止他真的扑到王凤身上去撕咬 王凤队突然冒出来 并朝自己吼笑的小狗 显得十分吃惊和慌张 他差一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一面使劲朝椅子里缩 一面惊恐地问成峰 这你们什么意思 警局里还可以有狗的 王凤 没你的意思 我就是想问问你 认不认识这条狗 成峰把王凤的惊慌失措看在眼里 不认识 王凤不加思索地回答 可是看起来 这狗似乎认识你啊 那你去问他呀 王凤恼羞成怒 你去问这狗去 说话间 贝贝依旧疯狂地想挣脱 嘉义的掌控 扑向王凤 他大声地吠叫着 尖尖的牙齿都刺着 嘉义反身把贝贝交给 等在门外的安长谱 自己回到成峰身旁坐下 而王凤 虽然眼见着小狗被牵走 但是经过刚刚那么一番惊吓 依然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王凤 我们查到 你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在你家附近的某诊所 接受了五天的狂卷疫苗接种 成峰拿出诊所方面的证人笔录 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告诉我 你手腕上那处疤痕是被狗咬的 嘉义指使王凤的手腕 王凤本能地把自己手腕缩紧衣袖 但是态度依然蛮横固执 是 那是被狗咬的 可是凭什么说我杀人了 我说我去他家时被狗咬了不行吗 行 成峰点点头 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冰冷 王凤 你可以随意对事情进行演示 不过这样一来 你已经没有一个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了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试图把机会留给你 蒋中红这个案子 我们从头到尾只对外公开被害人的身份 被害地点 而什么碎莲 什么冰箱中冷冻尸体这些 我们从未对外公开过 如果你不是凶手 又怎么会未卜先知呢 另外 你又怎么会知道凶手用花瓶 击打死者后脑 王凤呆住了 他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却没发出任何声音 另外 成逢提出另一条重量级的证据 我们拿了你的头发进行DNA比对 与我们在蒋中红家浴缸下水口取得的样本 除蒋中红以外 另一个人的DNA完全吻合 就像你之前 试图在在你哥哥王强时候说的那样 蒋中红的重量 果然是你能够对其进行冲洗之后再冰冻的 王凤错愕地看着成逢手中拿的样本和检验结果 他终于明白 原来嘉义此前的那一次刮蹭并非无意 而是从自己身上获取了对比样本 连日来因为担心丈夫被判罪的焦虑 加上刚刚被小狗惊吓过后的慌张 王凤在重重压力之下终于承受不住了 他突然哭了起来 我承认 人是我杀的 王凤的认罪 让嘉义和成风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们拿到了重要的证据 但是如果王凤死咬这不松口 那么他们只能进一步去继续收集证据 以及想办法攻破心理防线 这无疑将案件 急案的时间拖得更久 在压抑不住心底的负罪感与恐惧 放声嚎哭之后 王凤终于能够稍微控制住情绪 将他杀害蒋中红的过程 讲给成风和嘉义听 原来在孟美娟的表弟 游福到蒋中红家闹鬼一次之后 王凤为了与蒋中红搞好关系 便求自己丈夫官科 去蒋中红家帮忙照顾安抚一下 却不曾想到 官科原本就是个风流成性的人 而蒋中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一来二去 这两个人竟然勾搭在一起 等到王凤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官蒋二人已经秘密往来数月有余了 这是王凤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直以来 他都想方设法地帮着王强讨好蒋中红 为的倒不是什么胸有媚公 也不是有多么喜欢蒋中红这个人 他原本就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多年以来 王强一如既往地窝囊懦弱 所以王凤在很多年前 就惦记上了父母的遗产 一直旁敲侧击 想让父母把遗产寄成权 落到自己一个人的头上 但是嫂子孟美娟却成了她的巨大障碍 孟美娟贤惠聪明 工作单位里是一把好手 回到家也是同样 一个好嘱咐 让王强父母对自家儿媳 始终暂口不绝 而近几年 孟美娟的女儿王暖暖 因为品靴兼优 也越来越讨祖父母的欢心 反观自己家的女儿 只有被父母责怪太后 娇生惯养 不务正业的份 这样的反差 让王凤越来越不识滋味 同为女人 孟美娟得到公婆的喜爱 丈夫虽然懦弱 也没有攻击性 孩子懂事 而她自己 公婆不闻不问 丈夫非打即骂 孩子不思进取 这样大的反差 让王凤对孟美娟十分妒忌 再加上孟美娟和王暖暖的存在 是横更在自己财路上的一条大障碍 这让王凤又气又急 所以当他得知哥哥王强有了外遇 并且外遇的对象 还是一个极为让人不齿的角色之后 王凤感觉自己机会来了 明知道王强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王凤便开始寻找各种机会 对他进行洗脑 告诉他 人生在世 到了这个年纪 该勇于追求属于自己的真爱 并且将孟美娟平日里 对王强的一些强势的约束 与蒋忠红的放纵放在一起对比 渐渐的 本来就为婚外情迷了心智的王强 开始觉得自己妻子是那么的可恶 女儿也是那么不体谅自己 于是更加打定主意 要结束这段婚姻 搞定了王强 王凤还是不忘给自己拉一个同盟 他开始频繁地与蒋忠红走动 与他搞好关系 王凤的打算是 凭蒋忠红的一个按摩女出身 又从王强身上得了这么多好处 如果自己与他私交甚好 那么到时候 王强离婚与他一起之后 他一定会比较容易满足现状 拿了名分之后 老老实实地和王强去逍遥 而自己的父母对王强的外遇 肯定是深恶痛绝 这么一来 继承权还就是落在自己手里了 一切都如他计划中那样 直到自己丈夫竟然同蒋忠红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王凤才遭了晴天霹雳 对于自己与蒋忠红的关系 官科丝毫不想花心思去隐瞒遮掩 王凤怒气冲冲地质问他的时候 他便一口承认 并且大发雷霆将王凤打了一顿 让王凤不敢再过问 只能在心里暗暗地含恨 直到蒋忠红突然对王强仰装回心转意 开始怂恿王强争夺父母遗产 而一向贪婪的官科 却对此毫不在意的时候 王凤才觉得 此事情比自己想象的严重多了 经过他私下里调查 他终于确定官科与蒋忠红的打算 这两个人打定了主意 只要王强取得了财产继承权 过些年老人相继去世以后 王强就可以获得房产和钱款 到时候蒋忠红甩掉王强 卷走财产 而官科则离开王凤和蒋忠红在一起 王凤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了 家义虽然心里感觉王凤可恨 但是看着他戳气的模样 又感觉他很可悲 擦擦脸吧 家义起身递给他面金纸 让王凤擦擦眼泪 我这么多年来 在家里辛辛苦苦地做家务 忍受着大骂 我还不是指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呀 指望着和自己喜欢的男人过到老 王凤抽掖着 可是最后竟落到这样的下场 我为他超持家务 为他生儿育女任劳任缘 他这些年在外面 不甘不敬的事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说破 只要他不跟我离婚 还能维持我这个家 我就不想去说穿 可是这一次他们太过分了 骗我父母财产不说还要甩了我 想起光科和蒋中红私下的打算 王凤的眼中出现了恨意 你为什么会选择对蒋中红下手 程锋问 因为他可恶 如果不是他勾引我丈夫 他怎么会背叛我 王凤咬牙切齿地说 你刚才自己不也承认 光科在外面的行为 一直不是很端正 为什么你没有想过劝阻他 不要和蒋中红在一起 怎么劝呢 稍微说到关于他们的事 他就大发雷霆 动手打我 我哪还敢说他呀 所以 你就决定杀死蒋中红 以达到阻止二人交往的目的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四十二集 王凤摇了摇头 一开始我没想杀他 我是去求他 求他好好的跟我哥哥在一起 不要破坏我的家庭 我低声下气 求他半天 他不但不答应 还故意说他跟关科在一起的细节 来刺激我 他说我又老又丑 关科根本不爱我 要我老老实实地等着被甩掉 不要搞事情 搞破坏 不然关科 不会对我手下留情的 王凤抬起头喘着粗气 讲述着这一段过去 他的情绪波动很大 我跪在地上求他 他却打开门让我滚出他的家 我也是有自尊心的人 本来我想离开 可是他一开门 之前被他丢出去那条狗就跑了进来 他看到那条狗眉开眼笑的 一口一个宝贝的叫着 理都不理跪在一旁的我 就去厨房给狗找东西吃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非常的愤怒 在蒋中红的眼里 我连一只狗都不如 一只狗他还会去善待 却不顾我的死活 所以你就动手了 王凤点点头 当时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 我就感觉耳里嗡嗡的 唯一念头就是 他非死不可 蒋中红以为我会自己离开 所以根本不理我 我趁着他背对着我走进厨房的时候 从一旁的工艺品架上抓了一个花瓶 冲过去 照着后脑勺狠狠地砸了下去 他就趴在了地上 那条狗这个时候扑上来咬我一口 被我一脚踢开 打了出去 我怕得狂犬病 就去卫生间冲起伤口 我以为蒋中红已经死了 等我冲完伤口出来 正好看到他挣扎得像从地上爬起来 看到我还恶狠狠地说 要告诉官科 让官科把我往死里打 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我从一旁抓了一个铁柱的工艺品 用底座又去砸他头 砸那几下 他就不动了 我还是不解气 又把他翻了过来 使劲砸他脸 我恨他那张脸 恨他用那张脸勾引我老公 你为什么不倒死者衣服 并将死者冲洗干净 放进冰箱里 成峰问 我平时也看电视剧 那种破案的警匪片也看过 我以为把他衣服剥光了 警察就会以为他是被人奸杀的 我怕他身上会留下我的指纹 就把他拖进浴缸里冲洗干净 放进冰箱里 是不想引起尸体发臭 让邻居怀疑 王凤小声地答道 之后你要做了什么 我把尸体放进冰箱里 又把房间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走之前我看看蒋中洪家那么好 都是从我哥那儿骗得欠 我心里就气 又翻了一遍东西 把现金首饰什么的都拿走了 成峰点了点头 王凤的交代 与他们之前看到的现场非常的吻合 那你杀了蒋中洪之后 血衣和你说的铁柱雕塑 怎么处理的 我换了一身蒋中洪衣会中的衣服 把其那些装在包里拿走了 衣服烧掉了 铁器我埋在了北山公园 山顶那座八角凉亭的后边 杀死蒋中洪你后悔吗 嘉义问王凤 王凤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不后悔 他想破坏我的家庭 可是你现在东窗事发 不是也没有办法继续原来的生活了吗 嘉义反问他 王凤叹了口气 过去半年多了 我原以为这么久了不会被发现 那样我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和官科生活下去 王凤 只要有犯罪 就会受惩罚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犯罪 你逃脱不了法律 更摆脱不了负罪感 成峰认真地看着王凤 而官科和蒋中洪就好像是臭鸡蛋和苍蝇 要是你丈夫这只臭鸡蛋 没了这只苍蝇 还会有另外的 蒋中洪不过就是从王强身边 飞到官科身边的一只苍蝇 王凤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半嗓 颓然地低下了头 走出审讯室 嘉义打趣地看着成峰 一脸地偷笑 你鬼鬼祟祟地瞄着我干嘛呀 想说什么 成峰发觉 问嘉义 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刚才那个臭鸡蛋跟苍蝇的理论 听起来很耳熟啊 那是学的 成峰哈哈一笑 还不是跟王暖暖那个小姑娘学的 虽说孩子心事重了些 但是很聪明 总结很精辟 两个人走进办公室 看到三剑客正在一起嘀嘀咕咕 你们三个研究什么呢 把王凤移交检察院的文书弄完了吗 成峰走到跟前 敲了敲办公桌 三个人看到成峰和嘉义回来了 立刻凑了过来 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呢 马春雷煞有介事地说 什么问题 你们两个不是在检验科报告拿到之前 就已经怀疑王凤了 马春雷问出三个人心底的疑问 当时DNA检验结果一出来 说另外一个人的性别为女性时 我们三个人都很惊讶 但是你们两个似乎私下里 说了不少悄悄话呀 可不是吗 田阳笑嘻嘻地起哄 风哥是有异性没人性啊 爱和嘉义说悄悄话 我们就勉强理解了 嘉义 你怎么也不分享情报呢 哪有这回事啊 嘉义笑着抗议 微微的脸红了 那个时候都只是猜测 哪敢乱讲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时候 开始怀疑王凤呢 安长浦可是好奇得要命 官科说出他和蒋中红的计划 并且交代了为将来和蒋中红一起 他帮助蒋中红摆脱了徐大勇 这颗定时炸弹之后 我就开始有这个猜测 而嘉义在官科家中 发现了狂犬疫苗的盒子 或许是官科注射的 但是官科失口否认 那么会不会是王凤接受过注射呢 成峰说出了自己和嘉义 推测出王凤是凶手的过程 在检报告出来之后 嘉义跟我说 那天我们去王凤家之后 他说两个小狗贝贝变得很异常 很烦躁 而在他洗过澡换过衣服之后 又恢复了正常 这让他联想到会不会是因为 自己身上沾染了王凤 或者是官科其中之一的气味 所以才让敏感的小狗产生了反应 哦 所以你才让我们去查看 王凤的这种记录 天阳恍然大悟 不过要说起来 这个王凤还真是爆呀 马春雷摇了摇头感慨道 为了自己那些私心 不但不劝自己哥哥回头是岸 还鼓动王强抛弃弃子 结果怎么样 为虎作娼 最后被老虎给咬了一口 不仅如此啊 被老虎咬了之后 还学什么武松打虎 这下可好了 蒋中红是死了 他自己的生活也劝毁了 天阳接着说道 我看呢 这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天理循环抱扬不爽 为了自己私利 不顾他人感受 鼓动哥嫂离婚 侄女早早面对 父母离异的局面 结果轮到他自己头上 他倒不说什么 真爱不真爱的了 何止啊 马春雷不屑地撇了撇嘴 为了替官科开脱啊 他连自己哥哥都可以推进去 这人性里自私的一面 这是被发挥到极致了 还真是恐怖啊 其实说白了 人不能只顾着自己 不顾他人 嘉义同意他们的看法 不过王凤另外一个悲剧 就在于他太过于执着 而且是执着于一个错误的选择 如果他不是执着于 官科这么一个差劲的丈夫 在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是感情背叛的时候 选择放手 或许他现在 已经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在这方面 孟美娟母女的心态 比王凤获达太多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现在你们还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的话 抓紧时间做事 这个案子总结了 把文书部分处理完 今天可以准时下班 放你们回去 承风因为案子的告破 而格外的神情气爽 我们还有个疑问 安长普举起手发言 什么疑问 我们拒绝暗时下班 呦 承风惊讶了 你们几个小子 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啊 自愿加班了 我们可没那么伟大 田阳笑眯眯的 凑到承风的身边 案子总算破了 我们强烈要求 城市请客 KTV到天亮 对吗对吗 马春雷立刻开口帮枪 家也来咱们这 时间交流 期限也快到了 来时候 咱都没给人举办个 什么幻影仪式什么的 这段时间 又竟让嘉义 跟咱们一起东奔西跑的 现在破了案 不应该 公司兼并小聚一下呀 你们几个呀 承风好笑地说道 想出去庆祝一下 拿嘉义当什么幌子 我们可不是拿嘉义当幌子 我们是真心实意的 头儿 你到底怎么说啊 田阳急切地等着答复 承风沉默着 看了他们半天 最后笑了出来 五点之前搞定文书 没有完成的人 我们可不等他K哥吃饭 好的 三个人欢呼起来 马春雷还不忘主护嘉义 问问小辣尖有安排吗 没有的话 就来陪你做伴吧 免得我们几个都是大男人 你一个人无聊吗 嘉义看着马春雷 欲盖倪张的神情 心里有了底 点点头说 好啊 为了今晚有个伴 我说什么 一把玲玲给拎来 成风坐在办公室里 从窗口看着 外面打电话 给陆灵的嘉义 嘴角微微地扬起 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王凤的生活和抉择 固然是悲剧的 不过看起来 这丫头 却从中看到了 过分地执着的教训 也从孟美娟和王暖暖的身上 学会了豁达和坚强 暮色低垂 庆宫之夜 即将拉开序幕 静悄悄的深夜里 忽然游远极近 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阴泽泽的暗像里 一个人影正在越走越近 长长的黑色毛泥大衣 竖起的衣领 和厚实的鸵绒围巾 把整个脸庞都给遮掩起来 唯有脚上的帆毛中根皮靴 泄露出他的性别 月光洒下来 把那人的原本纤细影子 拉得更加细长 透着说不出的妖艺 他走得很匆忙 脚步声突兀地 回荡在寂静的小巷中 每一声都敲打在他的心上 让他没来由地 感到一阵慌张 终于 他来到了紧闭的大门前 整扇大门都被遮挡 在旁边的建筑阴影之下 他迟疑了一下 缓步上前 抬起手 吃 一只夜里觅食的老鼠 慌慌张张地 从他脚下跑过 吓了他一跳 女人轻轻抚着被吓后 依然狂跳的心脏 给自己几秒钟来平复 终于抬起手 敲了敲 眼前那扇 陈旧肮脏的大门 大门 无声无息地 打开一条缝隙 他略有些迟疑 甜甜有些 干涩冰冷的嘴唇 又朝两边 紧张地望了望 最后还是抬脚 迈进了门内 里面依然静悄悄的 没有灯光 没有声音 女人有些慌了 她的声音在颤抖 喂 出 出来呀 我来了 你在哪儿 啪 清脆的一声响 原本黑暗的房间里 出现了一个亮点 那是一只打火机 发出微弱的光芒 是 你吗 女人看不清 拿着打火机的人是谁 她犹豫着发出了疑问 对方轻轻地笑了 那笑声虽然很轻 却似乎在极力地 压抑着内心的喜悦 就好像是一只蜘蛛 等到了落网的愚蠢飞虫 女人终于受不住 内心的恐惧煎熬 她转身朝着身后的大门跑去 而大门 却在她迈开脚步的一瞬间 砰的一声 官死了 你是谁 女人惊恐地大声喊叫 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骗我来这里 打火机的火光突然熄灭了 黑暗再次充斥着周围 女人摸索着 朝自己走进来的方向靠过去 试图打开那扇通往外界的门 生物最基本的本能 提醒着她 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的地方 只有尽快离开 才能获得安全 终于磕磕绊绊的 她的手碰到了冰凉的把手 而一瞬间 女人也感到一只手轻轻地扶着自己尖头 瞬间 她惊得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本能的 她朝那只手的方向 转过头去 想看清对方是谁 啊 就在她转头的一瞬间 博梗突然感到一阵剧痛 同时也让她嗅到一股血腥的气味 来不及开口呼救 也来不及做出挣扎 伴随着疼痛和血腥味 另一种刺激气味弥漫开来 女人的意志变得混沌起来 一切 重归于寂静 直到第二天一早 环卫女工满腹胡夷的走进 这间控制多年 如今却是门洞打开的仓库 看到地上躺着个女人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女人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 环卫工人的尖叫声 并没有打扰到她 她死了 转眼已经是初冬时分 进入冬季之后的西市 已经日益被浓厚的寒意 所笼罩着 虽然没有冰天雪地 银庄素果 却也足以让人张口 便能喝出浓浓的白气 冬日的白昼总是短暂的 当乘风一如既往的下班 走出公安局 天色已经全黑了 拉一拉一领 冰冷的夜风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虽然已经是下班时间 但她还是到一家饭店去一趟 因为那里是她刚刚接手的一桩 凶杀案受害人所遇害的 最后去过的地方 这家饭店并不大 带着环境温馨 朦胧的暖黄色灯光 让这里显得格外的温暖和有情调 饭店的生意不错 所有餐台全部客满 乘风向饭店里的服务员和负责人 了解过相关情况之后 原本打算顺便吃个饭再回家 但是看着客满的状态 只好放弃 向服务员点了两道菜 准备打包回家去吃 天这么冷了 你打包回去菜都凉了 不如在这吃吧 服务员对这个高大英挺的男人很有好感 态度不免热络一些 没关系 乘风不介意地笑了叫 你们这已经客满了 我还是带走吧 你介不介意和别人拼桌啊 服务员问 我不介意 不过 乘风看着周围大半是情侣的顾客 恐怕会打扰别人吧 没关系没关系 服务员边说边拿好餐牌 去准备替乘风找位置 一定要先征求顾客的意见 不会打扰谁的 乘风不好再推却了 心想就随他去吧 如果找不到 那就拿回家也是一样 服务员试着问了几桌 对方都是很委婉地 拒绝了病桌的要求 说来也是 无论是年轻情侣还是小夫妻 出来享受情调的时候 谁会喜欢旁边多出一盏陌生的电灯泡呢 就在乘风脚跟服务员说放弃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名字 乘风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一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四十三集 乘风寻声看去 正看到嘉义坐在角落一张桌旁 而他对面有一个西装革履的斯文男青年 乘风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跟嘉义偶遇 自从蒋中红的案子结束了不久 嘉义的交流学习也期满了 他便回到J学院继续上班 虽然二人经常发发信息 偶尔会通电话 但是 重案组一向忙碌 而学期中嘉义的教学任务也不轻松 以至于两个人虽然沟通还算频繁 但是 却没有机会和理由 出来约见一面 嘉义 乘风见真的是嘉义 也停下脚步打招呼 和朋友吃饭呢 女士 你们认识 服务员一见成风和嘉义打招呼 连忙开口问 那二位不介意让这位先生拼桌吧 这个 不太好吧 斯文男服了服务鼻梁上的眼镜 低声咕噜道 嘉义似乎没有听见同伴的意见 他对服务员点点头 没问题 我们不介意 成风听到了斯文男的小声嘀咕 有些为难 但见嘉义坚持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成风 坐呀 嘉义热情地拉开自己身旁的椅子 招呼成风坐下 成风见状 觉得嘉义的热络似乎另有原因 也不好多问 只能硬着头皮坐下 随便点了两个菜 服务员离开之后 桌边的三个人都沉默着 斯文男正于开口对嘉义说点什么 嘉义却抢先一步 只不过 他说话的对象是成风 好久不见了 最近忙什么呢 他脸转向成风 还好 还是老样子 成风不知道嘉义为什么会这么问 虽然这段时间没怎么见面 但是电话和短信里 嘉义对他近况不至于完全不知 有没有什么大案子 我到现在还记得蒋钟红那一桩呢 嘉义兴致勃勃地说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都记得蒋钟红的 案发现场那个情形 冰冻在冰箱里的尸体 整张脸都被砸烂了 我到现在打开冰箱 看到冻肉 还会相信那些女尸来呢 哼 嘉义 吃饭的时候又是大晚上的 怎么能不能 斯文南脸色有些白 他迟疑着开口 声音很轻 但是足以让嘉义和成风听到 嘉义 却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还有上一次 那个变态杀人 把整个人皮都扒下来 那个血淋淋的 好像生牛肉一样 这话一说出来 斯文南很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成风不是该怎么接话 只好面对微笑地点头硬喝着 让嘉义自由发挥 嘉义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会儿 斯文南终于坐不住了 他看了看手表 用餐巾纸仔细擦擦嘴角 站起身来 嘉义 我还有事呢 要不我先走一步吧 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 成风感觉有些过意不去 没事 你坐着吧 我先走了 斯文南站起身来 嘉义 我改天打电话给你 斯文南走后 嘉义叹了口气 脸上表情有些无奈 怎么了 刚才还精力充沛的 怎么这一会儿就颓废了 成风逗的 别提了 头疼 嘉义烦恼地摆摆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没见过蒋中红的现场 只看过照片吧 而且我们什么时候办过扒人皮的凶案了 成风好笑地看着嘉义 嘉义红了脸 我顺嘴胡说的 你打的什么主意啊 也没啥 就是想把那个胆小如鼠地吓走 嘉义怂怂肩 你相亲对象 成风促暇地望着 听到相亲二字 脸色变得尴尬的嘉义 嘉义妈才知道嘉义和文锡明分手之后 虽然嘴上说 这孩子的事他不干涉 但是等了两个多月 还不见女儿那边有什么消息 便按耐不住 发动了自己信得过的亲朋好友 在C市为嘉义拉起红线来 这个斯文男 已经是嘉义见过的第三个了 前两个在嘉义明确表示 两个人不来店之后 都很失识悟地知难而退 只有这个斯文男 嘉义明确地告诉他 自己没有恋爱的意思后 他依然顽固地继续约他看电影吃饭 而偏偏介绍人是自己的阿姨 嘉义没有办法直接开口拒绝 所以才一直苦苦地寻找契机 你是不是太挑剔了 程锋笑的 我觉得他一表人才的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 不错嘛 你觉得不错 那你追上去吧 嘉义鼓起栽棒子 胡说 程锋轻视的 说真的 我有的时候真怀疑 他是不是女伴男装来耍我的 嘉义提起这个相亲对象 就哀声叹气 斯文是够斯文的 但是 胆子小得要命 一起去看电影 恐怖片不敢看 怕老鼠 怕蟑螂 见面结束 竟然提出各走各的 各自回家 哼 说不然的话 他家那边治安不好 他妈妈会不放心 所以你故意掰出这么多吓人的 来欺负人 程锋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 我可不是欺负人 我只是让他明白 我们到底有多不合适 那如果今天我没遇到你 你打算怎么应付 谁知道呢 嘉义不在意 反正我遇见你了 这就是天意 注定要你来帮我 程锋无声地笑了 最近几天都没什么消息 在忙什么呢 嘉义问 是啊 程锋点点头 说起来 我手头接个案子 这案子兴许你会感兴趣 哦 说说看 一听说有大案子 嘉义眼睛一亮 程锋好笑地摇摇头 你看看 哪个姑娘家听说有重大凶案了 会是你这个反应啊 那就请程锋忽略我的性别吧 说说看 什么案子 嘉义的好奇心已经彻底被程锋勾了起来 这阵子被迫和那个斯文男约会 他已经快要郁闷死了 所以在听到程锋说 有一个他或许会很感兴趣的案子 不由得跃跃欲试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吸血鬼吗 程锋没有直接说案子 而是问了嘉义一个问题 吸血鬼 嘉义愣了一下 想了想 说不定哦 那你相信吸血鬼杀人吗 在哪儿 咱们C市 嘉义问 乘风点点头 开玩笑 吸血鬼是西方国家里传说的东西 嘉义笑着说 千里迢迢地跑来C市 不用办签证吗 我刚接受这案子 就是一桩吸血鬼杀人案 乘风故意压低声音 显得神秘兮兮的 嘉义扑刺一下就笑了出来 你就算装得再像一点 我也不相信 你会真的认为是吸血鬼杀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乘风为嘉义这么一说 也笑了起来 聪明 快说说 怎么回事 嘉义迫不及待地想听下去 乘风看了看时间 你明天有空吗 要是有空 去我那儿一趟 我跟你详细说说 现在大晚上的 还是别跟你讲了 那么恐怖 嘉义挑着眉梦 比蒋中红的碎脸还有恐怖吗 恐怖谈不上 但是挺诡异的 虽然你一再要求我忽略你的性别 但是我还是决定 一个姑娘家晚上还是别听这些了 免得你晚上回去害怕 乘风笑道 那也行 反正明天早上有一节课 然后就没有安排了 到时候我去你那儿找你吧 嘉义与乘风说定 那这个案子 要我跟吧 乘风想了想点点头 嗯 只要你那边有时间 我欢迎 放下案子 两个人天南海北的聊了起来 一顿饭吃完 乘风把嘉义送回了家 明天见了 乘风对下车的嘉义摆摆手 明天见到你 那三个小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嗯 明天见 嘉义笑着道别 他突然开始期待 明天快点到来 第二天上午 嘉义上完这一天 文艺的一堂课 刚刚回到教研室 手机便响了起来 打电话来的是 乘风 他人已经到了 这学院大门外的停车场 等着嘉义下课呢 挂断电话 嘉义从窗口 望了出去 远远地看见 院墙外的乘风的车 他的嘴角不自觉上扬 露出一个微笑 整理好了教案 把大衣皮包拿在手里 准备出发 嘉义到了教研室的 另一角的一张办公桌前 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使得桌前正埋头苦毒的人 抬起头来 刘老师 有事 那人抬起头来 露出一张俊朗 却毫无表情的脸 一边问嘉义 一边抬手扶了扶 自己的黑框眼睛 陆老师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如果学校这边有什么事 宣我回来 麻烦你打电话通知我 嘉义客气地拜托道 被称为陆老师的这个男人 用细微到无法发觉的幅度 点了一下头 也没说什么 继续低头 看着自己的书 而嘉义似乎对她态度 见怪不怪 迈着轻快的步子 下楼去和乘风会合 坐进车里 暖融融的空气 让嘉义舒服地 虚出一口气 唉 今天外面好冷啊 据说又要下雪了 不过你车里真暖和 开这么大暖风 腐败啊你 成风一边开车使离停车场 一边和嘉义开玩笑 这不是为了迎接专家吗 这么热情啊 嘉义也笑 那专家问你 现在是回局里吗 回专家的话 咱们先去趟案发现场 成风的口气无比诚恳 让嘉义忍俊不禁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 位于C市西端的一个偏僻地段 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 人口密度 比起市中心要松散很多 周围竟是些厂房 仓库 而他们要去的案发现场 就是其中的一间 闲置已久的库房 库房的大门 在一条狭长的小巷里 车子进不去 成风把车子停在路边 和嘉义两个人步行前往 被害人是一名27岁的女性 随身没有什么 能够证明其身份的东西 所以到底是什么人 天阳他们正在查 成风边走 边向嘉义介绍大致的案情 尸体就是被还卫工人 在前面那个仓库发现的 库房因为位置偏僻 加上不方便车辆进入 所以一直没有租出去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 环卫工人发现尸体 那就是早上了 嘉义皱眉环视了一下 周遭到环境 死亡时间不超过12小时 死者遇害事件 就是前一天的夜里 一个女人搬眼跑废弃仓库里 干什么呢 这周围连路灯都没有 晚上应该挺吓人的 我们也在纳闷这个问题 成风肯定了嘉义的疑问 初步现场勘查 这里应该是 死者遇害的第一现场 不是医师启师 死者衣着很整齐 应该是没有性侵害的迹象 但是除了随身的衣服 没有任何其他的物品 暂时还不能知道 死者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带 还是被凶手 因为其他目的给拿走了 仓库的大门 分为进货口和出货口 这是对开的大门 其中一扇大门上 单独开了一扇 平时供人员出入的小门 此刻大门上 已经被贴上了 醒目的警戒线 乘风替嘉义拉开了小门 两个人走了进去 仓库里面很阴暗 没有窗 即便把小门敞开 也是无济于事 平日里都是应该 通过顶棚的照明灯 来解决光线的问题 嘉义看到门边有个开关 便试着搬动开关 结果只听见开关的脆响 却不见灯光 开关已经被人切断了 我们已经试过了 乘风拿出手电 递给嘉义 嘉义接过手电 借着手电狭窄的光线 大概看了一下 仓库的环境 典型的有计划犯罪 确定地点 切断照明 用骗被害人到指定地点 然后下手 他喃喃自语 乘风也是同样的观点 没错 这样的环境加上杀人手法 很难让人感觉会是临时起义的犯罪 什么杀人手法呀 你快说说嘛 别卖关子 嘉义的好奇心被乘风吊得老高 走吧 回到局里头跟你详细讲 在这儿跟你讲 恐怕你一会儿就被吓得哭鼻子了 乘风示意 嘉义离开 二人走出仓库 关好门 驱车回到了C市公安局中案组 就像乘风之前断定的一样 嘉义的意外出现 让中案组三剑客喜出望外 嘉义 你怎么来了 安长浦乐颠颠地跑了出来 又来交流实践来了 你小子脑子还真不是一般的顿 田阳拍拍安长浦的后脑勺 嘉义没事老来你这实践交流什么呀 还要不要讲客了 那 那你说嘉义来干嘛呀 安长浦不服气 马春雷哈哈一笑 要我说呀 嘉义是来看风格的 顺便呢 过来问问一下咱们仨才对 嘉义被马春雷的玩笑逗逗红了脸 他推推旁边的乘风 喂 你不解释还偷笑 轻者自轻 你也以他们三个干什么呀 成风笑着回答 好了 不闹你们了 嘉义 你是公事过来 还是私事过来呀 田阳问 我嘛 嘉义黑黑一笑 算是假公济私吧 他是被咱们新接手那个案子吸引过来的 成风宣布正确答案 顺便询问工作进度 哎 你们三个 有没有完成任务 是不是我不在 你们光顾着偷懒来着 冤枉啊 安长浦双手举个头顶 示意自己不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头 我可是兢兢业业 你给我交代的活 我已经胜利完成了 就你爱些 马春雷笑着催他 我和田阳这边也差不多了 那长浦先来吧 成风坐下来 等待着安长浦汇报工作 安长浦大大咧咧的 坐到成风对面的办公桌上 拿出自己的记录 死者身份我已经确认过了 叫冯元 今年27岁 已婚 是江口区民政局专门负责 做低保申请审核工作的 那就怪了 一个区的民政局工作人员 难道是因为 批低保得罪人了 所以被人寻仇 那这个侦察方向很好确认嘛 马春雷想得很乐观 雷哥 你先别着急高兴啊 安长浦摇了摇头 这个冯元本身生活很简单 不过他背后的来头可不小 你猜猜他老爸是谁 谁啊 咱们是有什么姓冯的大人物吗 田阳想了半天也没想到 快说吧 别掉大伙胃口了 冯天明啊 安长浦等着其他的人恍然大悟的模样 等了半天 却看另外四个人都一头雾水 等着自己下文 不由得感到恼火 哎 我说冯天明你们不知道啊 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是谁啊 马春雷笑着反问 你们平时不看C市电视台的财经新闻吗 安长浦懊恼的问 当然 他这个问题十分的多余 如果四个人经常看C市财经新闻的话 也不会有这种反应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四十四集 安长浦急了 那连达公司你们总知道吧 如果四个人再继续迷茫 他都快崩溃了 好在这一次 大家都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哎 冯天明呢 是咱们市最大的连达公司老板 冯元市的小女儿 这下你们知道 冯元的来头了吧 安长浦献宝一样的说出 这其中的连带关系 乘风摸着下巴 若有琐瑟点点头 涉及到这种大户人家 那渊源可就深了 继而他转头 问马春雷和田阳 法医那边怎么说呀 法医进一步确认了 死者遇害前 没有遭过性侵害 马春雷说道 死者身上存在着 大量的失血迹象 但是呢 失血并不是致死原因 田阳插嘴说 真正的死因 是以弥吸入过量 导致血压降低 以致循环衰竭 对 这失血加速了死亡时间 加上没有及时的抢救和发现 冯元就这么把命给丢了 马春雷惋惜地叹口气 谁说铁骸一定心肠硬 当警察的 即便是看多了再多的血案 面对死者依然会替他们感到难过 给你看看现场照片吧 做好心理准备 成峰拿出照片 还不忘给嘉义打上预防针 我可不是胆小鬼 嘉义抗议成峰他们当自己 是不经年的小娃娃 从他手中接过了照片 手中的照片一张张地看过去 嘉义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成峰一再提醒自己 要有心理准备 他以为看到的或许是 蒋中红一类的画面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没有碎脸的恐怖 也没有冰冻女尸 但是依然让嘉义感到 凉气十足 现场的照片中能看得出 死者是一个容貌很清秀的女孩 一头黑发散乱开 脸色是因为湿血而格外的苍白 而暗红色的血迹从他脖梗下蔓延开 就像是女尸背后开出的一朵诡异之花 而另一张局部特写特别清楚地显示 在死者的颈上有很深的齿痕 上下各有两点深深的透入肉中 因为人早已经死去了 血液淤质 伤口附近还残留着黑红的淤血 这脖子上 这四处伤口会导致失血过多 嘉义虽然不是医生 但却有个当医生的老妈 她从小耳入目染很多的常识 更何况那四处如钉孔大小的伤口 会不会让人流血至死 也是显而易见的 乘风从一叠照片里挑出一张 递到嘉义面前 这张照片可以回答你 又是一张局部特写 是死者的手腕 一条长长的伤口将死者的腕动脉 整齐地切开 下面同样有一帮暗红的血色 照法医说了 田阳直指那张颈部特写 死者颈部的伤口 是在手腕之后产生的 因为这伤口附近没有喷溅状的血点 可见那个时候 死者已经因为吸入乙迷的作用 血压骤然下降而休克了 加上手腕被割大量失血 所以使得颈动脉被刺破之后 没有明显的喷溅 看到这样的手法 你又想到什么没有 乘风问嘉义 嘉义困惑地摇了摇头 他只觉得这个凶手要么是疯子 要么是变态 要么就是疯子加变态 杀人已经很残忍了 为什么还用这么古怪的方式 给你看看这个 乘风转过身去 在办公桌的电脑上登陆一个论坛 是C市人气比较火爆的本地网站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没事泡在上面 分享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平时你上这个网站吗 嘉义摇摇头 笑道 我已经不是十七八岁了 泡这种论坛会被人叫大婶的 那这个帖子你看看吧 乘风找出了一个人气很旺的精华贴 黑色论坛背景上贴着标题是绿色的闪着光的荧光字 吸血鬼找新娘 夜晚请回避 吸血鬼找新娘 嘉义疑惑地回头看着乘风 没错 按照这个帖子的描述 这一次的死者显然就是这个倒霉的新娘了 嘉义的心更好奇了 他仔细快速地浏览了这个帖子 确实 帖子里描述了很多场景 简直与死者的状态如出一辙 吸血鬼会在月圆之夜 挑选他中意的女子 使其成为自己的新娘 他会用自己永生之血 换取新娘的血液 在新娘的井上落下永恒的烙印 嘉义小声念出来 并且看到 贴色的最后还有一幅画 画中是一个貌似沉睡的女子 只不过 画中女子井上有红色的齿痕 而两手腕 也有红色印记 显然这个吸血鬼是个生手 永生之血没给人家换上 还把新娘子弄死了 天哪 这个案子与这个贴子一定有关系 嘉义问成风 谁这么聪明 发现了这个线索 成风指着安长浦 笑着说 这种事啊 我这种奥特曼 是没有办法的 只有长浦这种新型人类 才能够敏感地掌握到 互联网信息 这风格瞧你说的 安长浦被成风一夸 有些害臊起来 嘿 你小子怎么跟个大姑娘似的 夸你两句你还害羞起来 马春雷哈哈一笑 转而问成风 那头 咱下一步怎么办呢 是不是从冯元的单位下手 不 我觉得咱们可以先从 他家人方面了解情况 长浦 你从网站下手 争取找到发帖人 这个人不管是否跟凶手有关 找到他 我们至少能把这个 所谓的吸血鬼搞清楚 分配好任务 自然就要抓紧开工了 毕竟破案的效率也很重要 安长浦负责调查网站方面 找出发帖人的相关信息 田阳留下来帮忙 自己则带着马春雷和嘉义 到了连达公司 去找一下死者父亲冯天明 平日里很少跟斯奇打交道的三个人 所以对冯天明这个名字 确实是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对C市著名的连达公司 却是耳熟能详的 不单单是因为连达公司的名字 经常出现在各种活动的赞助方上 光是它的办公大楼就让人无法忽略 位于C市繁华地段的连达大厦 一直是C市近几年来 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楼高23层 通体纯钢制结构 外墙全玻璃 外加聘请的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设计的颇有艺术风格 这栋大楼可谓是集气派和美观于一身了 想当然而 能够有实力建造这样大楼的公司 自然也是财大气粗 三个人的行程刚刚开始 就吃了个闭门羹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老总不在 即使在没有预约 老总也不会见人 成峰他们的警官证没有丝毫作用 没有办法 成峰只能把来的目的说给工作人员听 告诉他冯天明的女儿遇害了 事关重大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接待员接到这个消息再也不敢怠慢 但还是面露难色 可是我们老总真的不在公司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找总经理吧 你们总经理 成峰迟疑了一下 我们总经理是老总的大女儿 你们说的遇害的是老总的小女儿 她们是姐妹 那就请你通知一下 安排见面吧 成峰知道 在这种大公司里做一个小职员 很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 也并不想让接待员为难 顺便 她也想看看这个姐姐 对于自己妹妹遇害的事情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成峰的体谅 让接待员很感激 她让成峰三个人在一旁 哑坐着休息 逐一地倒了热水 然后回到前台去打电话 通知总经理 大概十分钟后 电梯门开了 从里面冲出一个年轻女人 风风火火的到了雅座旁 你们是公安局的 我妹妹怎么了 女人一脸焦急 成峰站起来 请问你是 女人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没有做自我介绍 哦 我是冯小 冯元的姐姐 几位 请跟我上楼谈吧 原来她就是冯天明的大女儿 连达公司的总经理 嘉义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她和死者冯元长得并不像 冯元属于修长的身材 瓜子脸 从户籍上的照片来看 即使在失血之前 也是一个白净柔美的女人 而冯小 则是中等身材 肤色略深 略显得圆润 干练的短发 卷着 俏丽是俏丽 却少了几分柔弱 多了几分雷厉风行的味道 电梯一路爬上了二十楼 四个人站在电梯里 谁也没有说话 冯小始终皱着眉头 对于警察的到来 她已经明白了自己妹妹凶多吉少 来到冯小办公室 这里窗明几近 由于楼层的关系 采光度很好 弧形的窗户 外面视野很开阔 这样的环境下 总能激发起人的豪情装置 想俯瞰C市 指点江山 挥斥方球 然而冯小现在 可不可能有那样的心情了 警察先生 请你告诉我 我妹妹究竟怎么了 她是不是出事了 冯小焦急地询问 乘风却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觉得 她出事了 冯小微微地一愣 随即叹了口气 哎 前天晚上 靳阳打电话回家 来问圆圆有没有回娘家 我说没有 问她怎么了 她说都十一点多了 圆圆还没回家呢 今天早上 她说圆圆这两天 都是彻夜未归 所以我这心里一直很不安 接着你们就来了 如果不是我妹妹出了什么事 怎么会有警察来 成风点了点头 虽然知道 她带来的消息 冯小可能会接受不了 但是也只能如实相告 你猜的没有错 你妹妹冯元 昨天早上被人发现 死在程西 冯小文言浑身一震 整个人打了一个话 让嘉义忍不住 担心她会晕倒过去 但是最后 她只是用颤抖的手 扶住了老板野的扶手 慢慢地坐下身子 颓然地靠在椅背上 闭上眼睛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哀伤 冯小沉默的时候 成风 嘉义 还有马春雷 谁也没有开口 自己的妹妹 突然香笑欲韵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他们不想逼冯小太紧 给她时间平复情绪 终于 冯小微微地颤抖着 从桌上抽了一张纸巾 轻轻试了试眼角的湿润 又深呼吸几次 这才能够让自己开口发出声音 她 她是怎么死的 冯小虽然问了出来 可是精神上 她却害怕听到答案 被人谋杀的 具体情况 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嘉义不忍心看到这个姐姐更加难过 故意没有讲出被杀细节 为什么会这样 冯小的话带着哭音 远远她是一个与世无成的人 她 她从来都是最善良的 为什么会有人忍心对她下手 冯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能说一说吗 成风想从冯小这里 得到更多的关于冯元的信息 冯小再次拿出纸巾擦擦眼睛 深深地叹了口气 远远比我小三岁 但是从小就人小鬼大 特别聪明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两个差三个年级 但是她二年级的时候 看我五年级课本都没有问题 一直都是一个 走到哪儿都惹人爱的小女孩 远远特别好强 所有的事情 她要么不做 要么就会做得最好 所以她从小到大 从小学到大学 始终名列前茅 担任各种学生干部 到现在 她在我们家的卧室中 还有一面墙 都是她的荣誉证书呢 我父亲特意要让证书贴在墙上 因为 她是我们家 最让人心疼 也最让人骄傲的小公主 那冯元平日里 跟他人相处怎么样 比起冯元小时候的事情 成风更关心 她成年以后的人际关系 远远很善良的 她从来不会主动伤害别人 冯小夕的吸鼻子 不管 她取得多大的成就 都是靠着低调的 默默努力换来的 从不搞小动作 所以并没有因为特别出色 而引来什么矛盾 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 她说什么也不肯 听我父亲的安排 进自家公司 而是选择去了民政局工作 她始终说 钱财如果太多 反而是累赘 漠不如活得潇洒一点 吃喝足够 还能帮助别人 这样的人生 更加充实和真实 如果不是她 太坦博名利 现在这个办公室 应该是她的 她应该可以 好好地坐在这里面 为公司出谋划策吧 说到这里 冯小有一次 抑制不住情绪 眼面低气起来 嘉义站起身来 轻轻拍着冯小的后背 可以安抚她 试着依依 不要想那么多了 我知道你失去妹妹很伤心 我们也希望尽量破案 所以有什么情况 还请你配合我们 多提供资料 冯小点点头 感激地对嘉义 挤出一丝微笑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丝笑容看起来 异常地僵硬 乘风想起之前 冯小一带而过的名字 你刚才说的 靳阳是 我的妹夫 冯小痛苦地俯额 她恐怕还不知道 圆圆已经死了这件事呢 天哪 她知道了一定痛苦地 没法活了 靳阳和你妹妹冯元 平时关系怎么样 当然很好了 他们是夫妻啊 冯小对乘风的这个问题 有些不满 语气中多了一丝 谴责的依偎 似乎觉得 乘风根本不应该质疑 自己妹妹和妹夫的婚姻状况 夫妻也有天天打架的 这说明不了问题 马春雷从笔录里 抬起头来 马春雷的话 让冯小一时 有些无言以对 他沉默了一会儿 说 对不起 刚才有些失态了 我很抱歉 只不过 突然之间 听说圆圆死了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有人质疑圆圆和靳阳的婚姻 他们是多么好的一对啊 我曾经和圆圆说过 我嫁人的时候 不求对方容貌世家 我也只求一个像靳阳那样 对圆圆贴心 执着的人 就满足了 要知道 靳阳为了能和圆圆在一起 苦苦追了他五年 圆圆才终于点头跟他在一起 现如今他们结婚不到三年 竟然 你是说今天还看到靳阳 是的 他是我们连达集团 营销部经理 办公室在17层 你们要找他 冯晓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但是很明显 他在担心警察的突然来临 并宣布靳阳爱妻已死的噩耗 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打击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炮夫先生 第四十五集 嘉义开导冯小说 我们也希望尽快破案 告慰死者在天之灵 你也一定希望你妹妹泉下有之 可以安心地离开对吗 况且 该来的总会来的 冯元已经遇害了 知道这个消息越晚 对靳阳的伤害 也许就越大 冯小咬了咬嘴唇 沉重地点点头 好吧 我带你们去 走出冯小的办公室 乘逢不忘嘱咐的 近期不要夜里单独行动 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了 或者是可疑的人 立刻通知我们 虽然冯元的遇害可能是一个偶然 但是也不排除 有人针对你们冯家下手 所以 你务必要提高警惕 多加小心 冯小脸色发白地点头答应 带着乘风三人 朝十七楼 直奔靳阳而去 找到靳阳的时候 他正在给手下的工作人员布置工作 不便打扰 乘风他们选择了在外面等待 等靳阳忙完了工作再去找他 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 靳阳才一脸疲惫地 从小会议室里走出来 看到等在走廊里的三个陌生人 微微皱了皱眉 毕竟平日里 联达大厦是不允许外来人员随便出入的 而这三个人都是身穿便装 没有联达公司职员的制服或者是工作卡 显然并不属于这里 总经理 这三位是 虽然有所疑问 但他还是很有涵养地向冯小询问 他们是C市公安局的 你们聊吧 我回去了 冯小似乎不愿意等在这里 听乘风向靳阳宣布噩耗 只是聊早地做了一下介绍 便匆匆地告辞了 一听说是从公安局来的 靳阳的眉心隆起一个被子 你们找我 你是靳阳 没错 我是 那我们确实要找你 成风对他点点头 咱们去你办公室里谈吧 靳阳犹豫了一下 也觉得和三个来意不明的警察 站在人员走动的走廊里谈话 不是明智的选择 二话不说 用手比了一个这边请的手势 率先朝着自己办公室走去 靳阳的办公室 比冯小的要小很多 没有落地的弧形窗户 办公室的风格也比较简单统一 显然 冯家的女婿 并不若冯家女儿那般地位崇高 不过 担任销售部经理也算是身兼要职 压力不小 四个人都坐下来 隔着宽大的办公桌 靳阳双手撑在桌上 扫尸面前的三个陌生人 现在你们可以说明来意了 靳阳 你妻子风源被害身亡 我们今天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的 乘风的话音刚落 靳阳便一拳锤在桌子上 把嘉义吓了一跳 你胡说 靳阳高声道 你们证件呢 拿着 我要请你们出示证件 如果你们敢拿我老婆的事乱开玩笑 我一定告诉你们 马春雷一差一点就被靳阳的态度激怒 拍安而起 承封还是最了解自己家属 是什么性格 及时摁住了马春雷 并平静地掏出警官证 放在靳阳面前 靳阳怒气冲冲地抓过警官证一看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呆呆地愣在那 刚才还怒气冲冲地好像一头公牛 现在却俨然变成了泄气的皮球 几分钟过去了 他才重新地抬起头来 急切地抓住乘风的手 警官 请你再告诉我一次 我刚才一定是听错了对不对 我一定是出现了幻听 你刚才没有说到圆圆 是我的幻听对吧 承封摇了摇头 很抱歉 你妻子冯元 真的已经遇害了 靳阳呆愣愣地 听着承封重复 冯元已死的噩耗 忽然之间好像崩溃了一样 他疯狂地双手扯着自己头发 大声地哭号 一时之间 涕泪俱下 整个人从刚才的意气风发 变成了一个疯狂的男人 嘉义看着位恶豪几乎击垮的靳阳 五味杂陈 忍不住地感觉老天似乎有些残忍 无情的人肆意地挥霍着感情 挥霍着生命 而情深义重地 小面临这样的天人永隔的 悲惨境地 靳阳本人 与嘉义想象的完全不同 嘉义凭借的是对冯元的印象 主观地把靳阳想象成一个高大 充满了成熟男子魅力的形象 想象成一个形男 而实际上靳阳并不高大 反而显得有一些瘦弱 他也不是低调沉稳的举止 而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做派 当然得知妻子死讯之后 不能计算在内 靳阳虽然容貌不出众 但是从刚刚在走廊里 看到他在会议室中主持工作的样子 却也让他感到印象很深 算是一个比较有气势的人 不同于乘风那种正气勃发 成熟内敛 靳阳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更加张扬 更加强势 有一种狠劲 如果有人说他是一个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人物 那嘉宜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 不知道冯元是个什么性格的女人 如果换成自己还是更愿意选择成风这一类男人吧 靳阳的侵略性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安 想到这里嘉宜不由得一愣 面前乍文自己妻子已死消息的男人还沉浸在悲伤中 自己此时此刻却在这里胡思乱想 品头论足 更变态的是 自己竟然把成风拿来做比较 考虑他是不是更适合做择偶对象 嘉宜不由得偷偷红了脸 暗暗鄙鄙视自己 刚刚从上一段感情的伤痛中挣扎出来 竟然就开始想这些不着编辑的事 成风和马春雷等着靳阳的情绪振作 以便把问话进行下去 却见嘉宜一个人在发呆 还突然之间红了脸 都很纳闷 马春雷更是忍不住 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嘉宜 却把他吓了一跳 脸也更红了 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如果不是眼下正在办案 恐怕成风都快被他的窘迫给逗笑了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 是从靳阳这里获取信息 而非把注意力放在玩笑和八卦上 更何况嘉宜的脸色虽然诡异 如果追问他 想必也是左右搪塞不肯吐入实情 索性由着他去吧 专注办案 金先生 你妻子的事情 我们感到很难过 请你节哀顺便 成风见金阳的情绪有所平稳 适时的开口表示安慰 金阳用手抹着脸 艰难的点点头 一脸憔悴的羊躺在椅背上 看起来好像全身的力气都瞬间被抽离了一样 刚才还啄啄的眼睛 现在变得眼神散乱 你最后一次见到冯元是什么时候 成风知道 换成谁都会难过 只是同情归同情 体谅归体谅 该问的问题 还是得问下去 毕竟只有破案 抓住真凶 才是对死者家人 最大的抚慰和交代 金阳呆呆地看着成风几秒钟 大脑才接受到对方所传达的消息 他木然地回答 前天早上 前天晚上 逢元一夜未归 昨天也一点没有音讯 你为什么要选择报警 金阳一正 又懊恼地举起拳头 吹打自己脑袋 是啊 我怎么不早点报警呢 我要是早点报警 或许元就不会死了 他就有救了是吧 是我害死了元元 是我害死了元元的 三个人被金阳的反应 吓得一时之间都呆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成风率先做出反应 他站起身来 用力地把金阳双手 摁在办公桌上 金先生 你冷静一下 你这样自责也余事无补 现在不是内疚和自残 就能让冯元复活 最重要的是 找到杀了他的凶手 我这两天一直很着急 我打电话问过 所有我知道联系方式的亲戚 还有圆圆的朋友 连他单位的同事 我都打电话询问过 谁都说没见过他 我心里很害怕 我反复地回忆 有没有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惹圆圆生气了 却不知道 可是我想不到 我 我自会检讨了很多次了 也找不到圆圆 可能会离开我的理由啊 我想过 如果再打电不到他的消息 我就要去报警了 但是 我还想试一试 毕竟如果他只是 自己躲了出去 我兴师动众地去报警 那他回来一定会不高兴的 锦阳 在丧气之痛的打击下 讲话的神态有些神精致 嘉义忍不住 微微皱起了眉头 冯元不见了 你为什么会自我检讨啊 你们之前发生过争吵吗 金阳摇了摇头 那就奇怪了 你们俩好端端的也没吵闹 你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担心冯元会离开你 马春雷也感觉 金阳态度有些解释不通 看起来咱们年纪应该差不多 金阳打量着成风和马春雷一遍 你们结婚了吗 成风二人不知道 金阳这么问话的意图 都摇了摇头 有女朋友吗 又都摇头 那你们有没有非常非常强烈地 喜欢过哪一个女人吗 金阳又问 成风被对方问得有些莫名其妙 希望他能够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一些 金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 金阳苦笑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如果你深深地喜欢过一个人 喜欢到把对方看得至高无上 而觉得自己卑微得好像是尘土一样 你宁愿花一辈子时间来追逐 只求对方能够允许你守在他身旁 那么你自然就会有一种惶恐 生怕有一天 他会突然厌倦了和你一起生活 想远走高飞 飞得远远的 让你再也找不到 成风和马春雷 对金阳的一番极具文艺气息的感慨 有些无语 都沉默着 家义不同 他是个女人 女人天生就更感性 哪怕从事着再理性的工作 也不能例外 难道你不会感觉这样很累 很没有安全感 他忍不住问 金阳摇了摇头 对圆圆 我心甘情愿 我有个不情之情 你请讲 你们可以改天再问吗 我今天实在是无法承受更多 既然如此 成风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点头 我们也不勉强 还是那句话 只有抓住真凶 才能告慰你妻子在天之灵 所以希望金先生能够尽快振作起来 与我们警方合作 金阳沉重的点点头 对于一个犹如现代情圣一样的男人 这样的一个请求 成风他们能说什么呢 只好改日再约 找他了解情况 走出金阳的办公室 嘉义以为他们应该是静止下楼 离开连达大厦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 成风却直接按了上楼的按钮 上楼干什么 嘉义不明所以 去找冯晓 我们不是刚跟他谈完吗 怎么又去找他 你猜 成风神秘兮兮的对嘉义一笑 那副样子让嘉义恨不得打了几下 马春雷在一旁看着成风逗嘉义 嘉义气得直跳脚 突然黑黑笑了两声 惹得嘉义和成风 分别齐刷刷的转头看着他 没事没事 马春雷摆摆手 可是嘴里说着没事 脸上却是笑意暧昧 嘉义决定不去理会那两个 一脸坏相的男人 免得最后自己被气得神经兮兮的 冯晓正在自己办公室里发呆 成风三人短时间内的第二次造访 让他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 毕竟对方是公事在身的警察 他也是生意场上的场面人 因此对此没有露出什么不耐烦 程警官 你们和靳阳谈过了 冯晓把三个人让进办公室里 正打算倒茶 被成风拦住了 今天不太合适 我们改日再跟靳先生约时间 你不用招待我们 我们马上就走 成风说 你能帮我们 跟你父亲冯先生约个时间吗 我们需要跟他也谈一谈 这个吗 冯晓面露难色 我们听前台的接待人员讲 冯先生不在本地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你 帮我们安排一下时间 等冯先生回来之后 我们向冯先生了解一下情况 其实 我不是不愿意帮你们安排见我父亲 冯晓难过地叹了口气 事实上 我父亲也没有离开C市 你的意思是说 冯先生现在在本市 这个答案 成风倒是没有想到 那是什么原因 让你无法安排 我父亲他生病了 正在接受放射线治疗 一来他生病的消息 我们对外一直是隐瞒的 所以才会对公司的员工说 我父亲去了外地谈生意 况且 冯晓愁眉不展 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显然这一天里 他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打击 有点不堪众贺了 现在他的身体状况 我不认为他能够承受这么残酷的事实 远远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更是我父亲从小宠到大的 心肝宝贝小公主 他现在身子正虚弱 需要与病魔抗争的时候 如果告诉他远远死了 我怕他会放弃治疗的 没有想到冯家的大家长竟然是因为重病 所以无法见人 即便冯晓不婉拒 成风他们也不会忍心这种时候去打击一个生重病的人 于是只好点头答应 由冯晓负责他们安排恰当的时间 临走的时候 冯晓一再叮嘱成风他们 不要将冯天明病重的消息泄露出去 那样会对公司的士气影响很大 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临出门前 成风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猛地停下脚步 害得跟在他身后的家义 差一点跟他发生追尾 对了 你知不知道 冯源平时对吸血鬼一类的东西 有没有兴趣 成风转过身问冯晓 冯晓被这个问题给问愣了 他想了半天 犹犹豫豫地说 应该没有吧 远远不是那种 有追求神秘事物癖好的人 他那万文电影都很少看 应该不会对那种外国吸血鬼感兴趣 程警官 这 怎么了 吸血鬼跟我妹妹的案子 有什么关系吗 事实上 你妹妹就是 吸血鬼的受害者 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C市出现吸血鬼了 而且吸血鬼杀死我妹妹 冯源瞪大了眼睛 脸色有些不快 这都什么时代了 发生命案 退到吸血鬼的身上 你们工作态度也太不靠谱了吧 冯女士 你先不用激动 我们并不相信杀人者 真的会是所谓的吸血鬼 成风的话 让冯晓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他叹了口气 继续说 但是对方用这种方式杀人 我们想从中 找到一些 关联性 所以想了解一下 平时冯源对吸血鬼 是不是有特殊的喜爱 说到吸血鬼 冯晓想起了什么 我们家圆圆 没有这方面的怪癖 但是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个朋友 对吸血鬼这玩意 好像挺痴迷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一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四十六集 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叫什么 成峰 冯晓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好像叫庞莉莉 他在哪工作 他好像没有工作 从来没听圆圆说过他有什么工作 很古怪的一个人 冯晓对这个庞莉莉似乎很不喜欢 口气里带着笔 我记得那个女孩还跑去 像了两颗大尖牙 怪里怪气的 那他和冯源是怎么认识的 加以猜不出 这两个人之间会有怎么样的交集 圆圆是个好心肠 平时在民政局审核低保申请 你们也知道 需要低保的人很多 但是不能谁都给啊 有的人生活很困难 但是要因为什么缘故 不符合低保标准 而拿不到低保的 圆圆就去帮助人家 那个庞莉莉 就是他辅助对象 冯源只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民众局工作人员 他的收入怎么够 支持他做这些好事呢 嘉义觉得 冯晓口中的冯源 值得尊敬 但是却有着修饰夸张的成分 是这样的 对于嘉义的不解 冯晓似乎早就预料到了 圆圆始终是不肯进公司里来 接受家里的生意 所以我父亲也不舍得难为他 他母亲去世之后 父亲就把他母亲名下的财产 都转给了他 圆圆不追求物质 所以基本上都是拿来帮助穷人 他母亲 马春雷听出了蹊跷 不是你母亲 不是的 我母亲还在 我和圆圆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我三岁的时候 父母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 之后阿姨就嫁了进来 嫁过来的时候 已经怀着圆圆了 所以我们两个只差两岁多 阿姨去世的早 圆圆大学还没毕业就走了 你的母亲现在是独居 贾义问 冯小摇了摇头 我母亲在和父亲离婚一年之后 就再嫁了 现在一去到临省去住 不经常回来 所以我基本上和圆圆一样 等于是没妈的孩子 她苦笑了一声 不过那又如何呢 反正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不用依赖着母亲活 比起我母亲 可能阿姨反而更亲切一些吧 现在圆圆也去了 希望他们母子能够团聚 谢谢你冯女士 你提供的信息很宝贵 承风道谢告辞 带着嘉义马春雷 离开连达大厦 时间也不早了 先回局里 看看铁阳和长谱那边生活如何 承风说 冯天明暂时见不到 不过现在我们又多知道了一个庞历历 今天算是没有白跑一趟 回公安局的路上 马春雷忍不住问 你们有什么感觉 你指什么 对于马春雷没头没脑的一问 承风有些莫名其妙 我是不是被之前那个徐鸿刚父子俩 给弄出毛病来了 马春雷一脸的郁闷表情 为什么今天看着这冯小和靳阳的反应 我总感觉有些不舒服呢 按理说受害者家属得知自己亲人被害 伤心悲痛才是正常的 可是我怎么感觉这两个人 对比着徐鸿刚的那个没有人性的还别扭啊 嘉义听了马春雷的话 只得忍俊不禁 我看哪 你是平时一副大男子汉 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派 所以看到人家感情细腻的 就受不了了吧 也不是 以前办案的时候 你有过这样的 哎呀 要不我怎么说啊 是不是被徐鸿刚 他们给我弄出毛病了 马春雷胡乱摆了摆手 哎不提了不提了 今天我见到冯小的时候 我就觉着 他和冯元看起来一点不像姐妹 他一说两个人同父异母 我总算是找到原因在哪了 嘉义叹了口气 哎 看起来冯小和冯元这两姐妹感情不错 这也挺难得了 冯小不是说冯元的妈妈 对她的照顾比自己亲妈还多吗 所以说 人的感情不是靠单纯的血缘关系能维系的 还要通过付出来获得 成风有感而发 其实说起来 冯元很难得了 出身在一个大富之家 本不重名不重力 还主动跑去做低保护审核 顺便做好事 帮助有困难的人 太难能可贵了 嘉义想到今天在冯小那里 听到的关于冯元的说法 嗯 听起来 冯元生前 绝对是个胡雷风行的好同志 马春雷也赞同嘉义的说法 这样的人要多一些 估计 让人情冷漠的就少了 冯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咱们还得从别的方向再入手 了解一下 冯小毕竟是冯元的姐姐 自己家人的眼中 人总是会更趋于完美的 成风比较客观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说话间已经到了公安局 不知道田阳和安长浦二人 是否会有收获 成风三人回到重案组的时候 安长浦和田阳 正大眼瞪小眼的 坐在办公室项面 见到成风他们回来了 连忙起来 问情况怎么样 见到冯田明了吗 田阳问 马春雷对他摇摇头 冯田明不跟你们见面 不是 冯田明本人据说重病在身 正在接受放射线治疗 他女儿恳请我们 不要在这种情况下 去打扰病人 成风解释道 田阳听话后点点头 这种情况下 确实是不应该去打击人家病号 你们两个呢 网站那边联系上了吗 发提的人信息找到没有 成风没有忘记交代给两个人 去办的正经事 头这么一问 田阳和安长浦都沉默不语 一脸都无可奈何 怎么了 没完成任务 马春雷看到两个人吞吞吐吐 帮他们说出来 果然 俩人点点头 我和田哥 轮流打电话联系网站方面的负责人 一开始对方说这是用户的隐私 他们不可以泄露 怎么说呢 不行 后来多亏田哥 软硬尖尸 那边才答应给查一查 但是查完之后呢 结果却说 用户注册并不需要实名试 所以网站也只知道这个用户的登录ID 其他的一概不止 安长浦感到很气馁 原本他以为能够顺着这条线 就算不揪出大鱼 好歹也不至于完全落空 结果却真的是一无所获 有IP难道查不到发帖的人的位置 加一对电脑和网络不是很懂 但是看过不少电视剧 都是靠IP来定位 所以想一问究竟 没错 有IP确实可以查到大体的方位 可是你们看这个 田阳帝国他们查完后的结果 乘风接过来 加一也凑过来跟着去看 所有IP地址后面对应的 都是一些网吧 那最后一次登陆地点是哪儿啊 乘风问 那个关于吸血鬼新娘的帖子 是这个用户最后一个帖子吗 是最后一个帖子 也是最火的一个 之前他发的帖子基本都是关于吸血鬼的一些传说和故事 但是人气很低 基本上没有人点击和回复 但是最后这个就不同了 非常的火爆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安长普回答 田阳看了看自己的底子 最后一次登陆 应该是在商业街的一个叫博弈的网吧里 发的 乘风一看时间不早了 想了一下说 那这样吧 你们准备下班吧 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再接再厉 网吧那边我去查一下就行了 我跟你去吧 反正我晚上没什么事 嘉义对这次案子感到十分好奇 与其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看肥皂剧 还不如跟着乘风走一趟 看看能否有新的收获 你要是没有额外的安排 那就去吧 乘风没有拒绝嘉义的请求 两个人和其他三个道别 就出发了 我越来越觉得 嘉义和咱们风哥两个应该凑一对 安长普见两个人走出了楼门 才笑嘻嘻地开口聊八卦 田阳也很赞同 我看也是 你们记不记得一开始 这两个人斗嘴斗到什么程度 看看现在多和谐 多有默契 嘿 光是站在一起就感觉 这格调很搭 要我说呀 风哥就得找一个嘉义这种聪明的 但是不精明的女朋友才好 那种满脑子都是现实的想法 做什么都很功利的女人 不适合她 马春雷若有所指 你是说那个王珍珍 安长普不开窍地问 多谢你说出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指的是谁 马春雷没好气地瞥她一眼 真好奇那个王珍珍是什么样啊 安长普的好奇心也很强 天阳哈哈一笑 那有什么好好奇的 还不是人啥样啊 她长啥样啊 要我说呀 与其好奇的那个过去 还不如帮风哥好好的开开窍 放着嘉义这么好的女孩 在旁边 恰好又是空窗期 她还不抓紧时间行动 争取来个进水楼台新特月 哎我说 你妹子叫什么来着 甜蜜蜜 是吧 她不是一提风哥就情绪高涨吗 你小子怎么一点也不照顾自己人呢 马春雷逗天阳 你可别闹啊 天阳连忙撇进 第一 我妹妹不叫甜蜜蜜 她叫甜蜜 第二呢 她把风哥也当成偶像崇拜 不对 还不止 她简直就把风哥当神仙一样 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想法 你的意思是说 甜蜜小师妹实际上 情斗还没开 安长浦从甜蜜的话里听出玄机 怎么 想追我妹妹 我说你最近没事 总想往反爬那边跑呢 需要我帮忙吗 好啊好啊 安长浦激动的连忙点头 甜蜜对他黑黑一笑 美的你 喜欢我妹妹 自个儿努力去 另一边 在去博弈网吧的途中 成逢和嘉义 完全不知道自己 此刻已经成为了三剑客的谈资 还专心致志的讨论着吸血鬼找新娘的事情呢 你觉得冯元的死与家族之间的牵扯大吗 嘉义问 现在暂时还无法得出结论 我们了解太少了 成逢实事求是的说 我一直在想 假如是矛盾的焦点 是利益的话 冯小如果作为受害人 可能更有说服力 她是冯天明的长女 担任着连达公司的总经理 身居要职 相比之下 冯元被当作目标 让我们对凶手的意图 实在感到很困惑 嘉义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 做出假设 我们还没对冯家以外的人 进行调查 不能单纯的把范围局限在 金钱利益和矛盾冲突上 成逢虽然觉得嘉义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查案要全面 不能没怎么样呢 就封闭自己的视线和头脑 博弈网吧 虽然位于繁华的商业街 但却并不是邻届的黄金铺位 只不过是盘踞了 两栋高楼中间的夹缝 一个不起眼的二层小楼 是那种基本上可以预见 再不出两三年 必定会消失的那一种陈旧建筑 虽然外表不起眼 门面又常年处于两旁大楼的阴影下 但是毕竟是借了商业界的光 里头上网的人还挺多 几乎坐无虚席 当班的王管以为乘风嘉义是要来上网 懒懒的摆了摆手 没机位了 要么等等看看有没有下机的 要么你换别家吧 乘风亮出工作证 向王管说明来意 希望他能够帮忙调取当日 那台机器在那个时间段 登记上网的用户信息 王管振扭了半天 嘴里哼哼哈哈的答应着 在键盘上敲了几下 之后却迟迟没有答复 乘风只好板起脸来恐吓他 这个人很有可能 是一桩刑事案件的嫌疑人 如果你知情不报 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 王管一听这话 脸变得苦哈哈的 他坑是半天 最后还是决定如实相告 警察同志 我不是想耽误你们工作 关键是吧 我也为难 你有什么为难的 嘉义纳闷呢 难道说这个上网的人 还很有来头不成 我就是个王管 我给老板打工的 跟人家混饭吃的 王管虽然无奈 但是这个时候 也只能硬着头皮说实话了 其实我们这里 虽然说人来上网会 提示人家出示身份证号码 但是说如果人家实在是不想拿出来 那我们也会让人上机的 你们说那一天的那个时段 刚才我查了一下 估计当时的客人不肯出身份证 所以我们这根本没有资料 那你吧台的监控器呢 麻烦你查一下当日录像 乘风剑事已至此 只好想别的途径 王管并没有因此脸色缓和一些 我们录像一般就存三天 你们要查那时间 早被替换了 查不到的 看来网吧这里 是无法获取什么有用信息了 乘风和嘉义只好准备离开 警察同志 你可千万别让老板知道 是我说出去 这不用身份证就能上网的事啊 他要是知道了 我被他害得贴一整顿了 那我这饭碗就没了 王管一直顾虑的是这个问题 乘风对他笑了笑 哼 别担心 我是中案组的 不管这个 王管一听他这么说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他刚放下心来 乘风去丢给他一颗定时炸弹 不过 你告诉你家老板 让他赶快就证错误 我会把你家网吧的情况 转告给相关部门同事的 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突击检查 那我就不知道了 留下苦恼的网管 乘风和嘉义离开了网吧 白跑一趟 嘉义有些沮丧 如果这个网吧能管理正规一点就好了 我们也不至于这么一无所获 起码能知道发帖人的情况啊 乘风却不以为意地笑了 嘿 这个世界上 有真有那么多 如果当初 那我们就可以光荣退休了 那倒是 嘉义对乘风的平和心态表示佩服 你真沉得出气 一点都不会因为工作不顺利而气馁着急 我不是第一次接案子了 这么多年来 我早习惯了 如果线索都那么好找 那还要刑警干嘛呀 有道理 你明天课程忙吗 乘风问 嘉义想了想 明天的时间都被拆零碎了 上午两解课 下午一解课 下了课就差不多快下班了 那没办法了 明天我要去逢源生前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 那本想约你一起去的 既然你有课 那还是你以正事为主 听说嘉义第二天有事 乘风的心里隐隐的有些失望 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只要是有这种奇怪的案子出现 自己身边一定会有这个丫头 像一条尾巴一样 跟在前后 现在突然他回去忙自己的事了 他才猛然意识到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的从业者 而他对于带着嘉义查案的那种理所当然 也让乘风感到心里一凉 要不这样吧 你明天去逢源单位查案子 等回头下了班 我请你吃饭 你给我讲讲过程 这总行了吧 嘉义不甘心就这么错过 想出一个主意来 行啊 乘风爽快地答应下来 那明天见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真情档案》 作者莫一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四十七集 本职工作是万万不能耽误的 因此 无论嘉义多么渴望去逢源单位走访 也只好作罢 虽说如此 一整天下来 嘉义的情绪始终处于亢奋状态 他也说不出个缘由来 只是觉得内心里隐隐地在期待着什么 下课的时候 甚至有学生跑过来打趣他 问老师是不是最近有好事啊 不然为什么总是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 是案子吧 这么理解的一个案子 怎么可能不让人期待呢 嘉义在心里这么告诉自己 下午的课也结束了 嘉义一身疲惫地挣扎出一群围着自己 希望能够说服老师给画点复习重点的学生 回到办公室看看时间才四点半 距离乘峰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再加上路途时间就将近是一个小时了 刚刚在大学教室里上课 那里的供暖不怎么好 嘉义此刻这感觉手冷脚冷 趁着乘峰还不会那么快地到来 干脆泡一杯热茶 启启寒 不一会儿 同办公室的其他同事 都赶着坐班车回家了 办公室里静悄悄地 只剩下端着茶杯发呆的嘉义 和依旧埋头书卷的陆向东 陆教授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吸血鬼吗 嘉义突然问 陆向东抬起头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不相信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 那如果一个人被害 死亡时间和状态 就好像被吸血鬼袭击过一样 你会有什么想法 嘉义很想听听陆向东的说法 他是教研士 可以说是整个学院出了名的怪才 顾名思义 很有才 但是古怪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 陆向东的注意力依然在自己书上 这一次干脆头也不抬 如果不是目的 那就只能是手段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让嘉义有些不知道该怎么继续问下去 只好做吧 两个人都继续保持着沉默 一个想案子 一个看书 大约五点一刻 嘉义手机响了 成风已经到了学院门口 正等着他呢 嘉义飞快地穿好大衣 迟疑了一下 不知道要不要和陆向东说成再见 最终看着专心致志看书的怪人 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认为自己还是别去自讨没趣的好 成风将车停在了G学院大门外 等着嘉义出来 白天 他们去了冯元生前的工作的 C市江口居民政局 对冯元平时的状况进行了一番了解 不能算是收获颇丰 只能说是完善了他们对冯元的认识 对于今天收获的信息 成风甚至不确定是否有那么大价值 值不值得让嘉义下班之后 还特意跑出来聆听 但是他却不想打电话取消见面 反而是忙完手头正经的事 就立刻赶了过来 远远的 成风就看到嘉义从大门里走了出来 便从车上下来等他 前两天下了一场雪 地面上虽然经过了清扫 也依然有小片的残兵覆盖 他看着嘉义挪着小碎布朝这边移动 一摇一摆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成风的注视和笑意 让嘉义有些窘迫 他忍不住低下头检查了一下自己 见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不妥 我才稍微地放下心来 并且不忘抗议成风突然一笑 给自己带着错觉 成风双眼含笑 帮着嘉义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你的平衡能力还真是不是一般的差呀 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走路摇摇摆摆的 就像企鹅一样 明天你可以考虑穿一身黑背 白级的衣服可能会更有效果 成风笑嘉义 喂 你这个毒蛇 你不知道自己的毒蛇有时候不可爱呀 嘉义皱眉抗议 哦 那你说说看 我什么时候可爱 成风抓住他画里的漏洞逗他 嘉义一致 发现自己被成风钻了空子 什么时候也不可爱 因为是周末的缘故 下班之后 年轻的小夫妻小情侣都跑出来约会放松了 成风和嘉义转了几个地方 找到了一间还没有爆满的饭店 坐定之后 两个人叫了餐之后都安静下来 谁也不说话 一个专心研究餐馆的菜单 一个盯着墙角 看着壁挂电视 饶友兴致地看着广告 你今天去逢人单位了吗 嘉义打破了沉默 想到了两个人出来约会吃饭的初衷 成风回过神来 放下手中菜单 他没有忘记出来的目的 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 不想主动来开口说 嘉义是个女孩子 如果自己见到她每次都开口工作 闭口工作 她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古板无趣的人 不过自己主动开口讲 和被对方问起来 这是两个概念 去过了 不过收获不大 我们问了她几个同事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成风简略地总结了一下 自己这一天的收获 感情你今天骗我请客 到了这里菜点好了 你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成四你好狡诈 嘉义恍然大悟般 成风赶紧摆了摆手 我没那个意思 我没打算让你请我吃饭 这顿算我的 等看到嘉义抿嘴偷笑 才明白自己被这妮子摆了一刀 你还真够迟钝的 我会为了一顿饭跟你计较吗 嘉义笑的 言归正传吧 跟我说说你们今天的见闻 我已经抓心脑干地盼了一天了 嘉义这一句话说得无意 听在成风的耳朵里却很受用 他虽然不确定 嘉义盼了一整天是听案情 还是和自己见面 基本上 冯元同事对的评价都很高 工作积极性高 不争名不争力 光明磊落 成风简略地说 嘉义皱起眉头 这个冯元还真是个完美女人 家人对他赞口不绝 虽然丈夫还没有具体谈过 但是 看到他当时难过得不能自已 也足够说明 现在单位同事对他评价这么高 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有这么好的人缘 为什么会惹上杀身之祸呢 也不尽然 成风摇摇头 推翻他的判断 虽然冯元的同事对他人品给予了肯定 但是并不代表人缘的肯定好 事实上 冯元在单位的人际关系 并不是很和谐 你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但却并不是一个讨喜的人 嘉义根据成风的说法推测 成风点点头 没错 就这个意思 根据他同事的说法 成元本人本质还好 不争名逐利 当然 这跟他本身家庭的环境好有关系 但也是因为他出身富裕 所以脾气比较僵 因此在工作中经常跟人发生争执 比较固执己见 虽然他身边的同事都说他有口无心 人不坏 但是我们走了一圈 却没发现 有什么跟他关系太密切的朋友 大家对冯元都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那岂不是白跑一趟 嘉义叹了口气 有些失望 差不多算是吧 虽然我们几个人 去了解到他单位里有一个人 跟冯元关系 并不是非常好 什么人 怎么个不好法 有嫌疑吗 值得引起关注吗 嘉义一听 眼睛里瞬间又亮了起来 期待的光芒 成风对嘉义连珠炮一般的问题 无奈地摇了摇头 让你失望了 那个是冯元的科长 两个人的矛盾源说出来 你还真知道 谁 庞莉莉 庞莉莉 嘉义有些蒙不着头脑 冯元的科长 为什么因为庞莉莉和冯元闹得不愉快 庞莉莉想申请低保 冯元负责审批 他想批准庞莉莉的申请 但是他科长不同意 两个人因为这个在科室里大吵一下 据说一个感觉自己有道理 就叙理力争 另外一个呢 则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 一直被冯元藐视 所以因为庞莉莉这个导火索 就爆发了 嘉义叹了口气 难怪你会感觉一无所获了 冯元和这个科长之间的矛盾级别 确实不值得大费周章地去把人杀了 不过 他们俩因为庞莉莉起了争执 最后获胜方是谁 获胜方是科长 所以冯元才会感觉庞莉莉太可怜了 于是自己去接济他 两个人也是因为这个才解释的 成锋说 这个庞莉莉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今天还特意了解了一下 冯元的同事对他印象很深 这个庞莉莉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嘉义好奇了 之前他只听冯小说庞莉莉是个吸血鬼迷 别的一无所知 庞莉莉本身患有一种很罕见的血液病 叫什么普林症 听说过吗 成锋问嘉义 嘉义想了想 我好像以前看过这个病的介绍 俗称就是吸血鬼病 是那种吗 没错 这个庞莉莉就是这样 但是他申请的时候啊 症状很轻 而且虽然父母离异 之后各自再婚 他是独居生活 但是因为妹妹十八岁 而且父母双方收入很稳定 所以冯元的科长认为 他不符合迪宝标准 冯元坚持认为庞莉莉独自生活 父母对的情况并不过问 而且庞莉莉的日子过得也很清贫 又有病在身 应该有迪宝 两个人各执一词互不相容 不过幸运的是 虽然庞莉莉没有获得迪宝 但是他从冯元那里 得到了不少的资助 那这个庞莉莉 现在在哪 我们今天根据民政局那边提供的资料 已经到了庞莉莉的住处去了 可是没有人在 邻居们反映已经有几个月 没见过庞莉莉出现了 失踪了 嘉义吓了一跳 还不能这么说 我们已经尝试着联系庞莉莉父母了 如果他在他们哪一方家里 我们会去做笔录的 承锋说明情况 你这么有事吗 嘉义问 承锋想了想 金阳打电话来 说明天可以跟他约个地方 面谈一下冯元的事 我也要去 嘉义一听 联盟举手要求加入 样子就好像非常着急 要回答问题的小学生一样 让承锋忍俊不禁 在得到承锋的同意之后 嘉义又问 那见过金阳之后呢 有别的安排吗 承锋摇了摇头 嗯 暂时应该没有了 冯天明那边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不好去打扰病人 很好 嘉义打了一个响指 神秘兮兮的朝承锋凑了凑 那我交给你一个秘密任务吧 嘉义的秘密任务是什么呢 承锋不知道 不过既然嘉义开口了 他自然不会拒绝 不过 在那之前 还是要先去赴金阳的约 金阳约了承锋在一个茶馆见面 周六午后一点 承锋照例到了嘉义家楼下等着 在电话告知嘉义已经到达之后 便安静地坐在车里 咚咚咚 有人瞧车窗 承锋一看 不是嘉义 而是一个陌生的老太太 她赶忙跳下车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老太太却不搭话 笑咪咪地上下打了她半天 才开口 小伙子 前段时间和嘉义闹矛盾 闹分手来着 承锋一愣 不明白老太太说的是什么 不过从口气里老人家显然认识嘉义 并且似乎也认识自己 见承锋不说话 老太太全当自己说中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就是冲动 一丁点的事就闹着分手离婚啥的 我看你挺好 比前阵子来找嘉义那些毛小子都好 俩人好好处呗 这年头嘉义这么稳当的姑娘 不多了 老人家似乎 对时下的年轻人 颇有富费 絮絮叨叨地 还想细数一下 青年一代的普遍问题 承锋却已经有些哭笑不得了 那老人家 您认识我 我怎么不认识你 老太太不满地瞥了承锋一眼 似乎很不高兴地 藐视了她自个儿的记性 你以为我年纪大就糊涂不计人啊 你不是那警察吗 承锋一愣 看来这个老太太还真认识自己 毛点头说 没错 我是警察 那不就对喽 行了 不耽误你们小两口之间了 我回去了 我就是看着你在这儿啊 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说吧 老太太潇洒地摆摆手 挪着小布回家去了 只留下乘风哭笑不得地待在那儿 嘉义走出家门 正遇上楼下王奶奶 从楼下上来 便打招呼 嘉义呀 你俩和好了 挺好挺好 听王奶奶 这小伙子比其他的都好 就他了 老人家看人最准 王奶奶眉开眼笑地对嘉义说 嘉义听得一头雾水 但是碍于乘风在下面等着 那只好对王奶奶一笑而过 迅速地道声回头见 跑下楼去和乘风会合了 却见乘风也是一脸的迷惑 怎么了 一脑门问号 嘉义到了乘风面前 打趣地在他头上比划着 好像真看到了有密密麻烦的问号 挂在头上一样 我刚才遇上一老太太 成风开了个头 却不知道怎么该继续往下说 嘉义一听他这话 心里就明白个大概 哦 应该是住我家楼下的王奶奶 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问我是不是前段时间跟你闹分手来着 现在又和好了 成风哭笑不得地回答 嘉义无可奈何地叹口气 哎呀我服了 自从第一次见到你出现在这里 王奶奶就认准了 你是我男朋友 这都过去半年了 她竟然还记得你 算了 老人家嘛 随她去吧 成风不在意地笑了笑 帮嘉义拉开车门 走吧 静阳约咱们在陆语茶楼见面 陆语茶楼距离嘉义住处不远 两个人很快就到了 到了之后才知道 他们竟然还赶了个早 静阳还没到 只是提前电话预定了雅尖和茶点 交代如果对方先到 就请他们到雅尖稍等 服务员把两个人 引到了叫竹林一宣的雅尖 很快就上了一壶乌龙茶 几碟半茶的小点心 便退出了雅尖 嘉义环视者所处的雅尖 装修古香古色 的确是古朴雅致 置身其中加上茶楼中悠扬空灵的古正乐曲 有一种超然的室外飘逸感 如果现在他不是跟随承风办案 一定会很欣然的享受这种氛围的 为什么静阳会选择来这见面呢 他纳闷的问承风 承风对此没有感到什么奇怪 可能是不想坐在两个人共同经营的家中 回忆已经死去妻子吧 以免出警生情 可是 嘉义觉得 乘风的推测并不能说服自己 即便不在家中 满可以随便选一个场所 他即使死了没多久 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雅致 特意约来茶楼 或许只是随意选的吧 没有必要把什么事情想得这么复杂 嘉义没有跟他继续争辩下去 但是这个疑问 却横在了心里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荡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芙先生 第四十八集 过了一会儿 静阳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身子还没有坐定 嘴里便已经开始为自己吃道道歉了 对不起二位 公司那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耽误时间了 我来晚了 没关系 静先生工作这么辛苦 周末了还要去公司处理事务 成风回应他的道歉 静阳淡淡的一笑 二位不也是一样吗 周末还在忙工作 很多事情是情势所逼 身不由己的 说的也是 静先生身居要职 你连拿公司那么大的规模 确实蛮辛苦的 成风的话说得极其诚恳 反倒是让静阳有些不好意思了 嗨 哪的话呀 我不过就是个小经理 主要还是最近公司的状况比较特殊 我岳父的身体状况你们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七姐也病倒了 所以说很多工作我要暂时接下来 我能力不如人 就只有多花些功夫了 还有请不要叫我静先生 就叫我静阳就好了 冯小病了 嘉义略微猜到了冯小病倒的原因 是的 静阳的神情里流露出哀伤 圆圆的死对于冯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她和圆圆从小到大感情是那么好 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这个噩耗 一方面自己心里难过 另一方面还要瞒着岳父 什么也不能让她知道 静先生 是我冒昧 为什么约在这里谈风源的事情呢 嘉义还是决定问出心里的疑问 你在公司刚忙完 这里连连达公司可不近呢 嘉义的问题让静阳的脸色略微僵硬了一些 但是她很快地隐去了脸上的尴尬 说出来你们可能会笑话 我之所以选择来这儿 是因为这是圆圆生前最喜欢的茶楼 她是一个淡泊名利 喜欢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的人 所以她总是喜欢在休息的时候来这里 她说这里让她从心底感到安宁 可以忘却烦恼 静阳的答案让嘉义有些过意不去 她歉意地对静阳说道 对不起 静先生 我勾起你的伤心事了 不碍事的 静阳倒也豁达 反正今天来是为了要聊圆圆的事 还有别叫我静先生了 受不起 叫我静阳就好了 那咱们聊聊冯元吧 乘风接过话头 介意和我们说说你和冯元的事吗 静阳摇了头 你们是为了破案抓住真凶 让圆圆早日明目 我怎么会介意呢 只是说来话长 我不知该从哪说起 从头说起吧 如果你没有什么急事的话 好吧 静阳点点头 我和圆圆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我比她高一个年级 在迎新生的时候 我从她手里接过行李 把她送去寝室的 从那个时候我就被她迷住了 圆圆和别的姑娘不一样 她很独立 很有主张 别的女孩如果是 牡丹 月季 杜鹃 玫瑰花 那她就是一只眼薔薇 我一直以为 她是一个清贫的家庭 走着的学生 因为她从不穿名牌 也不扑长浪费 总是那么低调 喜欢上她之后 我四千小后想了很久 也不敢跟她表明心迹 生怕自己会冒昧地 让她厌烦 可是后来 她身边的追求者越来越多 你也知道 金阳对成风扯出一抹笑意 那个年纪的男孩 总是会想挑战一切有难度的事物 越是冷冷地不好追的女孩 就越是让人趋之若鹜 我终于害怕了 生怕在自己犹豫的时候 会有人走进她的心里 于是我就开始追求她 所有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都会为了恋人 做傻事 这个年纪做的傻事 我都做过 顶风冒雨 跑很远的地方 给她买小吃的东西 在寝室楼下 弹吉他唱情歌 金阳的话说到这里 成风突然看了嘉宜一眼 她心里有些后悔 早知道嘉宜的前男友 文希明 跟她同样是校园恋情 虽然嘉宜最近看起来 似乎已经走出了上一段感情 所带来的伤痛 可是她不知道 如今听金阳一脸哀伤地 讲述着自己与冯元的大学恋情 会不会勾起嘉宜心底的难过 但是她偷眼看去 嘉宜只是一脸平静地 听金阳的讲述 这才让成风略微地放下了心 一开始的时候 元元对我和对其他人一样 冷冷淡淡不远不近 但是最终我是幸运的 我没有因为她的冷淡而退缩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应聘进了连达公司 有一天 元元跑来找我 拉着我跑到老总办公室去 告诉老总 她决定和我恋爱了 我才知道 她竟然是连达集团的老板的千金 我至今都记得 远远直接向岳父 宣布我们关系的时候 那种神情 我以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从校园情侣一路走来 走进婚姻 可是 老天爷 却夺走了她 说到这里 金阳的眼圈红了 泪水盈满眼眶 你们婚后 有没有过什么矛盾 成风突然插嘴问 金阳立刻摇摇头 没有过 我们俩结婚时间还不长 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 我们俩平时一直很和谐 她忙着自己工作 还会去帮助别人 我在连达上班 休息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出去旅游 四处走走看看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浪费时间争吵的 那你知道 平时她跟什么人交往 冯元的朋友你都熟悉吗 金阳摇摇头 说实话 圆圆平时交朋友不太多 可能她太优秀了吧 你们也知道的 太优秀的女人往往很缺乏同性缘的 嘉义听了金阳这话 脸上一派平静 心里头 却想对了吐舌头 她自认为自己同性缘一向很好 按照金阳的理论 岂不是意味着自己是个很差劲的人 哦对了 有那么一个人 金阳忽然想了起来 如果说和圆圆交往比较亲密的朋友 倒是还有一个 不过我们全家人都反对她跟那种人来往 什么人 成峰忙追问 一个女孩 年纪比圆圆小挺多的 叫庞莉莉 又是庞莉莉 成峰看了看嘉义 嘉义同样的表情 看来这个庞莉莉 还真是很让冯家人讨厌 不过 究竟为什么冯家人会对她讨厌呢 而同是冯家人的冯圆 又为什么偏偏同她交好呢 你说这个庞莉莉 我们之前听冯小说过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你们会反对冯圆跟她交往呢 因为那个女孩怪怪的 我们感觉她和圆圆在一起 会威胁圆圆的安全 金阳叹了口气 哎 现在圆圆已经去了 说这些事情也无济于事 冯圆出世之前 和庞莉莉来往一直很密切吗 也不是 最近半年 那个庞莉莉没怎么出来找过圆圆 我们都以为 她自己忠于知趣 不再缠着圆圆了 所以乐得她不出现 为什么会突然不联系呢 成风提出疑问 她和冯圆交往出现了问题吗 这个 这个我真不知道 金阳爱莫能助地摊开双手 我对圆圆和庞莉莉之间的事一无所知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听圆圆说起过 说庞莉莉很可怜 所以想要帮助她 后来又说 感觉庞莉莉是个好姑娘 所以想跟她交朋友 到了后来 她知道我们一家都不喜欢那个庞莉莉 所以就很少在家中提起她 至于她们平日的来往 我一概不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你妻子在外面与人交往的情况 你难道会一点不知道 嘉义不相信金阳的说法 金阳的表情十分苦涩 确实 这话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 可是我爱圆圆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她是那种自在 不受任何约束的性子 既然和她在一起 我自然是有这个觉悟的 你们或许感觉我很窝囊 但是我爱她 所以不愿意冒犯她忌讳的东西去问 你说家里人反对 冯元与庞莉莉来往 是为她安全 这个庞莉莉为什么会让你们感觉不安全 成峰抓住关键问题 我们见过那个庞莉莉几次 金阳快速地回忆了一下 大概是两次还是三次 都是圆圆拉着她来家里做客 你们不知道 那个女孩总是怪里怪气的 脸白得像纸一样 到了家里也不打招呼不说话 只是喜欢待在鸡角角 看人从来不用正眼看 总是用眼角偷描 总之就是让人觉得鬼鬼祟祟的 最关键的是 她还有两颗尖牙 我一个大男人都敢去慎得慌 真不知道圆圆她怎么能够忍受 她还喜欢拉着圆圆 大讲特讲关于吸血鬼的事 所以我们感觉她精神不正常 怕她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病 伤害到圆圆 成峰把金阳说的情况快速记录到别录里 金阳突然联想到了什么 成警官你们有没有去问那个庞莉莉 会不会是她害了圆圆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都反对她和圆圆来往 所以她就害了圆圆 你的逻辑有偏颇 嘉义不赞同金阳的说法 如果庞莉莉真的怨恨你们 她也应该去报复你们 怎么会对最关心她的圆圆下手呢 这 这 金阳无言以对 精神病的想法我们正常人怎么会理解 关于庞莉莉的事 我们会进一步确认的 成峰打断了金阳和嘉义的争论 感谢你提供过于她的信息 那么其他方面呢 请你回应一下 平时冯圆是否与什么人结怨 或者她近期有没有什么困扰 金阳认认真真地想了半天 最终摇了摇头 我实在是想不到 成峰见他这么说 也只好作罢 继续下去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只能是继续听着这个痴情男 继续地为王七唱颂歌罢了 很难有太有价值的信息了 与其这么耽误下去 还不如结束本次谈话 金阳说他还想在这多待上一会儿 成峰和嘉义便告辞先走一步了 不想在这里影响他的缅怀 走出陆雨茶楼 嘉义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在冰凉的口气中呼出长长的白气 怎么了 叹这么大气 成峰带着笑意 逆了嘉义一眼 其实关于他的心思 他已经有了大量的猜测 问只不过是要确认罢了 我想象不出冯元和金阳 会是怎样一种夫妻 嘉义皱着眉头转向成峰 从金阳的讲书 我完全感觉不到两个人的互动 甚至觉得 只是金阳一厢情愿地 在对冯元做出无条件的妥协 而冯元对金阳却完全没有回应 这样的情况之下 金阳的申情款款 让我感觉不适应 你怎么变得跟雷子一个调调了 成峰笑他 夫妻之间的相处知道 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说得清楚 旁人理解不了也是正常的 虽然金阳的确有些情圣的倾向 但是相比那种妻子死 还不闻不问 毫不在意的人 他好很多了 成峰的说法 让嘉义不得不点头同意 你说的没错 可能是我对于这种太过感性 对爱太没自我的男人 有些接受不了吧 好了 正事办完了 说吧 你到底交给我的秘密任务是什么呀 成峰问 嘉义刷红了脸 面对成峰询问的目光 突然感觉很难为情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那你先答应我 说了之后不许嘲笑我 成峰诗笑道 你可以把我看得更邪恶一些 嘉义也笑道 那我直接说了 我想你跟我去相亲 你要给我介绍女朋友 成峰听了嘉义的话一愣 美的你 我才没有那么恨哪个女人呢 嘉义求他自作多情 不过哪天谁得罪了我 我会考虑把你这个毒蛇男介绍给他 那我还是敬谢不明吧 成峰接招 也明白了嘉义的意思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拿我做挡箭牌吧 说吧 这次相亲的犯 又是因为什么退不掉 聪明 悟性不错 值得表扬 嘉义善笑 教研室的一个老教授热心安排的 说对方绝对优秀 绝对满意 绝对合适 如果不去见一面就是不信任他 我推托说有人在交往了 他不信 说我是堂色 没辙 只好请你当救兵了 那你干脆叫雷子吧 成峰逗的 如果对方是上次那个斯文男类型的 那就省事多了 你连解释也不用 雷子一露面 对方主动直男而退 多好啊 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问过了 春雷今天有约 实在帮不上忙 嘉义多了堵嘴巴 所以 拜托了成三 你是大好人 这一次 就全拜托你了 成峰没说什么 轻轻地点点头 驱车前往嘉义所说的约会地点 原本轻松愉快的心情 在听到嘉义说自己是马春雷 没有荡气的后补 有那么一点失落 嘉义浑然不觉旁边的成峰 脸上已经淡聚的刚刚的笑意 换上了淡淡的落寞 却依旧好心情地跟他开着玩笑 你放心 我不会摆上你帮忙的 下次轮到你相亲 遇到了不喜欢的对象 我也可以帮你去演戏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成峰突然感觉有些烦躁 我可没那么急不可待 喂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怕自己嫁不出去 才疯狂相亲的 嘉义眉头一皱 随即想到自己眼下有求于人 撇撇嘴 忍了下来 算了 你今天是我大安人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到了约定好的地点 因为之前耽误的时间 他们已经比老教授通知嘉义要见面的那个 时间晚了仅仅半个小时 进门的时候嘉义深深的盼望着那位相亲对象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提前离开了 不过 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发展 服务员听到他说的桌号之后 立刻引着两人去那个座位找 并且说有一位先生 已经在那等了半个小时了 嘉义愿望落空了 一肚子的气和乘风跟在服务员的身后 到了桌前 先生您朋友到了 服务员礼貌的 对正在看报纸的人说 那人放下报纸 对上嘉义的眼睛 怎么是你 嘉义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对方看到嘉义 眼中也是闪过一丝压抑 但是 惊讶的眼神 转瞬即逝 随后倒是一派平静地 继续沉默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芙先生 第四十九集 成风对眼前的情况 有些不明就里 但是 这么尴尬地站在这里 瞪着人 肯定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他替嘉义拉开椅子 轻轻拍拍她肩膀 嘉义 先坐下吧 嘉义回过神来点点头 坐在了成风 替自己拉开的椅子上 成风也在她旁边坐下 其实从打那个人 放下手中报纸时 成风就在暗暗地 打量着这个男人 上一次偶然撞进 嘉义跟斯文南的饭局 这一次 他十分好奇 对方会是一个 什么类型的人 虽然不知道 对方的身份 但是 从外貌的感官印象上 成风的确是没有办法 让自己给嘉义 这一回的相亲对象 打低分 同为男性 成风也无法否认 对方从感官上 给人的好印象 不同于成风自己 那警察标准的爽力短发 眼前这个男人 梳着很随性的发型 看起来有几丝 潇洒不羁的味道 线条分明的脸上 戴着一副宽宽的 黑矿眼镜 小麦色的皮肤 乍看起来 颇有几分香港电影明星 郑一剑的味道 男人抬眼平静地看着嘉义 和本不应该出现的 不素质和成风 没有任何意义地拿起桌上的菜单 成风还有点搞不清楚眼前的状况 他只能从嘉义的反应 推断出眼前这个人是他熟悉的 看着眼前这个可以说外貌条件 相当不错的相亲者 成风心里面有一点质闷 但是迫于自己当下的角色 他也没有心思去想 也不能做出任何反应 只能是静静地坐在那静观其变 嘉义看尽对方 自顾自地看起了菜单 忍不住先开了口 陆老师 怎么会是你呀 你是阎老师安排来的 嘉义真是希望自己找错桌号了 或者是对方犯了这样的错误 陆向东抬头看着嘉义 点了架头 老天哪 嘉义无奈的低声嘟呢 今天可真是糗大了 阎老师这一次还真是红线乱尖 介绍相亲竟然是 介绍到了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的身上 还有比这更尴尬的吗 怎么了 见嘉义如此反应 成风开口询问 嘉义摇头苦笑 没什么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陆向东 J学院犯罪心理学的教授 和我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 成风明白了嘉义为什么会脸色尴尬 他向陆向东伸出了手 大大方方的自我介绍 你好 陆教授 我叫成风 C是公安局中案组的 我今天是给他来当挡箭牌的 不等他说完 陆向东直接替成风说出他想说的话 明白 点菜吧 说着把菜单递给成风 对方的这种反应 让成风有些始料未及 他只能愣愣地接过菜单 顺便递给嘉义一份 其实我们今天刚刚走访了一起谋杀案的相关人员 所以就顺路被嘉义拉过来了 打扰了 阎老师只是告诉我说有个同样有留学经历的 并且学和很相似的人 要让我认识认识 实在没想到就是你呀 嘉义拿着菜单 心思却全部在菜色选择上 他说的是实话没错 陆向东放下菜单 举手示意服务员过来 他的说话方式让成风一时间有些不太习惯 嘉义对此却没什么特殊的反应 似乎已经对陆向东的奇怪个性习以为常了 这个时候成风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他连忙起身一边按下接听键 一边走出饭店大门 以免打扰到其他人用餐 接过电话回到饭店里 服务员正在陆向东身边等他点菜 成风到了嘉义身边 扶下身低声说 天阳来电话了 又发现一具女尸 嘉义一惊 那我们现在过去 成风点点头 嘉义放下手中菜单 抱歉地对陆向东一笑 不好意思啊陆老师 我们突然有急事 得赶过去 是吸血鬼杀人的案子 陆向东突然抬起头问 而且问话对象不是嘉义 而是一旁的成风 成风没有料想到陆向东会有此疑问 先是本能地点了一下头 随即又反问 你怎么知道是这案子的 原本他以为是嘉义在教研室 对陆向东提到的 而陆向东却把手边的报纸 递给了他 成风打开一看 这是一份当地的日报 头版便是他们正在调查的 这宗谋杀案 题目很惊悚不说 还配上那张在论坛里贴过的图画 成风皱起眉头 他没想到才两天的时间 媒体最近把这个案子吵得沸沸扬扬 这样的结果无异于 给案件的侦破带来难度 尤其是眼下又多了一具女尸 那我们先走一步 陆老师 那你 嘉义犹豫着 一方面想赶紧赶过去 一方面 又怕把陆向东独自扔在这 会太失礼 陆向东看看他 轻点了一下头 转而开始跟服务员点菜 嘉义看到这样的反应也不多耽搁 拿起外套和成风迅速离开了饭店 驱车赶往田阳电话里报告的现场 这个陆向东很有个性嘛 成风边开车边不忘发表感慨 怪人一个 嘉义叹了口气 我和他在一个教员室待了一年多了 说实话 我现在都不怎么知道 到底算不算认识他 那他有一定的水平 一般来讲 怪人往往是天才 成风有自己的看法 嘉义点点头 这回你倒是蒙对了 这个陆向东的确是我们这些学院 著名的怪才 他是英国回来的全优博士 可怕吧 据说他读博期间 每一篇论文都是满分 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 让你很有压力 成风有趣地看着嘉义 在他身旁有一种被埋没的压抑感 怎么 真该含脱心理医生了 嘉义没好气地哼道 我倒是不在乎被不被埋没 不过他那种个性 我实在是收服不了 所谓一物降一物 还是等将来哪个女英雄 来降服他这个怪人吧 成风轻笑 随即又问 那他这一行不适合你 那你感觉哪一行适合你啊 我不知道 也懒得知道 嘉义口气洒脱地说 眼下我就想当个独行侠 自由自在地 轻轻松松地去过 不要考虑那么多 成风默默地看了嘉义一眼 也没说什么 又发现了尸体在哪啊 嘉义问 成风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犹豫 你确定要跟我一起去吗 干嘛这么问 大晚上的 我怕你看完现场会害怕 不会的 你太小看我了 我小时候经常跟我妈指夜班 多血腥的外伤患者我都见过 放心好了 我没有那么胆小不计事的 嘉义笑着让成风放心 见他这么坚持 成风只好放弃顺路 送他回家的念头 点了点头 那好 不过先说好 别逞强 如果感觉不舒服 赶紧告诉我 毕竟你不是警察 就算是警察 第一次看现场的 有很多会感觉不适应的 嘉义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具女尸被发现 死在自己的出租屋里 成风和嘉义赶到现场的时候 田阳和马春雷已经等在那了 法医和刑技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勘查 怎么样 成风跳下车 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情况 看样子还是吸血鬼那个多情种 马春雷戏谑道 采取了新娘 这会儿有迫不及待的包二奶了 和风源情况一模一样 至少从现场的观察 一模一样 谁是报案人 出租屋的房东 田阳看看笔录 那老头今天晚上来收房租 敲门没人给开 就拿手里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了 本来不知道他安得什么心 结果歪打正着地发现了死者 死亡时间 法医初步的结论是不超过24小时 死者身份能够确定吗 根据报案人交代 死者叫李梅 不是本地人 职业是在酒吧做助唱歌手 这下可不可以确定 是连环杀人 田阳说出自己的猜测 冯元和李梅这两个死者 死亡时间如此接近 死亡状态也一模一样 如果法医最终鉴定结果 连致死原因都一模一样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追查的目标 锁定为连环杀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这种可能性很大 但也不能完全断定 乘风摇了摇头 为什么 这不是很明显吗 田阳不明白 乘风拉开车门 从座位上拿出录向东给的那份报纸 递给田阳 田阳和马春雷凑过来一看 顿时也傻眼了 这谁向媒体爆料的 还报的这么详细 是啊 这个案子现在在群众中的传播程度 远远超过了咱们的预期 媒体已经把逢源的案子吵得沸沸扬扬 这一次又出现一起相似的案件 我们必须得把两种可能都考虑到 一则是连环杀手连续作案 另一种可能就是 看到了有关逢源的报道之后 趁火打劫 模仿作案 乘风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得很周全 有道理 马春雷赞同乘风的分析 不过咱们还是先看看现场再说吧 那就上去吧 嘉义 你行吗 马春雷不太放心嘉义 担心他会害怕 没关系 我坚强着呢 嘉义豪迈地拍了拍胸脯 跟着三个人一起走上楼去 事实证明 有的时候大话真的不可以乱讲 虽然嘉义上楼之前设想过种种关于现场的画面 他也清晰地记得自己看过逢源死亡的照片 加上曾经跟老妈在身边也看过不少血肉摸糊的外伤患者 所以他一直坚信自己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 可是等到嘉义亲眼看到这第二个吸血鬼新娘的时候 还是觉得一瞬间有一点眩晕和反胃 原来活生生的伤者 同了无生计的死者 给人的感觉差异竟是这么大 你还好吧 成峰注意到嘉义的脸色比刚进门的时候苍白了许多 不放心地询问他 嘉义点了点头 紧闭着嘴巴没有说话 他知道成峰的意思 如果他现在开口说自己被现场吓到了 成峰会马上安排自己离开 可是他不想 一来勘察现场是很重要的工作 他不能因为自己耽误了别人正常工作 另一方面嘉义自己也不愿意错过 李梅的尸体被发现在自己的卧室床上 死的时候身上只有最贴身的内衣内裤 他整个人呈大字形仰躺在双人床上 同样两个手腕都被割开 颈上有一处刺破皮肤的齿痕 体内流出的血液浸透了他身下白色的床单和棉被 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变得有些黑暗干涸 也让李梅显得更加苍白 李梅的脸上没有猙獰或者是精具的表情 卧室的空气中还带着淡淡的腥味 房间里有什么留下的痕迹吗 成峰回头问身旁的马春雷 马春雷点点头 房中除了死者自己的指纹 和房东进来留的指纹足迹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不同的指纹存在 只是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凶手的 死者什么情况 刚刚问了一下法医 说是尸体除了被割腕和井上的伤处 之外没有别的伤痕了 死前没有性行为 可以排除性侵害之后晒冷的可能 而且可以推断得出死者身上的衣服 也被他自己脱掉的 马春雷指着房间另一边的沙发上 上面果然有几件衣服 衣服被折叠过 死者是自愿脱掉的衣服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明凶手是一个男性 乘风也有同样的判断 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认为 毕竟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说明杀人者是跟死者进来的 而非强行冲入 死者身上又没有反抗留的伤痕 说明这个凶手是让死者李梅熟悉并且相信的人 因为没有防范 所以被凶手下了黑手 嘉义默不作声地在一旁听他分析案情 通过努力地调整自己 刚刚的不识感渐渐缓解了不少 这个时候田阳来告诉乘风 报案人在客厅里等待乘风去做笔录 于是乘风带着嘉义一同走出卧室 到了客厅 客厅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年纪大概50出头的男人 看起来矮矮胖胖的 头上的地中海已经相当明显了 却还欲盖弥彰的用一旁的头发试图掩盖 结果那几根头发油油地扒在头顶上 显得整个人更添了几丝猥琐 嘉义跟着乘风走过去 在报案人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下来 男人抬头瞄了他们一眼 那一眼让嘉义更感觉眼前是一个色色的大叔 你是报案人吧 请问怎么称呼啊 成风坐下来开始问话 韦左大叔的神情有些惶惶然 警官你好 我叫财报 这座房子是我的 我把它租给了李梅 可是谁知道他就死里头了 我今天来收房租 这真的 财望的恐慌态度并不让成风吃惊 毕竟在自己家房子里突然发生命案 换了谁都一样无法平静 不过他磕磕巴巴的解释 却让他忍不住挑起眉毛 这一次你真是来收房租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 以前你不收房租的时候 也经常出入李梅的房子了 成风故意挑他语病 财望一听成风这么说 果然更慌了 不不不 不是的 他一个女人住在这 我没事往这跑 干什么呀 什么 那为什么 这个房子我们发现了很多你的指纹 既然你今天来收房租才来 那平时都不会来这里 那请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你的指纹存在 面对财望的慌乱 成风态度依旧如常 没有极言利色 但是虚实莫测的口吻 才让财望更加慌张 你没有住客的联系方式吗 为什么今天在没人应门的情况下 你自己开门走下来 嘉义觉得 财望自己交代发现事情的过程 有说不过去的地方 他也看出了成风的意图 顺着他的话说道 照理说 你不是应该打个电话给房客在队吗 为什么选择自己进去 难道你知道里面有个死人 所以故意进来 然后自己再报案 嘉义的话让财望几乎低下冷汗 他有些恼火的指着嘉义 你这小姑娘怎么可以血口喷人的 这是我家房子 现在有死人在里头 以后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租出去 难道我还嫌房子太好租 故意弄个死人在里头吗 再说了 我和那个李梅无怨无仇的 我杀他干啥呀 那你就说一下 为什么你的指纹会在里梅房中多处被发现吧 成风似笑非笑的接口 他看得出来 财望已经被自己和嘉义刚才那一番话给吓慌了 没有办法 财望是报案人 现场发现了多处都是他的指纹和足迹 而他自己之前失口否认在此之前进过李梅的家 这中间的矛盾让他本身带有嫌疑 那么就必须先从他下手排除 财望哑口无言 脸色涨红 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说 好吧 我我我撒谎了 我之前也进过李梅的房子 但是但是我可没有杀人 我我只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我进了过几次 我我就是看看 我看看没没没别的意思 看什么 我 我我我没老婆 所以财望长成猪肝的脸色说 静静静静静观 我承认我我这样不道德 不不我我这样很很缺德 但是我我真没杀人 我只是偷偷进来看看 我不触犯刑法吧 乘风不理财望的问题 那请你把今天你发现尸体的过程说一遍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墨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五十集 我今天来找他 就是找里面要房租 我这里房租是一个季度收一次的 所以我就过来找他 按门铃没有人开 打电话关机 我以为他一定又去酒吧唱歌了 所以就想进来看看 谁能 进来一看 竟发现他死在了床上 财旺太了生气 早知道进来会给我惹这麻烦 我就不应该进来 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 你都去哪了 成峰根据法医 对李梅的死亡时间进行初步推定 才询问财旺之前的行踪 昨晚 我跟邻居打牌 打到凌晨五点多 一起吃了个早点 然后就回去睡觉了 睡到中午 然后他们又来我家来找我了 我跟他们又打了几圈牌 然后想起来该收房租的日子了 所以 所以就来了 就这样 财旺把自己从昨晚到现在都做了什么 汇报了一遍 你家住哪儿啊 成峰从笔录中抬起头 看着财旺 你邻居 牌友 能证明你刚刚说的那些吗 能能能 财旺忙不迭地点头 他们都能给我作证 我没做过坏事 不怕你们核实 财旺报出自家小区 以及跟他打牌的牌友的名字 成峰逐一记录下来 财旺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远 乘车的话 至少需要三十分钟以上 才能够到达 他的直觉虽然认定财旺是凶手的几率不大 但是结论也还是要确认过才能得出的 既然你经常来这里转转 那对于你这个房客 你了解多少 我知道他叫李梅 家是外地的 财旺像是怕成峰又把他自己和李梅扯上什么关系一样 很快补充道 我俩签过这租房合同 所以我看过他身份证付印件 他老家好像是歪式的 反正不进 他说他自己是个歌手 没什么名气那种 就在酒吧里头唱歌赚钱 这这女的可不咋地 她在我这住了快两年了 换男人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 我来收房租 修水电什么的 总能看见不一样的男人在这儿 成峰暗暗的叹了口气 眼下这种案子最怕的就是受害人的私生活混乱 结果越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 那你知道他在哪家酒吧当歌手吗 成峰问 好像叫什么元素什么的 财旺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终于想起了酒吧的名字 啊叫元素巴 对对对就这名字 还是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巴 反正怪里怪气的 成峰记了些嘞 才对财旺点点头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我们会进行核查的 如果想到了什么 请及时联系我们 警官 那那那你们相信我了吧 我我可真没杀人啊 财旺还是不放心 生怕警察会依旧认为自己有嫌疑 我们对你提供的信息会进行核实的 绝不会冤枉好人 所以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 就尽管放心 成峰想到之前徐红刚父子做过的事 便提醒财旺 这个房子现在是案发现场 所以在没经过警方的进一步通知之前 请你交出钥匙 并且不能随意的出租转让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财旺点了点头 说 就算 就算是我想租 我估计也没人敢租了 刚死过人 打发走了房东财旺 现场勘察也进行个七七八八了 成峰看气色好了很多的嘉义 说 送你回去吧 那你呢 等明天法医的最终结果出来 然后去李梅的工作地上看看 那带上我吧 嘉义殷气的要求 成峰对他一笑 点了点头 嘉义对自己的承受能力 的确是高估了 在成峰把自己送回家之后 他久久不能入睡 最后不得不把小狗贝贝抱在怀里 辗转反侧之后 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一夜里却有莫名其妙的各种纷乱的梦境包围着自己 始终无法睡得安稳 早上起来就好像一夜没睡那么困乏 甚至比没睡前还要累 爬了起来 坐在镜子前 嘉义郁闷地看着自己明晃晃的熊猫眼 没有办法 为了遮掩双眼下的暗影 只能一反常态的掠尸粉袋 化个淡妆 不一会儿 成峰到了 嘉义赶忙冲下楼去 虽然嘉义已经化了淡妆 但是成峰还是一眼就看住了他的黑眼圈 不过他并不惊讶 嘉义的反应在他预料之中 并且比他以为的要好很多了 哦 嘉义坐上车 成峰递给他一个塑料袋 这是什么 嘉义一面纳闷一面翻开 一边问 香菇鸡粥 买给我的 不是 是让你帮忙端着 我买给马春雷的 成峰好笑地逆了一眼嘉义 哼 你问那么傻的问题干嘛 不是给你买的 我给你干什么呀 吴氏献殷勤 飞奸即盗 嘉义狐疑地瞄着成峰 说 你打的什么主意 天地良心啊 成峰苦笑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奸诈的角色吗 嘿 倒也不至于 嘉义一笑 偷偷吐了一下舌头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突然买早餐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吃早餐呢 因为你昨天第一次看熊沙现场 能吃得下才怪呢 成峰的口气揶揄 嘉义文言端着鸡舟 心里一阵温暖 没有想到成峰把自己不适应 不仅看在眼里 而且还记在了心里 一时间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摩索着热乎乎的塑料碗 一言不发 成峰看着他的样子 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说话的口气却依然一本正经 光用眼睛看的话 粥不会自动跑肚子里的 快吃吧 咱们先去局里 等一下去看法医报告 一般酒吧都是下午才会有人上班的 为了晚上开门做准备 所以等中午过了 我们再去圆索吧 嘉义默默地点了点头 打开盖子 小口小口地吃着热腾腾的香菇鸡 热热的温度和清淡的口感 让他慢慢地又能感觉到自己的胃了 而是那种从心底涌出的淡淡悸动 让他无法忽视 从和熙明分手 他一直过着自己自足 自负盈亏的生活 或者应该说 即使上一段恋情没有结束的时候 也很少有人会对自己的一切如此留心 闻熙明还在没有劈腿 找上别人的时候 不能说是一个坏男友 却也不是一个体贴的人 出国后 大多数的时候 都把心思放在自己课题上 甚少有精力来跟嘉义嘘寒温暖 所以当年那个同样傻傻的 站在嘉义寝室窗外唱歌的男生 早已经被时间侵蚀的面目全非 没有了过去的影子 等嘉义吃完了鸡粥 成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递了过去 清凉友 嘉义接过来看看 纳闷地问成风 给我这干嘛呀 带着吧 以防万一 成风专注地开车 感觉胸门恶心的时候 擦一点在太阳穴 或者是人中的位置 会感觉疏忽不少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嘉义明白了他的意思 想必是前一天晚上看自己脸色不是很好 所以担心他会出状况吧 他甜甜的一笑 点点头 把清凉友收在随身的口袋里 成风和嘉义 是第一个到中案组的 两个人屁股还没在凳子上坐稳 田阳就到了 而且不仅是他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尾巴 头儿 抱歉 我带家属来的 田阳无奈地比了比身后的小尾巴 不是别人 正是田阳那个对公安事业很热情似火的妹妹 甜蜜 成风是家里的独子 但是自己的好兄弟妹妹 自然就等同于自家妹妹一样 丫头 你周末不好好在家休息 跟你哥跑来干什么呀 成风笑着跟他打去 反怕那边今天也加班 要是的话就好了 田阳一张脸苦哈哈的 这个磨人精啊 放着休假不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非跟我来 我想听听那个吸血鬼的案子嘛 田蜜对田阳的说法十分不满 我简直好奇得不得了 问我老哥他什么也不跟我说 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 你就好好的在反怕那边实习 别给我搞出什么状况我就知足了 田阳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对啊 你在反怕组实习怎么样啊 成风想起了田家这个小妹 正在局里实习 随口问问情况如何 我现在可是吉祥物呢 田蜜兴高采烈的说 大家说多亏了我 最近抓到的扒手越来越多了 好厉害呀 嘉义忍不住称赞田蜜 嘉义 你别听他说的好听 你问问他那个吉祥物是怎么当的 田阳毫不留情的接妹妹的老底 抓人的是其他的同事 他负责穿着便装 在公交车商场 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傻傻的待着 那怎么了 那也是牺牲小我干当诱饵吗 田蜜嘟起嘴巴 是吗 那你麻烦告诉成风和嘉义 为什么又让你去当这个光荣的诱饵啊 因为 田蜜的脸红了 因为我第一次跟师兄出去执行任务 差点真的钱包丢了 好了吧 你满意了吧 说吧 气恼的瞪了田阳一眼 这下好了 在我偶像面前一点形象都没有了 他的样子逗得三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风哥 那今天我妹妹跟着行吗 田阳虽然说拗不过田蜜 但是还要经过成风的手啃才行 成风想了想点了点头 那跟着吧 反正今天是去酒吧走访一下 不设计抓捕 让这个丫头跟着嘉义一起做个伴吧 满岁 田蜜开心的欢呼着 田阳无可奈何的揉了揉他的脑袋 只此一次 下不为了 互加互卫 田蜜不买账地对哥哥做了个鬼脸 那我去法医那儿把报告取回来吧 田阳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去拿法医鉴定报告 成风在田蜜的眼中 那是绝对的偶像 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机会 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于是田阳取报告的时间 就成了田蜜对成风的采访专场 嘉义对成风过度的丰功伪绩很陌生 对于警校里面的意识更是闻所未闻 因此在田蜜拉着成风热络聊天的时候 他除了在一旁凑热闹听一听 完全插不上嘴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 嘉义的心里感觉有一点落寞 这段时间以来 他一直觉得自己和成风很熟 可是今天听着这个田蜜兴致勃勃地 说起成风过去的种种业绩 他忽然觉得 自己对成风所谓的熟悉和认识 连他小师妹甜蜜都远远不及 这让他心里隐隐地感觉不是滋味 好在田阳的手脚利落 不一会儿就把法医报告给取回来了 风哥 结果出来了 田阳快步走进办公室 扬了扬手里的结论 李梅的死因果然和冯元一模一样 也是因为吸入过量的乙迷 加上失血过多 嘉义回头看着成风 这么说来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作案了 可能性很大 成风点了点头 又闻一旁的田蜜 考察一下你学的怎么样 你来说说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应该 应该对两个死者身份进行交叉对比 看看有没有交集 田蜜立刻回答 不错呀丫头 田阳宠溺地揉了揉田蜜的脑袋 书没白念 那就先查一下李梅的个人信息吧 很快 成风和田阳两个人便调取了李梅的信息 可是让人失望的是 从李梅的户籍上的信息来看 这两个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从小就生活在C市 大学在本市读 工作也落在了本市 另一个则出生在Y市 从基本信息上确实很难的找到交叉点 成风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而李梅的信息只有那么多 与其继续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李梅的住畅 元素八酒吧看一看 来到元素八的时候 酒吧的雇员才三三两两的来上班 见到有人在门口显得很惊讶 对不起啊几位 我们晚上五点再开张呢 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 以为成风他们是来泡巴的客人 我想找一下你们老板 成风出示了证件 另外有些事情 也需要向你们了解一下 小伙子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愣愣地点了点头 打开门把四个人让了进去 我是这个酒吧的店长 我们老板通常下午三点左右才能来 要不我叫人给他打个电话吧 小伙子很热情 那麻烦你了 怎么生活 成风决定先跟他聊聊 你们叫我阿丽就行了 小伙子很殷勤地询问 通来的两位姑娘 喝点什么算我的 不用麻烦了 我们今天来呢 是想了解一下李梅的情况 成风拦住了忙着要献殷勤的阿丽 李梅 哦 阿妹是吧 阿丽停下手上的工作 他怎么了 犯事了 你对李梅的事了解吗 成风回避了他的提问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阿丽突然笑得很暧昧 你想问阿妹的事 最好去问我们老板强仔 他可是阿妹的忠实守护者 暗恋情圣哦 阿妹 你说的阿妹就是我们说的李梅吧 嘉义问阿丽 阿丽挠着挠头 应该是他没错 我记得好像听强仔叫过阿妹的名字 但是平时我们都习惯叫他阿妹 或者妹什么的 你和阿妹熟吗 还好吧 平时嘻嘻哈哈的呢 也就是经常了 但是实打实的熟悉 也谈不上 阿丽犹犹豫豫的说 要不你们还是等我们老板来了 奔他吧 他和阿妹很熟的 哦 没关系 咱们就是随便聊聊 你不用太紧张 嘉义笑着安抚阿丽 看得出来 他对于突然有警察上门来调查这种事情 感觉有些紧张 呃 就是随便聊聊嘛 甜蜜第一次跟着偶像一起出来查案 整个人都兴致高涨 也跟着嘉义一起同阿丽搭讪 帅哥 跟我们说说那阿妹的事儿吧 我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个热心的人 甜蜜一连串的高帽子扣了起来 阿丽被夸得只有傻笑的份 想一想 美女这么夸 如果自己什么也不爆出来 未免有些训 况且自己也没有掌握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 索性聊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阿妹呢 我是真的不怎么了解 不过我知道的部分一定是言无不尽 阿丽让另一个员工去打电话 通知老板早点过来 自己则坐下说 阿妹在我们这住畅快两年了 是我们老板从别的酒吧挖过来的 说实话 阿妹这人挺漂亮的 唱歌也不错 所以自从她来了之后 酒吧的生意也被她带动一点 听她说她是老板的同乡 之前就认识 每周呢 在这唱四天 因为性格比较放得开 和这里的服务员 老顾客都挺熟的 以为平时在这人际关系很好 成锋问 应该是吧 阿丽黑黑一笑 话说谁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啊 那她有没有什么关系不好的人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阿丽想了半天 还是给不出一个答案 这种事情 你们还是问我老板吧 我和阿妹不过是嘻嘻哈哈的交情 有啥事她也不愿意告诉我的 但是啊 别人都不知道的 只要是关于阿妹的 我们老板绝对会一清二楚 这么说来 你们老板对阿妹的事 还挺放在心上的 嘉义看见阿丽 把话题带到老板身上 便顺着她的话问下去 看样子是真的很喜欢她才对 不然谁会闲着没事 去关心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伊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五十一集 这话还真没错 阿丽点点头 我们老板对阿妹那个了解 那个真是 痴心绝对 据说她喜欢了阿妹很多年了 可是偏偏人家不买账 有时候想想 我们都挺替老板不值的 以她的条件 想找个老婆 还不是轻松加愉快啊 感情的事情外人是看不明白的 说不定李梅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呢 也未必啊 嘉义从李梅的角度去猜测 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方的条件或许没有你们老板好 但是如果李梅真心喜欢 那也是没办法的 不能强求嘛 阿丽撇撇嘴 这咱又不清楚了 反正我是觉得吧 他那个男朋友 没几个比我们强仔好的 而且谁都没有强仔 对他那么深情 那些个 成风听说端倪 这个李梅到底多少个男朋友啊 不知道 反正三天两头换人 阿丽扳着手指头 之前不知道 至少他在这一年里 我见过的来日接他走的 或者送他来的男人 我这一只手一笔数得过来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李梅在感情方面比较随便 至少是不怎么严肃就是了 阿丽黑黑一笑 不过现在的女孩嘛 都比较弯得开 你们老板不是喜欢她吗 那眼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身边的男人换来换去 就是不给自己机会 她不会很气闷吗 嘉义继续诱导阿丽 阿丽不宜诱她 果然一拍大腿 说的就是嘛 如果是我早气死了 干脆一狠心 放弃这个女人算了呗 可是强仔不一样啊 她绝对是个超级能忍的家伙 别说生气放弃了 就这么长时间 她居然能够挺得住 玩暗恋 这年头估计找不到第二个 像她这么玩暗恋的了 既然是暗恋 那就说明 李梅都不知道你老板喜欢她 是啊 那你又怎么知道的呢 乘风一语重地 阿丽没有被这个问题难住 她咧嘴一笑 我和强仔认识那么久了 关系很铁的 她有什么不痛快了 就来找我喝酒 有一次她情绪特别低落 找我喝酒 你们也知道吧 人情绪不好的时候 特别容易醉 强仔那次喝多了之后 说了醉话 才卸了底的 阿丽是个爱说话的人 话匣子一旦打开 便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要不是中途 有人叫她去开工 恐怕她会一直坐在这 陪着乘风他们 砍到开张为止 阿丽被人叫走没一会儿 刚刚她口中那位暗恋的情圣 就亮相了 一个矮个男人匆匆忙忙的走进酒吧 一旁的工作人员纷纷跟她打招呼 这让乘风几个人知道了 这就是这儿的老板 你们就是官局的吧 我叫陶强 是这儿老板 请问李没出什么事了 矮个男人走了过来 脸色焦急的与乘风四人逐一握手打招呼 陶强身材微胖 长着一张与她身材很匹配的圆脸 看起来很稚嫩 是一个有点小熊感觉的男人 基本上算不上英俊 可爱有余 从她气喘吁吁的样子可以判断得出来 她是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看样子阿丽并非夸张 这个陶强却是把李没看得很重 李没是你这儿的助唱歌手 陈峰问 对没错 警官 李没他怎么了 陶强徐闷的口气很急迫 看来他对李没的情况很担心 陈峰注意到这一点了 你很担心李没 是啊 昨天本来是他该来演出的日子 但是他没来 我打电话也没人接 原本我以为他又是小性子 但是刚才店里来人 打电话跟我说有公安局的人来问李没的事 我就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陈峰紧紧紧地皱着眉头 他恳切地看着陈峰 警官 小眉他怎么了 他没事吧 陈峰摇了摇头 很抱歉 李没是一起谋杀案的被害人 我们今天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陈峰瞬间变了脸色 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陈峰 我们听说你和李没很熟悉 所以我们需要你来 为我们提供线索 好尽快地将真凶绳之以法 陈峰见陈峰惊愕悲伤 不似作伪 又进一步地询问 你们是同乡对吗 对他家里的情况有了解吗 你们确定那个人 他是李没吗 陈峰依然对李没已死的消息 无法接受 不是 你们会不会搞错了 会不会是恰好有个人 长得很像小眉呢 陈峰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死者身份已经确认过了 并且李没就是死在 他的出租公寓里 乘峰彻底粉碎着陈峰 最后的一丝希望 陈峰微微地红了眼圈 他使劲地深呼吸 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 沉默了许久 才让自己开口 对不起 警官 我失态了 我和小眉是同乡 我对他的情况 很熟悉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尽管问吧 陈峰的举止 比他外表更为成熟内敛 这改变了陈峰对他的第一印象 比起性情中人 静阳 陈峰的自控自制能力 让他们工作变得顺利了许多 李梅是歪是人吧 他家中还有什么人 我们需要通知死者家属 陈峰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陈峰面露难色 他老家那边的情况我可以提供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可以帮到你们 这话怎么说 小眉从小的时候 父母就死于矿难 他爸妈以前在歪市底下的矿场工作 经常会下矿 结果后来遇到坍塌 两个人都死了 后来他就被他姑姑收养 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 他姑姑和姑姑离婚了 姑姑不久之后就再嫁 小眉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一直是自己独立生活 陈强说的事 声音里略微透出哽咽 他揉了揉眼角说道 我可以把他姑姑的联系方式告诉你们 但是我想请求成为那个签字认识的人 陈强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陈峰拍了拍陈强的肩膀 但是程序上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主 我们会先跟李梅的姑姑联系一下 证求他的意见 如果他同意的话 那我们会通知你去代替家属签字的 陈强知道 成峰的话并不是应付 虽然不甘心 但也只能点头同意 他从手机里找出李梅 姑姑家的电话号码 田阳立刻记载笔记本上 我们刚才有听说 李梅是你们这个酒吧里 比较炙手可热的歌手 成峰看着陈强 而对方也回视着他 你是这人老板 又是他的同乡 平时对他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吧 他最近或者是曾经 有没有跟什么人结约 陈强叹了口气 略加思索之后摇摇头 我实在是想不出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那就跟我们说说 你眼中的李梅吧 成峰引导着陈强开口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 她姑姑家和我父母家是邻居 小梅刚被见到她姑姑家的时候 才七八岁 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当时的样子 陈强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 似乎在脑海中回想着 小梅当年的样子 小梅不太爱读书 但是她长得很漂亮 唱歌也好 所以一直的梦想就是当歌星 十五六岁之后 基本上就不在学校里读书了 而是在歪市到处给人演出 基本上就是些婚庆公司 雇她去在人家的寿宴喜宴上 唱唱歌 一次给个一两百块 后来她去外地念书 毕业之后到了C市做酒吧生意 大概两年前吧 和朋友去另外一家酒吧 想学学别人的经验 结果 到那看到小梅在助唱 我看到她在那边处性不太好 就把她挖过来 来我这边了 那她在原来的酒吧是什么处境啊 田阳追问 陶强点稍微红了一点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无非就是跟其他的几个歌手 相处得不太好 关系有些僵 小梅的性格比较直 她不是那种懂得委屈求全的女孩 我看她在那边跟同事关系也不怎么好 所以干脆把她拉来我这 这样对大家都比较好 因为之前从阿力口中 成逢他们已经听说过 陶强对李梅的情谊 所以听到陶强这个解释 自然也就能够对他话中 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心知肚明 陶强的挖墙脚 无非就是把心上人 放在自己身边来照顾罢了 成逢决定挑明了说 陶强 你对李梅很照顾 一定很喜欢她吧 陶强的脸这次彻底红了 转而又恢复了苍白 是啊 事到如今我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没有用了 不是吗 那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李梅 你对她的感情 嘉义试着问陶强 是没有勇气告诉她 还是告白失败 陶强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现在宁愿是告白失败 至少我还有机会 让我喜欢了那么久的女孩 知道我对她的感情不是吗 总好过现在 我就算有勇气告诉她 她 她也听不到了 为什么不敢告诉她 小梅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所以 她的感情始终是漂泊不定的 陶强说起李梅 语气里满是哀伤 她总是搞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 总是从喜欢她的人身上找安全感 而且她喜欢英俊强势的男人 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也不想说出来 让大家都尴尬 倒不如就这么守着 不能跟她在一起 至少还可以做朋友 在她身边啊 李梅到了你这里住畅之后 有没有跟什么人发生过矛盾 没有 陶强立刻否定了乘风的疑问 小梅是一个爱玩爱闹的女孩 她在我这儿跟其他的员工相处得非常好 大家都很喜欢她 没有谁跟她结过仇或者闹过矛盾 沉默了几秒 陶强突然想起了什么 哦对了 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得上是跟小梅闹矛盾 没关系 说出来 我们会判断的 小梅有过一个男朋友 和他分手的时候闹得比较不愉快 那个男的还喝了酒 在我这吵嚷过 不过后来被我们给劝走了 之后没听小梅说过 那个人继续纠缠的 陶强回忆道 听说李梅生前男友很多 加一小心翼翼地插嘴问 你说的这个男人闹得最凶 还是只有他闹过 陶强揉着太阳穴 呃 是我承认小梅在交男友的问题上 不太严谨 但是除了那一次 还真没出过别的问题 主要是那一次小梅真是有点过了 他同时交俩男朋友 结果其中一个知道了 气不过就跑来酒吧里闹 闹得很凶 陶强点点头 那个男的脾气挺火爆的 吵嚷了半天 最后酒瓶子都摔舞台上了 最后没办法了 我只能请保安把他给送出去 之后好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我亲自接送小梅的 确定事情真的平息了 我才同意他独自来去 那对方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当时为了小梅的安全 我找人打听过 只知道一些基本信息 陶强说 我记得那个男的叫孟德刚 好像是一个个体老板 其他的我记不住了 不过我可以回去找一找 回头给你们 你说李梅同这个孟德刚 和另外一个男人恋爱 那这另一个男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陶强并没有如成峰所预料那样 给出另一个姓名 我知道小梅脚踩两只船 是因为那个孟德刚 在叫骂吵闹的时候说出来的 事后我问过小梅 她说她心烦 不让我管她 不让我问 我也只好不去追问了 那就麻烦你把你所掌握的 孟德刚的事情提供给我们 成峰拿出了冯元的照片 递到陶强面前 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陶强仔细看了半天 最终摇了摇头 这个女的跟小梅的案子 有关系吗 这个我们还在查证 还要请你询问一下 你的员工 对这个女人是不是有印象 她的名字叫冯元 成峰把冯元的照片 递给了陶强 陶强答应着 拿起照片 起身去询问酒吧里忙着的员工 几分钟后 他回来了 把照片还给成峰 摇了摇头 抱歉 我问过了 没有人认识这个女的 应该不是我们这儿的常客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成峰接过照片 陶强 你前天晚上 人在哪里 做了什么 陶强略加思索 便回答道 我和平时一样 下午两点多到酒吧里来 一直在到晚上九点 然后小梅的演出结束了 我就走了 这些酒吧的员工 都可以证明 后来 我就直接回家了 看了张电影蝶 就睡觉了 九点多钟的事 有人能够证明吗 有 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 甜蜜在一边 安静地听了半天 这回终于忍不住了 你刚才不还 深情款款地说 喜欢李梅吗 怎么又冒出个女朋友来 陶强面对甜蜜的问题 挤出苦涩的笑容 没错 我心里对小梅 有不一样的感情 但是我知道 我们不可能 我不是那个 能让她为我停留的人 而且我也快三十岁了 如果最爱的女孩 注定无缘 那么我为什么 不找一个爱我的 对我好的女人 一起过日子 乘风客气地 向陶强道过信 四个人离开了酒吧 先确认陶强前天晚上 是不是真的 像他说那样 在家里跟女朋友看谍 乘风向甜阳交代 毕竟陶强跟李梅的关系 最亲密 我们必须从他开始排除 另外明天打电话 给李梅的姑姑 别忘了询问 关于是谁 来签字认识的事 甜阳一拍胸脯 放心 这事就交给我吧 冬天的白昼 总是短暂的 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乘风让甜阳 带着甜蜜 一起回去好好休息 周一再继续 正是周末 甜阳家住得比较远 眼看着出租车不好找 乘风果断地把车钥匙交给了甜阳 让他带着妹妹回家 自己送嘉义 怎么样 肚子饿了吧 目送甜阳兄妹俩开车离去 乘风问嘉义 嘉义这才想起来 一天下来 自己除了早上 乘风给买的香菇鸡粥之外 利米未尽 现在被乘风这么一提醒 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胃上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已经持续了很久的隐隐作痛 是来自于空荡荡的胃 走吧 吃饭去 你要是饿了那就更好 你要是不饿 那就陪我吧 乘风微笑着对嘉义点头 嘉义点点头 两个人并肩走在滑灯初上的路上 嘉义的心思刚刚从暗子里拔出来 此刻胃部的疼痛感觉越来越明显 一分神 竟然没有留意到脚下路面上的薄冰 一脚踩上重心不稳 身子一偏 眼看就要坐到地上 多亏了乘风眼疾手快 一把把嘉义拉住 把他拉了起来 这才避免了嘉义屁股摔成八瓣的惨惊 成风怕他摔倒 索性就拉着嘉义的手继续走 嘉义感觉不自在 可是一来鞋底很滑 怕真的摔倒 另外 成风的手干燥温暖 他竟然有些不舍得 把自己手抽回来 偷偷瞧瞧成风 只见他表情一派自然 嘉义心里偷偷嘲笑 自己这么小家子气 都什么时代了 雪天路滑 人家助人为乐拉自己吧 怎么自己反倒扭扭捏捏的 好像旧社会女人一样 这么一想 嘉义也不再多做无用的顾虑呢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五十二集 成风拉着嘉义 踩着薄薄的鸡血 走过一排砖卖店 两个人托着手的身影 映在窗户上 看起来是那么和谐 俨然就是一对情侣的样子 成风的心头一阵暖意 还来不及细想 却发现 橱窗上嘉义的表情 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眉头紧锁不说 还苍白得很厉害 怎么了嘉义 成风赶忙转过头去 看着身边的人 太阳下山之后 气温骤然降低了 此时此刻的温度 比白天的时候更加寒冷 而嘉义的额头上 却渗出了一层薄汗 嘉义 你还好吧 哪儿不舒服 成风关切地问 嘉义看着成风的担忧表情 挤出一丝笑容 想摇摇头说自己没事 才晃晃脑袋 只感觉眼前的成风 慢慢地变暗了 他昏倒了 嘉义的突然昏倒 让一向沉稳的成风 慌了手脚 来不及多想 他抱起嘉义去拦出租车 好在热心的路人 发现有人昏倒了 忙帮忙找车 而原本等出租的人 也主动地 把空车让给了病人 于是没有耽搁多久 成风就把嘉义 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 值班的医生是一个中年女人 检查过嘉义的情况之后 笑着拍了拍一脸紧张的成风 你女朋友没什么事 成风没有心情去解释 她跟嘉义的关系 她只想知道 嘉义到底怎么了 没事的话 她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那我就得说说你了 医生说道 病人身体呢 本身没什么病 但是疲劳过度 加上营养不良 她有贫血的征兆 你得好好照顾她呀 别太粗心了 贫血呢 可大可小 平时不要粗心 你当男朋友的 要多照顾一些才行啊 成风点点头 以后我会多注意的 那医生 她需要住院治疗嘛 那倒不用 打完这个吊瓶就可以回去了 这几天让她多休息 平时给她补充补充营养 炖个鸡汤什么的 医生交代几句便离开了 成风静静地守在嘉义的床边 虽然医生说没有大事 只是疲劳和缺乏营养 但是她沉沉地昏睡着 成风的心里 一刻不得安稳 忍不住一会儿 摸摸她额头烫不烫 一会儿试试她扎着针头的手冷不冷 一直到吊瓶快滴完了 嘉义才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依旧虚弱无力 在反复向医生确认 嘉义的状况已经没有大碍之后 成风才扶着她离开医院 乘车回到了嘉义的住处 不知道是不是药物的作用 还是过于疲惫 一路上嘉义都在浑浑沉沉地睡 一直到出租车停在了楼下 她也不曾醒过来 不想惊动沉睡中的嘉义 成风选择了将她抱上楼去 好在之前 又将最过的嘉义送回家的经验 这一次 她顺利地从嘉义的包里 找出了钥匙 进了嘉义的家门 把嘉义安顿好 成风用她的手机 打电话给陆灵 本想叫陆灵来照顾熟睡的嘉义 自己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结果却得知了 陆灵人在外地出差的消息 怎么办 留下来 毕竟不方便 走吧 又怕嘉义再有什么不舒服 需要人照顾 左右为难了半天 成风终于决定留下来 躺在短小的双人沙发上 成风久久无法入睡 今天嘉义昏倒得这么突然 好像是一块石头 投进了她的心壶 扰乱了原本的平静 很久了 成风不曾有过这样的担忧 和牵挂的心情 即便是和王珍珍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曾有过 王珍珍是一个精明的女人 她永远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 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受了委屈 而嘉义不是 她聪明 但却不精明 她能够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却不善于计算 不懂得照顾自己 成风又想起 刚接手蒋中红案子的时候 嘉义的样子是多么的憔悴 难道这个妮子这个月里 都过得那么潦草 还是说她在刻意地消磨自己 以掩饰心中的苦涩 那个文西明 竟然伤她这么深 这么一想 成风觉得心底涌起一股浓浓的酸涩 这种感觉把她吓了一跳 是喜欢上的她吗 成风扪心自问 或许是吧 从第一次见到嘉义的时候 误会和排斥 到后来的许多默契的不谋而合 嘉义一直都在吸引她的注意力 也许只是因为她俏丽的外形 也可能是因为 她与自己相似的绝相执着 到底自己是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如此关注她 关心她 连成风自己也说不清楚 要不是嘉义今天突然病倒 让她慌张地忘记了 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 或许到现在 她也不愿意去研究自己对嘉义 那一份不同于他人牵挂的 到底是什么吧 成风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 看看嘉义卧室的方向 轻轻地叹了口气 现在 她终于正视自己内心的感情了 可是 却又忍不住担心 担心嘉义是不是还记挂着那个 远在美国的文西明 或者她是不是还没从上一段 恋情的伤痛中走出来 叹了口气 成风闭上双眼 把双手枕在脑后 停下胡乱思想 努力让自己进入睡眠状态 明天还有案子要查呢 第二天一早 嘉义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合一而卧 睡着自己的卧室里 她隐约可以听到成风 刻意压低地说话声 她坐起身 想起前一天自己突然失去意识 也想起中途 醒过来的时候 是成风陪着自己在医院里 不用多想也知道 之后一定是她送自己回家 并且在这守了一整夜 嘉义起身 换下了皱巴巴的衣裤 走出房间 开门一看 扑面而来的就是一阵浓浓的香气 你醒了 成风挂了电话 正好看到嘉义走出房间 立刻熟门熟路地 到厨房取了一只大碗 盛了一碗东西放在桌上 招呼嘉义 来吃东西吧 昨天晚上就什么也没吃 现在肯定饿坏了吧 嘉义走过去坐下 看着面前的大碗 你炖了鸡汤 是啊 成风把汤匙放在嘉义的碗里 昨天医生说了 你这段时间疲劳过度 加上营养不良 已经出现轻微贫喜的迹象了 你要加强营养 哪来的鸡呀 我一开门 他就冲进来了 然后脱掉毛衣 跳进热锅里 现身化作鸡汤 给你补身子 成风轻松地开着玩笑 快吃吧 我不会下毒害你的 嘿呀 都已经这个时间了 嘉义一眼看到墙上的挂钟 吓了一跳 惨了 我上班迟到了 别慌 成风伸手按住 慌慌张张 想要起身的嘉义 我早上替你请过假 打过电话了 你同事说 反正现在也进入 停课复习阶段 让你踏踏实实地 休息几天 谢谢你 嘉义想起 自己给成风添了这么多麻烦 十分过意不去 昨天多亏有你在 好了 一会儿汤凉了 快趁热喝吧 一顿早餐 两个人吃得非常安静 谁也没说什么 吃完了早餐 嘉义就被成风从厨房里赶了出来 而他则麻利地洗碗 嘉义也不想什么都麻烦成风 便自动自觉地帮忙整理东西 一张小小的超市购物票 吸引了嘉义的目光 上头罗列的是 炖鸡汤所用的材料 以及收款的时候 时间是夜里十点多 嘉义瞬间明白了 那一锅香浓的鸡汤 是从何而来 他回头看着正在忙碌的成风 露出一抹笑意 心里头溢满了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感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成风似乎是感觉到了嘉义的注视 回身看着他 怎么了 快回房休息吧 你今天都做什么了 去找里面的前男友孟德刚了吗 成风摇了摇头 原计划是这样的 不过今天早上 冯小打来电话 说冯天明的状况稳定了一些 他已经把冯元遇害的消息 告诉冯老先生了 他主动提出要和警方聊聊 希望能够尽快破案 所以找孟德刚的事 恐怕要推迟一下 我也去 不行 嘉义一出口 成风连想也不想便张口拒绝 我帮你请假 是为了让你好好休息 不是让你跟我查案子 你昨天已经够吓人了 你可别再来一次 喂 瞧你说的 我能让那么不计啊 嘉义抗议道 反正你去找冯天明 也不是去做苦力 带上我也不会有问题的 不行 成风态度强硬 那你不怕我自己在家里退 突然昏倒吗 那样的话 可能连帮我打电话的人都没有 嘉义故意把话说得很夸张 成风虽然心里清楚 嘉义是故意夸大 但是 看他现在的状态 脸色比前一天好多了 应该不会好端端的 在家里无故的晕倒 可是又一想 留他自己在家搞不好 这妮子又会一整天不好好吃东西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让他跟着自己好一些 反正 就如同他自己说的那样 去见冯天明 这样一个大病出狱的企业家 又不是去追踪逃犯 应该不会太辛苦的 这么一想 成风点了点头 决定向嘉义妥协 一来这妮子认准事情一向很执着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与其做没有意义的争执 不如顺从他的心意 二来呢 这样一来也纵容了自己的私心 前一天嘉义刚刚晕过 现在 他希望能够把嘉义带在身边 看着他 照顾他 这样才更放心 见成风点头答应了 嘉义开心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结果乐极声碑 起身太急 立刻眼前一片漆黑 身子摇摇晃晃站不稳 吓得成风赶快 伸手扶住他的双臂 紧张地看着他 直到嘉义感觉好了一些 慢慢地站稳了身子 睁开眼 才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你这丫头 别忘了 你还是个病号了 虽然我现在答应你 跟着我去查案 但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随时会把你送回家去 Yes sir 嘉义装模作样地 对着成风打个例证 敬个礼 看着他兴高采烈地出门 成风偷偷地苦笑 喜欢上这样的一个姑娘 还真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啊 按照同冯小在电话中的约定 成风带着嘉义 来到C市近郊的别墅区 虽然早就知道 这一区是著名的富人别墅区 但是亲眼的真正见到 却也是第一次 毕竟 别墅区为了周边的环境 离市中心比较遥远 谁也不会闲得没事 跑到这种荒郊野外来吹风 别墅区位于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中 虽然已经是冬季了 到处都是冰天雪地 不过途中经过的苍松翠柏 接着薄冰的人工湖 还是让人能够感觉到 春暖花开之后 这里的景色将是多么的秀丽 这片别墅区当初广告词 不是说远离都市熏霄 近向桃园美景 嘉义兴致勃勃勃的 观赏着沿途的景物 虽然现在外面萧瑟了一点 不过可以看得出 到了夏天一定会很美 羡慕 乘风快速看了一眼 脸朝窗外的嘉义 专心继续开车 不羡慕 这种地方白天来游玩一下就可以了 要是夜里让我住着 我会被吓死的 嘉义缩了缩脖子 脑海中想象着 这里夜晚会有的景象 像冯天明这样的富豪还真是奇怪 就算是追求空间感 也不至于到这种境地吧 你看着周围的房子 互相之间隔着那么远的距离 多没安全感 连什么人气都没有 静悄悄的 吓死人了 那是你的想法 或许人家不爱被打扰 图的就是这份安静了 说话间 车子已经驶到冯天明的别墅大门外 乘风拨打了冯小电话 不一会儿 电动大门缓缓地朝两边开启 乘风开着车驶进了院落 冯天明的别墅 本身采用了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 雪白的墙体 乌黑的木条 将白墙分割成不同的小块 黑色的尖角屋顶 高而窄的秃窗 在周边的苍松脆白的眼影下 显得格外醒目 冯天明经商有头脑 看来审美眼光也不错嘛 嘉义打量着眼前的建筑物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的房子 你没有头晕 或者哪里不舒服吧 眼前的建筑对乘风 丝毫没有吸引力 它比较记挂的是 嘉义的身体状况 放心了 我不是玻璃娃娃 嘉义对乘风笑了笑 见他神采奕奕 脸色也很正常 乘风的心里也稍微的安稳了一些 冯晓迎了出来 客气地同乘风和嘉义打着招呼 带着他们上楼去见冯天明 前几天我父亲的状况好了一些 放射线治疗也结束了 医生说可以休养一阵子 等到白细胞生出来 再去做化疗 我和靳阳商量一下 觉得现在告诉父亲 媛媛的事情比较好 他也反复问过我们好多次 媛媛去哪了 为什么不来 不过 我们没敢把事情说得太具体 怕他听了以后受刺激 所以待会儿 请你们多注意 见冯天明之前 冯晓特意把二人拦在门外 反复叮嘱 知道他是担心自己父亲 成逢和嘉义都很理解 点头答应 不把任何细节告诉冯天明 这才跟着冯晓 走进冯天明的卧室 卧室很大 一张宽大的红木大床 上面坐着一个老人 脸色清灰 两颊松弛 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原本发福的人 因为生病了 突然体重下降才会出现这个样子 爸 公安局的人来了 他们想跟你聊聊圆圆的事 冯晓走到冯天明的床前 轻声地向父亲介绍来人 似乎是生怕自己声音大的一些 都会伤害到虚弱的老父亲一般 冯天明睁开眼睛 看看冯晓身后的乘风和嘉义 微微地点了点头 抬起手 清白两下 冯晓便立刻会议过来 他招呼乘风二人 在床边的椅子坐下 自己则是退到门边 对冯天明说 爸 如果有什么需要 或者是哪儿不舒服 按灵叫我 说完 就退出了房间 关好了房门 房中只剩下虚弱的冯天明 和乘风嘉义 看着冯天明的样子 乘风有些迟疑 不确定该怎么开口 我女儿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了 冯天明似乎是看出了乘风的顾虑 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虚弱 我冯天明疯光了大半辈子 没想到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 竟会发生在我头上 请您节哀 事情已经发生了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尽快抓住凶手 嘉义心软 见冯天明的眼眶湿了 心里别提多不好受了 从包里拿出纸巾 递给了冯天明 冯天明接过纸巾 打亮一下眼前这个姑娘 你今年多大呀 嘉义一愣 不明白为什么冯天明 会突然这么问自己的年纪 冯天明见嘉义迟疑 知道自己问的话 把人搞糊涂了 他苦涩一笑 叹了口气 我冤枉着 你年纪跟我的圆圆差不多吧 嘉义点点头 我小他两年 结婚成家了吗 还没 嘉义不明白 为什么冯天明 突然问起自己 这么多的事情 圆圆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都嫁人了 冯天明长说了一口气 我悔呀 我当初不同意他 嫁给靳阳就好了 冯天明的话 让嘉义和成风 都不由自主地坐至了身子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一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五十三集 冯天明的话 让嘉义和成风都不由自主 坐至了身子 您的意思是说 靳阳他 成风试探性地说出自己猜测 冯天明摇了摇头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靳阳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如果早知道圆圆会走得这么早 我宁愿把他陪在我的身边 说什么也不会愿意 让他早早嫁人离开家的 原来冯天明并不是意有所知 只不过是在为了女儿痛心罢了 成风和嘉义的神经 这才稍微放松了一点 能和我们聊聊冯圆吗 嘉义问 又不忘补充一句 如果你实在太难过的话 不要勉强 冯天明闭上眼睛 休息了一下 才开口 聊聊也好 我现在 只有和别人说起圆圆的时候 才能感觉他好像并没有离开一样 圆圆是个懂事的孩子 也是我最疼爱的小女儿 冯天明从床头柜里 拿出一个小册子 递给成风和嘉义 他长得很像他妈妈 但是个性却特别的像我 成风翻开相册 里面都是冯圆从小到大的照片 除了单人照片之外 也有一些冯天明夫妇与冯圆的合影 照片上的冯天明 还是一个精神头十足的中年人 而冯圆的母亲 也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有着与成年后的冯圆极其相似的脸 这上面怎么没有冯小 嘉义发现 这相册里的合影 大多是冯天明一家三口的 独独没有冯小 冯天明叹气 因为这些照片都是小小给我们照的 小小这个孩子 个性和圆圆简直是天差地别 他从小特别不爱照相 不爱出门 性格很孤僻 每次叫他一起照相 他都不愿意 总是能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拒绝 后来我们也不勉强他 远远就不同了 这孩子从小就开朗活泼 爱交朋友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他都是最惹人注意的孩子 我觉得冯小现在看起来并不孤僻嘛 成峰听完了冯天明对冯小的评价说 我们之前在您的公司里见他的时候 感觉他挺精明干练的 冯天明也承认成峰的说法 的确 小小长大以后为了公司 很努力地去完善自己 他花费了很多的心力 才把自己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心里都明白 只不过这孩子自知一般 即使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和努力 他在经商这方面的头脑 还是比圆圆差一截 听说冯元无心参与经营家族企业 所以才选择了在民政局工作的 是这么回事 冯天明提起冯元拒绝进公司的事情 就一脸惋惜 这孩子原本对商业还是挺有兴趣的 读大学的时候还特意 我让他报考了商科专业来读 就是指望他将来能接手家里的生意 我是一个生意人 说话可能比较重力一些 小小和元圆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一样的疼爱 但是如果在商言商 小小虽然努力 但是他的确不是经商的好材料 不管怎么努力 也至多能做到现在这样 做做高管 做一个执行者 圆圆就不同了 他有头脑有主见 他对商机的嗅觉很敏锐 我一直觉得 如果将来把公司交给他 然后让小小 来做他左右手 这样姐妹组合 我相信连达一定会更加壮大 可是谁知道 大学毕业前 远远突然就反悔了 说什么也不肯进公司 他说不想被金钱束缚 想过得洒脱一些 我没办法 只好同意 他要嫁给靳阳 我也尊重他的意愿 靳阳在孩子 在我公司呢 能力还是不错的 但是家境 实在是太一般了 我怕委屈了远远 就把他妈的遗产 画到他名下 远远平时工作 都是帮助人的 怎么会有人想害他呢 冯天明想到 自己心爱的小女儿 惨遭毒手 忍不住老泪纵横 情绪激动之下 突然感到胸口闷痛 连忙去抓一旁的呼叫按钮 抓了几下没有抓到 嘉义见他如此反映 连忙帮他按下呼叫器 一分钟以后 冯小带着一个护理人员 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照顾冯天明服药 让他躺下来休息 我想 恐怕现在不太适合谈话了 不如二位今天先请回吧 等我父亲状况好一些了 我们再联系 冯小婉转地对成风和嘉义 下达逐格令 成风看到冯天明的状况 本来就有中断谈话的打算 现在听到冯小这么说 自然不会坚持 点点头和嘉义 准备起身离开 不用 不用 扶过钥匙后 冯天明却在此时 开口挽留他们 小小啊 没事 我想跟他们聊聊 冯小为难地看着父亲 见冯天明一脸地坚持 只好点头 等到父亲的状况稳定之后 带着护理人员离开房间 留下成风和嘉义 看着冯天明憔悴的样子 嘉义觉得有些于心不忍起来 您还好吧 要不今天您去好好休息 我们改天再来 他怕重病刚刚恢复的老人身体会吃不消 冯天明轻轻地摆了摆手 不碍事的 我想有人陪我说说圆圆的事情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早日破案 抓住那个杀害我女儿的凶手 成风和嘉义 见他这般坚持 也只好留了下来 三个人都安安静静地待着 一直到冯天明状况稳定下来 好了 冯天明缓缓开口 我感觉好多了 咱们继续吧 那您能否帮我们想一想 冯元遇害前有没有什么反常表现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 成风见冯天明确实恢复了一些脸色 精神头也足了一些 这才开口发问 冯天明听了成风的问题略微迟疑了一下 随即还是决定如实相告 反常的表现倒是没有 但是特殊的事情倒是有一桩 你们也知道 我这次的病比较厉害 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身体不行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想去认真的检查治疗一下 后来这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才想到要去医院看看 也感觉自己年纪大了 这副担子撑不了几天了 我就私底下跟孩子们聊聊将来的事 一方外衣嘛 圆圆一直都是坚决反对进公司来的 可是这次我一说 她竟然一口答应下来 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 怕我担心吧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 她终究是答应回来接我的班 经营连达了 你们不知道 我听到圆圆答复之后 我多开心呢 冯天明的声音因为悲伤而微微颤抖 只是可惜了 这孩子没有等到那么一天 难道说真的是天命不可为 圆圆注定不该碰家里的声音 我硬是让她接受 所以才会甚遭恨祸吗 你想太多了 家义明白 眼前的老人因为病重和丧女的沉痛打击 已经出现了违心的想法 便想安慰她 您不也说 冯元是自己答应的 并不是你勉强她的吗 圆圆这孩子 虽然倔强 但是孝顺 我知道她一定是怕我不放心 所以才答应的 冯天明叹生气 乘风此刻的注意力 已经被冯天明画里的新线索给吸引住 冯元答应了 要回来打你连达公司 是的 冯天明点了点头 那么她是打算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司呢 我打算让她进公司来 先跟在我身边熟悉一下公司业务 给她一年的时间来释药 等明年年底的时候 就让她接我班 我年纪不轻了 加上身体状况也不用乐观 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接班的人 冯天明的脸色 满满都是掩饰不住的痛心 本以为圆圆她终于答应回来 我总算可以安心了 结果还出了个这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冯云打算接管公司这个事情知道的人多吗 不多 冯天明算了算 算上我本人一共就只有不超过十个人知道 因为不想早早地把消息放出去 搞得下面人都胡乱猜疑 所以只有我 圆圆 靳阳 还有小小 另外还通知了几个高层主管 都是在连达做了十几年的老员工 绝对口风炎的信得过的人 你们是怀疑圆圆被害是因为这个 现在没有进一步的迹象证实 我们也不确定 乘风实事求是的说 冯天明的脸色有些难看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 那岂不是我害死了我自己女儿 您别这么说 发生这种事情 您不能够预料到 而且到底是因为什么 警方暂时也无法确认 您别多想 加以安抚冯天明的情绪 为什么确定不了 冯天明毕竟是商场老将 加上上了年纪身体不好 头脑转得还是很快 难道圆圆的事 不是小小跟我说的那么简单 是不是她的事还牵扯出别的什么事啊 你们快告诉我 事实上在冯元之后 又一个年轻女孩遇害了 遇害方式与冯元一模一样 乘风从包里取出李梅的照片 递给冯天明 冯老 您看看 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冯天明接过照片 从床头柜上摸出老花镜 仔仔细细看了半天 最终摇了头 不认识 我应该是没见过这么个人 怎么 就是她和我们家圆圆一同被杀了 哦不是 应该是被同一个人杀了 对 他们两个人的遇害 应该是有所牵连的 乘风答应过冯小 不说出冯元遇害的具体情况 怕刺激到重病出狱的冯天明 所以只能避重就轻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 他们这两起案件之间的联系 另外 我们怀疑 本案的凶手 是冯元所认识的人 老冯 不知道你对冯元的社交情况是否了解 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 熟人 冯天明愣了 我们家亲戚不多 圆圆这孩子吧 比较独立 平时也不喜欢跟别人三五成群的混在一起 我想不到会有什么人能够对得下这种毒手的 说着 冯天明的目光突然僵直了 他停下了说一半的话 您怎么了 嘉义一愣 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冯天明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我突然想到有那么一个人 圆圆和他好像还挺要好的 带他回过家几次 但是我们都不希望他和那个人走得太近 你是说庞丽丽 嘉义猜到冯天明口中那个他是谁 对 就是这个人 冯天明皱起眉头 你们知道他 我们听你大女儿说过 圆圆跟这个人一度走得很近 我们都很不赞同 是因为这个女孩性格古怪吗 嘉义询问冯天明的看法 我们听冯小和靳阳都说到过 这个庞丽丽举止很奇怪 所以他们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那个姑娘举止怎么样我不在乎 冯天明摇摇头 我不喜欢她 是因为有一次 圆圆带她回家来吃饭的时候 她那种言论 庞丽丽有什么不正常的言论吗 乘风连忙问 从冯天明的表情能够看得出 庞丽丽在她心里是多么不受欢迎 一顿饭上 她一直在跟圆圆讲什么永生 说什么金钱是罪恶的 会让人的灵魂万劫不复 只有追求永生才是真正的幸福 可能是我老了 脑筋跟不上时代 从那次之后 我就跟圆圆说 以后不许带这个庞丽丽回家来 也不许她总跟庞丽丽打交道 圆圆长这么大 我是头一次干涉她交友的事情 她当时很不高兴 跟我争执了几句 不过后来 听靳阳说 她确实不让庞丽丽来家里了 走动的也少了 我这就放心了 庞丽丽和风元有过矛盾吗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全家的不准 远远跟她来往 谁知道她会不会怀恨在心呢 冯天明忍不住 有些激动起来 你们一定得查一查 这个庞丽丽 她真的很不正常 哎呀 说一句话 你们不要笑话于迂腐 这个庞丽丽 我就感觉她 她是个女鬼 冯天明的最后一句话 把嘉义逗乐了 冯老 冯老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呀 冯天明摆摆手 我不是说她真是女鬼 我的意思说 她像个女鬼 什么意思 成风疑惑地问 那次元元带她回来吃饭 走后保姆就来跟我说 说这个庞丽丽 趁着厨房没人 跑去偷偷喝了 这保姆刚杀鸡 放的一大碗鸡血 被保姆发现之后 她还咧嘴对保姆笑呢 牙齿都被血染红了 把保姆吓得不行 你们说说 这不是女鬼 是什么 正常人会干出这事来吗 嘉义和成风 立刻明白了 冯天明说的事情 庞丽丽患有普林症 这种病不多见 更很少被人了解 并且俗称为吸血鬼病 顾名思义 患有这种怪病的病人 会因为生理需要 对鲜血有着特别的向往和喜爱 不过 这种人在正常人的眼中 自然是古怪而且可怕的 也难怪冯家的保姆 会被偷喝鸡血的庞丽丽给吓坏 而冯家人对庞丽丽的抵处 也是情有可原的 庞丽丽这边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请您放心 成风给冯天明吃了颗安心丸 您老好好养病吧 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跟您联络的 如果有线索 也请您通知我们 冯天明点了点头 深深地叹出一口气 他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卧房 这个房子当初就是远远看重的 因为他钟爱这种格调 喜欢这儿的环境 所以我才买下来 作为我们全家休闲避暑的地方 现在房子还是那个房子 喜欢这房子的人群没了 我没有别的请求 只希望早日把杀害我女儿的凶手 吉拿归案 如果经济上要支持 我绝无二话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五十四集 成风和嘉义安慰的几句冯天明 起身告辞 退出冯天明的卧房 就看到冯晓守在门外 你们谈完了 他见到成风和嘉义立即迎上来 我父亲状况还好吧 没问题 你放心 嘉义见到冯晓这么关心父亲的身体 担心他害怕 连忙安慰他 不巧 刚刚听冯老说 他原本打算明年开始 把公司交给冯元的打理 成风记挂着冯天明说的 这个重要消息 冯晓点点头 没错 是有这么回事 只可惜 还没等我们运作好 远远他就遇害了 你的意思是 冯元遇害之前 并没有真正的开始 插手公司的事务了 是的 毕竟连达是个大公司 上上下下的工作还是很复杂的 远远之前一直做别的工作 所以突然回来的话 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 冯元回答 转而反问 你们怀疑 远远的事情跟这个有关 有这个可能 成风不否认 我看报纸上说 又发生一起跟远远一模一样的案子 冯晓显然也看过报道了 报纸上说是 变态连环杀人 是这样的吗 如果远远被害 与他即将接管公司有关 那第二个被杀死的人 和我们连打有关系吗 我们暂时还没发现 第二个死者 与连打之间有关系 嗯 至于两起案子 能否被定为 变态连环杀人案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迹象 再也证明 成风的回答很客观 他拿出里面的照片 递给冯晓 这是第二个死者照片 请你拿到连打公司去 看看是否有人认识他 冯晓听完 若有所思点点头 那我送你们下去吧 如果有消息 我会立刻跟你们联系的 走出冯家的别墅 坐上车 嘉义回头看了看 高大的建筑 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成风问 我想起了冯天明的哀叹 房子是冯元忠爱的 冯天明买下来 是为了满足女儿 结果现在 房子依旧 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你说 再奢华的物质 也比不过 健康平安的重要 所以嘛 人不能太执着于这些 反而还是照顾好自己 更重要 成风接过他的话 嘉义猛的点头 没错没错 平安是福 平淡是福 自己是数字一 其他的什么名利 都是数字零 只有一在 后面越多的零 才能发挥价值 一没有了 再多零也是浮云 什么义都没有 话说的一百分 就是实践起来不及格 成风笑嘉义 嘉义黑黑一笑 无言以对 确实 自己前一天 才刚刚在人家面前 表演一则昏迷 现在侃侃而谈 说什么 照顾自己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好了 我之所能改 不也山沫大烟吗 嘉义笑得嘻嘻哈哈 咱们接下来要去哪啊 去找孟德纲 成风好气又好笑地 逆了嘉义一眼 我说 你是打算年底 跟我竞争 先去工作者吗 怎么你这个伪刑警 比我这个真刑警 干尽还足啊 这都中午了 先找个地方喂饱你 然后咱们再去找孟德纲 不然你再昏倒一回 想见下一个证人 就只能是游魂了 遵命遵命 嘉义偷偷吐舌头 那咱们就先进武藏庙 再寻找孟德纲 结束了对冯天明的走访 已经是午后一点多了 考虑到嘉义的身体状况 两个人先找个地方 饱饱地吃了一顿 然后才按照之前掌握的信息 去找李梅的前男友孟德纲去了 怎么只有咱们两个去 嘉义忽然想到 平时去查案 总是会和三剑客一起 而今天从头到尾 却只有他和成风 田阳他们呢 忙什么呢 组里接了其他案子 他们先忙那边去了 成风的回答很淡定 嘉义也没有多问 实际上 之前成风对那三剑客 也是满腹狐疑的状态 明明不是分要他们重案 一组接手的案子 这三个人一反常态 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坚决要接 一定要接 说什么都要接 那种高昂到离谱的工作热情 让成风大为惊讶 而等到原本说好的 一起去查 吸血鬼新娘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三个人却推散祖寺起来 不是这个时候有事情做 那个就是不舒服 再嘛 干脆说得很直白 反正走访而已 有成风出马 外加加一作伴 二人搭档 够用了 不需要再带几个人 去浪费人力资源 一次两次的时候 成风还很纳闷和火大 不明白为什么 一向听从命令 听从指挥的三个人 突然变得这么挚拗 不过 当他们屡次三番地提起嘉义 加上马春雷的 几枚弄眼的表情 他终于弄明白了 这三个小子的心思 顿悟之后 成风哭笑不得 却也不愿意戳破 只好交代三个人 无论如何 工作的重心在于 吸血鬼新娘的案子上 不能耽误了 正常的破案进度 其实成风 也有那么一点 自己的私心 只要前提 是不耽误 正常的破案工作 他也乐得与嘉义 二人行 尤其是 他在认清了 自己心思之后 两个人 匆匆忙忙地 吃了顿饭 便来到了 孟德纲的 婚纱摄影店 飞林摄影 飞林摄影 在C市 也算是 享有名气的影楼了 虽然不是一所 最高端的定位 但是 却是新兴起来的 后起之秀 颇受年轻人的喜欢 关于飞林摄影的 广告宣传 嘉义之前 在电视上 街上 也看过很多次 却没有想过 会因为一起凶杀案 与这家店的老板会面 飞林摄影有两家店面 一家专门拍摄婚纱照 另一家 则侧重于拍摄 个人写真 乘风和嘉义 先到了写真店里去 被告知 老板一般都在婚纱店坐镇 于是 又驱车前往相距不远的 飞林摄影婚纱店 结果又一次 扑了个空 原来孟德纲 不仅是老板 还身兼店里的摄影师 正巧今天 有一对新婚夫妇 来拍婚纱照 别出心裁的 要照学景 室外婚纱照 所以 孟德纲一早 就带队出去取景了 你们是来 找我们老板拍照了吗 影楼的工作人员 热露地招呼 乘风和嘉义坐下 打亮着眼前的两个人 以为又有生意上门了 我问老板的技术很棒的 很多顾客都是上门之后 点名要他来拍照 不过二位 如果要老板拍照 恐怕得预约一下 没关系 我们就是想跟你们老板聊聊 乘风含糊其词 这话听在客服我耳朵里 就是另一番意思了 哦 你们是想跟老板讨论一下 风格路线是吗 那个好吧 只要你们婚期不敢 能够等待排期 我们老板的摄影风格 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那你们先坐着 我们老板估计快回来了 我给你们拿些喝的吧 你们想喝什么 来杯冰水就好 嘉义刚开口 乘风便拦了下来 他对客服一笑 不好意思 不要冰水 两杯热茶 谢谢 喂 我想喝冰水 嘉义抗议 天寒地冻的 喝点热的吧 别忘了你自己身体状况 乘风口气不重 却有些不容置疑的味道 嘉义撇撇嘴 虽然知道 她是为了自己着想 但还是忍不住 抗议一下她的霸道 到时一旁的客服小姐笑了 你们俩的感情真好 这位先生 可真关心女朋友啊 嘉义脸色一窘 也不好说什么了 不一会儿 热心的客服小姐 就端了两杯茶过来 一杯地给乘风 一杯地给嘉义 美女尝尝 这是我们店 特意为新娘子 准备的玫瑰花茶 要拍婚纱照前 应该先开始保养了 到时候 才能够滋润漂亮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看客服小姐又去招呼其他客人 嘉义喝了一口温热香甜的玫瑰花茶 舒服地清淡了一口气 看了看一旁安静喝茶的乘风 我们算不算是欺骗人家客服感情啊 明明就不是情侣 还不公开说明来意 人家可是靠着业绩吃饭的 你还挺了解的嘛 坚持做过 乘风逗的 那倒没有 只不过当初险些结婚嫁人 所以走了几家影楼做了咨询罢了 嘉义一边喝茶 一边翻看着桌上的样本相册 他虽然说得很随意 乘风一瞬间内心里起了自责 后悔不该开着玩笑 又生怕引得嘉义又想起那段伤情往事 忙观察嘉义的神色 见他并没有触景伤情的迹象 依旧是一派平静 这才稍微地放下心来 又忍不住在心里嘲笑自己小家子气 毕竟是个现代女性 喝过洋墨水 应该不至于对感情的事情这么放不下才对 暗叹了一声 乘风不得不承认 事不关己的时候 谁都可以轻松洒脱 一旦涉及到自己牵挂的人 就难免草木皆兵起来 大概等了半个多小时 打从大门外头 风风火火地涌进了一群人 拿着反光板背着相机包的 扛着三脚架的 还有穿着婚纱礼服 脸色冻得铁青的 不用说了 一定是拍摄组回来了 刚才招呼 乘风和嘉义的客服小姐 走到其中的一个人面前 边说话边指着指这边 看来那个人就是孟德纲了 不一会儿 客服小姐过来告诉嘉义和乘风 老板刚刚外拍回来 放下设备换湿衣服 就来跟他们见面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 一个身穿格子衬衫 和羽绒砍尖的男子 朝他们走过来 脸色是职业性的微笑 二位就等了 第一次来斐林拍照吧 怎么称呼 乘风伸出手 跟对方握了一下 你是孟德纲吧 我是公安局的 有些事情要跟你了解一下 孟德纲满以为是 冲刺自己名声来拍照的顾客 没想到对方是警察 他先是一愣 随即回过神的 那咱里头坐吧 这是人来人往的 挺嘈杂的 这说事恐怕不合适 乘风和嘉义没有意义 起身由孟德纲带领着 到楼上自己办公室去了 孟德纲属于比较高大那一类型 个子比乘风还要略高几公分 穿得很随意 但是随意中又透露出一种 经过修饰的刻意 窄角牛仔裤 高帮运动鞋 头发打理的时尚新潮 沿途有些熟悉的顾客 跟他打招呼 孟德纲的举手头组之间 都透着一股朝人的范 说起话来很体面得当 嘉义忍不住 偷偷问成风 你确定 他是咱们找的人吗 逃强口中的孟德纲 我以为是一个像张飞李奎一样的人物 现在看起来 这差距还真不是一惊半点 你要考虑逃强的立场 孟德纲是李梅的朋友 李梅是他的心头好 你说情敌看情敌会是什么效果呢 成风对这个事情倒是很淡定 况且咱们才见了孟德纲 他到底是个什么性情 也还不知道呢 说的也是 嘉义觉得自己的认识 确实是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 便放下之前的猜测 孟德纲和顾客寒旋完 继续带着两个人朝办公室走 抱歉 都是熟客 很多拍完婚纱照的 得过一两年 又来拍这个结婚纪念照 我刚刚以为你们是拍照的 没想到是别的事 他拉开门 二位请进吧 孟德纲的办公室里 挂着很多风格各异的摄影作品 嘉义和成风在沙发上坐下来 谢绝了孟德纲 要替他们倒茶的好意 很抱歉 占用你工作时间了 我们今天来呢 是卫装刑事案件 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孟德纲没有大惊小怪 反而一笑 该不会惹我很不巧的 偶然拍到了犯罪嫌疑人吧 他对成风很有幽默感的笑了一下 又恢复正思 我们来这儿呢 是因为李梅的案子 李梅 一听到这个名字 孟德纲猛的变了脸色 口气不善的说 我跟他分手了 如果他在外面干了什么荒唐事 你们可别来找我 我可不会替他收拾烂摊子的 你们找他那个新男朋友去吧 孟德纲急转直下的态度 让嘉义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看来陶强说这个孟德纲是个火爆个情 也并非夸张 从他对李梅的反应就看得出来 虽然有刻意的压抑 但是骨子里头 孟德纲的确是一个急脾气 可以说是个性情中人 我们知道你和李梅在一起过过一阵子 也知道你们已经分手了 但是李梅是一起谋杀案的受害人 你作为他前男友 我们必须向你了解情况 乘风面对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的孟德纲 不急不徐 把他们今天的来意说得一清二楚 孟德纲没有想到警察来找他 竟然是因为李梅死了 一时间待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孟德纲 你和李梅分手多久了 乘风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调整情绪 然后直奔主题 快三个月了吧 孟德纲回答乘风的问题 却不太情愿 警官我先说明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对我和李梅的事了解多少 可能你们从别人那里听说过 我们俩分手闹得不太愉快 所以来找我的 是吧 但这事我必须说清楚 我承认我自己跟他分手 当时表现得不太冷静 但是我不过是做了 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 而且我们分手以后 就不相往来了 我这两个月也没见过他 无论他出什么事都跟我无关 嘉义听完他这番话不禁失笑 心说这个孟德纲真是啊 不开口不知道 越接触越能体会到他的脊脾气 你先别沉不住气 我们来找你呢 并不是说认定你是嫌疑人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从你这里 了解更多关于李梅的事情 以便于尽快破案 孟德纲听嘉义这么说 心里还是不痛快 但也不好再发作 只好沉默 你最后一次见李梅是什么时候 分手那天吧 我说了 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孟德纲摊开双手 我没有必要死查着他 他已经够让我耻辱的了 我虽然不是什么有钱人 但好歹也算是有一番事业吧 前途大好 我何必非得吊死在他那棵歪拨树上呢 说一下具体时间吧 十月上云吧 在那之后我就没见过面 那也没有联系过吗 没有 我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 分了就分了 情人做不成 别弄虚情假意的做什么朋友 那是不可能的事 李梅这人虽然对不起我 但是好歹也是个干脆的人 分手之后我不联系他 他也没纠缠过我 你们怎么认识他 炮蛙认识他 孟德纲善笑一下 我知道听起来挺俗的 我就是在他唱歌那酒吧 我认识他的 那阵子一个人挺孤单的 没事就去喝个酒听个歌 后来次数去多了 我就觉得 那助唱歌手挺有味道的 你们也知道 我是个搞摄影的 尤其是人像摄影 所以看人的时候 忍不住去关注一下外表 李梅的本身长得挺好 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确实有点范儿 所以就请杯酒 写个字条什么的 他也不是什么矜持的人 所以很快就熟了 后来呢就在一块了 本来我还叫他来我这 当着模特拍拍样板照呢 结果一到分手 看了他的照片我就心烦 原本拍照也被我给撤掉了 你们相处时间长吗 不长 在一起就不到四个月 那听说你们分手 是因为李梅还有了新的男朋友 对呀 不是因为这个 我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呀 孟德纲很快被勾起了 那段不愉快的回忆 情绪比较激动 他看着乘风说 你也是个男人 要是你女朋友 背着你在外的勾人 你受得了吗 乘风没说话 只是平静地看着孟德纲 家义没忍住 多瞄他几眼 他当然记得乘风的前女友 王珍珍的所作所为 现在被孟德纲 歪打正着地问了起来 不知道算不算是 戳到了乘风的痛处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五十五集 家义开口发问 你是怎么发现李梅另有男友的 孟德纲的脸色变得有些尴尬 他略微迟疑一下 说 我 我看他手机里 有没了那些删的短信 我可不是故意去翻他手机的 他出门没了电话 恰好有人打电话过来 我就替他接了 之后我就看有未读短信 就随手翻开了一下 结果就发现 他背着我还在勾搭别的男人 我就挺大火的 就去酒吧找的了 原来这就是陶强所说的 孟德纲到酒吧去闹事的全部过程 孟德纲的讲述 与陶强之前提到的事情相吻合 孟德纲 你上周五的晚上人在哪 陈锋问 虽然孟德纲的态度一直很坦率 让人觉得比较可心 但是该问的问题还是不能漏掉 上周五 孟德纲迅速地想了一下 我去地市了 去采外景 周四晚上去的 周六晚上才回来 和我一起的工作人员 还我顾客都可以证实 或者你们愿意的话 看我车票也成 孟先生 你和李梅在一起时间似乎不是很长 你对他平时生活了解吗 孟德纲翻找抽屉找车票 给成锋看的时候 嘉义突然问 还行吧 不能说很了解 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 孟德纲找了车票 递给成锋 车票 你看一下 回头你再跟别人去问 你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那你知不知道 李梅平时对吸血鬼有什么兴趣 嘉义继续问 听到吸血鬼三个字 孟德纲的注意力 终于从向成锋证明清白 转移到嘉义的身上 吸血鬼 没错 你没事情喜欢的 他的话让嘉义眼前一亮 总算是找到关联了 他特别喜欢看跟吸血鬼相关的电影 孟德纲回忆了一下 只要是跟吸血鬼有关的东西 他都有兴趣 有一次他还学人家 掀个考词的尖牙呢 据说是唱歌时候 那老板不同意 说是影响歌手形象 这他才放弃了 那李梅的朋友里 有没有跟他一样 痴迷吸血鬼的 成锋讲 如果能够找到李梅身边的 吸血鬼痴迷者 或许他们会离找到真凶 又跨近一步 孟德纲起初摇了摇头 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 停了几秒钟 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冲到电脑前 我记得他参加过一个什么 吸血鬼网络俱乐部 我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啊 成锋和嘉义联盟跟过去 站在他身后 看他熟练的登录 那个吸血鬼找新娘的帖子的 本事论坛 你经常上这个网站 成锋壮丝无意的问 是啊 我们飞林摄影 在这家网站上还挂了广告呢 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帖 所以呢 我时不时的上来看看反应 李梅也上这个网站 不过他喜欢跟一些 奇闻怪事的帖子 还加入了上头一个 什么 吸血鬼俱乐部 哦 是这个 孟德纲一指页面上一个叫做 夜色咬人的网络团体 李梅就是这里头的成员 他还想帮我们 在他的网友里做做广告呢 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 说那里头没个正常人 做广告也无济于事 停 嘉义眼神很好 一眼看到孟德纲拉动的页面上 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忙着地停下动作 成锋 你看 成锋一看 嘉义所指的不是别人 就是吸血鬼新娘的发帖人 这个人李梅认识吗 认识 好像还是他比较谈得来的网友呢 他也是一个吸血鬼发烧友 孟德纲回忆了一下 他们生活中认识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不认识吧 我记得李梅跟我说过 他特别想见这个人 但是呢 这个人在他团体里是最神秘的 谁也没见过 成锋点点头 把夜色咬人网络团体 给记了下来 加了几个重点标号 你们为什么总围绕着吸血鬼 问东问西啊 孟德纲疑惑地看着嘉义和成锋 这个和李梅的案子有关 成锋拿过鼠标 迅速找出了吸血鬼找新娘的帖子 点开让孟德纲看 这个帖子你看过没有 孟德纲看了看 摇了摇头 没有 我和李梅自从分手后 就不到这个板块来了 什么帖子 写得诡计森森的 现在发生的凶案 就和这个帖子描述的一模一样 成锋把帖子拉到最下面 让孟德纲看到下面的配图 李梅遇害的时候 就和这幅画一模一样 孟德纲虽然之前 已从成锋那里 听说了李梅遇害的消息 却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惊悚 即便是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也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吸血鬼杀人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帖子 又看看嘉义和成锋 今天不是愚人节吧 这世界上哪有这事啊 难道真的有吸血鬼 而且还想娶媳妇 成锋没有理会她的问题 转而询问起 关于李梅劈腿的事情 你说你因为发现李梅 另有情人 所以跟她分手 那么你对她的 另外男朋友的身份了解吗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也只是从她手机的短信上 所以我知道 对方的姓名和电话罢了 你现在还记得吗 梦得刚点点头 我当时挺生气的 就把对方电话存了下来 还打电话过去质问来着 结果对方说 她没和李梅恋爱 只不过是李梅一厢情愿地 黏着自己 我也没再去说什么 憋了一肚子火气 只好找李梅算账了 弄了半天 她这边跟我恋爱 那边还去倒睡别人 这不是耍我吗 那你把那个人的电话 和名字抄给我们吧 成风把手上的本子 递给梦得刚 梦得刚接了过来 在上头写下一个 名字和手机号 我只知道 那个男的叫陈东 我联系他 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前了 他的手机号 还是不是这个 我可不敢保证 成风把冯玄的照片 给梦得刚辨认 结果一如他们所料 梦得刚对冯玄 毫无印象 根本不认识 也不记得 李梅的朋友 熟人林有这么一位 好 多谢你向我们提供的 宝贵信息 成风客气地 对梦得刚点头示意 有什么情况 及时联系 离开飞林摄影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成风开车带着嘉义 打算陪他到超市 买一些食物 储备在家里 毕竟名不正言不顺 他不能天天 赖在嘉义那 照顾他的饮食 所以只好去另想办法 推着超市的购物车 成风开始为嘉义挑选 适合他现在肠胃 以及身体状况的食物 而嘉义则在一旁跟着 东望望西瞧瞧 走着走着 嘉义忽然觉得 前方有一个身影 看起来特别眼熟 而成风也发现 自己遇见熟人了 灵亮 雷子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 喊了出来 却发现叫的是 不同人的名字 而不远处的一对男女 同时回过头来 看到了成风和嘉义 露出暧昧的笑容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呦 嘉义 你和程四尔逛超市呢 蛮温馨的嘛 好像小夫妻一样 陆灵把嘉义拉到一旁 几妹弄眼 一脸暧昧 你少来 什么你的我的 满嘴抛火车 嘉义被陆灵的玩笑 逗逗红了脸 连忙反击 倒是你要 不要试图转移注意力 这么长时间都不跑来找我 竟被我发现 你和某人在一起逛超市 说吧 是你主动交代呢 争取宽大处理 还是我大行伺候 才看招啊 你这丫头 陆灵娇称地瞪了嘉义一眼 手指一伸 点了点的额头 你和程丰是不是在一起 混太久了 现在说话 都带着警察枪了 那也好不过你啊 嘉义不买账 是不是瞒着我 悄悄做了警扫啊 说到底怎么回事 你和春雷什么情况 明知顾问都被你们撞见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陆灵娇笑 也不忘求嘉义 那你什么状况啊 和程丝进展不错嘛 都到了一桶买菜 煮饭的程度了 不听你胡说八道 嘉义瞪他一眼 拉着陆灵回到 程丰和马春雷的面前 两个男人不知聊了什么 都是一脸浅笑 恭喜你啦 春雷兄 嘉义笑嘻嘻地向马春雷 道喜 你好眼力 也好行动力 不但看出了我们家 灵力的好 还付诸于行动 祝你再接再厉 早日抱得美人归 马春雷哈哈大笑 挠了挠头 我一定不负众望 他的话惹来嘉义和程丰的一阵大笑 也惹得陆灵 休脑地抗议 而当程丰向陆灵 讲述了嘉义那天的突然昏倒 以及医生的检查结果 嘉义便成了重视之地 被陆灵和马春雷 轮番地批评了一番 陶 那案子有进展吗 今天你去见过冯天明了吧 马春雷虽然没有随同查案 但心还是被这个案子牵扯着 见过了 顺便我们还去见了 李梅的前男友 孟德纲 哦 收获大不大呀 马春雷来了尽头 算是小有收获 据孟德纲反应 冯元同那个吸血鬼取新娘的 发帖人是网友 他们还加入了一个叫做 夜色咬人的吸血鬼 同好社团 我已经把相关信息记录下来了 或许我们可以在发帖人的身份这里 找到突破口 成风说到这儿 不忘对嘉义进行了叮嘱 外加恐吓 接下来 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 来查清楚这个发帖人的情况 你就好好地养身体 等身体好了一些了再继续跟 不然的话 我可以拒绝你参加案子的调查 这一次呢 就算是变局替你说话 也于事无补 知道了 嘉义虽然不开心 也没有办法 成风的话 于情于理都让他无力反驳 除了点头答应 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 寒暄了一会儿 把该买的东西都买齐了 陆灵决定要到嘉义家去陪伴他 四个人到超市外 道别 成风送两位女士回家 回到了家 陆灵和嘉义 把买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归类收好 陆灵一边往冰箱放着水果蔬菜 一边不忘嘖嘖称赞 要说这个成风啊 还真是没话说 炖鸡汤有模有样 看看他给你挑的这些食物 营养搭配那叫一个均衡 妞儿 这一次别傻兮兮的 把珍惜物种给错过了哦 不理你胡言乱语 嘉义称的 自己背着好姐妹 搞地下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倒是先叫说起我来了 得得得 陆灵连连摆手 每次一说你的事 你就能把话题扯到我的头上 妞儿 我可是认真的 我觉得成风挺好的 对你也挺好 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嘉义被陆灵问得词穷 他不是木头人 当然觉得得到成风 对自己的关心 自然也看得出 成风是个不可多得的 可靠男人 在他对自己表现出关心的时候 他也感觉心里暖暖的 透出淡淡的喜悦 可是他一直不敢多想 并不是被上一段 恋情的阴影所困扰 实际上 自从因为蒋中红的案子 认识了孟美娟母女之后 他的确从他们身上学会了豁达 学会了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 只是 他接受了现代的新式教育 骨子里却无法摆脱 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 每次他对成风感到细心周到的时候 心里总是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警告自己 刘嘉义 你才刚刚分手没多久 陆灵毕竟是嘉义多年的闺中密友 对于自己的姐妹桃十分了解 见他沉默不语 当下就猜到了 走了过去 陆灵搬过嘉义的肩膀 尼尔 看着我 我告诉你 扫除文熙明那个混蛋 留的阴影 去敞开心扉 记那另外男人是件好事 你不要觉得失恋的时候 再动心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我们都不是十七岁的小女孩了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以浪费在矫情和持出不前上 你给我摆正心态 大大方方的去发现别人的好 去和懂得真信的男人 台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嘉义挤出一个笑容 什么也没说 他知道陆灵说的都对 自己虽然不大 但是却也不是花季少女了 不然老妈也不会发动亲朋好友 轮番给他介绍对象 让他不胜其扰 只不过这一次 他不敢轻举妄动 成峰是个好男人 只是他没有对自己说过什么 他身边也不缺少仰慕的目光 比如田阳那个很萝莉的妹妹甜蜜 嘉义发现 一直都是直爽的性子的自己 这一次对待感情 却出奇地拖泥带水 不愿意去看清楚 想明白 陆灵看着一副听不进去心里的样子 也无可奈何 唉 算了 不说这个了 明天你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一下了吧 嘉义摇了摇头 我打算去学校看看 好吧 你自己的身体 你最有数了 不过 千万不要太勉强 不然再昏倒了 成词怪我知情不报 那我可冤死了 第二天一早 嘉义准时地出现在了学校里 因为前一天的病休 免不了被同事嘘寒问暖一番 好不容易 大家都各忙各地去了 嘉义询问了一下 知道昨天的课是陆向东帮忙带班的 便过去询问一下情况 陆老师 听说昨天你替我班啊 嘉义过去道谢 陆向东抬起头来 漠然地扫了一眼嘉义 我叫学生去的 你是说那个博士商 叫陛下的 嘉义向陆向东点点头 放下心来 说心里话 如果是那个陛下去带课 辅导一下本科生的期末前的附期 他反而觉得 比陆向东亲自去带班更放心 陆向东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 只不过他个性太独特 学校里只有资质非常聪颖的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才能跟得上他的教学方式 如果他去带班 嘉义恐怕那些学生要叫苦不迭了 那就麻烦陆老师带我谢谢他了 嘉义说 陆向东插他身后努努下巴 自己说吧 嘉义突然转身 正好看到陛下走进教研室 刘老师你好些了吗 陛下看到嘉义在 微笑着过来 帮他打招呼 听说你昨天病了 哦 已经好多了 昨天多谢你替我带课 嘉义对这个大男孩印象挺深的 他是唯一一个让陆向东 亲点到自己名下的博士生 虽然读博一年级 但是年纪却只有23岁 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年轻人 据说从大一开始就一直是专业课里各个成绩最好的 年年的奖学金 学生平忧 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 硕士研究生直接获得保送 而被陆向东收在门下 也是让他在J学院名声大噪的另一个原因 不仅如此 陛下的外貌也如同他的学业一样 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据说他经常被人错认成影视学校的学生 只不过他的态度通常都是冷漠俱傲的 与人交往也大多是淡如水般的君子之交 不远不近 不冷不热 因为他的名字和个性 犀利的学生私底下把他叫做王子 这盒恶交给你 陛下拿出一盒恶交 放在嘉义桌子上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嘉义几番推辞 见对方的好意无法拒绝 只好道谢收下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一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五十六集 嘉义啊 嘉义屁股还没作文呢 陆向东突然叫了他一声 你哪天方便一起吃个饭吧 啊 嘉义愣住了 吃饭 他不明白陆向东为什么会提出吃饭的要求 对 吃饭 陆向东难得地露出一个笑容 上次我们相亲的时候 饭吃了一半 找个时间继续补过来吧 嘉义被他的话说个大红脸 正尴尬地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打断了尴尬的沉默 也给嘉义一个逃开的借口 喂 打电话的是成峰 你没在家休息啊 我刚才给你家打电话没人接 我在学校 身体好下了吗 啊 好多了 下午有空吗 下午 嘉义看了看自己的课程表 有空 怎么 有发现了 是的 成峰的声音听起来情绪很高 我们发现李梅的另一个男朋友陈东了 就在连达公司上班 那他也许同时认识李梅和冯元 嘉义一听也很激动 那他可是个重要人物啊 是啊 那我中午去接你 成峰说 好 我十二点下课 不见不散 因为成峰带来的消息 让嘉义感到很振奋 以至于陆向东突如其来的约会邀请 带来的尴尬 也随之被泡到脑后了 一上午的时间过得飞快 中午十二点下课铃声响起 嘉义被围着自己问题目的学生 绊住了几分钟 等他出了学校大门的时候 成峰已经等在那了 中午吃饭了没 嘉义问 还没呢 想接上你一起吃啊 成峰仅嘉义这么问 忍不住反问 怎么 你吃过了 没有 我是想干脆就去食堂吃吧 这样比较省时间 嘉义提 也好 那我把车开停车场去 停好了车 成峰跟着熟门熟路的嘉义 到了学生食堂 要了两份盖浇饭 找了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坐了起来 你经常跑来食堂解决伙食问题吧 成峰从嘉义对食堂的熟悉程度就知道 他一定是个不善烹饪 一向以食堂为伍的人 我该说你是厨房白痴呢 还是夸你跟学生亲密无限呢 随你 嘉义轻笑 不过成色 你现在是在我方势力里 万一你挑中了我不爱听的名头 后果自负 成峰爽朗的哈哈大笑 惹得周围吃饭的学生纷纷看了过来 刘老师 嘉义抬头一看 陛下端着餐盘走了过来 便朝他微笑 你也来吃饭呢 陛下点了点头 看看嘉义对面的成峰 直指嘉义旁边的座位问 呃 建议我坐这儿吗 嘉义自然不好拒绝 盲答道 不建议 坐吧 陛老师 下午没有课吧 我和陛老师上午针对犯罪的成因 在观点上产生一些分歧 如果你有空 我想请你替我指点一下 陛下的话说得非常公谦 嘉义忙白白手 这怎么行啊 我也不是博导 哪有资格知道博导的学生作业呢 另外我下午有事 不在学校 所以很抱歉 不能帮你忙了 哦 陛下轻轻恩了一声 不着痕迹地扫了成峰一眼 刘老师还在跟那个细血鬼的案子吗 你怎么知道 嘉义吃了一惊 陛下浅笑 听陆老师说的 嘉义恍然大悟 点点头 顺便给被冷落在一旁的成峰做介绍 是啊 这位是公安局的成峰成警官 他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哦 你就是成峰 陛下听了嘉义的介绍 注意力转移到成峰的身上 三年前 有一几母女两个 被碎石焚烧的案子 就是你破的吧 没错 是我 成峰点点头 那个案子破得很聪明 也让你一举成名啊 陛下淡淡地说 这一次吸血鬼的案子 我看有新闻报道 很棘手的样子 希望你能顺利破案吧 你很关注这个案子 嘉义听得这么说 忍不住想问一问他的看法 陆老师很善于对犯罪人进行犯罪测写 你跟着他学习不少吧 说说看 陛下倒也不推辞 大大方方地说出自己看法 犯罪人对两个被害人用的是以弥 而非暴力击打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 犯罪人本身在生理来讲 体力属于劣势 或者是肢体障碍 无法通过体能来制服被害人 只能通过用以弥的方式来实践 模仿网络贴子说的杀人方式 说明凶手善于伪装自己 习惯用假象来演示自己本来面目 两个被害人都是女性 又都是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 或许可以假设出 犯罪人在生理上存在障碍 因此无法对死者进行侵犯 因此我认为凶手应该是一个 有一定社会地位 或者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士 有着体面稳定的生活 身体瘦弱 并且存在生理障碍的男性 陛下的分析让嘉义连连点头 你的分析我很赞同 确实有一定道理 陈锋想了想说 虽然咱们的法律 不可以仅凭一个策写 就可以锁定嫌疑人 但至少我们可以拟定一个侦查方向 陈警官 你觉得自己的能力 足够破这个案子吗 陛下突然问陈锋 陈锋点点头 我有这个自信 那有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陛下又问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被破获的犯罪行为 只是迟与早的区别罢了 陛下听了成锋的回答笑了笑 不愧是程警官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好了 刘老师 程警官 你们慢用 说吧 起身告辞了 你的学生 程锋看着陛下远距的背影 问嘉义 不是 他是陆向东的学生 我哪有资格带博士生啊 提起陆向东 嘉义忍不住垮下脸 对了 恐怕过几天 你还要陪我出一趟秘密任务 怎么 又有人跟你安排相亲了 不是 还是陆向东 今天他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居然提起那一天进行的一半 去中途断掉的相亲饭局 说找个时间再约一次 你都不知道 当时陛下也在 还有另外两个老师在 我都尴尬死了 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嘉义哭着脸 哀声叹气 程锋听嘉义讲这些 心里忍不住 有一些不是滋味 陆向东他上次见过 是一个挺惹眼的人物 这一次 对方主动提出邀约 或许是对嘉义有心吧 这么一想 他的心头 秃得一跳 嘴上却还是一副调侃的调调 陆向东看起来条件还不赖 既然人家这么有诚意 你确定要带我去 搅这个局 当然 嘉义扯扯成风的袖子 苦哈哈的说 你可不是搅局的 你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啊 陆向东那么有个性的人 还是算了吧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成风忍不住笑了出来 尤其是听嘉义说自己 是他救命稻草 更是感觉心情大好 连他都忍不住觉得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 心性幼稚的像个矛头小子一样 吃完饭 两个人立即驱车 赶到连达公司 这次他们学聪明了 直接联系了冯小 等到他们到了连达大厦的时候 冯小已经在大厅里等着了 二位今天来 是我妹妹的案子有进展了吗 冯小迎上来打招呼 算是吧 成风回答 冯小 你们公司里有一个 叫陈东的员工吧 陈东 原以为冯小需要查一查底子 才能给出答案 没想到他想都不想就点了点头 你们找他 他和我妹妹的案子有关系吗 陈东在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你对他印象好像挺深的 嘉义觉得冯小对陈东似乎很熟悉 冯小也不否认 陈东只是我们公司的中层 我对他确实很熟悉 因为他是远远举践进公司的 也算得上是连达里头为数不多的空降兵吧 怎么 他和案子扯上关系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变态连环杀人案 现在还没有更直接的证据来证明 文言 冯小脸色有些难看 他又问 那庞莉莉呢 你们查过他没有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这个你可以放心 家属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不会不遗语重视的 成峰点了点头 那你们来查陈东 是感觉他有嫌疑吧 不会吧 他和圆远私底下关系不错的 他不可能会伤害圆远呢 冯小一脸的难以置信 嘉义连忙打断他的个人推断 我们只是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并不是说陈东就是嫌疑人 眼下本案的两个被害人都与他相识 所以我们要找他 看看你妹妹冯元和第二个死者李梅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牵连 冯小将信将疑的点点头 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了 歉意地笑了一下 抱歉 事关我的亲妹妹 我可能反应有些过度了 让你们见笑了 别这么说 你也是和冯元感情太深 所以才会特别着急的 我们能理解 嘉义包容地对他一笑 陈东什么时候假期结束 陈锋沉默了半天突然开口 我问一下 冯小到前台打电话 询问了一下陈东的部门 下周一一他应该消假回来上班了 陈锋想了想 向冯小道过谢带着嘉义离开了 走出连达大厦 嘉义问陈锋 你会不会打算等下周一再过来找陈东 想见陈东 未必一定要来连达大厦不是吗 陈锋胸有成竹的咧嘴一笑 你也是说去他家里找 没错 我觉得陈锋所处的角色 或许私底下谈 比到公司里来见他更为恰当 陈锋说话间 手机发出了震动 打电话来的是安长浦 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个吸血鬼网络社团的几个主要成员 被他挖出来了 此刻就在局里 太好了 听完陈锋的转述 嘉义兴奋的差点跳起来 这样一来 想确认发帖人的身份就容易多了 搞不好 发帖人就是他们其中之一呢 没错 我们现在就回去 会会这几个吸血鬼发烧友吧 嘉义跟陈锋到了重案组 从马春雷听到说 嘉义昏倒这个劲爆消息 田阳和安长浦 也都知道了 免不了要嘘寒问暖一番 让嘉义感到又温暖又惭愧 想来自己和田阳年纪不相上下 更是略打安长浦一点 结果连自己也照顾不好 还要别人担心记挂 不过眼下几个吸血鬼爱好者 正等着他们去询问 匆匆地聊上几句之后 大家便一头扎进了正事里 按照成峰的安排 安长浦跟着自己和嘉义 去见了几个年轻人 马春雷和田阳负责联络陈东 因为对方都是一些年纪不大的青少年 成峰在电话里 就叫安长浦直接带人 到他们办公室里 而不是带进审讯室 他认为对于年轻的小孩来说 太严肃太压抑的环境 反而会让他们因为紧张 而不敢开口 一进办公室 嘉义就看到有三个年纪 大概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坐在沙发上 神情戒备 其中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三个人打扮的风格都很类似 从头到脚都是黑衣 两个男孩额发很长 遮住一只眼睛 而女孩则是把烫得过直的长发 散在两家 就好像是电影中的真子一样 脸上的粉擦得很白 唇膏颜色很深 映衬着他更加苍白的脸 丝毫看不出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本来的那种粉嫩 长普 嘉义偷偷叫过安长普 在他手里塞了一些零钱 麻烦你去买几瓶饮料回来 说着把眼神 朝那三个西斜鬼迷飘了飘 安长普会议 点点头 退出办公室 今天请你们来呢 主要是了解一些情况 你们不用紧张 放松一些 成峰看得出 这三个孩子神情里 都透着紧张和戒备 他露出宽厚的笑容 口气也很随意 三个年轻人 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其中一个看起来 比较有微信的男孩 坐着了身子 清了清嗓子开口说 我知道今天被找来是什么原因 好 那你说说看 成峰和颜月色的反问 嘉义在一旁偷偷瞄他 这还是他跟着查案以来 第一次看成峰这么温柔地进行问话 看来黑面神也是有针对性地改变工作策略了 不是一成不变的面瘫 还不是那个贴子说的货 报纸上新闻我们都看过了 有人按照贴子上的说法把人给杀了 那个发帖人还是我们社团的 早就知道肯定跑不了干系 男孩看起来稚气未脱 说起话来 具有几分老刀 三位怎么称呼 成峰的口气 俨然将对方当成自己年纪相仿的人一般 他的这个态度 果然让三个孩子感到十分受用 刚刚开口说话的男孩 最先自我介绍 我叫小龙 他也指身边的两个同伴 他们是阿易和啾啾 你们都是吸血鬼迷 相信有吸血鬼的存在吗 嘉易笑眯眯地开口询问 阿易点点头 然后又摇了摇头 我是挺迷吸血鬼的 但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吸血鬼 我不过就是觉得和吸血鬼有关的东西挺酷的 这时候安长补满的饮料回来 递给三个人 三个人很惊讶 似乎没有想到 被叫来公安局问话 竟还有这么好的待遇 尤其是阿易 更是把自己的看法 毫不隐藏地给感慨出来 哇塞这么爽 还有饮料 我以前因为打架被拘捕的时候 可没什么好的待遇啊 话一出口 一旁的小龙就狠狠地瞪他一眼 阿易知道自己失言了 连忙闭嘴不说 安长补拍了拍阿易肩膀 今天咱不翻就这儿 放松放松 家一看出小龙是一个精明的孩子 他是怕阿易说出自己有不良记录 会被警察当作怀疑对象 毕竟现在有两个人死于吸血鬼之后 他们这些吸血鬼发烧友 感到很敏感 他也笑着说 是啊 今天你们可是我们请来的好帮手 这个案子呢 凶手很狡猾 我们相信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三个孩子都没说话 你们是夜色咬人这个小社团里的红人 平时一定跟社团里的人交往比较多吧 乘风打开话题 社团里的人如果关系比较熟悉 会互相用别人账号吗 一般来说不会的 阿易是三个人里比较爱说话的一个 在刚刚被小龙瞪了一眼 晋升半天之后 见乘风问题无关痛痒 便忍不住开口了 其实这个社团里头 我们也不都是全认识 尤其是后加入的 大多数也是在网上聊天聊得比较熟 现实生活中也没怎么见过 你们三个好像挺熟的 我们的关系怎么说呢 不能跟他们比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打小就认识了 阿易指的指小龙 这个社团就是小龙发起成立的 那这个ID你们认识吧 乘风把吸血鬼找新娘的发帖人的网名 在纸上递给三个人 小龙接过来看了看 又递给另外两个人看了看 最后点点头 这个人特别迷戏些鬼 以前挺活跃的 不过最近没怎么出现了 那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我指现实中 是个男的 一直没怎么开口的啾啾 毫不犹豫地说 你少胡说 小龙很霸道地瞪了啾啾一眼 转头问成风 他乱说的 那人是个女的 精神不正常那种 那啾啾 你为什么会说对方是男的呢 嘉义问他 啾啾脸红了一下 抿了抿嘴 我瞎猜的 你肯定是看帖子上说吸血鬼找新娘子 所以认为他是个男的 对不对 阿易在夜旁猜测啾啾的想法 啾啾看了小龙一眼 快速点点头 见他们这样 嘉义更是把注意力重新回到小龙身上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女的呢 你见过他 没有 但是我看过照片 小龙回答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五十七集 成风连忙问道 那他姓名你知道吗 照片还有吗 有啊 照片在我邮箱里 你们要看 那借电脑用一下 小龙走到办公桌旁边 成风让出座位来给他 自己这站在另一旁 看他轻车熟路地打开网站 登陆电子邮箱 从里面找出一封日期在数月之前的邮件 小龙打开邮件的附件 一张照片呈现在成风他们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的自拍 不同于同龄人的红润 也不同于啾啾的特意装扮 照片上的女孩的脸色 有些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苍白 嘴唇颜色暗淡 神情极其萎靡 就是这个女的 有一次我们在网上讨论 是不是真有吸血鬼 我们都说没有 只有他说有 还说自己就是个吸血鬼 大家都不理他 后来他就发了这个到我邮箱里 说要证明自己 小龙双手还凶 抬头看看站在自己身边的警察 成风听了小龙的说法 加上那张照片 他心里有了一些猜测 他就什么 他问 等待着小龙给出答案 小龙想了想 我记得好像叫庞莉莉 果然 小龙的话印证了成风的猜测 他的神经不免紧绷了一些 这段时间在网上还见过庞莉莉吗 小龙摇了摇头 成风把视线转移到阿易和舅舅那里 他们都摇头 那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舅舅不说话 只是拿眼睛瞄着小龙 阿易倒是直接摇了摇头 说他很久没见过这个账号出现了 除了发那个古怪的帖子 小龙想了想 也说很久没见过庞莉莉出现 发完那个帖子就完全消失了 下面那么多人回帖追问 都石沉大海 毫无阴性 又问了一些问题 可是三个人对庞莉莉的了解 只限于网络上 现实生活中对他完全陌生 只说这个人是他们社团里 最痴迷吸血鬼的一个 总爱以吸血鬼的身份自居 却又不参加到别人组织的见面活动里 至于更多东西 他们也说不出来 送走了三个年轻人 乘风眉头紧皱 头儿 还真是庞莉莉 安长浦反身回来 一进门就感慨 看来冯家人看人真够蠢的 除了冯元 勿交损友啊 我总觉着哪里不对劲 加以思索着已是的线索 虽然庞莉莉已经被公认 是个古怪的女孩 可是她的怪异是因为普林症 冯元经常帮助她 李梅则是个聊得来的网友 她对于这两个人下手是什么理由呢 她自称是吸血鬼 说不定已经出现了妄想的征兆 以为自己对朋友下手 最终拯救也未必啊 安长浦按照她的理解去分析 国外很多人被邪教洗脑了 不都把自己的亲友杀害了吗 以为是对他们的救赎 庞莉莉到底是不是凶手 我们只有找到她以后再验证了 乘风打断了两人的争论 首先有一个问题很清楚了 庞莉莉与两名死者都认识 即使她不是凶手 也很可能是重要的知情人 总是与本案关系不小 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找出庞莉莉的栖身之地 长浦从明天起 你和田阳放下手里的工作 全力追查庞莉莉这条线索 是 新邪鬼找新娘 死了两个年轻女星 这个新闻被报社挖出来之后 得到了充分的或者说是过分的渲染 以至于C市上下人心惶惶 许多年轻姑娘们都开始害怕 怕自己会成为变态杀手的下一个目标 嘉义刚上班就被院长叫了过去 说是听说她之前在警察 许可的情况下 跟进这个案子 现在这个案子 已经成为C市沸沸扬扬的悬案 院长希望她能够继续跟进 一来学校这边临近期末 没有教学任务 二来亲身经历案件的侦破全过程 能够取得第一手的资料 供日后的学术研究使用 院长的委派对于嘉义来说 当然是求之不得 立即痛快地答应了 得到院长的许可之后 嘉义立刻很兴奋地打电话 告诉成风这个消息 而成风也给她一个好消息 她已经和陈东取得了联系 陈东刚刚从外地回来 现在就在家里休息 问过住址 于是一个介于C市公安局 与J学院之间的地段 考虑到节约时间的问题 嘉义和成风说好 在小区大门外汇合 嘉义距离目的地的距离 要比成风略近一些 所以先到一步 大约五分钟之后 成风便和马春雷一起到了 行啊嘉义 挺有效率的 马春雷跳下车 去保安室说明来意 顺便打去嘉义 雷里风行啊 越来越像我们风哥的风哥了 嘉义也毫不留情地回击 彼此彼此嘛 春雷胸进来 衣着打扮越来越吵 看来得灵灵的真传嘛 说明来意之后 保安痛快地放行 很快三个人 就到了陈东家的门口 摁下门铃 不一会儿门就开了 一个年轻男人打开了门 不用说 这一定是陈东了 你是公安局的 不等成风自保家门 他先开口问 对 我之前打过电话 成风回答 陈东点了一下头 开门 请三个人进去 陈东的房子并不算大 但是称得上宽敞明亮 房屋采光不错 屋内也窗明几净 看得出 屋主是一个整洁的人 陈东本人 也是一如他的家 给人的感觉一样 不同于孟德纲的时尚感 和直爽性情 他所散发出来的是一种 沉静的干净气质 卡其色的休闲裤 白色的粗纹衬衫 简简单单 看起来啊 很休闲 也很舒服 四个人在客厅里坐下 成风率先开口 陈先生 今天我们的来意呢 你一定很清楚了 陈东安静地点点头 你对李梅有哪些了解 请你尽量地提供给我们 或许我会让你们失望了 陈东开口了 口气淡淡的 我对李梅这个人 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据我们了解 你是他男朋友 或者说是男朋友之一 他因为你与另外一个男人分手 有这件事吧 陈东不否认 点点头 他分手的事我知道 但是我并不是他男朋友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做他男朋友 成风一愣 你的意思是说 你和李梅的事情 都是李梅一厢情愿的咯 可以这么说吧 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可是 我拒绝得不够彻底 所以才会让他有所误会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你和李梅是怎么认识他 在他唱歌的酒吧里认识他 他唱完歌经常一起过来聊聊 你最后一次见李梅是什么时候 陈东略微回想了一下 在他和他男朋友分手之后吧 他找过我一次 说他已经和那个人分手了 恢复单身了 所以希望我能接纳他 但是我拒绝了 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间酒吧 也没有接过电话 那你在那之前 知道他有其他的男朋友的事吗 起先不知道 不过后来听说了 他有男朋友了 而且酒吧的老板 也喜欢他很久了 知道这些之后 我就开始跟他保持距离 我跟他说过 我希望谈简单的恋爱 所以 希望对方是一个 感情经历单纯一些的女人 我和他不合适 但是 可能我的表达不够清楚 或者不够彻底吧 才会有后来的事情 陈东轻轻地叹了口气 虽然对李梅没有爱情 但是还是很惋惜他的遭遇的 这事和我有关 他是被他男朋友害的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 进行调查了解 承风不想让他做太多的 不相干的猜想 你是从哪里得知 李梅另有男朋友 以及酒吧老板的事情 是王倩告诉我的 陈东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 不等承风发问 就主动解释道 他和李梅是一间酒吧里的 主场歌手 你在连达工作 陈东点点头 记下王倩这个人 把话题转移到 另一个重点上 听说冯元介绍你进去的 对 这与李梅的案子有关吗 陈东纳闷地反问 你最近有看本事报纸吗 冯元和李梅 他们是同一桩凶杀案的受害人 什么 陈东在三个人进门后 第一次失去沉闻 露出惊讶的深情 我刚从外地回来 平时也不太关注本地媒体 你是说 冯元死了 是的 陈峰点点头 我们今天来找你的 另一个目的 就是关于冯元 听说你和冯元也很熟 没错 她是我学姐 我们从大学时代就很熟悉了 关系一直不错 陈东的眼中 流露出悲伤 我以为你们来 是因为李梅遭遇不错 没想到还有冯元 你是什么时候去那连达 为什么跳槽去那 其实我去连达 还是因为冯元找到我 希望我能够去那边工作 陈东的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冯小之前说过 陈东是冯元介绍进公司的 因为在原本的公司 感觉晋升的空间太小 所以才由冯元引荐 可是现在 陈东又说是冯元主动 求他跳槽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说 你自己原本没有换工作的打算 是冯元请你的 嘉义疑惑地看着陈东 他为什么要特意地请你 去连达工作 我也不知道啊 陈东爱莫能住的耸耸间 我只知道冯元找到我 向我提出跳槽的请求的时候 面色看起来很沉重 好像心事重重的 但是他不直接告诉我 我是不会追问的 毕竟自从他结婚之后 我们已经很久不联系了 他只是说需要我的帮助 因为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 对这方面的事情比较在行 他要我去连达 先从中层做起 顺利的话 明年生我做 靳阳现在的那个位置 我想反正我学姐需要我帮忙 连达确实也是个好机遇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就答应了 为什么他婚后 你们就不联系了 其实严格地来说 从他和靳阳恋爱 我们俩的联系就少了 你从靳阳合不来 我不爱在背后说人是非 不提也罢 陈东回避了程丰的问题 陈东 你的做法很君子 让人很欣赏 但是现在为了破案 请你放下一些 无所谓的个人原则 程丰严肃地说 陈东抬起了头 看了一眼他 好吧 我觉得靳阳 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怎么说 别人都说靳阳是个情圣 对冯元一心一意 我可不这么看 陈东的语气里充满了鄙夷 在大学里的时候 我就不止一次 看到过他和别的女生在一起 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唯独到了冯元面前 就成了一副 深情款款的样子 我不明白 冯元是那么冰雪聪明的 一个女孩 怎么就看不透 靳阳的嘴脸呢 不过可能这是命运吧 那么冯元与靳阳的感情如何 听说他们夫妻感情 一向不错 是吧 至少冯元没在我面前 说起过 靳阳对他有什么不好 陈东对于谈论靳阳 和冯元的婚姻 表现得很冷淡 最后一个问题 陈峰觉得问的也差不多了 打算告辞 你上周不在C市 有人可以证明吗 陈东摇了头 没有 我是独自一个人自驾游 没有同伴 陈峰沉默了一下 起身向他握手道歇 带着嘉义和马春雷 离开了陈东的家 陈峰 他没有不在场证据 是不是应该加以关注啊 马春雷边走 边问沉默不语的陈峰 陈峰摇了摇头 他应该是重要相关人员 但是我不认为他会是嫌疑人 没错 我也觉得他应该不会是嫌疑人 至少不会是杀害冯元的 嘉义赞同的点点头 你们有没有发现 陈东对冯元 评价很高 我觉得冯元一定是他曾经比较心动过的女人 只不过刚刚萌芽还没有机会发展 就被陈阳给斩断了 所以他对陈阳才会那么留意 并且评价很低 有道理 马春雷听着也感觉很在理 冯元到现在都被陈东看得那么优秀 如果死的人是陈阳 或许他的嫌疑会很大 但是冯元的话的确有些不合理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从陈东的讲述里 冯元对他很信任 并且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难言之隐才对 加以思索着陈东的话 走吧 我们先去元素巴走一趟 找王倩聊聊 成峰说 再次来到元素巴 成峰和嘉义已经是熟联了 一进门 阿丽便赢了上来 二位 又找我们老板呢 阿妹的案子有进展了吗 他好奇地打听 我们今天来还真不是找你们老板的 王倩也是你们这儿的歌手吧 成峰问 阿丽点点头 多亏你们今天不是来找老板的 强在去外地了 不在 不过王倩倒是我们这儿的 你们找他 对 能把他叫出来吗 他还没来呢 他今天晚上的场 估计得晚上六七点钟能过来吧 现在太早了 要不给你打个电话把他叫来 阿丽说着便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你知道王倩住址吗 成峰拦住阿丽准备打电话的动作 我们去找他好了 酒吧里毕竟人多嘴杂 王倩本身是这儿的助唱歌手 不同于陶墙的老板身份 不知道会不会碍于别的原因 而不便开口 所以不如直接去他家里 更为妥当 有 我们这儿有规矩 必须得留下员工的住址 以防有突然矿工而找不到人的情况发生 我去给你们查一查吧 你们坐着等会儿 阿丽留下成峰和嘉义 去查王倩住址了 没几分钟 阿丽就把王倩住址抄了下来 成峰二人谢过热心的阿丽 驱车前往王倩的住处 按照阿丽提供的地址 王倩家很快就被找到了 而王倩开门 听说二人来意之后 脸色不太好看 碍于对方的身份 他又不得不让这两个 捕损之客进门 你们是为了李梅的事来的吧 王倩首先开口 气冲冲地质问成峰和嘉义 不管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 我先说清楚 李梅死那天 晚上我在酒吧时完成了班 一直在到半夜才走的 之后还和别人去吃宵夜来着 我又不在场证明 谁也别想往我身上铺脏水 你想多了 我们只是单纯地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相对于王倩的暴跳如雷 成峰和嘉义的态度十分平静 这样的反差 让王倩也不好意思继续恼怒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五十八集 他沉默了一会儿 为了掩饰刚刚的失态 起身朝厨房走去 我给你们倒杯水吧 嘉义环顺了一下王倩这个小公寓 空间不大 布置的还算温馨 比较惹眼的是 在客厅另一端的电脑桌的一侧 墙面上贴了很多照片 嘉义忍不住走进去看 全部都是沉冬的 只不过没有一张 是在照片中的主人公意识到的情况下拍摄的 成峰 你看这个 嘉义比比墙面上的照片 成峰立刻跟过去 看到墙面上那些偷拍的照片 两个人互看一眼 心中了然 王倩端着水杯从厨房走了出来 正看到成峰和嘉义 凑在电脑桌旁看着沉冬的照片 脸上当下变了颜色 嘉义回头 看到王倩正一脸不乐意地瞪着他们 对他露出笑容 你很喜欢沉冬 王倩迟疑了一下 可能是没想到他们已经见过了沉冬 是又怎么样 暗恋无罪吧 他口气很冲 嘉义猜到王倩这种态度背后的原因 他不以为意地回答 当然无罪 喜欢一个人如果也是罪过 那全天下的人岂不是都罪不可输 王倩看了看他 没吭声 脸上表情略为平缓了一点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情绪 我们今天来找你 并没有认为你是杀害李梅的凶手 我们只是来找你了解情况 就像我们找沉冬一样 嘉义猜测 王倩的反应如此强烈 又那么抗拒 应该是和李梅出事之后 这段时间身边的流言蜚语 以及对他的无关猜测有关 毕竟他与李梅同在一家酒吧住畅 这本身既是合作也是竞争 而刚刚 王倩墙上贴的那么多沉冬的照片 也说明了一切 他和李梅还是情敌关系 这就难怪 他会对警察登门造访这么敌处了 是他让你们来找我的 对不对 王倩突然抬头看着嘉义 眼神中有一抹受伤的神情 谁 成逢以为他说的是陶强 毕竟陶强是酒吧老板 对李梅没有极为呵护 他以为王倩说的是陶强 有意指引警方来这里调查的 陈东 是他让你们来找我的 对不对 王倩看起来很悲情 说到底 他还是拿我当坏人看 你想太多了 嘉义无奈地看着 这个被爱情迷昏头的女人 并不是陈东让我们来的 我们来找你是因为 你是李梅的同事 我们觉得你会比较了解情况 他聪明地没有说出 其实因为陈东提到王倩 向他告密孟德纲的事 所以他们才来找他 怕有引起不必要的情绪波动 王倩 你平时和李梅熟吗 陈锋见王倩的情绪逐渐趋于平稳 才开口问他 我并不打算隐瞒什么 反正酒吧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我说谎也一样会被拆穿 王倩话说得很直接 我和李梅关系一直不怎么好 也没办法好 我们俩在一家酒吧唱歌 本来我是元素八的台柱子 可是陈锋喜欢李梅 把他从别处挖来 立跑 我只能当补丁 李梅不想要的时间才是我的 换成你 你和他关系能多好 打从陈东第一次去酒吧 我就注意到他了 我也是先认识他的 可是李梅不知道抽了哪根筋 也开始黏着他 他明明就有男朋友 他和那个搞摄影的男的出双入队好多次 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还是有事没事的 勾得陈东 有陶强那个白石在后面撑着 李梅是整个元素八里面最嚣张的人 换成你们 你们会跟他关系好吗 不是我恶毒 他遇到这种事情虽然很不幸 但是 也是他自己作的 是他自己行为不检点 因为他有男朋友 却还对陈东献殷勤 所以你才会 主动地告诉陈东 李梅和孟德纲的事 对 没错 我敢告诉他知道 就不怕别人承认 王倩倒也爽快 毫不遮掩 陈东知道以后什么反应 反应 他会有什么反应 说起欣赏人 王倩的声音不由自主的变得柔和了很多 他永远都是那么温吞吞的 什么事情都淡淡的 我告诉他李梅有男朋友 他什么都没说 一点反应都没有 李梅遇害那天 你说你是紧接着他上台演出的 对吗 乘风想一下 那你能不能想起来 那天李梅下台之后 做了什么 王倩回忆了一下 那天他好像约了什么人 之前那个搞摄影的来酒吧大闹了一顿 和他分手了 陈东没有因为这个跟他有什么进展 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寻找新猎物了 这话怎么讲 那天还差一首歌的时间 他就提前下台了 说有约 让我提前顶上 他又逃墙撑腰 谁敢说不行 所以我就提前上台了 我演出过程中 隐约好像看见他和一个男的一起走掉了 之后的事情我不清楚 一直到安丽说 我才知道李梅被杀了 那天陈东去酒吧了吗 乘风故意问 没有 王倩摇了摇头 从我告诉他李梅有男朋友之后 他就没再来过酒吧 陶翔当天在吗 他有看到李梅和人离开吗 在 不过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李梅走 那天晚上酒吧生意倒挺好的 老板的朋友也来捧场 他一直陪朋友 李梅走了一会儿 他才走 乘风听完王倩的话 点点头 把他说的信息都记录下来 然后拿出冯元的照片 递到王倩的面前 这个你认识吗 王倩看了看照片 摇了摇头 没什么印象 那天晚上和李梅一起离开的男人 你有印象吗 没有 王倩果断地否定了乘风的提问 酒吧里灯光本就不明亮 我还是在台上的人 下面的人我根本看不真切 能看到李梅还是因为对他比较熟悉 请你努力回忆一下 见乘风不死心 王倩只好努力地回忆了一会儿 好像个子不算高 应该没有你高 但是比陶强好一点 比较瘦 别的我再没印象了 嘟嘟嘟 成风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接起电话 神情变得严峻起来 怎么了 看他挂断电话的时候 嘉义不由瞪大了眼睛 在哪儿 在一个情人旅馆里 走吧 我们这就过去 成风脸色不悦 嘉义点点头 快步跟上 两个人驱车赶往案发现场 两个死者已经让案件十分复杂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点头绪 现在又出现第三个 这第三个被害人 究竟是印证了他的猜测 还是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呢 第三个死者 是在一家简陋的情人旅馆 被人发现的 成风和嘉义赶过去的时候 马春雷和安长浦 一起组织人封锁了现场 法医也开始进行了检查 发现死者是旅馆当晚的 值班服务人员 此刻年轻的小伙子 坐在吧台后面 浑身发抖 脸色铁青 你还好吧 嘉义看着他的样子 想起自己上一次 看到李梅尸体的感受 自己是在有足够的 心理准备情况下 还是有很大的不良的感觉 这个服务员在毫无防备的时候 看到那样的一幕 一定是吓得不轻 服务员抬眼看看 自己面前的年轻女孩 可能是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 实在是有些窝囊 赶忙调整了一下姿势 想做得笔直一些 无奈 经过一番恐吓之后 她已经出于脱离状态 心有余而力不足 挣扎了一下 最后还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风哥 这就是发现尸体的人 马春雷指的指南青年 你要先看看现场去吗 成峰点点头 回头交代嘉义 你在这等着吧 我去去就来 嘉义知道他是怕自己感到不适 想了想 还是不要坚持去跟他们添乱 便同意了成峰的安排 找了一张相对比较干净的椅子坐了下来 发现尸体的南青年还惊魂未定 呆呆地缩在吧台后头 一声不吭 嘉义百无聊赖地四处打亮这间情人旅馆 不但位置偏僻 内部设施更是破烂不堪 简陋的门厅 屋顶墙角处仍有雨季过后 留下来的潮湿痕迹 吧台的油漆已经略显斑驳 地台已经脏到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上头还接着许多的毛球 过了一会儿 成峰从里面走了出来 身边还跟着早先与嘉义 有过一面之缘的赵发衣 这次受害者除了性别诧异之外 还有就是他是有过挣扎的 并不像之前的两个死者 完全没有反抗 赵发衣到了门口继续说 死者死亡时间初步推断 超过24小时 应该还在48小时之内 但更具体更精确的 要等我回去对尸体进行 进一步的检查才可以知道 那就有劳赵发衣了 乘风客客气气地 把赵发衣送出门 又折返回来 怎么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个男人 嘉义很惊讶 吸血鬼新娘的案子 出现了男性死者 这未免太诡异了吧 会不会是有人伪装成了 吸血鬼杀手的样子趁我打劫 最初我们也是这么怀疑的 但是根据刚才对现场的勘测 凶手的作案手法 与前两期十分一致 模仿别人作案的几率并不大 乘风神情凝重 这回热闹喽 明天估计报纸还得写 吸血鬼的性取向不定 现在不光找新娘 还找起新郎来了 马春雷讽刺摇摇头 目击者呢 乘风问 嘉义指指吧台后面 一直在那儿没动过 乘风叹了口气 刚刚他就留意到 吧台后面的男青年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心里不免有些担心 盼望他还能够 记得起某些关键信息 不要在受惊吓之后 大脑一片空白 你好我是乘风 负责这个案子 乘风坐到男青年的对面 看着他口气平缓 生怕给他带来 更大的心理压力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 不过还是希望 你能够尽量地回忆 当初的情景 反馈给我们 男青年抬起头 对一场乘风的注视 他窃窃地点点头 喘了几口大气 才终于开口 我今天下午来接班 前一班的人告诉我 说2011房间的客人还没走 记得让我过去问问 是不是打算还继续住 如果是的话就要续费了 我就去了 他的声音还带着颤抖 我敲了好半天的门 都没人开门 我就想是不是客人已经走了 他们粗心大意没发现 我就拿着备用钥匙把门打开了 想看看客人出去了 还是已经离开了 可是我打开门 看到地上有双鞋 床上还蒙着背 我就又敲敲门 床上的人没有反应 一动不动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走过去掀开被子 结果就看到 他打了个哆嗦 说不下去了 这个客人是和什么人一起来的 他有做身份记录吗 成峰问 男青年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和谁来的 我们是轮休 值班两天一夜 然后休息两天一夜 我们这里有入住身份证登记 你们自己看吧 他指了指 八台上的电脑 成峰迅速地调取了 旅馆的登记记录 210房间 登记的姓名是林伟 入住时间是前天晚上 身份证信息显示 他是本地人26岁 但是系统里并没有记录 与林伟同来的是什么人 成峰又一次转向男青年 前天晚上值班的服务员是谁 是小玲 男青年连忙回答 你们要找他 成峰点点头 男青年立刻抓起电话 给那个叫小玲的服务员 他就住在这附近老板 给租的宿舍里 很快就能到的 他的神情似乎是 成峰他们来找小玲 就不用再逼他去回忆 那恐怖的画面了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大约过了十分钟 一个瘦高的年轻姑娘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怎么了怎么了 出事了 男青年把他拉了过来 210客房的客人死屋里了 我才发现的 警察来调查了 问那天的事 你可以跟他们说说吧 啥 死人了 小玲也变了脸色 这下完蛋了 这老板知道 不得开了咱俩呀 你是前天晚上的 值班服务员 成峰打断了两个服务员的对话 眼下他急需要了解 当时的情况 以便做出下一步的部署 前天晚上210房间 是林伟一个人来的吗 不是 小玲痛快地回答 这种旅馆 谁会自己来呀 她和一个女人来的 那为什么身份证登记 只有林伟自己 我们这儿没有那么正规 两个人入住 一般就登记 一个人的身份证就行了 她主动拿出来的 当然登记她的 小玲答得理所当然 你对林伟的印象 好像很深嘛 嘉义见小玲答得这么迅速 忍不住问 你们这儿的顾客 都能记得那么清楚吗 那倒也不是 小玲摇了摇头 我们这儿生意 虽然不是怎么兴隆 但是每天的客人也不少 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住呢 但是210的客人 出手大方 所以想记不住也难呢 具体说说 我们这个旅馆因为条件不咋好 所以房间比较便宜 一般来这的人都挺穷的 很少遇到阔老 前头那个男的一来 就一副很有派头的样子 交钱很痛快 刚开始说要订一晚 和他一起来 那个女人咕咚一句 他立刻很爽快地 改成两晚了 两页住宿费加上押金 一股脑交旗 我们多长时间没有遇到 这么大方的客人了 所以 有些印象 那跟他一起来入住的女人 你有印象吗 大概记得 小玲回忆了一下 戴了一副大墨镜 脸上画着大浓妆 黑色大衣 长头发 但是好像是假发 那个头发瑟西灯光底下特别亮 人怎么会有那种头发呢 嗯 肯定是假的 别的呢 还有吗 小玲摇了摇头 表示想不出了 林伟来的时候是晚上了吧 九点多钟 与他通来的女人戴着墨镜 你们没感觉怪异吗 嘉义问 他觉得如果是他遇到一个夜里戴着大墨镜的人 一定会因为其怪异而多留一几眼的 小玲听了嘉义的话 一副好笑的样子 你是少见多怪了 如果你在我们这上几天班 就不会感觉有什么奇怪了 这年头 出来偷星的人 谁愿意被人认出来啊 比如说戴个墨镜 就是戴个面具出现在我们这里的 我们也不多问 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小玲一愣 想了半天 摇摇头 嗯 不知道 客人什么时候离开的 你们一点印象没有 马春雷在一旁 听了着急 被马春雷急吼吼的一问 小玲忍不住 缩了缩脖子 我们这生意不红火 一楼的房间潮湿 没人爱住 老板就干脆租出去 给周围做生意的当库房了 所以每天人来人往的 我们也盯不过来啊 我们一般就直接告诉客人 贵重物品随身带好 否则丢了 我们该不负责 就这样啊 那昨天为什么没去查房 因为他一口气 交了两天两夜的钱 还有押金在我们这扣着 所以没什么特殊原因 我们是不会去打扰客人的 小玲又补充一句 我们这就是个小旅馆 不是大酒店 不会每天都去给客人做什么客房服务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真情档案》 作者墨依来 演播泡芙先生 第五十九集 头 这次死者是男的 刚才我听说跟他一起来的人戴着假发 有没有可能是女扮男装啊 安昌普忙完里头的事 也听了半天 这回忍不住做出猜测 毕竟林伟是个大男人 如果跟他一起的女人是凶手 林伟遇害的时候又没有过反抗 一个女人在体力上能够做到吗 不可能 说话的是小林 我想起来了 那天那个女的穿着高跟鞋 跟又细又高 她脚也不大 怎么可能是个男人装的 一个穿着细高跟鞋的女人 制服了一个比她高大的男人 并且杀死了她 那么 王倩提到过 当日与李梅一同离开的男人又是谁呢 而幕后黑手的目的又为何从女人转移到男人的身上 第三个死者林伟的出现 让成峰等人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凶手竟然是猖狂的接二连三的作案 更没有想到的是 第三个受害人竟然变成了男性 原本关于凶手是针对女性下手的推断 被第三个男性死者给激了个粉碎 这下可好玩了 连续三起凶杀案 现在连原本的侦查方向都得改 从案发现场赶回局里 马春雷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 重重地叹了口气 还有媒体在拼命地渲染恐怖气氛 我看那不出两天上头还得发话 让咱们限期破案 就是不发话 咱不也得尽快破案吗 安长浦皱着眉头 要不然的话 这么人心惶惶的 也真是要命 姚初现在这媒体真厉害 以前还有个什么爆料人 现在可好 人家自力更生 什么材料都给你挖出来 马春雷摇了头 我不敢看明天报纸了 估计看完血压还得上来 压力大呀 乘风半天没吭声 这会儿马春雷哀声叹气 忍不住笑了 那咱们就不看报纸 看验尸报告 希望赵法医能给咱个好消息 安长浦对局里的镇局之宝 赵法医可以说是宠败之鸡 家已到家了吧 马春雷突然想起来 抬眼看看成风 成风点点头 刚才回信息给我了 说进家门了 因为在傍晚的时候突发状况 成风他们估计 又得通宵泡在单位了 原打算将嘉义送回家去 无奈嘉义怎么也不肯 说他自己回去就好 不要耽误了成风他们忙正经事 所以只好三个人赶回局里 嘉义独自回家去了 而已经下班的田阳 也被一通电话给调了回来 所有人忙碌了半宿 到傍晚天亮的时候 才得空小睡一会儿 这样的状态没持续多久 法医的验尸报告出来了 死因果然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林伟有过挣扎的迹象 田阳看完成风递过来的验尸报告 又传给马春雷 可惜凶手太狡猾了 成风揉了揉额头 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戴着手套 所以死者身上 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而且死者在挣扎之后 已经吸入乙迷 所以挣扎力度不大 赵法医在死者的指甲缝里 发现一些细小的碎末 已经送去检验了 希望能有些凶手身上的东西 今天大家可能要辛苦一些了 成风略加思考 开始部署工作任务 今天大家分头去调查林伟 搞清楚林伟身份 以及他与前两个死者 有没有关系 就在成风他们 在为林伟身份奔忙的时候 嘉义也在这学院忙碌着 不过不是为了案子的事情 期末将至 他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 虽然心里也记挂着案情的发展 但是本职工作 同样不能耽误 忙碌了将近一天 到了临近下班的时候 嘉义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深深懒腰掏出手机 想打电话给成风 问问进展如何 刘老师 嘉义一抬头是陛下 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阴郁 哦 是你啊 找我有事吗 嘉义不在意的对他露出微笑 有个人找你 陛下眼中闪过一丝不快 他说他是你男朋友 男朋友 嘉义心头猛的一跳 随即又否定了刚刚冒出的猜测 那个人在哪 他看起来什么模样 他问陛下 瘦高个 戴着眼镜 陛下简略地形容了一下 那人被我拦到楼梯那里去了 我怕是不相干的人来骚扰 嘉义听了他的话 忍不住笑出来 那就多谢你了 我去看看 要不要我跟你去啊 如果是有人来骚扰你呢 陛下好像很不放心 让嘉义独自一人去面对一个 自称是男朋友的人 没事 嘉义拍拍陛下的肩膀 这里是公共场合 人来人往 不会有事的 而且 我也不是什么明星大腕 外人迷 不会有人这么无聊的来骚扰我的 陛下看他这么说 虽然心有不甘 但却也没有在说什么 嘉义满以为是哪个朋友 跟自己开玩笑 谢过陛下 便到楼梯边去寻人 而当他看清楚 等在那里的人是谁的时候 整个人都僵住了 你怎么来了 嘉义诧异地站住脚步 要不是考虑到 自己在工作的地方 考虑到人多嘴杂 他几乎想转身就走了 惊讶什么 我刚下飞机 放下行李就来找你了 就想看到你吃惊的样子 文西明笑得一派自然 轻轻地张开双臂 看着两米外的嘉义 而嘉义并没有出他所愿 演出头怀送抱的戏码 他只是冷着脸 站在原地等着他 不动也不说话 嘉义 我可是周车劳顿 咱别跟着站着了 找个地方 我们坐下来聊聊吧 去你办公室怎么样 文西明见嘉义不为所动 姗姗地放下双臂 到办公室去 开什么玩笑 嘉义想都不想 就摇了摇头 可是在这个 人来人往的地方僵持着 的确也不好 你先下楼等我 我去拿大衣 嘉义交代这么一句 静子回到办公室 他此时此刻 满脑子都是问号 文西明为什么会 毫无征兆地 突然跑回来 分手这么久之后 他又为什么会 突然地跑来找自己 这些问题的答案 他都不知道 文一的办法就是 一会儿亲自问 那个始作俑者 虽然不想和这个男人 再有什么纠葛 但是私事毕竟是私事 嘉义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和文西明 尽快地离开 自己的工作单位 他急急匆匆地 回了办公室 拿了外套和皮包 就走 陛下静静地看着 嘉义 风风火火地离开 站在床边 一直看着他和文西明 在暮色中远去 一路上 嘉义脚步匆匆 文西明仗着 自己的身高腿长 倒也跟得上 只是几次 他试图开口交谈 嘉义都毫无反应 只是把后脑勺对着他 最后 他也只好放弃 两个人都沉默地走路 到了一家还算幽静 比较适合谈话的地点 一个咖啡馆 两个人坐了下来 分别叫了咖啡 嘉义瞪着文西明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这么久不联系了 你过得怎么样 文西明没有回答 嘉义的问题 他端起咖啡 小啄了一口 开口说出关怀的话语 神情自然的就好像 两个人没经历过什么事情一样 嘉义看着文西明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尤其是他这么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更让他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或许他是老套的 从来不相信什么分手了后还是朋友 毕竟曾经的恋人 在一方负了另一方之后 还能够坐下来像没事一样 嘘寒问暖 互诉近况 他做不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你今天为什么在学校里自称是我男朋友 不想跟他有太多纠缠 嘉义直接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想法 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 希望你以后不要做这种混淆视听的事情 你很快还会回去美国 但是我要在这生活一辈子的 文西明无声地笑了 摇了摇头感慨道 嘉义呀嘉义 果然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么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一是一二是二 什么事都不可能给别人留下误会 落下口实 嘉义闷不吭声 低头搅着面前的咖啡 在这学院工作还适应吗 辛苦不辛苦 文西明温柔地注视着嘉义 你这人总是小孩心性 喜怒都写在脸上 到了工作单位应该学会收敛了吧 你有话直说 别让弯子 嘉义终于抬起头来 注视着文西明 我忙一天了 很累了 你有话快说 说完了 我回去休息了 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 我明白 文西明叹了口气 你回国之后的日子 我何尝不是一个人熬着 嘉义 我很抱歉 之前的日子 忽略了你的感受 嘉义看着文西明 对他的话感觉又好笑又好气 如果几个月前 他对自己这么说 或者在自己还不知道 他与另外的人交往之前 他要是这么说 或许他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是现在时过境迁了 他心中那团火早就熄灭了 杰家的伤口已经接近愈合 他的话已经拨动不了 他的心弦了 这时候 嘉义手机响了起来 是乘风打开的 嘉义看到他名字出现在屏幕上 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 下班了吗 电话接通了 乘风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嗯 我今天提前走了一会儿 你呢 还在单位 没 我跟甜蜜去请教了 现在还在这里 说话间 嘉义已经隐约听到甜蜜的声音 虽然由此可以判断 他的身旁还有别人 可是嘉义的心里 还是感到一阵发酸 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今天怎么这么空闲呢 还有空陪你小师妹 嘉义嘴上开着玩笑 心里别扭得很 我以为你今天会很忙呢 忙啊 那个 待会儿有空吗 见个面 好吧 我在这学院旁边的米娜咖啡馆 一会儿我过去找你 挂了电话 嘉义始终冷着的脸 终于是有了一些缓和 文希明则在跟他通话的期间 一直安静地盯着他看 有什么事你直说吧 嘉义收拢心思 迎着文希明 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预感 这么久不见了 我觉得你变成熟了 文希明似乎没把嘉义的催促 听进耳朵里 之前一直觉得 你就是我身边的小女孩 现在我突然觉得 小女孩长大了 嘉义双臂环抱 沉默着什么都不说 文希明见他不为所动 自嘲地笑了笑 好吧 我言归正传 我这一次回来呢 是为了研究一个项目 为了拿到这个项目 我的生活重心 就会发生了变化 我一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 会在国内 嘉义并没有他意料中的那样 感到惊讶 而是点了点头 那很好啊 至少你母亲 都像以前那样挂念着你了 那你呢 你怎么想 文希明期待地看着嘉义 我没什么想法 嘉义的冷淡 浇灭了文希明眼中的希望之火 我希望能够清楚 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 所以 请你不要再说这些 没有意义的话 嘉义 你心里还在怪我吗 文希明的表情 渐渐变成了愧疚 我知道 你一直还在怪我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一样无法释怀 我只想说 嘉义对不起 是我的过错 但是我希望能够原谅我 你也知道 我搞课题很辛苦的 当你执意要回国发展 而我课研未完 必须要独自留下 你能够想象我的感受吗 每天在实验室里 一泡就是一整天 到了夜里回到家中 面对的还是空荡大的公寓 别说吃的 连给我倒杯热水的人都没有 我的那种孤独和凄凉 你能够想象吗 嘉义不吭声 继续沉默 我知道 我不该背着你找女人 我也很自责 真的 文希明的语气变得有些激动 我知道我的糊涂伤害了你 但是我因为 我因为我太孤独了 所以才 好了你不要说了 嘉义打断她的话 我不需要你那些理由 而且 现在我们在说这些 你不感觉没有意义吗 怎么没有意义 文希明 身子向前倾 双手越过圆桌 拉住嘉义的手 嘉义 我这些个月来 一直在 饱受着感情和良心上的双重折磨 一方面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 我伤害了你 我不敢祈求你原谅 另一方面 我又发现 我根本没法忘记你 没法忘记我们的过去 所以我争取了这个机会 我可以大半的时间 都留在国内 嘉义 放下过去给我一个机会吧 重新来过的机会 好吗 我不祈求你马上能重新接纳我 我只是希望 你能允许我重新追求你一次 可以吗 嘉义把手抽回来 她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自己 很依赖的男人 竟感觉有些陌生 原来分离和时间 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那么多 那双手 曾经牵着自己走过大街小巷 可是刚刚自己的手 被文西鸣包握的时候 却再也没有那种 曾经的悸动了 算了西鸣 她摇了摇头 口气温和却透着坚决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我习惯朝前走 回头路 没有任何意义 不是回头路 嘉义 我不是在原地徘徊 我 我是想和你重新开始 文西鸣 切而不舍地继续说服 我们有那么好的基础 我们差一点就结婚了 我们差一点成为夫妻了 你也说差一点 不是吗 嘉义轻笑 咫尺天涯 错过那一点 我们两个就再也不会有下文了 你还在生气是吗 文西鸣突然笑了 你还没原谅我是吗 我回来之前已经打听过了 这段时间你也没交新的男朋友 一直一个人 嘉义 别赌气了 我们都不是小孩了 把那一夜翻过去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先生小姐打扰了 一个服务员到了嘉义旁边 在他面前放了一杯热奶 我没点热牛奶啊 嘉义感觉莫名其妙 是那位先生点的 他让我端来给你 服务员笑着指指另一端 嘉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正对上乘风望过来的目光 看到成风 嘉义对他笑笑 他也回他一笑 便继续翻看手边的报纸 一副不想打扰他 耐心等待的架势 西鸣 你找到合适的项目了 我替你高兴 嘉义把注意力 重新地放回文西鸣的身上 他不想再跟他过多纠缠 只想快点说清楚 然后离开 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或许我现在暂时 还没有办法和别人在一起 但这并不代表 我对你依然念念不忘 对不起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话 嘉义起身 走向成风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 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六十集 来多久了 嘉义问 成风抬头看着他 笑了一下 没多久 只够发现你那边 空着肚子喝咖啡 你们聊完了 嘉义点点头 还未开口 就被追过来的 文喜鸣 一把拉住胳膊 等等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可能是没想到 嘉义的态度 会这么坚决 文喜鸣 脸色很难看 他满以为 嘉义会心软 自己这次回来 几番软言软语 他便会重新 对自己敞开怀抱 结果闹得 现在颜面全无 嘉义 这不是你朋友吗 怎么不介绍一下 在嘉义沉默的空档 文喜鸣已经把注意力 转移到成风的身上 成风见对方问自己 虽然不清楚 这人是谁 但是碍于嘉义的面子 还是客气的 对他笑了笑 伸出手来 你好 我是成风 哦 你就是那个时候 跟嘉义一起查见警察呀 文喜鸣的记忆力向来不错 记得在没有分手前 嘉义提过这事 他也伸出手来 握上成风的手 我叫文喜鸣 是特意从美国回来 看嘉义的 成风一愣 文喜鸣这个名字 他怎么会不知道 不就是那个 让嘉义一度消瘦 憔悴的负心汉吗 我们走吧 嘉义拉着成风的胳膊 对文喜鸣 疏离的点点头 我们还有事 再见吧 等等 文喜鸣不傻 嘉义对成风的态度 对自己有多么不同 他并不是看不出来 嘉义 我还想私下里 跟你再聊几句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嘉义怎么会不知道 他还是想继续纠缠下去 坚决地摇了摇头 轻轻扯了扯成风的衣袖 咱们走吧 成风也是明眼人 大概有了一点猜测 见嘉义这个态度 把他的手拉过来 握在手里 走出咖啡馆 也好吧 走出咖啡馆 成风终于忍不住 认真地打量起嘉义的神情 嘉义抿嘴笑了笑 没事 真的 成风没再说什么 只是把嘉义的手握得更紧了 两个人沉默地走着 刘嘉义 文西明不依不饶地追了出来 这一次 他脸上没有了胸有成足的自信 也没有了刚刚伪装的瓶颈 他急急忙忙地跑到嘉义和成风面前 挡住他们的去路 是因为他吧 文西明的语气变得有些气急败坏 似乎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定地拒绝 将他原本的信心打得粉碎 连带着那种优越感也没有了 搞得颜面尽失 就是因为他 所以你才拒绝我的是不是 文西明的胡想蛮缠 让嘉义仗红了脸 不要说路上人来人往的人 对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 光是在成风的面前上演这种八点当的戏码 他就已经够丢脸的了 文西明 你闹够了吧 嘉义尽量压低嗓音 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吵架 我们之间的事 不要扯上别人 我不想多说什么 给彼此留些脸面 你走吧 哈 怪不得你跟我分手那么爽快 早在咱们两个没结束之前 你们就开始了吧 文西明手指着成风 眼睛死死瞪着嘉义 我说你好端端的 跟警察查什么案子 现在我明白了 原来是耐不住寂寞 文西明话音未落 成风已经迅速地行动了 只一瞬间 嘉义还反应不及 他已经挥起右拳 打在文西明的脸颊上 哎呀 文西明赤痛的一个猎气 险些摔倒在地上 他恼怒地想反扑 可是抬头看见成风愤怒的表情 一时间竟无法上前一步 只能僵在原地 这一拳我要交给你 要有个男人的样子 成风的眼里闪着怒火 冷着脸孔 表情并不争宁 却足够让人感到胆寒 做个男人 敢做敢当 说吧 他拉起嘉义就走 文西明嘴巴张合了几次 似乎还想争辩什么 嘉义拉住成风 看看文西明 深深地叹叹口气 有些话 我本来不想说那么清楚的 毕竟你算得上是 有头有脸的人物 毕竟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要把全天下的人 都当成傻子 其实我都听说了 你和那个女人 在美国早就注册结婚了 你这一次回来找我 就是想在中国的时候 有个人陪对吗 两面都有家 你永远不用担心孤单寂寞 可是对不起 西明 你找错人了 拉一拉在听完他话之后 脸色更加深沉的成风 嘉义再也不理会站在原地 呆入木迹的文西明 朝成风停车的地方走去 成风突然地反常和失控 一拳打在文西明脸上之后 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 嘉义的手一直被成风紧紧牵着 一直到坐上车才松开 期间嘉义也偷偷去看成风的脸 只是夜色中 看不出他的表情 你会怪我吗 车子停在停车场 两个人坐在车上 静默了几分钟之后 成风突然开口 啊 嘉义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对于成风的突如其来的问话 有些摸不着头脑 怪 怪你什么 打了他 成风的眼睛看着前方 嘉义突然之间 好像猜到了成风的心思 他微微一笑 你 你会笑话我吗 这一次 轮到成风愣了 他终于转过脸来看着嘉义 笑话你什么 当然是笑话我在你面前 和前男友上演这种 八点档的狗血剧情啊 不会 成风的回答很认真 是他自取其辱 与你无关 那我为什么要怪你 嘉义微笑着看着成风 因为我刚刚太冲动了 动手打人了 成风欲言又止 毕竟他 我是说毕竟你们 毕竟我们曾经是恋人 所以 我会不会怪你打了我前男友 嘉义轻笑 也转过脸去看着成风 那我来回答你 我确实有一点怪你 成风惊讶地抬眼看着嘉义 停车场里 朦胧的路灯照了进来 他看不清嘉义的脸 但是 却能够分辨出他嘴角 浅浅的笑意 我以为你会谴责我行为 太野蛮了 确定嘉义没有因此责怪自己 成风的心情瞬间好了许多 虽然相信刚刚文希明的言行 还是有些气氛难平 我又不是傻子 嘉义笑呵呵的 随即 又一声悠然叹息 我一直相信 不同的人 又有不同的对待方式 你刚刚只不过是做了 我想做的事而已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了 他确实欠修理 嘉义扬了扬自己的拳头 成风摇了摇头 我是说 你最后对他说那句话 嘉义沉默了一下 是啊 虽然很丢脸 但是那都是真的 我在美国的朋友 被他邀请参加婚礼 都以为女主角会是我 结果却出乎意料地 看到另一个女人 站他身旁 所以就纷纷发邮件来 问我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他突然回来 向我示好 想破镜重圆 我就猜到了他的意图 很可笑是不是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即便分开不爱了 却还是能够轻易地 看透对方 那你会不会 会不会难过 嘉义替成风问完了 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谈不上 只不过是 有些气氛吧 原来我在他眼里 一直都是一个傻瓜 嘉义的话说完 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四目相对 却又找不到 接下来的话题 一种安静 而暧昧的气氛 在车内弥漫 那要不要化悲愤为实量 成风终于开口 打破了沉默 略带尴尬地 转过脸去发动汽车 好啊 嘉义回他一笑 车子开动起来 嘉义靠在椅背上 望着车窗外 飞速后退的景物 脑中思绪翻涌 再次见到温熙明 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还是那个男人 还是那样的言谈举止 却给他完全不同的感觉 他从前一直觉得 温熙明斯文有风度 谈吐无不透着学者风范 而现在 在他眼中 那不过是一种刻意的修饰 和自视甚高的卖弄罢了 原来爱与不爱 竟是有着这么大的差异 爱一个人的时候 盲目地把对方所有的缺点 都点缀在理想的花边 把对方主观幻想成完美的对象 而只有在爱意退去 那些瑕疵才会暴露在自己眼中 而忘记一个人 其实也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伤痛沉淀之后 直到今天再见到他 他才发现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 想起过那段过去 所以今天 除了有一种被人当作利用对象的难堪 他没有更多的悸动 或者是悲伤 相比之下 加以发觉 自己更喜欢乘风这样的帅真 言行 不做作 不拘腻 在气氛难平的时候 还会忍不住地挥上一拳 想起 想起成风因为文西明对自己污蔑而愤怒 嘉义忍不住露出微笑 心里喜滋滋的 他知道 他那明显的袒护 让他感到喜悦 却并不想去追究这个事情 情绪背后 隐含的东西 找了一家餐馆 两个人坐下来用餐 案子有进展吗 嘉义被文西明的突然出现 搞得胃口全无 不过有成风这么个 称职的监督员在面前 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吃东西 可以说有 也可以说没有 成风叹了口气 我们把第三个死者林伟的情况 也给查清楚了 他是一个小型私企的职员 背景很单纯 没有不良的记录 单身独居 根据他亲友介绍 说他偶尔去泡个巴之外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嗜好 更让人失望的是 他对于冯元或者是李梅 都没有任何的关联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相关人士 那会不会是不同的凶手作案 嘉义忍不住猜测 趁火打劫那种 应该不是 成风摇了摇头 作案手法和特征非常非常相似 要知道 即使是用刀 每个人的方式 动作以及力度 都是不同的 像模仿一个方式很容易 但是每一个细节都不出纰漏 很难 嘉义点点头 成风说的是事实 只不过这么一来 第三个死者的出现 就显得十分怪异了 那这样一来 不就等于走进死胡同了 如果第三个死者 与前两个人既没有关联 也没有性别上的共同点 那么之前的所有猜测 不都是要推翻了 嘉义有些失望 这段时间他跟着成风 还有重案组三剑客 大家都很用心的 努力的想尽快破案 他实在是不愿意面对 前功尽检的状况 那倒不至于 之前的推测呢 是不是要推翻 取决于接下来的调查 成风貌似很随意的问嘉义 今天我们查到了 庞莉莉的住址 不过不在C市 而在A市 你有兴趣一起去吗 或者是 你要是没时间的话 我回了之后 把情况讲给你听也行 嘉义听到成风说 找到庞莉莉 情绪十分振奋 对于成风的邀请 自然欣然接受 好啊 我今天忙了一天了 期末的事情 也处理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去啊 明天早上出发 那好 我今天打个电话请假 反正院长说 我跟这个案子 让我好好干 嘉义对于探访 庞莉莉这个关键人物 十分兴奋 成风看着嘉义 也露出笑容 刚刚他并不抱太大希望 就怕是听到否定答案 会无法抑制地感到失落 此刻看着嘉义眼中 依然闪着光彩 他的心变得安稳许多 今天遇到文西明 是他绝对意料外的事情 而对方意图 与嘉义重修就好 希望落空之后 又恼怒地反咬一口的举动 让他火冒三丈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 多久没有这么失控过了 那一瞬间 听到对嘉义的污蔑言辞 从文西明的嘴里说出来 他完全没有思考 身体便直接做出反应 一拳打去文西明的气焰之后 瞬间他有些担心 嘉义会不会怪自己太过粗鲁 可是听完嘉义对文西明说的那番话 他又很难控制自己 才没有不管不顾的 再去补上一拳 打了文西明 一方面是出于对嘉义的维护 另一方面 则是他个人的情绪作怪 他在气 气这个男人在背叛了感情之后 还想回来给嘉义第二次伤害 其实他不是不担心 虽然自己的心意已经渐渐清晰 但是他不知道嘉义 是不是已经从那个感情伤痛中 走了出来 是不是已经能够接纳别人了 所以他迟迟不敢开口 怕鲁莽的示好 反而会把对方吓到 那么他们恐怕连现在这种状况 也无法保持了 好吧 成风偷偷地叹了一口气 他承认自己这一次有些优柔寡断 不够干脆 或许是因为太在意对方 所以反而变得有些畏首畏尾 就这样 两个人各怀着心事 聊着案子和其他的一些琐事 吃完了这顿饭 吃罢饭 成风照例送嘉义回家 看着他走进楼里 过了一会儿灯亮了起来 嘉义的身影出现在窗边 对他挥了挥手 示意他离开 成风对他也摆了摆手 开车离开 嘉义站在窗边 看着成风的车越走越远 直至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拿起电话 打给院长 说明原因 院长果然痛苦地 批了他的架 挂断电话 嘉义发现自己毫无疲惫感 甚至没有太多的被文西明的出现 和搅局所困扰 事实上 除了最开始的气氛 他的心思并没有在那件事上 做更多的停留 此时此刻 他满心里都是期盼着明天的到来 期待着明天的旅程 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份盼望究竟是为公事 还是私心所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六十一集 第二天一早 乘风开车来接嘉义 两个人直奔A市 最近寒流来袭气温骤降 嘉义体寒 已经把自己穿得好像一颗球 而成风的车里也吹着暖风 可是他还是感觉手脚冰凉 你打开抽屉 有你东西 成风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瞥见嘉义在搓手 嘉义纳闷 自己从来也没有坐别人车乱放东西的习惯 更何况成风的车的抽屉 他从来就没有开过 不过既然人家这么说了 他便打开瞧一瞧 抽屉一开 他就看到一个旅行保温瓶 取出来 扭开 一股暖暖的香甜飘了出来 原来是满满的一壶热奶茶 你怎么知道我怕冷 嘉义双手捧着保温瓶喝了一小口 甜滋滋的奶茶让整个人都温暖起来 只有你手总是冰冷冷的 想不发觉也难呢 成风若无其事地说 哟 比较过 嘉义酸溜溜地反问成风 没有注意到自己这个问题 让二人之间的关系显得多么暧昧 成风呵呵地轻笑 还没有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帮你比较一下 嘉义毫无杀伤力地瞪他一眼 嘴里撑到 神经 A市距离C市 驾车大约需要四个小时时间 虽然一大早七点刚过 两个人就出发了 赶到A市的时候 到了中午时分 随便找个地方解决了午餐 两个人按照掌握的线索 赶去找庞莉莉 当车开进A市某疗养院大门的时候 嘉义才奇怪地看了一眼成风 庞莉莉住疗养院里 是啊 成风点点头 根据我们调查 应该已经住了差不多半年了 那么久了 嘉义吃了一惊 那我们待会儿是不是要了解一下 他期间有没有离开过疗养院呢 毕竟A市回C市的路程只有四五个小时 成风明白他的意思 点点头 没错 是需要确认一下庞莉莉 有没有夜不归宿的时候 毕竟我们不知道这家疗养院 对住院的人员管理是什么样的 很快 他们找到了疗养院的负责人 从负责人那里 成风他们了解到 这家疗养院并不像许多的疗养院一样 是给病育的人休养用的 而是针对一些需要有专人照顾生活 或者无法独立生活的特殊病症 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负责医生 也有专属的护工照顾 在说明来意之后 负责人帮他们找来庞莉莉的负责医生 庞莉莉的负责医生姓宗 是一个约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一副非常精明强干的样子 你们要查庞莉莉 他听完成风的来意之后 表情很吃惊 我想不出来警察为什么调查他 他现在是C市一起连环杀人案的 重要相关人员 成风简要的向宗医生 说明了吸血鬼新娘的整个案子梗概 庞莉莉与整个案子的 第一个和第二个遇害者都有牵连 所以我们对他进行调查 吸血鬼新娘的案子 虽然在C市很轰动 搞得人心惶惶 但是显然他的威力还没有波及到四五个小时车上的A市 宗医生起先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 等听完成风的介绍之后 他也非常惊讶 但是对于调查庞莉莉 他还是一副大可不必的态度 如果你们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那或许还有必要 但是你们如果把他当成嫌疑人来调查 那太荒谬了 他说 我们这里对患者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根据我们护工的记录 庞莉莉这个期间从来没有离开过疗养院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离开疗养院 除非一年可以杀人 否则真的看不出他要怎么才能去西市杀死两个人 宗医生的如此笃定的答复 虽然让成风感到好奇 但是那些疑问可以留在见到庞莉莉之后 眼下他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 你们这里收费标准怎么样 宗医生笑了笑 你们是西市来的 可能不了解 在A市我们这里各个方面条件都是一流的 就算是全省比较 我们也是数一数二 那就是价格不菲咯 嘉义明白成风的意思 宗医生点点头 对于一般工薪家庭来说 能够承受得了长期治疗的费用吗 嘉义继续追问 恐怕会有些吃力 宗医生纳闷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人 二位为什么对我们这里的收费标准这么感兴趣啊 我们想知道 庞莉莉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她的治疗费是不是已经交纳了 据我们了解 她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成风清晰地记得 他们去江口民政局去了解情况的时候 听过关于是否批准庞莉莉申请低保的事情 而她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父母 对于承担这里的费用都会很吃力 更何况庞莉莉的父母分别再婚之后 已经很久对女儿不闻不问了 那么庞莉莉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钱 能够在这居住半年之久呢 这个 宗医生被成风的话问住了 我只知道她的费用是一次性付清的 直接交了五年 五年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 成风和嘉义都因为宗医生的回答而惊讶 那么付款人是谁呢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对方不愿意透露自己真实信息 是通过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的 庞莉莉也是我们到C市去接来的 人到了之后 那个人从网上把钱转账打到我们的账上 宗医生忍不住感慨 这年头 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可不多了 对方的身份 你们没有任何掌握吗 嘉义不死心 宗医生为难地摇了摇头 我只是庞莉莉的负责医生 我不管那些经济上的事 如果需要 我可以让财务那边帮你们查一查 那就麻烦你了 成风点头道歉 可以跟我们说说庞莉莉的情况吗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想和庞莉莉见一面 聊几句 宗医生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 这样吧 既然你们执意要见庞莉莉 那我先带你们去见见她 然后咱们再聊 成风和嘉义谢过宗医生 跟着她到庞莉莉的病房去了 庞莉莉住的病房在背阴的一侧 而且缩在角落的位置 一般住过楼房的人都会知道 这样的房间采光往往不是很理想 安排在住这里跟费用没有关系 看到嘉义的脸上露出差异的表情 宗医生忍不住解释 我们这给病人分配的住处 也不是按照收费标准来分的 费用的不同也是与治疗的方法有关 在嘉义惊讶的目光中 宗医生也没敲门 镜子拿出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走廊的光线照进去 映入嘉义和成峰的眼睛 是另一堵墙和一扇门 怪不得宗医生不用敲门 原来是门里有门 嘉义松了一口气 刚刚她简直要以为 这家疗养院毫无隐私可言了 这一次宗医生轻轻地敲了敲第二道门 莉莉 我是宗医生 有人想见你 可以让他们进来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屋里传来一阵 稀稀缩缩的细微声响 一个沙响的女声传来 好 你们需要我在场吗 宗医生询问成峰的意见 如果我们可以单独跟庞里面谈谈 那再好不过了 宗医生听了点点头 回身 官员身后的第一道门 周遭立刻变成一片黑暗 你们进去之后 关好门 我在走廊里等你们 他谨慎地交代二人 然后又用钥匙打开第二道门 门里依然黑漆漆的一片 乘风嘉义走进房间 门在身后被砰的一声官言 随后又是一声闷响 宗医生已经退到走廊里去了 嘉义本能地伸手在墙壁上摸索 可是摸了半天 除了墙壁 什么都没摸到 听到嘉义的手触摸墙壁 发出的沙沙声 沙哑的女生说道 不用摸了 这屋里没有灯的 哦 原来如此 你是庞莉莉对吗 嘉义放进了摸索 开口询问 对方沉默了一下 你不是媛媛姐 难道庞莉莉还不知道 逢源遇害的事 嘉义的第一反应 是想去看乘风 接着便意识到 现在这样的情形 她根本什么也看不清 甚至都不知道乘风 在不在自己身边 好像感受到了 她心里的不安一样 嘉义刚刚伸手 想去试探乘风的位置 她的手就被 另一只温暖的大手握住 知道那是乘风的手 嘉义因为黑暗而不安的心 踏实了不少 你是谁 庞莉莉的声音传来 同时屋子另一端 传来熟悉的声音 庞莉莉 我们是C市公安局的 乘风的眼睛 一点点地适应了 黑暗的环境 但是依然无法看清楚 房间另一端的庞莉莉 只能依稀看到 有一个披散着长发的人 坐在床边 公安局的 庞莉莉的声音 突然提高了一点 乘风和嘉义 只能看清 她身子动了一下 似乎是把脸转过来 对着他们 沉默了大约有半分钟 庞莉莉缓缓地开口 吐出一个问句 远远姐出事了 对吗 庞莉莉的一句话 让嘉义没来由地 在黑暗中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乘风也因此 绷紧了神经 你为什么那么笃定 我们来 就是因为风源出事了 黑洞洞的房间里 庞莉莉的表情 无法看到 但是她在听了 乘风的反问之后 语气上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找我不关 远远姐的事 乘风略微沉默了一下 她揣测着 庞莉莉的语气 她似乎很紧张 风源的处境 却并不希望她出什么事情 虽然这种情绪可以伪装 但是不得不说 庞莉莉表现得 非常的自然真实 怎么不说话了 姐那边没有回应 庞莉莉有些急了 你们倒是说话呀 我们来找你 确实是因为风源的事 长风说 她怎么了 她死了 那边先前是没有声息 几秒钟之后 嘉义和成风 听到有人扑倒在地的声音 庞莉莉 庞莉莉 你怎么了 嘉义试探地喊了一句 见没有人回应 又问成风 我去叫宗医生来吧 成风恩了一声 在这个结果眼上 庞莉莉无论如何 也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好在两个人进门之后 没有移动位置 离门比较近 嘉义摸索了几步 就到了门边 她急忙走出门 敲了一敲 与走廊相连的另一扇门 宗医生 麻烦你来看一下 庞莉莉好像摔倒了 你们两个 先到两扇门中间的隔间等我 宗医生的语气有些担心 我去叫护工 嘉义一言 叫出了成风 过了不到两分钟 宗医生打开了第一道门 光线射了进来 嘉义和成风都是因为之前 一直置身在黑暗中 而感到十分的不适 你们两个 在走廊里等我 宗医生匆匆地交代了一声 带着一个女护工走了进去 门在他们身后 砰的一声关上 隔绝了室内外 又过了十几分钟 宗医生自己一个人退了出来 回头看看等在那里的成风和嘉义 叹了口气 哎 走吧 你们还是跟我去我办公室聊吧 医生 庞莉莉怎么了 嘉义有些担心 宗医生摆了摆手 自顾自地走在前头 没什么大事 就是突然之间情绪不动太大 所以昏了过去 现在又护工陪着 他走了几步 又忍不住回头 看着嘉义和成风 你们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能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他刺激地昏了过去 我们没说什么 就是告诉他逢源的死穴 宗医生嗷了一声 不说话了 继续走 三个人到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值班室 宗医生把二人让进了门 这才坐下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庞莉莉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 她来我们这儿的这段时间里 一直都挺安静的 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平时除了我和护工之外 也接触不到什么人 其实挺孤独的 但是孤独归孤独 她的情绪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波动呢 这个逢源是她的亲人吗 宗医生感到好奇 毕竟她也对庞莉莉的家庭背景 进行过一些了解 这个逢源 显然不是她为数不多的 亲戚中的一个 成风把冯源与庞莉莉之间的关系 简略地对宗医生说了一下 宗医生听完之后 紧锁的眉头才略微松开 这就难怪了 她点点头 庞莉莉这个孩子性情孤僻的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她的病比较罕见 也难得有个好心人这么关照她 现在听说对方遇害身亡 肯定会难过的 说着宗医生重重地叹了口气 看得出来她对庞莉莉也是很关心的 你们为什么会怀疑她呀 宗医生看样子是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问出的 我知道你们警察办案 有些东西不能透露 我只是好奇罢了 原言很简单 成峰对于宗医生的坦率 也蛮有好感的 这个案子里有两个死者 第一个是跟他交往一路非常频繁的逢源 另一个是他网友 这两个人遇害的方氏 与庞莉莉之前在网上发帖的描述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 他与本案的牵扯很深 宗医生显然没有想到 这其中就有这样的渊源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大约迟疑了半分钟 他才缓了过来 又问成峰 你说这个帖子是庞莉莉发的 对 我们多方经过确认 那个网络ID就是他的 发帖时间大约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两个月之前吧 嘉义回应了一下 那就奇怪了 两个月之前的帖子一定跟庞莉莉无关 宗医生听了嘉义的答案 逆反刚才的疑惑变得笃定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 成峰见他这么肯定 也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在我们这儿了 疗养院里 没有地方可以上网吗 有 上网的地方我们当然有 宗医生说 但是庞莉莉是发天人这个事 绝不可能 因为他从三个多月之前 就没办法接触任何光线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六十二集 成峰和嘉义都被宗医生的说法弄愣了 你是说 庞莉莉病情恶化了 嘉义不确定地问 虽然在听说庞莉莉患有普林症之后 他也查过一些相关资料 但是毕竟是医学上的门外汉 对于普林症的很多东西 还是知之甚少 宗医生很惋惜地点点头 这孩子是先天性的 能治疹到现在 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经很不容易了 普林症的患者非常稀有 全球可能都不超过五百人 庞莉莉入院以后 我跟她促膝常谈过那么几次 对她的性格 还有过去的生活背景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由于患有这种罕见的先天疾病 她从小性格比较孤僻 害怕别人因为自己的不同 而歧视自己 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吧 她无意中看到了电影中的吸血鬼 突然发现自己很多特征和那很像 于是就衍生出一种幻象 把自己也当成吸血鬼 以此来界定 为什么别人都跟她不一样 嘉义听到这里 忍不住叹口气 从宗医生的讲述里 她能够想象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在那样的情况下 是怎样的孤独 宗医生喝了口水 继续说 但是这种幻象 竟是她处于自我保护的一种潜意识行为 因为与众不同而产生的自卑心理 她试图说服自己和旁人去相信她是吸血鬼 她的与众不同并非缺陷 相反 她拥有常人没有的资格 获得永生 这就是一种自我催眠 用来掩饰自卑和受到伤害 庞莉莉被我们接到疗养院来的时候 已经开始表现出对光的恐惧 根据她自己说 原本她只是不喜欢日光 在灯火通明的房间也会感觉不适应 但是没有太多不良的反应 后来就演变成了无法接受日光照射 而后是高亮度的照明灯 到了来这里的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你简直可以拿一只手电筒杀死她 也就是说 两个月之内 电脑光线对于庞莉莉来说 已经接受不了了 嘉义听了很吃惊 那这样一来 她怎么发帖呢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我笃定发帖人不是她 宗医生点点头 你们刚才也看她的房间了 那是我们特意为她安排的 为了确保在保持通风的情况下 又不会有光线照射进来 给她带来伤害的可能 成风想了想问 那么宗医生 庞莉莉在这半年的时间 根据你的观察或者护工的反应 她有没有什么暴力倾向 或者她有没有那种迷信 相关于自己拥有永生的能力 她可以把这种永生传递给别人 宗医生摇了摇头 这种顾虑我也有 在同意接受庞莉莉这样一个病人之前 我也查阅过很多相关的病例 也有一些普林症的病人 确实会因为长期幻想而导致精神分裂 把自己主观溢造的东西信以为真 包括现在那些小青年 喜欢什么吸血鬼 最初都是这么产生的 但是随着我们对庞莉莉的观察和时间的延长 我们发现 她似乎真的是没有这种倾向 并且她可以 很理性 很清醒地对我们说 世上没有吸血鬼 也没有永生 庞莉莉住院之后 有人来探望她 或者跟她通电话之类的吗 嘉义问 宗医生回忆了一下 探望的除了你们倒也没有 电话倒是接到过 不过对方是给院方打的 就是关心一下庞莉莉的病情 并不要求转给庞莉莉接听 对方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 宗医生抱歉地摇了摇头 就知道每次来电话都是一个女的 最近还有电话打过来吗 没有 从一个多月之前就没有了 乘风看看嘉义 两个人心里都有同一个猜测 那个女人会是逢源吗 这个时候 宗医生的电话响了 他拿起来简短地接听了一下 便挂断 是负责照顾庞莉莉的护工 他对乘风和嘉义说 他说庞莉莉现在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 情绪也平复了一些 刚刚提出想和你们谈谈 说完 他征求意见般的 目光在两个人之间勋寻 我没打算跟他聊聊 那就麻烦宗医生带我们过去了 乘风说 再次来到庞莉莉的房间 因为有了之前一次做铺垫 在门前 嘉义和乘风已经不再感到惊异 但是走过两层门进入黑洞洞的房间 嘉义的心里还是感觉不是滋味 毕竟是花样年华 其他的女孩在这个时候 可能正是肆意地享受着青春 享受着阳光 闲暇时候成群结队地 逛街 讨衣服 或者是聊娱乐八卦 而庞莉莉却与这些无缘 她只能日复一日地窝居在这个暗室里 见不得阳光 这一次房间里除了庞莉莉之外 还多了一个人 是庞莉莉的护工 宗医生交代了 因为有之前庞莉莉情绪失控的先例 这一次她怕成风和嘉义的话题 又会拨动她的精神 所以 特意叫了护工留下来 来照应一下 庞莉莉 你感觉好些了吗 嘉义问道 虽然冯元已经死了 这是个事实 而庞莉莉跟冯元交情颇深 她也早已知道 但是眼见着冯元的死 给庞莉莉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她还是感觉心头很不舒服 我没事了 你们找个地方坐吧 庞莉莉的声音听起来有几分虚弱 成风和嘉义的眼睛 在渐渐地适应了室内光线之后 小心翼翼地摸索着 朝屋中走了几步 才到了椅子前坐了下来 你在这儿的生活还习惯吗 嘉义迟疑了一下 我是说 没有光线的环境 开始的时候和你们一样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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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莉莉说起自己的生活 语气很平静 就好像是 谈论明天是什么天气 或者菜市场上土豆价格一样 平淡无奇 时间久了 自然就什么都熟悉了 现在我就和盲人一样 在这个房间里 我可以行动自如 不过换了别处 恐怕还得适应一阵子 他不带任何悲伤的话 听进成风和嘉义的耳朵里 就成了另一种味道 如果说盲人失去了视力 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 凭借日积月累的经验 能够独立生活 那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毅力 而庞莉莉 分明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却注定要过着盲人一样的生活 真正的意义上的永不见天日 这就难免让人感到一种 悲伤和惋惜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 远远姐 是怎么似的 沉默了片刻 庞莉莉的声音 从另一边传来 听起来似乎她很想知道 冯元的死音 又有一些害怕 乘风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吸血鬼新娘的帖子 以及冯元和后来李梅 所遇到的事情 大略地讲给庞莉莉 庞莉莉在听到冯元的死状 与自己的ID发出的帖子里的描述 一模一样的时候 发出一声充满了怒意的嘀吼 把乘风和嘉义吓了一跳 庞莉莉身旁的护工 也连忙做出 安抚庞莉莉的情绪的举动 乘风讲完事情的梗概 话音未落 情绪依然激动的庞莉莉 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开始为自己辩解了 我不知道是谁用我的名义发帖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人想栽赃我 但是我发誓 这件事绝对跟我无关 我从来没有想过杀人 更不可能伤害圆圆姐 我长这么大 她是唯一一个不嫌弃我 愿意接近我 关心我的人 她不在乎我的性格 有多么不好相处 还一直拿我当正常人那样 去对待 我感激她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去伤害她 我连生下之后 对我不闻不问的父母 都没有伤害过 又为什么会恩将仇报 去伤害我的恩人 庞莉莉 你相信永生吗 嘉义突然问 都说吸血鬼 有永生的能力 你相信吗 我曾经信过 庞莉莉没有犹豫 说实话 我一度真的以为 自己是吸血鬼 不然为什么我的皮肤 在被强烈日光照射之后 会像电影里一样 被烧出水泡来 为什么血腥味 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我的父母 都那么怕我 好像是 我是怪物一样 所以我开始认为 我就是个吸血鬼 我是可以永生的 可是后来 圆圆姐告诉我 不是那样的 她找来了资料给我看 反复开导我 慢慢的我知道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患了 稀有病症的病人 除此之外 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而且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永生 生死永远是万物 无法逃避的轮回 如果庞莉莉 在听完嘉义的问话之后 失口否认自己 相信永生 相信吸血鬼的话 或许她还会 有几分嫌疑 而她很坦诚地剖析了自己 思想的改变 反而让乘风感到 她的话其实是可信的 那为什么我们一来 你就断定了 是冯元出事了 她始终是记挂着 出见庞莉莉时 她的语出惊人 因为我预感到 媛媛姐恐怕 恐怕要出事 哦 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你最后一次见房源 是什么时候 庞莉莉静了一下 似乎在回忆 我在这里住着 已经对时间 没什么概念了 我最后一次 见她的时候是夏天 天还挺热的 自从住进这里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我记得媛媛姐 去看我的时候 脸色不太好 她平时不是那个样子的 肯定是 又让她很担心的事 我问她怎么了 她也不和我说 光说我是小孩 也帮不上忙 不过后来她哭了 说什么放不下 如果是真的 就要做个了断什么的 我问她她又不说 但是我知道 肯定不是好事 媛媛姐 性自烈 是那种会拼个 你死我活的类型 所以我一直怕她会出事 A时离C时也不算很近 警察能追到我这来找我 我心里就觉得 媛媛姐肯定出事了 庞莉莉的一番话 倒是让成风 对她有了一番印象 这个小姑娘 虽说患有疾病 没有经过什么系统的 学习指导 但是想东西的逻辑性 却很强 是个聪明人 她又问 你知道是谁资助你 到这来接受治疗的吗 不知道 但我猜是媛媛姐 除了她 不会有人这么关心我了 但是如果资助你的 是媛媛姐的话 那她为什么不出面 而是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法 来帮助你呢 家义有疑问 毕竟她一直以来都在帮助你 没有道理这个时候突然有顾虑呀 肯定是她家里人不同意 庞莉莉说起冯家其他的人的时候 口里的温度骤然降了下去 她们全家除了媛媛姐 都是眼睛长在脑顶的人 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谁也看不起 媛媛姐刚认识我那会儿 感觉我的性格太孤僻 所以我尝试着 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就把我带到她家几次 但是她们都不欢迎我 媛媛姐她爸爸 更是当着她的面给我摆脸色 她姐姐理都不理我 就好像我是什么病毒一样 媛媛姐没办法 就改带我回她自己家 但是后来我就不爱去了 为什么 是因为她丈夫也不欢迎你吗 那倒不是 庞莉莉咕噜一声 媛媛姐她老公那个人 在家里对媛媛姐的感觉挺狗腿的 我说不上来 她对我倒是挺热情 但是我觉得不舒服 她看着我的眼神 就好像是 我是马戏团的猴子 她因为 媛媛姐 才不得不和颜悦色地逗我玩一样 冯元没有和你提起过 她会有什么烦恼 或者是麻烦吗 没有 媛媛姐把我当成小孩一样看待 她总觉得 自己是给我撑起天的人 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我听 庞莉莉悠悠地叹口气 如果她肯告诉我就好了 如果我不是个病人就好了 或许我可以帮上她 这样 媛媛姐说不定 就不会死了 莉莉 别这么想 这个世界只能向前运转 永远没有如果的事 家义不忍庞莉莉 自怨自依 冯元一直以来的努力 就是希望你能够乐观地看待自己 看待生活 而不是帮她自己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帮手 或者是工具 不是吗 黑暗中传来一声抽烟 嘉义隐约地可以看到 庞莉莉坐在床上的身影 肩膀一抖一抖的 身旁坐着她的护工 虽然看不到对方的表情 但是嘉义似乎可以体会到 庞莉莉失去逢源的那种痛苦 庞莉莉 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李梅 你对她熟悉吗 李梅 庞莉莉听到成峰的问话 有点懵 半晌之后 才犹犹豫地回答 我好像不认识什么李梅 成峰这才想到 忘了说李梅网名了 于是又把李梅 在那个论坛的ID 名称说给庞莉莉 哦 这个人我认识 是我过去的网友 我们俩一度聊得还挺合拍的 庞莉莉恍然大悟 一度 成峰听到了弦外之音 你们后来聊得不好了吗 也没有不好 主要是那个 那个人特别痴迷吸血鬼 而且好像真的挺相信吸血鬼这个东西真的存在 原本我以为自己是吸血鬼 所以对她的感觉很有共同语言 经常一块聊聊永生什么的 但是后来圆圆杰反复开导我 我慢慢地开始意识到没有永生这么回事 我也不是什么吸血鬼 圆圆解说让我远离那样的环境 远离那种痴迷吸血鬼的人群 这样才能够有个健康的心态 所以我后来就很少再去那个论坛 也很少再和那个人聊天 慢慢地就生疏了 你见过她吗 或者视频之类的 成峰问 没见过 我很少出门 基本上 能见点光亮的时候 也是窝在家里 我也不爱视频什么的 怕会吓到别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六十三集 你最后一次登陆那个论坛是什么时候 成峰问庞莉莉 庞莉莉思索了一会儿 不太确定地回答道 我也说不上来 大概有大半年了吧 媛媛姐不许我继续和那个社团里的人混在一起 说那样子只会更加沉迷 耽误治疗 她一直想送我去治病的 但是我始终没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吸血鬼 根本不需要被治疗 等后来媛媛姐看到我的次数多了 我也看了资料 等知道自己是真的有病 但是 还是不想让她给我身上花那么多钱 她家里虽然有钱 但是她不想和他们在经济上有太多的牵扯 媛媛姐自己是一个工薪阶层 还因为我申请低保的事情 跟他们科长吵得不亦乐乎 我不想让她为我这么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操那么多的心 那这一次 送你来日疗养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承风又问 不知道 唐莉莉猜测 我猜应该是媛媛姐吧 虽然她没有露面 但是除了她 谁会对我的事情这么放在心上呢 莉莉 你在那个论坛的ID和密码 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嘉义想 以庞莉莉眼下的状况 发贴的确实不会是她本人 那么会不会有人恰巧知道她的密码呢 庞莉莉静了一会儿 似乎在回响 莫料说 应该没有 说实话 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 我登录密码是多少了 忘记了 不是 是媛媛姐之前 为了防止我忍不住 又去泡到网上 跟那些人为伍 她要据了我的ID和密码 然后把我原本的密码修改了 她是为我好 所以我也没追问她 和庞莉莉聊了一会儿 嘉义和成风离开了她特殊的病房 在黑暗的房间里待着一会儿 冷不防地回到正常的光线下 嘉义觉得周遭都是亮亮的 睁不开眼 过了好一会儿 才逐渐地适应了过来 这庞莉莉真够可怜的呢 好端端的一个人 却不得不活得好像一只燕鼠一样 嘉义叹了口气 看看走在身旁的成风 原本以为庞莉莉会是个关键人物 没想到 她却是里头最无辜的一个 两个遇害人 一个是她恩人 一个是她网友 结果冯元和庞莉莉 已经半年没见了 李梅更是压根不认识 生活中的庞莉莉 这里头一定有什么缘由 成风沉思道 而且庞莉莉刚才也说到了 冯元之前的状态似乎不对头 有心事 还做了什么了断 这里头一定有什么名堂 离开了疗养院 两个人驱车赶回了C市 到达C市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随便找了一家饭店 吃了顿饭 成风便把嘉义送回了住处 两个人约好 第二天一早 成风来接嘉义 然后一同回到局里去 折腾了一天 嘉义回到家里 匆忙地洗漱一下就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睛的时候 也是被成风的电话叫醒 他人已经到了楼下 并且买了包括三间客在内的五个人的早餐 只等他下楼来了 没想到的是 还有另外一个访客在等着他们 或者说等着成风 成风和嘉义一进屋 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那 神色有些焦虑 看起来又几分眼熟 却又说不上在哪里见过 陶 你来了 田阳迎上来 直指身后那个女孩 这小姑娘来了 等你有一会儿了 昨天就来了 听说你去A市了 今天才能回来 什么也没说就走掉了 今天一大早又来了 不会是你的追求者吧 一大早都没个正经 成风笑骂他一句 把手里提的早点塞给田阳 去跟嘉义吃早餐去吧 这交给我吧 田阳接过早餐大 招呼着嘉义到一旁坐下 成风则带着那个女孩 进了自己办公室 嘉义 还好吧 田阳突然没头没脑地 对嘉义问 嘉义被他的话搞得莫名其妙 抬眼看看他 却见田阳一脸关切的样子 便笑道 怎么了这是 我听雷子说 田阳压低声音 你姓文的回来找你了 嘉义的脸 腾的一下涨红起来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好打电话去狠狠地教训 那个陆灵大嘴巴 现在被田阳提起来 虽然他也是出于善意 但是嘉义还是觉得 自己要被火着的脸给烫熟了 他没在纠缠你吧 如果有的话告诉我们 哥几个绝对是你坚强的后盾 这种男人 绝不能给第二次机会 田阳见嘉义不说话 于是以为他羞于开口 没有 嘉义见田阳会议错了 赶忙开口解释 事情都过去了 他也没有再试图联系我 田阳突然露出一个很暧昧的笑容 他朝嘉义身边凑了凑 嘉义 听说风哥还对那个姓文的挥了一拳 嘉义更窘迫了 心里直埋怨陆灵这个家伙 连这个都告诉了马春雷 想当然 马春雷自然是 不会对田阳和安长府 这种好哥们有所保留的 你说风哥 为什么要给姓文的一拳呢 田阳一副明知故问的样子 嘉义心里明白 他亦有所指 却刻意地避重就轻 只是微微地一笑 好汉嘛 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田阳不想让他就这么混过去 他和重案组的其他几个人都觉得嘉义和他们头之间有一种暗潮涌动的感觉 却好像是一口慢炖锅 永远一副温吞吞的 不冷不热不沸腾的状态 实在是让几个旁观者心急 他想再说点什么 这个时候成风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 送这个小姑娘出门 也就只好做吧 送走了小女孩 成风也过来吃早饭 风哥 刚刚那小姑娘谁呀 田阳挺好奇 啊 那个吸血鬼网络社团的人 成风回答 转头对嘉义说 你见过的就是那个啾啾 啾啾 嘉义感到非常惊讶 继而又恍然大悟 怪不得总感觉刚才那个小姑娘看起来似曾相识 却又有些想不起来 原来是她呀 今天她没有把脸涂得苍白 也没有擦暗红的唇膏 素面朝天的样子显得非常又青春又朝气 她来干什么 小姑娘这几天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呢 成风轻轻笑道 那天你不记得 三个小孩里头 舅舅说庞莉莉的ID是个男人在用 而小龙却说是个女人 我记得呀 不过后来证明那个ID确实是庞莉莉的 这个咱们不是已经验证过了吗 嘉义有些糊涂了 没错 但是刚才啾啾来跟我说 她确定那个ID使用者是个男人 啊 嘉义和田阳都愣住了 她之前说和小龙在一起 她和小龙是恋人关系 所以不敢说出来 怕小龙责怪她 但是回到家里以后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很可怕 害怕自己会成为第四个受害者 或者 她觉得自己不过是侥幸逃过一劫 否则她没准啊 最经体逢源做了第一个受害者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乘风转述 啾啾的话 嘉义着急的催促 别掉胃口了 快说出来听听 乘风看她着急了 也不继续卖关子 说道 她说那个 关于吸血鬼新娘的帖子 刚发上的那一天 她恰好再见 因为知道那个ID 是自己的同社团的 却从不露面的成员 又发了这么诡异的一个帖子 所以就好奇的找对方私聊 聊了一会之后 对方主动提出视频 她就开视频 和对方聊了几句 是个男人 对 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长相呢 她能不能回忆起来 乘风遗憾地摇摇头 她说对方应该是在网吧 光线不是很好 她只能看到对方的一个轮廓 而且啊 她们视频没有几分钟 她就听到 有个女人在旁边说话 好像是在催促 接着那个男人 就结束了视频下线了 九九之所以非常害怕 是因为那个男人 向她提出见面的要求 她挺高兴的 感觉自己能见到同社团的人 而且啊 这人别人都约不出来 很有面子 但是 女孩子毕竟矜持 所以说要考虑一下 现在连续死了三个人了 都与那个帖子关系重大 所以她觉得非常害怕 一方面是后怕 另一方面呢 也是担心自己看到的 如果是真的凶手 对方会对她不利 所以她才会在那一天 什么也没说 这个时候忍不住 又来找你 对 那她对那个男人 就没有获得什么 有价值的信息吗 嘉义不甘心地问道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她说那个男人 英文名叫Easton Easton 东部 嘉义突然看着陈峰 难道是陈东 还不能确定 毕竟英文名字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陈峰虽然做了 同样的联想 却不敢轻易地下结论 你们都到了 安长普急急忙忙地走进门 打断三个人的谈话 他气喘吁吁地 一屁股坐在桌子上 拿起旁边一盒牛奶 就咕嘟咕嘟喝上几口 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时间还没到 你那么急干嘛呀 天洋逗的 安长普宗大衣口袋里 抽出一份本地报纸 你们看看 财经版头条 三个人接过来 在桌上摊开 看到财经版醒目的位置上 大标题写着 联达总裁修改遗嘱 公司走向 成未知 冯天明修改遗嘱 加一抬头 用询问的眼光 看向成风 成风明白他的意思 点点头 走 咱们去看看冯老 又一次到了冯天明的别墅去 成风已经算是轻车熟路了 随着近几日天气转暖 森林公园里的人工湖上 冰雪消融 恰好这一天是个明媚的冬日 微风徐徐 吹起了湖面的层层波纹 不过 今天的成风和嘉义 却都没有顺便欣赏风景的雅致 他们心里都隐隐地感到 查了这么久的案子 冯天明这次突然更改一处 会是一个转折 答案似乎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来之前 成风打电话给冯天明 征求了老人的意见 得到了允许之后 才和嘉义直奔别墅而来 冯家的保姆已经从老爷子那里 得到了消息 说有客人来 所以成风和嘉义一进门 就直接被带到冯天明的卧房 冯老 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成风进门 看到冯天明比之前见面的时候 气色好了不少 虽然来的时候目的是询问 遗嘱变更的问题 但是面对这样重病出狱 又失去女儿的一个老人 他实在是没办法直奔主题 所以 先开口关心老人的近况 冯天明 靠坐在床上 示意成风和嘉义坐下 又吩咐保姆给两个人倒茶 然后才客气地对成风点点头 比前阵子稳定不少 不过医生也说 这个病啊 缓过来未必就是平安 头一年能不能熬过去是个关键 活过一年就能活五年 活过五年才能勉强平安度过 没问题的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您的经济条件也很充足 健健康康的过五年 根本不是问题 嘉义听出冯天明的语气里的哀伤 开口替他宽心 虽说冯天明是C市 乃至是省内的知名企业家 资产雄厚 但是对人谦和有理 没有一丝同臭味 这让嘉义对他的印象始终是不错 因此 对他的经历 在个人感情方面上 也更为同情一些 冯天明轻叹了一口气 摇了头 哎呀 我也看开了 像我这个年纪呢 还能有几个五年呢 索性听天由命吧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不该把大把大把的宝贵时间 花费在赚钱上 永远是没完没了的饭局 应酬 随后赢得了事业 却输了家庭 两次婚姻 第一次与失败告终 第二次倒是找了一个好女人 可惜老天爷没有给我机会 好好去对待她 就让她离开人世了 索性 还有两个女儿吗 结果 一直到远远走了 我才发现 这些年来 我虽然把孩子放在心里 却没有珍惜过 和他们相处的时间 没有创造更多的机会 去享受天伦之乐 现在真是悔之玩意 这样的一番话 从冯天明这样一个大病出癒的老人嘴里说出来 听着更加凄凉 心酸 成风和嘉义能够体会到她的感受 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 因为那些安慰的话说出来 总是感觉苍白无力 对了 程警官 你们来找我是为了远远的案子 是吗 这案子有结果了吗 冯天明用手帕似的是眼角 把视线重新落在成风的身上 成风听他这么问 便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冯老 我们今天来是为了您修改遗嘱的事 冯天明没有想到 对方会给自己这么一个答案 愣了一下 我修改遗嘱的事 这和远远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冯老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您更改遗嘱的消息 这件事或许与冯天明的案子有因果关系 所以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冯天明一辈子在商场上征战 便很快明白了成风话里的意味 他摇摇头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不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牵连 你能告诉我们原本的遗嘱是什么内容吗 成风问 冯天明迟疑了一下 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原本的遗嘱是把所有的财产分成三份 分别占全部的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五十 第一份捐赠给抗癌基金会 这是圆圆的母亲生病期间我就做的决定 第二份是给小小的 最后一部分给圆圆 也就是说 按照原本的分配方法 冯小姐能分到财产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而一半的家产都会是冯圆的 嘉义犹豫了一下 没有忍心把后边的话说出来 冯天明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有些慌张起来 程警官 你们不会是欢迎小小打算害圆圆吧 他有些着急了 这是不可能的 你们一定告错了 小小绝不会为了财产 对圆圆不利 事实上 我并没有偏袒谁 我对这两个孩子是公平的 怎么个公平法 程丰看不出来 这相差20%的分配方式 公平性体现在哪里 因为小小一直坐镇连达 虽然我们是一个私营企业 但是在这个公司里 他也算是位高权重 这些年来 虽然我不说不问 心里也是有数了 小小在经济上 比圆圆宽裕很多 圆圆这个孩子个性独立 脾气又降 他认准的事情 谁也改不了 原本我打算 让他坐小小的位置 毕竟小小虽然很用心 但毕竟不是个经商的好材料 我不能让他总这么活得压抑 不如去选择自己擅长的行业 偏偏事与愿违 小小没有天分 去坚持帮我打理公司 圆圆却一心想远离家 这个大摊子 我不想勉强孩子 就同意了 圆圆淡薄名利 但是到底是我亲生骨肉 这几年和小小比起来 圆圆过得挺清贫的 锦阳在公司里 但是只是个营销经理 收入也不高 他们两个又很自立 不肯无缘无故地 接受家里的扶持 我冯天明好歹在C市 算是有头有脸 手里还算是宽着 看着自己的小女儿 过着清贫的日子 我心里鬼不去 所以就想在分配遗产的时候 我躲给圆圆点 我考虑的是 反正圆圆不想进公司 那就让小小接管 圆圆有一半的遗产 至少下半辈子 生活不用发愁了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 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六十四集 风老 我记得你说过 风源之前突然改变主意 小回公司来主事工作 嘉义想起之前 冯天明说的事 一个疑问冒了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他在公司做主 手里还有一半的份额 那他和冯小之间的距离 不就拉开了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 没错 我之前的遗嘱 对两个孩子都没有隐瞒过 冯天明说 冯远突然对我表示 想回公司来做事情的时候 我挺高兴的 不过也有这样的顾虑 我怕将来啊 会对小小太不公平了 但是冯远跟我说 他不可能一直在公司里做事 他只是回来接管一段时间 之后呢 还是要交给小小 我一想 这样的话对谁也没有坏处啊 就同意了 那他有没有说过 为什么会突然要回公司 接管公司呢 本以为冯天明会 给出一个什么答案 结果让嘉义和成峰失望的是 他只是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袁远会 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他爱莫能助地摊开手 这小孩从小就很有主意 这一次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又很坚决 我问过他理由 他不吭声 我也就没有追问下去 你们觉得 有人害他和他回来接管公司有关吗 我们只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成峰回答他四两拨千金 还有一个人 我们也想跟您这儿了解一下 什么人 我们公司的 冯天明问 公司里的事啊 恐怕你们问问小小或者是进阳 更加妥当 我这两年呢 因为身体不好 到处看病 几乎没问过公司的事 这个人或许你会有印象 他的名字叫陈东 陈东 冯天明皱着眉头 沉吟着成峰说出这个名字 想了好一会儿才欧了一声 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对这个小伙子有点印象 好像是圆圆特意推荐来的 他从来不插手家里的生意 更别说是人事上的事情了 那是他唯一一次要求我 安排一个人进来工作 我看了一下 那小伙子工作精力还不错 加上圆圆难得开口了 就同意了 告诉小小给这个小陈安排进去 后来听说他工作能力还不错 那陈东进连达工作以后 具体表现你有了解吗 冯天明虽然想起了陈东这个人 但是他所提供的信息里头 有价值的东西太少 嘉义忍不住继续追问 比如冯元为什么推荐他进来做事 他进公司之后都做了什么 我问过圆圆 他说这个小陈是他一所大学的熟人 因为原本的公司没什么发展前景 所以求他给签线 想来连达 他原本的那个公司跟连达比起来 实力和发展前景上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理由我听着呢 也很合理 至于他平时的工作 是晓晓和晋阳他们在公司里 直接负责管理的 我没有过问过 怎么 他进连达还有隐情吗 和圆圆的案子有关吗 那您在变更了遗处之后 冯小是唯一的继承人了 那么晋阳呢 嘉义突然联想起 晋阳对冯元遗产的继承问题 原本如果冯元有一半的继承权 那么最终这些东西 晋阳也可以因为夫妻关系 和冯元共享 那现在新遗嘱的规定 规定所有财产都会冯小 那晋阳对此什么反应呢 冯天明没有惊讶 嘉义会问这个问题 似乎变更遗嘱之前 他也反复地考量过 这个问题啊 我和两个孩子谈过了 晋阳这个孩子挺懂事的 原本我说要给他10% 作为补偿 但是他拒绝了 说自己只要留在公司里 继续工作就好 圆圆如果还活着的话 也不会同意他接受这笔 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富 又问过一些之后 成峰和嘉义陪冯天明聊了一会儿 便起身告辞离开了 只是两个人离开的时候 心里并不比来的时候轻松 反而似乎更加凝重了一些 刚刚坐进车里 还没来得及一时离冯家别墅大院 成峰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打电话过来的是冯晓 喂 程警官 我问你 你去见我父亲 为什么不先经过我同意 电话一接通 冯晓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指责 你知不知道 我父亲身体很虚弱的 他生了重病刚刚好一点 不能太疲劳 也不能受任何刺激 你不经过我同意 就私自行动 如果我父亲为此 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负得起责任吗 请你冷静一下 面对冯晓的发难 成峰倒是不沉不怒 一派平静 说得轻松 那是我父亲 我当然更会关心 他的身体状况 这件事呢 很抱歉 我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不过我们之前 征求了冯老的意见 得到他的首肯之后 才去拜访的 冯晓被成峰的话 堵得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好撂下一句下不为例 便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 乘风叹了口气 转头问嘉义 你学校那边有事吗 如果没事的话 跟我回局里吧 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开个会 把手头的线索 好好的整理 汇总一下 我觉得似乎答案 已经浮现了 只是还需要我们 去扫除障碍 让它更清晰 更确凿罢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心里已经有了 朦胧的猜测 却又感觉缺少有力的证据 去证明 嘉义烦恼地 胡乱地扶了一把 自己散在肩上的头发 这种飘忽不定 又抓不着的感觉 真是太让人抓狂了 比毫无头绪时候 还要烦 乘风呵呵一笑 右手一伸 揉了揉嘉义的头顶 看你那急性子 多亏了你是个冒牌警察 偶尔客串客串 你要真是个端这碗饭的 还不早早地 因为案子急出病了呀 是啊 怎么跟你比呀 小女子我功力尚浅 没能练成成色 你这种不动如山的 面瘫神功 嘉义被乘风这么一闹 倒是把思绪 从案子里抽了出来 不一会儿 两个人就到了公安局 第一件事 就是把三千课 通通叫出来 五个人关起门来 开启了案件分析会 目前所掌握的证据 都瘫在面前 五个人都皱着眉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我觉得 凶手的搜索范围 已经可以确定为熟人作案了 嘉义首先说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个调查曾经统计过 在全世界范围内 在凶杀案犯罪这一类案件中 女性受害人 被陌生人袭击的几率 只有10%不到 其余的百分比 分别是被朋友 亲人 以及前男友瓜分 因为女性从小就被家庭和学校 灌输了防范陌生人的概念 他们在思维上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群体之上 所以对陌生人防范心很重 被害几率自然就低 但是对于自己的朋友 亲人 还有昔日恋人之类的群体 恰好相反 因为熟悉和亲密 所以疏于防范 背下黑手的几率很大 本案里 风源在偏僻的仓库里被害 而李梅的约害地点 则是自己的卧室 这都说明死者对凶手很放心 否则的话 风源不会深夜独自 去那么偏僻的地方约会 李梅也不会带着对方登堂入室 宽衣解带 嘉义说得很有道理 田阳首先表示赞成 尤其是李梅 那个架势分明是和对方的关系亲密 如果不是遇到了个变态杀人犯 他可是把人家带回家 准备跟人上床的呀 虽然咱们了解这情况的时候 听说李梅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 有些不太严谨 但是按照正常的逻辑 现在人再开放 也不至于把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带回自己家吧 至少说明李梅认识对方 或者是说 对方有让李梅放下戒心的理由 要是这么说的话 安长浦犹犹犹豫的开口了 第三个死者在情人旅馆遇害 虽然尸检结果说 他死前没有进行过性行为 但是 到那种场所去还能干什么 在这一点上 他倒是和李梅遇害的状态差不多 只不过这性别上的冲突让人很费解啊 你想啊 少法医都认为这三起案件出于同一个人 李梅和第三个人死者林伟 一男一女 又同被一个人以发生关系为由下了黑手 那岂不是 要么李梅喜欢女人 要么林伟 她是个 停 打住 马春雷打断安长浦的推断 你这小子满脑子乱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分析案情呢 你都快分析出一本小说来了 越说越不着调 安长浦不服气的瞪了一眼 那雷克 你倒说说看呢 你怎么解释李梅和李伟相似的经历 和完全相反的性别问题 那 马春雷迟疑一下 那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凶手应该是个男的 因为林伟好像有挣扎迹象 虽然他不是什么大力士 肌肉男 但是他是一个男人 力道还是要大过女人的 对吧 就算是吸入少量以弥 单凭一个女人的力量 想顺利的实施杀人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 凶手有帮手 你是说凶手本身是男的 他找个女人帮自己引诱林伟上钩 然后自己对其痛下杀手 田阳顺着马春雷的分析 说下去 这样呢 确实也符合那个情人旅馆的服务员 对林伟一同出现的女人的描述 他不说嘛 个子不大 穿着细高跟鞋 脚挺小的 绝对不会是男扮女装 可是凶手为什么这么做呢 成峰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说了这么半天 都快忘了这个凶手 作案打着什么旗号吧 吸血鬼新娘 那么 他一开始可以独自作案 对年轻女性下手 为什么要突然话说天足的 给自己找个帮手来勾引男人 把谋杀对象变成男性 三个刚刚还争辩很激烈的人 突然都安静下来 无言以对 我一直觉得 这第三个死者的出现 很仓促 有一种很刻意的感觉 似乎是为了出现而出现 成峰见大家都不说话了 继续说自己的看法 虽然以往我们的经验 以及一些案例中 有一些变态杀手 杀人的理由确实是 非常诡异或者匪夷所思 但是无论是激情杀人 还是蓄谋作案 终归都是有一个 最核心的犯罪目的 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 第一个和第二个死者 被害的过程 都与那个吸血鬼新娘的帖子 严丝合风 唯独第三个死者出现了分歧 根本就无法用之前的理由去解释 那么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凶手杀人 并非遵循那个帖子上描述的进行 另一种就是 第三个死者林伟 纯粹为了凑数 马春雷打了个响指 把程丰没说完的话给接下来 程丰点点头 对 我就这意思 如果说是第一种可能的话 可以理解成恰好这段时间 那个吸血鬼新娘的帖子 在论坛上大热 凶手只不过是借此为噱头 把自己的目标 依次按照这个方式来杀死 田阳习惯性的摸着下巴 要么这样来看 冯元和李梅的死 就比较解释得通了 而且陈东和王茜 嫌疑明显更大一些 不过 第三个死者林伟 与前两个人丝毫没有关系啊 这好办呢 我们可以先进一步 再查一下林伟和陈东 或者王茜的关系 安长浦接口说 如果把陈东假设成凶手的话 第一个第二个死者 都勉强说得通 第一个呢 他是暗恋过学姐 嫁给了这样的失望的男人 所以他忍无可忍 把他杀害 另一个呢 是纠缠他的女人 让他不胜其烦 索性也杀了 我看你小子电视剧看多了吧 马春雷笑安长浦一句 成峰也笑了 但嘴巴伤害不忘一本正经的嘱咐 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可能性的 咱们就要仔细地查一下 要是按这么个推测 王茜和林伟之间没有瓜葛 我倒是觉得更值得注意 天阳插嘴 前两个死者是对陈东具有影响力 或者是对他纠缠不休的女人 后一个男人掌握了他什么秘密 成了他的阻碍 所以他干脆也除掉他 王茜与李梅的关系 你觉得会让李梅敞开新房 让他大晚上的登堂入室 成峰摇摇头 否定了天阳的猜测 更别说半夜里把冯元约到荒角野外的空仓库 去见面了 除非 田阳眼睛一亮 有人帮他 这个人能够让冯元和李梅都卸下防范 比如 比如陈东 马春雷看看一直若有所思的嘉义 嘉义 你怎么半天不说话呀 这个案子你有什么看法 嘉义正在沉思突然被点名吓了一跳 我在想刚刚成峰说的第二种可能 林伟的遇害完全是凶手凑数用的 没错 嘉义点头 眼神很坚定地看着成峰 我想来想去 感觉凑数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之前您也说了 林峰的出现很刻意 从前两个死者来看 凶手分明是想要依照这个吸血鬼新娘的贴子 来进行系列犯罪的 第一个死者冯元 第二个死者李梅 遇害时间间隔比较短 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案件的性质 始终未能定性为变态连环杀人之后 出现了第三个死者林美 这让我突然有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会不会凶手一直在暗中 关注着警方的行动 并且希望自己的罪行被定义为 变态连环杀人 所以第三个死者林美 是凶手用来证明案件性质的牺牲品 安长普有些不解 那为什么要杀死一个男人 这说不通啊 如果我是凶手 想证明自己是变态连环杀人 那我会选择一个女性下手 按照常理来说 的确是如此 这次开口的是成风 刚刚听嘉宜说出 跟自己很相近的结论 脸上露出一抹笃定的微笑 不过有一个问题 你们是否考虑过 虽然我们警方一直低调的 进行这个案子的侦查 但是媒体那边 却把这个事吵得热火朝天 现在C式的年轻女性 不能说人心慌慌 却差不多少了 你觉得这种时候 凶手要引诱一个年轻女性 作为下一个受害者 风险是不是增加了很多 所以他就仓皇之中 随便选一个人下手 加一对成风点点头 接着他的话头分析下去 依照以上推论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凶手一定是个 非常谨慎的人 第二 案件性质被定性为 变态连环杀人案这一点 对于凶手来说非常重要 重要到他宁愿顶峰作案 可是案件定为 变态连环杀人 对凶手有什么好处呢 田阳想不通 心理上的快感 我不认为凶手 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嘉义摇摇手指 如果对方真的是那种心理变态的杀人狂 那么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冒着被抓的风险 也会选择一个年轻女性下手的 要知道 会通过变态杀人来获取内心的快感的人 都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偏执特质的人 这个案件的凶手显然不是 没错 他一方面急于把警方的视线转移到连环杀人上 而且是与吸血鬼新娘密切相关的连环杀人案 另一方面 却又生怕自己被发现的风险会加大 承风打了个响指 这说明什么 他在试图转移视线 哼 明白了 马春雷一拍脑门 我这脑子顿的 也就是说 如果案件被定性为变态杀人的话 那凶手反而容易淡出警方视线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摆脱嫌疑 没错 这就是我和嘉义想表达的意思 承风见大家都开窍了 脸上露出笑了 田阳和安长浦也心领神灰 经过这么一分析 大家都觉得无论哪一种可能性 案件真相大白的日子 都尽在眼前了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走啊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承风的身上 承风微微一笑 明天大家任务可能会比较重 雷子天阳 你们俩去找陈东和王倩 长浦 你去林伟遇害前去过那酒吧 还有发现尸体的亲人旅馆 我和嘉义再找舅舅聊聊 之后 承风又分别交代了一遍 美祖人的调查重点 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 吸血鬼选新娘闹剧背后的真相 终于要见分晓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经过一整天的忙碌 所有人都收获不消 嘉义和成丰除了约见舅舅之外 还额外跑了一趟精真大队 取得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高兴的莫过于安长浦 本来只有他是单独行动的 谁知道 田阳下班回家 吴玉中提到的第二天 要进行重要信息采集工作 他对行政工作充满了 无穷热情的妹妹田蜜 立刻坐不住了 一个劲的要求要帮忙 后来成丰考虑了一下 工作量确实不小 便向反扒组借了人过来 于是乎安长浦就得偿所愿的 有了一次与新衣女孩 假公祭司的相处 只可惜 田蜜的热情仅限于查案本身 对于其他的事情 小姑娘显得既缺乏热情又迟钝 难为安长浦献了半天的殷勤 她都无知无觉 没有发现 傍晚 三组人都分别回到了重案组 成丰立刻召集所有人开了个会 把反馈回来的信息汇总起来 嘉义心里虽然一直有隐隐的猜测 但他始终认为人心向善 所以一直盼望事实真相能与自己猜的大相径庭 可是偏偏事与愿违 当每组人收获被一一摊在桌面上 他的心就沉重了起来 你怎么了 成丰发现身边的嘉义脸色变得很难看 以为是一天的奔波让他不适应 关键地问道 哪儿不舒服 嘉义摇摇头 没有 只是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心里有些不好受 成丰理解地点点头 我明白你的感受 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就是人心和人心 头儿 现在证据确凿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马春雷已经摩拳擦掌了 成丰想了一下 点点头 对人员进行了一下部署和安排 之后 大家便散会 分头行动去了 得到成丰的批准之后 很快三剑客就分头行动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马春雷和安长浦先回来了 身边跟着连达公司的营销经理 冯元的丈夫晋阳 紧接着 还没等成丰或者晋阳开口说话 又一辆车急急地驶进了公安局大院里 田阳挑下车 拉开后排车门 冯小铁精着脸色 从车里走了进来 晋阳看到冯小脸色不善地跟着天阳走进来 似乎有些诧异 他转头问成丰 程警官 你叫人找我来 有什么事 是圆圆案子有进展了吗 对 成丰面带微笑 拍了拍晋阳的肩膀 所以我们需要你这个死者家属 来配合我们工作 说完他转向马春雷 雷子 带晋先生去做笔录 马春雷心领神会 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一招手和安长浦一起 带着晋阳走了 对于晋阳来说 冯小的态度就没那么平和了 一进大门 他便怒气冲冲地奔向乘风 开口便发难 程警官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公司那边好多事儿好忙呢 你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就直接叫警察去公司把我带到这里来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名誉问题 公司上下会怎么想 我们家原的案子 你们迟迟没有调查出个结果来 有这个时间 你们不去抓检查案 一次次打扰我们这些死者家属 倒是挺频繁的 你们是怎么做事儿的 我要见你们领导 嘉义听了冯小的话 皱起眉头 原本他的心情就不轻松 现在冯小又一进门大吵大闹 实在是让人反感 比起冯小的气急败坏 乘风倒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似乎对冯小叫着要找领导 一点也不介意 他对冯小笑了笑 抱歉 我们知道冯总公务繁忙 但是今天你妹妹冯元的案子 已经有结论了 所以我叫你们来 就是要跟你们谈这个事情 冯小听到结论二字 从乘风嘴里说出的时候 猛地抬眼瞥了他一眼 又把目光转向一旁 嘴里不太耐烦地说了一句 那抓紧谈吧 乘风点点头 带着冯小走在前头 嘉义和田阳紧随其后 四人到了审讯室 落座后 冯小不自在地扭动几下身子 环顾了一下四周 不高兴地瞪着乘风问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谈 我想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真相 谈话地点这些应该不重要吧 乘风面带微笑 一副若无其事的口吻 但是他的话听在冯小耳朵里 还是让他的脸微微变色 但是犹豫了一下 终究没有发作 之后就是一阵长长的沉默 谁都不说话 审讯室里的空气 似乎都凝固了一般 过了几分钟 冯小终于绷不住了 率先打破沉默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找我来要不说话 就算你们很闲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跟你们耗着 如果没什么事了 我要离开了 我以为冯总会着急 知道杀害你妹妹冯云的 真正凶手是谁 就在冯小试图起身 离开的瞬间 乘风终于开口了 冯小动作僵住了 顿了顿才不自在地坐回去 他撇了撇嘴 我当然着急 可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出 冯总的焦急呢 乘风似笑非笑地 悉尼着变了脸色的冯小 从头到尾 你只着急离开 却没有追问过 我们是什么结论 这让我忍不住想 是不是冯总 已经对答案了然于胸了 所以才没有了好奇心 你胡说什么 冯小终于坐不住了 猛地起身 差点把椅子碰到 乱说话 我当心我请律师 告你们诽谤 阻我一下 这是公安局 不是你们连达公司 轮不到你耍威风 田阳别看平时 笑模笑样的 关键时候板起脸来 还顺手用一旁的水杯 敲了敲桌子 还真有一股自威严劲 算不算吓人不好界定 但是对冯小 显然还是有威慑作用的 冯小火大地瞪了田阳一眼 最终还是一屁股坐了回去 你们今天来找我 到底什么事啊 被田阳那一嗓子吼去大半 气势的冯小 环抱着双臂 虽然不敢像刚才那个样子 张狂地大呼小叫 却依然态度十分不佳 眼光冷冷地 在包括嘉义内的三个人之间 来回扫尸 没什么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找你来聊聊 你妹妹那件案子的事 成风似笑非笑地回答 冯小恼火地翻了翻眼皮 查案子 好像是你们警察的事吧 我没有义务帮你们分担 你们自己的份内事 我们需要的是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分担到不必 你不是需要结果吗 我们今天就是来找你 宣布结果的 那你说吧 我听着 冯小嘴上 应得干脆 脸颊却不由自主地 微微抽出了一下 这个微小的动作 没有逃过嘉义的眼睛 他看着成风 嘴角亲至一抹 胜券在握的微笑 成风痛快地开口 那好 我们先来给你分析一下 我们的破案思路吧 不需要 我是外行 不懂你们警察的工作 你们就说结果好了 说完 我好回公司 冯小变过头去 拒绝了成风的提议 成风却不理会他的拒绝 镜子开口讲述起来 首先 我们根据冯元遇害的时间和地点 以及他一个人秘密赴约 前往的情形 推断得出 杀害冯元的凶手 一定是他很亲近和很信任的人 并且 见他约到那里去 也是绝对让冯元觉得在情理之中 所以才不会怀疑的去赴约 而第二个死者李梅 被害地点是自己家中 而且也是在半夜 说明凶手也是他熟悉的人 这与我无关 我只关心我妹妹的事 你就直接告诉我 凶手是什么人好了 冯小再一次打断成风的话 室内温度很低 可是冯小的额头上 似乎隐隐地扶着一层细汗 成风微微一笑 对冯小的话置入网闻 继续自说自话 我们根据这样的推测 把凶手定为成 冯元和李梅都认识的人 这个人应该是 两个受害者的交集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下手 加上你的提示 庞莉莉进入我们的视线 哦 冯小听到这儿 脸颊的肌肉 微微松弛了一点 你的意思是 我妹妹是被庞莉莉杀害的 那你们抓到她了吗 别急别急 成风是以冯小烧安勿躁 我们注意到 庞莉莉这么一个人之后 很谨慎地分析过 她与两个死者的关系 冯元与她有恩 她为什么杀自己恩人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 冯小哼了一声 那个女孩根本就不正常 她就是个精神病 精神病杀人需要什么理由呢 说不定 她恨圆圆 不许她痴迷兮歇歇鬼 这种东西呢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也考虑这一点了 成风点头认可了冯小的话 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就算冯元遇害 是有据可循的 那么李梅呢 庞莉莉和李梅的交集在哪 他们不是 冯小刚一开口 力士打住了 哼了一声 你继续 成风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继续说 后来我们查出 他们两个是网友 那么说来 凶手是庞莉莉咯 冯小追问 我们也一度这么认为 不过随之而来的 在于 如果庞莉莉真的是因为 痴迷兮歇歇鬼而杀人 并且遵照那个贴子的内容进行 那么第三个遇害者林伟 又该如何解释呢 说完这话 成风便沉默下来 三个人谁也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冯小 冯小太阳穴处 血管已经微微凸起 她的眼神有些散 依然紧紧地环抱着 仔细观察的话 却可以发现 她在微微地颤抖 嘉义看着面前的冯小 知道成风一直在等待突破口 已经出现了 从一开始成风就不停地 进攻冯小的心理防线 在冯小到来之前 她已经把审讯室的温度 调低了好几度 人在低温环境下 容易感到不安和恐惧 加上冯小原本心里有鬼 所以现在 纵使依旧保持着 抱怀这种防御姿态 瑟瑟发抖的身子 却泄露了她的秘密 她的心理防线 已经激进崩溃了 成风自然看得出来 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她突然敲了一下桌子 高声地问道 冯小 事到如今 你还不说实话吗 成风的一声质问 把心神不宁的冯小吓了一跳 她的脸色白得不能再白了 连惊呼一声都忘了 只是抬起头 愣愣地看着成风 不过冯小毕竟在商场里磨练了多年 是个声语 虽然心理防线几乎全线崩溃 却依然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 只是不再大呼小叫 不再盛气凌人 而是面无表情地 垂下眼 什么实话 我不懂成警官的意思 成风对她的反应没有丝毫意外 她朝田阳递了个眼色 田阳心领神会地拿出一袋证物 冯小 你抬头看看 这东西你认识吧 冯小抬眼一看 田阳手里的证物袋 装着一顶咖啡色的中场女士假发 瞬间一愣 继而摇摇头 不认识 冯小 你是个聪明人 假发这种东西戴过之后 很容易会把自己的毛发留在里边 我们可以通过DNA检验 来确认这一点 现在之所以在这里和你纠缠 只是希望你能把握机会 争取主动 希望你明白 成风诱导冯小 冯小依然冷着脸 四两拨千斤到 不是我的又怎样 是我的又怎样 什么时候法律做了这么大的变革 戴假发违法吗 戴假发当然不违法 但是如果有人戴着假发去杀人 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顶假发在第三个死者林伟遇害的情人旅馆附近的大垃圾桶回收点发现 而死者林伟的手里 我们也找到一些细小的碎屑和纤维 其中就包含这顶假发同样的构成的纤维 这一点你怎么解释呢 冯小 成风的眼光锐利地注视着冯小 不会放过他每一个细微的表现和动作 我不需要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 这领假发是我的 一直都是你们在自说自话 冯小哼了一声 冯小 机会我们给你了 不要不懂珍惜 天阳有些恼火了 冯小抬眼瞄了他一眼 呵呵一笑 好的机会 向来需要自己去争取 别人随便给的那不是机会 那叫陷阱 经过一开始的紧张和害怕 此刻冯小 已经确定警方将目标锁定为自己之后 反而比之前镇定了不少 从一开始的试探和抵触 变成了油滑的四两拨千斤 同成锋他们打起太极 对于他的态度 成锋倒是不气不恼 他不再向冯小问话 田阳和嘉义也静静地坐着 四个人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似乎这里进行的不是一场审讯 而是一场耐力竞赛 审讯势力静悄悄的 只有墙上的石钟 在滴答滴答地响 提醒着屋里的人 时间在向前推移 嘉义看得出来 冯小并非如同他自己表现得那么镇定 只不过是物质压抑着心里的恐惧 想要抱着脚下的心里顽抗下去罢了 只是他不太明白 此刻成锋在等待什么 安静的对峙 没有让冯小感到好过 他时不时地抬眼飞快地瞄着三个人 又重新地垂下眼皮 看样子 他在揣测 成锋这反常的沉默 到底是在酝酿着怎么样的阴谋 大概又过去了十分钟 走廊里有远及近传来脚步声 接着审讯式的门被敲响 成锋的眉头一松 喊了一声请进 门打开一条缝 马春雷从外面把头探了进来 头儿 我们那边都撂了 他兴高采烈地说 冯小猛地转过头去 看着突然跑过来的马春雷 眼神里满满都是不安和疑惑 他刚刚看到这个大块头 是带着靳阳离开的 刚刚他那话是意味着什么 此时此刻他已经很清楚了 雷子你先进来吧 成锋点点头招呼马春雷进来 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冯小身上 冯小 刚刚我跟你说过 希望能够争取主动 可惜你没有把握住机会 现在靳阳那边什么都交代了 我希望你能把握最后一个机会 主动开口 我们可以算你有自首情节 回头法院定罪的时候 或许会从轻处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一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六十六集 冯小脸预夹又不由自主地微微抽动了几下 他现在已经不仅是脸色苍白 连嘴唇已经发白了 不安地在椅子上 扭动几下身体 冯小的嘴唇几次微微如动 似乎想开口又下不了决心 他终于抬起头来 瞪了乘风一眼 别以为我会上你当 你们是想右供吧 别费心了 说吧 又扭过脸去 马春雷看着乘风 乘风盯着冯小 犹豫了片刻对马春雷点点头 雷子 既然冯总不相信 那你就跟他讲讲 靳阳都交代什么了吧 他对马春雷说 同时看到冯小的后背 瞬间崩直了 好嘞 马春雷郑重骑士的轻轻嗓子 对冯小说 根据靳阳的交代 因为冯天明在各个方面 一直对冯元比较偏袒 立遗嘱的时候 更是打算把一半的遗产 都给冯元 所以你一直怀恨在心 前段时间冯元突然是 安插自己的学弟 陈东进公司里 自己也向冯天明提出了 要进公司去主持工作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革 给你很大的打击 于是你恼羞成怒 想除掉你亲妹妹冯元 为了让靳阳给你保守秘密 你答应他 帮他摆脱被陈东 威胁前途的状况 巩固在公司里的地位 达成一致之后 你让靳阳在冯元 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取了庞丽丽的网络ID 以及密码 然后精心的编造了一则 关于吸血鬼选新娘的帖子 在网络上引起轰动之后 将冯元深夜 遇到案发地点 试交那个空仓库 然后 对他痛下杀手 胡说 胡说 冯小在听了马春雷的话之后 终于无法伪装平静 他浑身颤抖着 双手紧紧地握着拳头 只关节因用力而发白 你们骗我 靳阳不会这么说的 他不会 他不会栽赃我的 你不信 成风眉眼一挑 拿过马春雷面前的笔录 做事要起身 需要我拿靳阳签过字的笔录给你看吗 或许看过之后你就相信了 冯小紧紧地咬着嘴唇 眼神闪烁 迟迟不开口 既不接受成风的提议 也不拒绝 成风见他这样 也不逼他 依旧是很有耐心地 等待他下一步反应 嘉义看着冯小犹豫不决的样子 他知道 现在冯小心里可以说是 正在进行着天人交战 一方面他仍然是担心着警方设下骗局 用来诈骗他口供 另一方面 他却又忍不住地怀疑 晋阳是不是真的 那么对马春雷讲 看样子 这一对合伙人 并不是那种建立在信任和默契基础上的最佳拍档 私底下 冯小对晋阳也并不是特别的放心 嘉义见冯小犹豫不决的样子 知道此刻他的心理防线已经激进瓦解 与其继续下猛药 倒不如从心里软化他的抵抗 于是开口对冯小说 冯小 我知道你有顾虑 但是有一个道理 其实咱们大家都明白 这个世界上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没有不透风的墙 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到底是抱着侥幸心理顽抗到底 还是把握住最后一个机会 争取主动 全看你了 我虽然不是警察 但是我懂的 定罪 重证据 亲口供 今天你会被叫来 自然是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 加上静阳的口供 即使你嘴巴闭得像蹦河一样 也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这里的利与弊 你自己来衡量 你我同为女人 我也不想见到你最后 落得过于被动 冯小正正地听完嘉义的话 点了点头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他终于抬起头 看着对面的三个人 眼中透着忐忑 问吧 成锋见他态度终于松动了 也放缓了态度 虽然定罪 讲究重证据 亲口供 但是 如果冯小 始终硬扛着 不肯认罪 那他们 就得跟着 多费些功夫 刚刚嘉义的一番话 说得直白 但是不强硬 利弊都清楚地摊在了对方面前 尤其是 他是一个 非公安的立场 反而让冯小 更往心里去 如果我说的事实真相 和静雅说的不一样 你们会相信我吗 冯小不放心地问 这似乎 是他现在心里最大的顾虑了 成锋对他点了点头 郑重地回答道 冯小 这一点 你大可以放心 以我们手上掌握的证据 就算你和静雅 共输的版本有所不同 我们一样可以 从中辨别真伪 现在 只要你把事情 如实地告诉我们 不要有心理负担 冯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声音微微颤抖 那么 即使我告诉你们 我和静雅是一对情人 他从头到尾都没爱过冯元 而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静雅一个人 策划和实施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帮手 一个配角 你们也会相信我吗 成锋听了冯小的话 点了点头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坦白地把事情经过讲出来 我们自然会辨别其中真伪 绝不会冤枉你 我承认 这个案子里 我的的确确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程晓在下定决心要坦白之后 整个人似乎比之前更放松了一些 他叹了口气 问成锋 可是在坦白交代之前 我能不能问 你们是怎么怀到我们的 其实最初我们并没有直接怀到你身上 成锋的雨季里多少带着一些惋惜 不得不说 最初我们着手调查这种案件的时候 你的演技骗过了我们 我们都相信你是一个被丧魅之痛 打击到的可怜人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欲盖弥彰 事实的真相你心里很清楚 所以在李梅遇害之后 你见我们还总是把问题的焦点 围绕着连达公司和你们冯家展开 便故意在言语中试探和诱导我们 把案件向连环杀人靠拢 并且几次三番的暗示和明示 庞丽丽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的存在 说到这儿 成锋停顿了一下 深深地看了冯晓一眼 我们查出关于庞丽丽的信息 的确是符合你那些暗示 我猜你们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 应该早就把庞丽丽底细给查清楚了吧 冯晓他们放出的烟雾弹 的的确确是困扰了成锋等人一阵子 庞丽丽的身世 他的网络ID 甚至他的疾病以及孤僻的性格 都让他格外的引起警方的注意 更把这个案子的作案动机 渲染上一种病态偏执的色彩 虽然冯晓在他们接触冯天明等人的时候 总是表现出一种隐隐的紧张 并且反复地提起庞丽丽 询问连环杀人案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这些表现都让成锋和嘉义感到狐疑 但是最终让他们开始停下探索的脚步 回过头去重新审视 这个案子也是在见到庞丽丽之后 庞丽丽的客观状况 显然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冯晓的因有所指 也可以勉强地理解为 对庞丽丽的偏见 可是当嘉义忍不住提了一个假设之后 所有人回过头去看 都找到了许多 与他假设相契合的蛛丝马迹 在见过庞丽丽之后 嘉义便对成锋说出了自己的假设 他认为 既然整件案子始终都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 依据各种作案动机 第一个被害人冯源和第二个被害人李梅 都还勉强地可以找到其中的关联 但是第三个被害人却始终无法 与前两者建立起逻辑关系 身份上毫无瓜葛 性别上也完全不同 那么会不会 这起案件最初的动机 就是与连环杀人案无关 凶手真正针对的 只是三个人中的一个 另外两个只是对方放出的烟雾弹 用来迷惑警方的侦察视线 而冯源和李梅之间 恰好被发现 有陈东这样一条线索的存在 于是便让大家先入为主的 将整个案件视为连环杀人案 嘉义的这个假设 严重了陈锋心里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 只不过这样大胆的猜测 在没有明确迹象之前 不能贸然提出来 正巧此时冯天明变更遗嘱的新闻爆了出来 牵引出他原本的遗产分配方案 这件事情重新让警方把现实落回到连达集团和冯家人的身上 也让成锋坚定了信心 把那个大胆的推测拿出来验证 原本在财产上分配的布军 冯天明对冯源在事业上的信任和依赖 冯源突然回心转意 想接管连达公司 并且安插自己的学弟进公司去当空降兵 这种种迹象与冯源死后的事情 变化方向比较 冯小显然具有作案动机 于是乎 乘风大胆地把冯小视为本案的唯一目标 只围绕着他一个人来分析 在对陈东进行走访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冯源特意去摆脱他 来连达帮自己忙 并且如果做得好 并有希望能取代晋阳 按照常理来说 一向远离公司事务的冯源 为什么突然要奢足连达 而他为什么 又想让自己学弟来取代丈夫呢 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疑点 并且在第二次马逊雷他们 又去见陈东的时候 陈东也认为 冯源不会无缘无故地叫自己做事 他倒连达时间不长 但是隐隐地觉得有问题存在 于是乘风特意到经侦大队去寻找帮助 调查了连达公司的财务状况 结果不查标记 在调查之下 竟然发现 大名鼎鼎的连达公司 现在竟然只是一个光鲜的外壳 实际上内部已经是注冻斑斑 而令大家振奋的是 这次调查 还让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关键人物的秘密 连达公司的营销经理晋阳 名下的私产数额 与他收入明显是不符合比例 晋阳显然并不是他们说的那么淡薄名利 根据之前在案件走访过程中掌握的证据 以及相关的证人的证词 成峰他们早就认定 这件事件并非一个人所为 而是一男一女 根据这样的推断 成峰安排人员分别到李梅工作的酒吧 和情人旅馆去调查 他们还特意请技术课的同事 在冯小的照片上 加上假发和墨镜 拿到情人旅馆去 把加工前和加工后的照片 让林伟遇害当晚的值班服务人员 小林仔细辨认 最终确定 那一天在旅馆 同林伟一同出现的女人 应该是冯小 而元素八方面的结果也同样乐观 王倩和另外几个服务生 在辩认后 确认了靳阳就是当晚 同李梅一起离开的男人 你们在两次下手后 本以为事情会按照你们的计划发展 却没想到 冯元和李梅之间 巧合地存在着潜在的关联 这让我们的调查始终还是无法 完全从连达公司 从你们冯家人身上转移开 于是你们就顾忌重施 杀害林伟 成峰把他们的调查简略地叙述了一遍 冯小听完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 摇了摇头 哼 我何苦撑到现在 原来你们什么都知道了 我还有一个疑问 加一问冯小 你们一直以来计划很周密 从网络热贴到家伙旁历历 可是为什么会在林伟身上 露出那么大的纰漏呢 冯小自嘲地笑了 这可能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 我和靳阳按照初步计划 一步一步地实施非常顺利 先是盗取了庞莉莉的网络ID 编造了那一则耸动的帖子 发到网上之后 又花了一段时间去炒作 把那则帖子炒成了论坛里的热点 这期间 我们为了计划顺利进行 还按地里出资 把庞莉莉送到远离C市的A市 进行疗养 封闭起来 动手之前 我还打电话跟医院确认过 庞莉莉没办法离开医院 也没办法同外界取得联系 之后 又以庞莉莉的名义 约逢源到我们安排好的地点 庞莉莉是个有病的人 见不得光 所以 竟然是她开口约的 那样的时间 那样的地点 封源丝毫没有起疑心 之后 我们就按照帖子里的方式 把她杀了 李梅是庞莉莉的网友 那个女人太轻浮 靖阳以庞莉莉的ID 跟她聊了几次 视频了几次 她就心花怒放 根本没有犹豫 就接受了靖阳的见面要求 所以我们又很顺利地得手了 只是没有想到 李梅竟然会和那个陈东撤上关系 结果你们并没有因为她彻底而转移视线 没办法 我想到了舆论的压力 就像报社 媒体匿名提供了新闻素材 果然 报纸刊登之后 效果很轰动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效果 非但没有让你们 因为媒体的报道 而改变原来的方向 反而让C市的女人 都人人自危 我们原本再想找个女人下手的 只可惜靖阳试了几次 都没成功 大家都太警惕了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我来出马 勉强找了那个男人 来做第三个人 冯晓的一番话 让成风也很惊讶 她万万没有想到 庞莉莉被送去外地治疗 竟然是 冯晓和靳阳阴谋中的一部分 意在使她远离警方的视线 加大她的嫌疑 只可惜 因为冯晓二人 根本没有从心里 真正的关心过庞莉莉 所以他们并没有仔细询问过 医生庞莉莉的现状 不然 她就该知道 以庞莉莉现在 见不得光的状态 栽赃她 是多么不明智的事 她很快就消化了这个信息 又继续问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 用这样的方式杀人 靳阳说 杀人的方式 越是不寻常 就越像变态人格 这样一来 我们就容易淡出警察的视线 冯晓傲丧地垂下头 所以我们两个私底下研究了很久 才终于决定 用这种方式 冯源是你亲妹妹 也是靳阳的妻子 你们两个为什么蓄谋杀害自己亲人呢 冯源她不是我妹妹 冯晓猛地抬起头来 脸上表情却不是愤怒而是悲气 我根本就不是冯家的孩子 这件事情 我是无意中听我爸 对冯源妈妈说的 她说 她之所以和我妈离婚 就是因为在她生意忙的时候 我妈背着她 在外面与人私混 还生下了我这个女儿 她之所以留下我 是觉得 我跟着那样的母亲太可怜 从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是个野种 冯源她才是真真正正的 冯家的掌上明珠 但是我很爱我的父亲 我一直努力 想要成为 让她赞赏 让她骄傲的女儿 可是 她从来都不那么认为 无论我付出多少 在她眼里 永远只有一个优秀的孩子 那就是冯源 我只不过是一个 顶着冯家大女儿的 名字的野种而已 为了我的父亲 为了公司 拼尽心血 可是利益主的时候 她只给我30% 一半都给了冯源 这我都不计较 我知道自己的金量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就认识金阳了 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她 可是她眼里只有冯源 我连争取的勇气都没有 我没有更多西技 我只想维持原有的生活 可是偏偏天不随人愿 结婚之后 冯源对金阳就越来越冷淡 金阳多少次苦闷地 对我倾诉 我为她心疼 之后冯源又把以前 就和她的关系 很亲密的陈东 搞到公司里来 金阳就对我说 媛媛是打定主意 要用陈东来取代她 她已经完全变心了 我开始还不信 结果后来 父亲找我去谈 说媛媛要接替她的位置 管理公司 并且她已经同意了 我瞬间就明白了 她只是要赶尽杀绝呀 先甩掉金阳 再把我赶离冯家 这样就不会有人 威胁到她的财产了 什么淡薄名利都是假的 那天我和金阳一起 她喝了很多酒还哭了 说这样的日子 让她感到绝望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俩都觉得 这个事情必须有个结果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等着被自己亲人 和爱人扫地出门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 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六十七集 天阳质问冯晓 所以你们决定杀掉冯源 以及其他不相干的人 冯晓痛苦地双手 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只知道 我一辈子都活在 冯源的阴影下 他是冯家真正的骨肉 我是野种 我喜欢的男人 他得到了却不珍惜 现在还要这么对待我俩 这口气我咽不下 我当时只是想 如果他死了 我们的生活就保住了 我就是父亲 唯一骄傲的女儿 我和靳阳之间 也再没有任何束缚了 我一定是着魔了 我一定是疯了 说着冯晓无法自知地痛哭起来 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背负着良心的不安 他已经快要崩溃了 我没有想到 事到如今会变成这样 冯晓抽气着说 我以为靳阳对我也一样有感情 毕竟 他为冯源的冷漠痛苦的时候 都是我陪着他 但是为什么他污烂我 说我是幕后主使 冯晓 虽然这个事实对你来说 可能是个打击 但是我想 你还是认清靳阳比较好 成风叹了口气 你父亲对我们说 冯源这次准备接管公司 只是暂时的 他始终无意跟你争公司和争家产 这一次他之所以会突然回来 要执掌连达 我们猜测 这恐怕与你们连达公司的财务问题有关 财务问题 冯晓没有想到会从成风的口中 听到这么一个答案 一时间有些迷茫了 我们连达一直业绩不错 没有什么财务问题啊 有 只不过你们没有发觉罢了 经过我们的调查 连达的公司财务上 有着很大幅度的亏空现象 而这里面最大的获利人就是靳阳 冯源无论是自己入住连达 还是求陈东帮忙 都是想替你们冯家 剔除公司内部的蛀虫罢了 冯晓张了张嘴 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整个人像尸魂了一样 呆呆的 天阳雷子 你们俩把冯晓的笔录做好 成风对嘉义点点头 走吧嘉义 去那边一趟 嘉义起身跟上成风 二人离开冯晓所在的审讯室 朝走廊另一端走去 在另一间审讯室里 气氛依旧剑拔弩张 安长浦一脸严肃地瞪着靳阳 而靳阳 却是一副完事不公的样子 那表情 分明是在于安长浦较量 说着你能奈我何的前台词 成风和嘉义一进门 安长浦便大大的松了口气 根据他们视线的安排部署 成风出现在这儿 就说明冯晓那边已经撂了 那么眼前这个顽抗到底的家伙 也注定撑不了多久 怎么样啊 金先生 来这么久了 我们今天请你来的目的 已经清楚了吧 成风面带笑意 在金阳对面坐下 想不想说点什么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同于冯晓之前的紧张 金阳的语气云淡风轻 就好像警察是请他来局里 喝一个下午茶的 我以为你至少会关心一下 你妻子冯元的案件结果呢 成风拍拍手边的郡宗 金阳怂怂肩 远闻其详 既然金先生这么痛快 那我也乐于通知你 金阳 你和冯晓的罪行已经败露了 冯晓已经招供了 现在已经不是你失口否认 或者是顽固抵抗 能够改变的局面 成风见对方是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索性直接挑明 金阳回他一笑 我没什么隐瞒的 只不过是不明白各位的意思 那好 或许你听了这个就会明白了 成风也不跟他啰嗦 拿出一个微型录音机 按下播放键 录音带里传来刚刚冯晓招供的录音 金阳听到之后脸色大变 完全没有了刚刚的镇定自若 这个白痴 他恨恨地低难了一句 你说错了 冯晓是聪明的 他把握住了机会 争取宽大处理 成风说 金阳点点头 似笑非笑地梳了一口气 我也了到 那个女人会那么容易相信我 自然也容易被别人引诱出卖我 你们是什么证据都掌握好了 就差我的口供呢 还是想先掏出我的口供 然后再去找证据 成风也同样面带笑意 金阳 你最大的失败 就是总是太高估自己的水平 同时又低估别人的智商 你利用职权侵占公司钱款 说服冯晓一起杀害冯元等三人 在赃旁利 这些我们都有掌握 我们甚至都已经找到了 你在市化工厂工作的表妹 他已经把你求他帮你获取工业以迷的事情 全部告诉我们了 这个系列案件里 三个死者都是你亲自动手的吧 百密一书 虽然你在动手杀人的时候 已经考虑到指纹的问题 但是第三个死者林伟身上 你们第一次差点失手 遭遇了对方的反抗 虽然他并没有伤你太多 不过法医还是从林伟的指甲缝里 取得了一些有利证据 晋阳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面对成风的施加压力 晋阳的脸上笑容终于隐屈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穷途末路 已经没有任何翻身的余地了 我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面色冷了下来 成风却不想让他这么混过 说说你作案动机吧 为什么对冯小夏手 怎么说也是夫妻一场 现在已知李梅和林伟 不过是两个无辜被卷进来的可怜人 那么作为烟雾弹 而被害的他们 凶手作案的动机 已经无需再追究了 夫妻一场 晋阳嘲讽地冷哼了一声 见事情已败露到如此地步 也索性意图为快 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他和我更不像夫妻的人了吗 我出生平平 从上学开始就深深地体会到许多的不公平 不管我多么努力 多么出色 如果没有一个靠山 我永远都不会有出头之日 所以我选择了冯元 我一直都知道 他是连达老总的掌上明珠 所以无论他对我多么冷淡 我都不气馁 放低姿态委屈求全 只为不他的青睐 女人们还不都是一样 只要你做足了功夫 总能打动他们的 好不容易 我装作对冯元的家庭背景 毫不知情打动了他 也忍辱负重地经受了冯天明的考验 成为了冯家的女婿 结果呢 冯元含着蜜糖长大的小姐 他永远不知道 把金钱当成一回事 他还淡泊名利呢 那我就得跟他 过一辈子清贫的日子 他还跟冯天明说 我还年轻 不要早早地让我身居要职 多锻炼才好 以至于我一个堂堂冯家女婿 只能屈居人下 当一个小经理 你知不知道 连达内部多少人在背后笑啊 这些耻辱都是冯元带给我的 好不容易冯天明立了遗嘱了 一半财产都给冯元 我以为我们夫妻俩总算有出头之日了 结果那个女人竟然跟我谈 说公正财产 冯天明的遗产 他另有安排 不作为家庭共有 我忍了那么久 难道只是为了 蜷缩在冯家阴影下过苦日子 让人在背后嘲笑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上门女婿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所以你用公务之职 亏空公司欠款 公保私囊 冯元发现你的行为 所以你就除掉他 长风问 冯元把陈东安放进连达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有所察觉了 那个陈东从来就和我不对盘 又是他很信任的人 他拉这样一个人 还安排到直接威胁我地位的职位上 不是针对我又会是什么 如果我不除掉他 早晚也会被他把我送进去 静阳的拳头握紧又松开 不过事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百密一书 我就不该拉拢冯晓那个笨女人一起 这可真是印证了那句话 不怕狼羊的对手 只怕猪一样的队友 静阳 其实从头到尾 最蠢的人只有你一个 成风冷冷地说 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犯罪 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无论你自愈多高明 终于做完了审讯笔录 在带着静阳离开审讯室的时候 正巧冯晓也被马春雷和田阳带着走了过来 这两个人 这两个因为思念便连杀三人的凶手 在真相大白后碰面了 你这个蠢女人 你中了警察的反奸计 老子被你害死了 静阳纪别已经认罪伏法 依旧忍不住对冯晓咆哮 挣扎着想冲到冯晓面前 随即便被安长浦死死拉住 相对于静阳的怒气 此刻冯晓却淡定极了 他对静阳露出了一抹笑容 我宁愿和你一起去尝 冯源他们三个人的命 至少你已经不能继续 亏空我父亲的公司 我替冯家保住了连达 我还是冯家的好女儿 吸血鬼选新娘的案件 从侦查阶段就一直广受关注 在两个凶手都已经认罪之后 一直到二人被送上法庭 接受法律的制裁 又过了一个多月 这桩案子所带来的社会轰动 才渐渐的平息下去 嘉义和成丰在案子彻底结束之后 又去看望了冯天明几次 老人对于这样的结果十分的痛心 但是到最后 他还是重新修改了遗嘱 在他百年之后 自己名下所有财产70% 捐赠给抗癌期机会 以及其他的慈善机构 另外的30% 依然留给冯晓 虽然晓晓做出这样的事情 可到底他还是我的孩子 不管血缘上有没有关联 我把他从小养到大 就是当成自己亲身骨肉对待的 冯天明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里闪着泪光 说到底我也有责任 我没有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 没有顾及小小的脆弱的情感 不然 或许不会落到如此地步 不管怎么说 让C市年轻姑娘们 惶惶不可终日的系列杀人案 总算告破 C市又重归宁静 然而这样的宁静 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嘉义正在家里休息 突然接了一通电话 打电话的是陆灵 电话里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嘉义 嘉义不好了 春了他被歹徒用刀给扎伤了 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你们快来吧 嘉义一听 赶紧换了衣服出门 打电话给承风 他已经在去医院的路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嘉义的心头 感到了一阵不安 刚刚结束吸血鬼新娘 这个案件的承风和嘉义 还没来及松成一口气 就分别接到了 陆灵带着哭腔的电话 说马春雷被人用刀刺伤 正在医院抢救 二人立刻赶到医院 还好到了医院 从医生案里得到信息 马春雷只是大失血 没有伤及脾脏 这让大伙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事情原由是这样的 那天 好不容易结束了大案 可以轻松地陪女朋友逛街的 马春雷 无意中在公交车上 发现了正在行下的爬手 虽然他并不是反爬祖的 也没有当职 可是强烈的责任感和职业习惯 还是让他忍不住出手了 面对着爬手和几个同伙 马春雷表现得很镇定勇敢 加上同车乘客和司机的权力配合 最终几个爬起的惯犯 成功地被扭送至公安局 而在搏斗的过程中 马春雷还是被歹徒刺中三刀 当场流了很多血 还好只是外伤 没有伤及内脏 送到医院也很及时 没有落下什么严重的后果 陆龄毕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虽然当时他表现得很勇敢和很冷静 可是看到自己男友与歹徒搏斗中受伤之后 已经慌张得没了主意 满心都是担忧和害怕 想都没想拿起电话 就叫来了嘉义和成峰 以及重案组的两个人 谢天谢地只是虚惊一场 嘉义被陆龄吓个半死 但是看到马春雷负伤 没有生命危险 也不会落下什么病根 也很替他开心 而陆龄在关键时候表现出的勇敢 以及在马春雷受伤之后的日夜陪伴护理 都让马春雷在醒来之后 一直赞不绝口 成峰 田阳和安长浦三个人 都打心眼里替这个好哥们感到高兴 看来他是真的找到了那个合适他的女人了 好在刚刚结束了一个大案 重案组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 正好在这段时间里 马春雷可以安心的养伤 嘉义在忙完学院期末的事情之后 已经进入寒假阶段 可以说很清闲 所以没事的时候他就到医院给陆龄打个替班 毕竟陆龄的工作性质是没有寒假这种福利待遇的 总是公司医院两边跑 时间久了 嘉义也怕他会吃不消 当然了 中案组那边下班之后 田阳和安长浦也会隔三差五的来陪马春雷待一会儿 查克打婚的逗逗乐子 而成风不用说 一来马春雷是他的好朋友好同事 另一方面 嘉义每天来陪陆龄 他便自然而然的成了护花使者 负责每天晚上送嘉义回家 在马春雷那边情况稳定下来之后 慢慢的 大伙的注意力就从他的身上转移到了成风和嘉义那一边 虽然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 似乎都没说过什么 但是私下里几个人也没少凑在一起议论猜测 眼见这两个人之间似乎有暗潮汹涌 可是一直不温不火 反倒让几个旁观者在一旁乱着急 又是一个星期六 几个人不约而同的来看马春雷 这已经是他住院的第二周了 嘉义 有件事情恐怕得拜托你和成色 陆龄一边在病床边给马春雷削着苹果 一边对嘉义说 什么事 原本我和伤员同志报名参赛了我们公司组织的户外活动 人数既定的 不能退出 哪怕有一个人退出 其他人都去不成了 陆龄一脸无奈地比比床上躺的马春雷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不能去嘛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顶替春雷的名额和你一起去 嘉义问 当然不是了 扔他一个人在这儿 我出去玩也不安心呢 陆龄直接否定了嘉义的猜测 我是想要你顶替我的名额 哎 风哥 你就帮兄弟这个忙吧 马春雷苦哈哈的看着成风 你俩要是不答应啊 玲玲还不知道要怎么修理我呢 小辣椒的脾气可不是闹着玩的 陆龄回首做事 要拧马春雷一把 马春雷赶忙拦起他的手 脸上笑嘻嘻的 嘿嘿 大人饶命 小的现在是伤员 不止陆龄被逗笑了 其他几个人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是什么户外活动啊 嘉义犹豫地问 你别说是什么蹦极 要是的话 打死我也不去 放心 不是蹦极 要是蹦极 我叫你去 还不如直接杀了你痛快呢 陆龄撑了嘉义一眼 就你那小胆 我还不知道 其实就是去野外 打彩蛋枪罢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六十八集 嘉义松了一口气 点点头说 那好吧 我答应你了 不过程丰那边 我不能带位作答哦 说着比了比身后的程丰 喏 嘉义已经答应了 程丰 你怎么说啊 陆灵直接问程丰的意见 程丰只考虑一秒钟就点头了 好啊 我没问题 那就一言为定咯 我待会儿把明天集合地点发给你们 那你们就早些回去养精蓄锐吧 陆灵一手拉着嘉义 一手拽着程丰 把两个人往病房外面推 我已经告诉同事了 绝对有人代替我和程丰的名额 所以啊 你们俩千万不可以爽约哦 不然以后在公司 我可没法做人了 送走嘉义和程丰 眼见二人消失在走廊尽头 陆灵喜滋滋地回到病房里 竖起两根大拇指 搞定 哎 不知道风哥到底怎么想 平时挺干脆个人 这次怎么这么不痛快呢 安长普挠了挠头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对嘉义有感觉 平时那么关心 那么周到 可是怎么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临门一脚就迟迟没动静呢 风哥要还是你这个年纪 也许他会毫无顾忌地 直接冲过去表白 田阳毕竟比安长普年长一些 看问题更加成熟 我觉得吧 风哥这次越是犹犹豫豫 迈不出那关键的一步 反而越说明他更在乎嘉义 他平时对嘉义什么样 咱们是有目共睹的 在一起共事那么久了 也没见过对其他的哪个女人 这么上心过 越在乎越容易患得患失 风哥已经不是按时出头的小伙子了 没那么多精力去屡败屡战 所以他必须斟酌酿 然后一击击中 绝不能失手 你们俩 何着拿风哥当犯人分析呢 马春雷眼巴巴地看着陆灵 灵灵 咱们说好了啊 只要我躺在这儿 说服嘉义和风哥 替咱俩去参加点活动 你就同意我出院的 看情况咯 陆灵也不屌的 继续削苹果 马春雷文言 一张脸立刻变得苦哈哈的 别呀 我伤口早就不疼了 天天卧床静养 浑神难受 你就同意我出院吧 我再不活动活动 我骨头都要生锈了 看明天什么情况 陆灵露出一副邪恶的笑容 如果成色那个大木头 懂得把握机会 我就同意你出院 不然你就老老实实的 按医生的要求 待半个月 啊 马春雷一声哀嚎 倒回到床上 看来他能不能顺利的 提前出院 就看成风的 成风和嘉义走出医院大门 嘉义懊恼的叹口气 哎 刚才不应该麻木答应玲玲的 我运动这方面没什么天赋 更别说户外游戏了 成风不以为意的笑了叫 怕什么 又不是让你去参加部队拉链 也不用你吉星军 放松点 说的简单 嘉义瞄着身边的男人 看你也知道 绝对是个运动好手了 你有适合户外的鞋吗 成风看看嘉义脚上 穿着中根的小皮靴 嘉义想了想 我有几双运动鞋算不算 不行 虽然最近天暖 冰雪融化差不多了 不过普通的运动鞋 恐怕到户外防滑还是不够 成风说着拉起嘉义 朝相反方向走 走吧 趁着时间还早 就给你挑一双适合的鞋去 两个人到了附近的商场 逛了一阵子 最终成风为嘉义挑了一双 高帮的护怀的户外运动鞋 并且在店员的积极鼓励之下 又买下另一双相同款式的男款 提着袋子离开商场的时候 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 接着还有很多在甜蜜约会中的情侣 双双对对地从他们身边经过 成风神态自然地一手拉着嘉义 一手提着购物袋朝停车场走去 嘉义默默地跟着他的脚步 刚刚店员拼命地推销那双情侣男鞋的时候 嘉义没有想到成风会没有多考虑就买了下来 他一路上几次偷偷地瞄着成风 另一只手揉的袋子 想到里头装着是两双一模一样 却一大一小的运动鞋 心里忽然有点异样的感觉 很多人在知道他曾经赴美留学之后 都以为他会是一个前卫时尚的女孩 而事实上 在男女关系这些事上 嘉义的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 甚至有一点手揪 之前他只交过文西明这么一个男朋友 而文西明总是自愈成熟 对于情侣装这类物品 从来都是嗤子以鼻 认为是幼稚肤浅的东西 所以嘉义从未有过穿情侣装这种体验 而眼下 自己和成风的关系还是原地踏步的状态 而两个人之间的感觉也似乎 处于朋友有余恋人未满的状态 现在成风买了两双情侣款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么一想 嘉义的心不由得秃秃直跳 他犹豫了一路 在到了家门口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装模作样 若无其事的口气问成风 明天你打算穿今天买这鞋吗 穿呢 成风轻松一笑 既然买了就是为了穿的嘛 这双你拿好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对了 这集合地点还不知道呢 我知道 陆灵放我手机上了 明天咱们和其他人 在梁山公园门前集合 嘉义接过购物袋 哭着脸下车 按照一直以来的约定 上楼开门 到窗户边对楼下的成风摆摆手 目送他离开 拜陆灵所赐 这回运动弱象的嘉义 可谓是被逼上梁山了 不管愿不愿意 答应陆灵的事情自然不可以反悔 第二天一早 嘉义还是老老实实地爬了起来 洗漱妥当 遵循着自己做什么事 要有什么样的原则 平时习惯散着头发 也被梳成高高的马尾 套上一身运动装 穿上前一晚成风选的户外运动鞋 嘉义在镜子前左看右看 还真的感觉自己看起来 有那么几分运动健将的味道 当然只是看起来而已 过了一会儿成风也到了 接了电话之后 嘉义登登登地跑下楼去 出了门却不由自主地 有点迈不开步伐 因为推开单元门的一瞬间 迎面便看见成风穿着 和自己一样的情侣鞋 站在车边等自己 这画面竟让嘉义感到 脸上有些发烧 成风已在车边 看着嘉义不自在地走出楼门 脸上带着一抹飞红 凭自己对嘉义的了解 他隐约地可以猜中这其中的缘由 所以看着嘉义挚扭的样子 嘴角也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并不是个木头人 也不是不开窄的毛头小子 不会不知道一男一女 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或者是鞋 在旁边的人眼中是什么含义 而嘉义没有拒绝 现在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羞怯 这让他男人的自尊心得到很大的满足 喜欢这个女人已经是很确凿的事情了 在他心中无数次嘉义肯定的事实 可是怎样向前迈出这一步呢 成风却没有把握 随着一些细节的流露 他隐约觉得嘉义对自己或许是存有一定的好感 只是他是否真的能够接受一个警察男朋友呢 毕竟自己有过前车之鉴 而身边的同事朋友也多多少少的会遇到这样的尴尬 就是很多女孩或者女孩的家人 对找一个警察做男朋友或者做丈夫 心里依然很排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分享朋友圈 毕竟这个职业危险性是那么显而易见 追求平稳安定的生活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谁都不能对别人这种想法做过度的苛责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也算是成风一个男人的自尊心的问题 毕竟嘉义原本的男朋友文希明是那样的一个男人 不管她的行为多么令人唾弃 但是不得不承认 文大博士的硬件还是说得过去的 虽然成风也知道 嘉义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但是她也还是希望自己在捅破那一层窗户纸的时候 能规划得精心一点 让彼此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早呀 嘉义到了成风面前 偷眼瞄了瞄她脚上穿那双男鞋 哼 早 成风温柔的开口 吃早餐了吗 嘉义一炯 一早晨起来光顾着胡思乱想了 完全没有想过早饭的问题 成风见她这副样子 已经不需要再听什么回答了 回手拉开车门 上车吧 就知道你这丫头没记性 给你准备好了 路上吃吧 嘉义缩了缩脖子 黑黑笑着坐进车里 熟门熟路的找出成风为自己准备好的早餐 乖乖的吃了起来 打从自己和成风之间的隔阂与误会消失了之后 他似乎就一直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 回想起来 只在吸血鬼选新娘的案子刚刚结束侦查阶段 移送检察院之后 因为恰逢春节 嘉义回家小住了几日 两个人没有见面 自嘉义年后赶回C市之后 几乎每天都要凑在一起 有时候为了公事 有时候则是没有任何理由 包括嘉义回家期间 两个人也是每天短信联络 中间成风还打过几次电话过去 搞得嘉义爸妈好几次的盘问他 是不是有情况交了新男朋友呢 无法碰面的那几天 嘉义想过两个人之间的事 回想与成风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他发觉 成风早已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不知不觉地渗入了自己的生活 让他渐渐地习惯了有这么一个人 会经常提醒自己 注意饮食 注意营养 有这么一个人陪着他一起 热烈地讨论和分析案情 有这么一个人 不用自己开口 也能读懂自己的喜怒哀乐 知道如何帮助自己 宽心开怀 好吧 他承认 女人有的时候就是容易感动 许许多多贴心温暖的小细节 拼凑在一起 就会让一个人在自己心里变得重要起来 他是喜欢成风的 嘉义已经不想在心里否认这件事情了 不过 在心里对自己承认 和对别人承认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嘉义虽然觉得成风对自己的种种 都分明带着呵护的意味 他相信他对自己一定有着不同一般的感觉 只是他不说 他便默默地等待 不一会儿 位于市郊的梁山公园就到了眼前 车子拐进停车场的时候 嘉义看到 有台车旁聚集了几个年轻人 应该是陆龄的同事们了吧 在成风停车的档口 嘉义打量了一下那一群人 五个人 一女四男 你看 我就知道 这种打枪的游戏 是你们男人的最爱 嘉义泄气地对成风说 就一个女的 一会儿她要不参加 那我也不去做木鬼鹰了 成风听了她的话 不禁失笑 好 不勉强你 只不过今天你这打扮得这么有运动范 不上去操练操练 我实在感觉很遗憾 下车过去一问 果然是今天一起参加活动的人 这次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一个瘦高个儿 人长得可以说是一表人才 五个人站在一起 她是最明显的一个 深灰色的毛泥风衣 内衬着衬衫和蓝灰色的鸡心脸毛衣 看起来透露着喜分书渐气息 见到嘉义和成风 她主动过来打招呼 我叫彭磊 她伸出手热情地同成风和嘉义分别握过 怎么称呼啊 嘉义和成风做过自我介绍之后 彭磊又把另外四个人也介绍给他们认识 原来彭磊并非是陆灵公司的同事 而是就职于C市某高校 担任行政职务 五个人里唯一的女士是彭磊的女朋友 名字叫做杜宇竹 是一家私营琴行的古证老师 与她的名字一样 是一个白皙瘦肉的女孩 看起来气质非常温婉文静 彭磊为她做介绍之后 她对嘉义和成风敏嘴微笑 轻轻地招了招手 几个人中肤色很白 身材微胖的中等个 名字叫做赵欣 是彭磊的大学同学 外貌与其他几个人相比 的确是有些发善可陈 当介绍到职业的时候 赵欣的脸上流出尴尬的神色 好在成风和嘉义 也没打算对她的背景进行刨根问底 大家萍水相逢一起组队玩游戏罢了 既然对方有难言之隐 不如一笑带过 哦原来你们是陆灵的朋友啊 一个与彭磊身材相仿的年轻男人 凑了过来 脸上迎满了笑意伸出手 陆灵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是他们公司同事 我叫郑宇 我和彭磊还有赵欣是大学同学 好哥们 与彭磊的白皙斯文不同 郑宇有着深色的小麦色皮肤 眼睛很明亮 一笑露出一口血白的牙齿 牛仔裤和皮质赛车服 让他看起来十分运动时尚 介绍完自己 郑宇又拉过自己身旁 一只沉默的男人 这是我室友叫张坤伦 张坤伦的个子与郑宇差不多高 只不过看起来略微结实一些 穿得中规中矩 表情淡漠 郑宇替他做完介绍 他只是对嘉义生风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 到场几个人互相熟悉姓名之后 郑宇说还有几个同事 仍旧在路上没到 所以还要继续等一等 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又过了十几分钟 一辆车风风火火地使进了停车场 从车上跳下来三个人 呦 迟到同学快点 向组织靠拢 郑宇笑呵呵地走上前 招呼三个人快点过来 然后对其余人做介绍 三个人里面 两位男士都是郑宇同事 也就是陆林公司的员工 一个梳着中长发 眉宇间透着淡淡的忧郁气质 很有种校园歌手范儿的 叫齐哥 另一个男人长着一张气势汹汹的面孔 两条眉峰高挑 一副金刚怒目的面相 看起来似乎脾气不佳 不过在郑宇为大家做完介绍之后 他微笑着跟众人打交道的时候 神态倒是颇有几分憨厚 柔和了脸上刚硬的线条 我叫单文修 他直指成风嘉义 其实我就看你们两个特别面生 彭磊两口子我老早就认识 只不过这次被郑宇约出来的罢了 说着一拉身边的姑娘 她是我女朋友叫董雪 董雪是个性格开朗 在男朋友介绍之后 主动跟大家打招呼 很快就与其他人打争一遍 她是一间C市比较著名的 宠物医院的护士 正好嘉义收养小狗贝贝 最近肠胃不太好 两个人有了话题 在一旁聊了起来 几个男人也闲聊了一会儿 知道原来单文修和董雪 以及杜宇竹三个人 从小是邻居 认识很多年了 中学期间又是同校同学 到了大学才算分开 见人都到齐了 闲聊一阵之后 大家逐渐熟络起来 彭磊招呼大家 一起往打彩蛋的地点走 准备开始游戏 一群人说说笑笑的 拾接而上 直奔山顶而去 路上嘉义几次忍不住 抬头看看天色 早上出门的时候 只是灰蒙蒙的 现在却越来越阴沉起来 让他不免有些担心 而事实上 与这天气相应称的 一场风波 也正在降临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 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 莫依来 演播 泡夫先生 第六十九集 十个人一路 来到山顶的彩蛋枪场地 彭蕾是负责预约这次活动的人 他就大家先稍事休息 自己去和场地工作人员办好相关手续 杜与竹自动自发地跟彭蕾一起去 剩下八个人就纷纷地到一旁休息凉棚去待着 虽然是暖冬 天气已经日趋转暖 可是一路爬上山来 大家多少有些累了 尤其是三个姑娘 更是出了一层薄汗 这会儿到了山顶 随着海拔的变化 风也比山下更大了一点 出了汗之后 风一吹 还真的多了几丝凉意 嘉义和成风坐进了凉棚 同他们一起进来的 是单文修和董雪这一对恋人 其他的几个人 则在另一个凉棚里 整个休息区有五个凉棚组成的 凉棚里有长条木凳 每个凉棚大约能容纳五六个人休息 不同的凉棚之间 垂着人造的爬山虎和墨绿的网子 这样的格局使得每个凉棚 都相对有那么一点的神秘感 却又不是彻底阻断 董雪和嘉义 一路都在聊着小动物的话题 这两个姑娘本身就爱护动物 这下找到了共同话语 成了盟友 话题已经从最初的小狗贝贝的消化系统 聊到了董雪的日常工作 而成风和善文修 则是有一搭没搭的闲谈 大多数的时候 还是比较安静的陪着各自女伴 从董雪的讲述中 嘉义知道 其实董雪是正统的医学院的中户毕业 但是嫌弃在医院里工作太辛苦了 加上特别喜欢小动物 索性辞了原本不错的工作 应聘到动物医院里去 为此她家人还和她吵了很久 不过最终拗不过的 只好妥协 你可真潇洒 嘉义感慨地摇了摇头 如果自己选择同董雪这般叛逆 估计一定会被镇压的 想想自己当初学犯罪心理学 这个专业时 在父母那儿获得的压力 就可想而知了 每对父母通常都会希望 自己女儿选择一份 安稳加安逸的工作 但凡危险性的 动荡的不能长远的工作 都会遭到否决 董雪哈哈一笑 脸上竟是满足的神情 那是当然了 我这个人是很有主意的 凡是我打心眼里喜欢的人 喜欢的东西 都一定要争取到手 凡是我想做的事 就一定要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哇 好强势啊 嘉义笑道 不过你也挺幸福了 做出这样的选择 最终家人和男朋友 都尊重了你的理想 多好 董雪一脸甜蜜地 依偎在单文秀的怀里 说的是啊 在这件事上 文秀一直很支持我 让我特别感动 单文秀搂紧了董雪 宠溺地揉了揉 董雪头发 对嘉义和成峰说 这丫头一直是这样的性子 这么多年了 我都已经习惯了宠着她了 嘉义和成峰 善善地笑着 其实 面对两个不太熟悉的人 在自己面前大秀恩爱 这样的场面 让两个人都感觉有些怪怪的 不过倒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反感 毕竟人家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秀恩爱 也是人家自由 闲聊的功夫 彭磊和杜宇竹回来了 带了一个工作人员 彭磊把大家都从凉亭里 叫到休息去那中间空地上 根据工作人员的要求 让每个人在表格上签了字 然后抓丘分组 十个人都签过了名字 抓过丘之后 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 宣布道 红队成员 彭磊 齐哥 郑宇 山文修 杜宇竹 蓝队成员为 董雪 赵新 张昆伦 成峰 刘嘉义 分完队之后呢 请大家到柜台去 领取衣服和护具 之后 我们就要准备发子弹了 我不想在蓝队 董雪突然开口了 大家把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我的红队去 我够男朋友在一组 小雪 别任性 山文修 见大家都看着他们 有些不好意思了 敢帮扯一扯 董雪的袖子 哎呀玩游戏嘛 哪一组有什么关系嘛 不在一组 正好 我随便你打 绝对不还击 你可以把平时 对我的不满都发泄出来 这么大便宜不减 山文修打原场的话 让在场几个人都笑了出来 可是董雪并不买账 依旧脸色阴沉 固执地摇头 我不要 我就要到红队去 那我跟她换吧 郑宇见山文修脸色难看 忙开口缓和 对对对 那个跟我换一行 其他几个红队的男士 也赶忙着 发扬绅士风度 大家越是这样 山文修脸色越难看 他一边歉意地 对大家笑着抱歉 一边暗示董雪 不要无理取闹 可是董雪就好像 吃了秤妥铁了心一样 就是不吭声 要不 我和小雪换吧 一时没吭声的杜宇竹 突然开口说 好啊 那就多些年了 宇竹 不等其他人开口 董雪立即做出反应 跑到工作人员旁边 去告诉他把自己 和杜宇竹的名字 调换一下 哎呀 小雪 你太任性了 山文修的面子 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忍不住一把拉过小雪 轻视他一句 董雪回头瞪他一眼 又用眼睛飘飘旁然 鼻子里哼了一声 把胳膊从山文修的手中 挣脱出来 接着又变成了一副 甜甜的笑容 拉过杜宇竹 另一只手便拐上 嘉义的胳膊 走 女士优先 咱们领户具和衣服去 嘉义和成峰在这一群人里 属于陌生的外来人 所以对于刚刚的一幕 短暂的不愉快 虽然不明就里 也不便深究 既然董雪又恢复了常态 杜宇竹也是一副 好脾气的样子 他自然也若无其事 跟着两个姑娘 一起去领衣服了 红队衣服是草地迷彩 蓝队则是纯黑色的 防护服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弄脏 参与者的衣服 所以设计为连体 工作人员还每人 发了一个 兜住头发的网兜 防止头发被彩蛋打中 还有防护手套 头盔 领到全套装备之后 大家纷纷戴了起来 穿戴完之后 嘉义看看成峰 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怎么不像好人呢 丫头 别忘了 待会儿我可是 你最信赖的盟友 成峰逗趣的说 你现在收回那句 不像好人的话 顺便留须拍马一下 还来得及 是是是 成色如此英明神武 一脸正气 就算是放回到解放前 战争的时候 穿上一身伪军的衣服 也绝对是个 地下潜伏的卧底呀 嘉义装模作样的 对成峰敬礼 不过随即 他就想到一个问题 忍不住 着急一跺脚 嘿 说到最依赖的盟友 待会儿开始之后 场地里不许摘头盔 大家都一个模样了 我怎么认出你呀 说你机灵 你就非得笨给我看 成峰直直两人的脚下 谁跟你穿一样的鞋了 所有人都换好了衣服之后 工作人员要求大家 按照红队蓝队两队站好 开始分发弹药 又按照规定 把安全操作规定 和如何使用彩蛋枪 做了说明 便开始了游戏 嘉义怀着忐忑的心情 开始了自己 初次彩蛋枪的游戏体验 不一会儿 他便融入了游戏的乐趣之中 把最初的担心 和对同伴的不熟悉 抛在脑后 第一场是抢棋 红蓝两队被带到自己的营地 等待工作人员哨声响起 开始向山头攻去 目标是把山头的红棋抢来 并带回自己营地插好 就算是胜利 蓝队的成员里 除了杜宇竹 还比较乐于参与 另外的两个人实在是 让嘉义感到无语之至 赵新始终是一份郁郁的样子 好像什么都提不起劲一样 经常别人说话的时候 自己在一旁发呆 张昆仑更离谱 本身就是长得很阴沉 还总是一副冷眼旁观的架势 从刚刚在集合点到现在 嘉义只见到他和郑宇 说过几句话 其他的人他一律不理 这副略显的傲慢的做派 让嘉义打心眼里有些反感 医生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不过 这两个古怪的成员 并没有给他们的游戏 带来什么障碍 因为有成峰在 他的实战经验丰富 所以在第一个游戏规则一下达 他便第一时间 把攻守的重点考虑清楚 由于其余四个人 情绪不是消极就是没主意 自然而然的 成峰便承担起一个领袖的角色 在他的部署之下 蓝队没有着急上山头去抢旗 而是埋伏在快到山头的地方 成功地伏击了红队 给予抢旗的几个队员 最终在最大程度的节约弹药 和减守阵亡的情况下 从红队手里抢到了旗 插到了自己一方营地里 取得了胜利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一场游戏大家玩得非常的愉快 嘉义在成峰的提示下 发现可以用鞋子来辨别 每个人的身份的好办法 不过几个男生的鞋子长得很像 他分不清楚 只能是认出董雪 因为他穿着一双幽记记的翻毛靴子 十分的刑目好认 正因为如此 一场游戏下来 嘉义很快地对董雪的性格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女孩真是个为达目的 可以无视规矩的人 开始游戏前 工作人员说清楚了 中弹之后 或者没有子弹请举手 把枪口冲上 走出场地 到了休息区 或者补充弹药 或者擦拭颜料 然后再返回场地 而嘉义两次摄中董雪 他都是随手蹭掉身上的颜料 根本就不曾退过场 第二场游戏是攻守城堡 工作人员把蓝队带到一个由木板围成的城堡中 由蓝方守城 红方从外部攻城 蓝队的人不可以走出城堡的范围内 这一场游戏玩得非常畅快 尤其是对于蓝队来说 城堡里有高台 有撩望口 城峰把几个人分配在几个不同的方向和高度 很快 就把城外要攻入城堡的红队消灭了一半 不过红队的一名队员却非常英勇 到了红队所有人都因为没有子弹 而且被打中过离场之后 他还一直坚持在外头 并且匍匐在一颗 横在地上的木桩后 双方对峙了很久 嘉义 杜宇竹 还有赵新都被他消灭了 却没人能够找到合适的角度还击对方 要不之后来双方都没了弹药 这场游戏还不知道要僵持到什么时候 结束了两场游戏之后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工作人员来通知 场地提供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请大家用完餐再继续 众人早已鸡肠鹿鹿 立刻积极响应 纷纷地离开场地 到休息区去吃东西 其实游戏场地里所谓的午餐 不过是几大盘热狗 外加上梁宝文平的咖啡 成峰看着嘉义有些疲惫了 就叫他坐在凉棚里等着 自己去取吃的 嘉义百无聊赖地坐在凉棚里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传到他耳朵里 是董雪和善文修的声音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早上闹得还不够吗 非换什么队 我已经够抬不起头了 开始之后 你就一步不离地跟着我 你知不知道 你害我中了好几枪啊 善文修的声音 努力压低 不过还是听出来 怒气冲冲的 董雪听起来 也好不到哪去 中枪怎么了 会死吗 要是换成他的话 让你去挡子弹 你也不嫌疼吧 你胡说什么呢 你心里清楚 我告诉你姓善的 你好自为之 别在他面前 就忘了自己姓什么 先挖眼了 董雪说着话走进凉棚 脸上表情非常难看 不过他随即发现 凉棚里已经有一个人在 立刻变了样子 哎 你怎么不去拿吃的呀 他对嘉义样出一脸笑容 今天玩彩蛋 真的很辛苦啊 不可以减肥的哦 嘉义有些不适应 他变脸的速度 虽然也笑着 却有些不自在 哦 我朋友替我去拿了 你男朋友可真体贴 从头到尾都那么顾着你 董雪说着 不说痕迹地 瞥了单文修一眼 单文修显然在这方面 和董雪很有默契 刚刚的微怒早就不复存在 也是笑盈盈的 听了董雪的话 再感受到他那一瞥 便顺势把董雪 按在凳子上 你看 我就说让你在这休息 我们男士负责觅食 你们女士负责享用吗 正好你陪嘉义坐坐 我去拿午餐 董雪对单文修甜甜一笑 目送他走出凉棚 嘉义坐在一边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看来这段情侣的关系啊 和他们秀给旁人看的恩爱 并非一致 不知道该和董雪说点什么话好 为了不至于太尴尬 嘉义只好 贾义等急了 到凉棚口去看看 成峰回来没有 一出凉棚刚好遇上杜宇竹 他端着一只装了热狗的盘子 还有两杯咖啡 小心翼地走了过来 看到嘉义对他腼腆地笑了笑 进了隔壁的凉棚 彭磊正在里边休息 虽然有网子和塑料 爬闪虎做隔断 看不清里头的人 听声音却可以清晰地传出来 嘉义听到杜宇竹温柔地对彭磊说 来 吃点东西吧 上午累不累 你看 你都出汗了 回应他的是彭磊淡漠的声音 不用 我没出汗 似乎是杜宇竹想帮彭磊擦拭额头的汗 被拒绝了 吃点东西吧 要不先喝点咖啡 暖暖胃 补充一下体力 放着吧 我自己来 别管我了 杜宇竹一副小媳妇样 而他男朋友彭磊 对他却不像别人那么热情 一直冷冷淡淡的 嘉义忍不住轻叹 心里想 难道爱情真的就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吗 这两对情侣初见的时候 看起来都很美满 可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就分别暴露了问题 想什么呢 呆呆的 乘风拿尸的回来了 见嘉义站在凉棚门口发呆 嘉义回过神来 刚刚的胡思乱想 没有必要做说明 便摇了摇头 哦 没什么 进去吃东西吧 接着善文修也拿东西回来了 和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 表现得别提多甜蜜了 不过看在嘉义的眼里 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大家都吃完饭了吗 大伙吃得差不多之后 正宇跑到休息区空地上喊话 要是吃好了 大伙出来合个影吧 照相 他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响应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十几个人拍了几张大合影 之后便三三两两地 分头照相去了 而这时天空竟然飘起绵绵细雨 嘉义和成丰原本跟这些人都不算熟悉 所以在拍完集体照之后 又被董雪和善文修拉着拍了两张照片 然后就回梁棚躲雨了 赵新比他们两个早一步 成丰和嘉义回到梁棚的时候 他已经老早地坐在里头了 哎呀下雨了 那咱们是不是准备撤啊 赵新看着嘉义和成丰衣服上的雨点 突然开口问 雨气里似乎很希望赶快结束这次游戏 还不知道 嘉义对他摇了摇头 过了一会儿 雨越下越大 无法继续照相的几个人 都回到梁棚里来避雨 这什么破节气啊 才二月份就开始下雨了 董雪看着外头越下越大的雨 嘴里忍不住抱怨着 就是啊 好不容易出来玩 中间还下场雨 太不尽兴了 有人跟着抱怨 那咱们是不是准备回去了 问话的依然是赵新 你说呢 彭磊看着另外一个组织者郑宇 郑宇想了想说 反正咱们都被淋湿了 干脆再打两局吧 你们看怎么样 他这一问 立刻得到响应 彭磊 董雪 单文修 齐哥 张坤伦 都愿意继续再玩两局 杜宇竹在彭磊说愿意留下之后 也主动地投入留下的阵营 成峰和嘉义 对此没有什么意见 唯一想离开的人是赵新 偏偏他是搭正宇的车来的 正宇不走 他只能苦着脸 同意留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泡夫先生喜马拉雅主页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天悬疑言情小说 真情档案 作者莫依来 演播泡夫先生 第七十集 又等了一会儿 雨室少歇 几个男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接下来的战斗了 冒着不大却很冷的冬雨 嘉义偷偷叹了口气 毕竟自己和成峰是顶着陆龄的名头来的 不可以率先离开 扫大伙的心 这会让陆龄没面子 不过他现在真的很累 也很冷 雨点打在头上 浸湿了发网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泡在了冷水里一样 还好吧 成峰边朝场地走 边关切地问嘉义 这一场游戏叫做打火机 红蓝两队分别派出一个队员 戴着火机造型的帽子 在自己一方的机窝里蹲守 其余人冲过去消灭对方的火机 哪一方的火机先被杀死 则视为失败 原本他想让嘉义冲当火机 可以休息一下 不过嘉义看杜宇竹也累得不行 把机会让给了他 红队那边则是选了郑宇来当火机 现在看嘉义垮下的双肩 成峰担心他太累 没事 嘉义对成峰笑了笑 随即想到戴着面罩 谁也看不清谁的表情 便把动作改成了白手 撑得住 那你跟着我 别省强 下周你就返校上班了 别累坏了 成峰反复叮嘱他 虽说如此 下雨使地面变得泥泞 加上横七竖八的枯树枝和枯草 地上变得很湿滑 嘉义几次差点摔倒 多亏了成峰在身边使劲拉住 才避免摔个狗狠时 看得出来 嘉义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成峰有意让他留在鸡窝附近蹲守 不过嘉义却不这么想 他一向认为做什么事情就要有什么事的样子 既然今天来参加户外活动 就不可以缩手缩脚 好像个娇小姐一样 不过很多时候 愿望和实力并不是相等的 嘉义虽然很想积极参与 无奈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体育健将的材料 打火机游戏开始没几分钟 就在躲避红队队员射击的时候 脚下不留神 意外摔在地上 把脚踝给扭到了 没办法 成峰只好一手把枪口高举向上 另一只手扶着嘉义 陪他到场外去休息 都怪我太不小心了 耽误了咱们蓝队 这下肯定输了 嘉义坐在凉棚里 扭伤了脚踝那条腿搭在成峰的膝上 成峰向工作人员要了冰袋 正在替他冷敷 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害羞 扭捏了一会儿 不过脚踝一阵阵的疼痛也确实有些吃不消 只好厚着脸皮接受了成峰的服务了 成峰看他一脸若有所失 不禁笑道 你是不是太入戏了 游戏而已 又不是真的作战 无论输赢 乐趣都是一样的 说得也是 嘉义宽心地点点头 经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多了 我之前说的没错 你的确有做心理医生的自治 两个人又说笑了一会儿 嘉义毕竟体力透支 靠在成峰的肩头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成峰陪着他安静地坐着 以嘉义的脚踝受伤的程度 虽然不严重 但是继续参加游戏是不太可能了 他也索性陪着他 等到剩下的人玩尽兴了 大家一起下山回家 不一会儿 从场地里走出一个人来 身上带着几块蓝色的颜料 看来是被消灭的红队队员 那人没有看见成峰和嘉义 静止走到另一间的凉棚里去休息了 成峰由于嘉义靠着自己睡着了 也不想吵醒他 故而同样没有开口去打招呼 大约过了五分钟后 那个人又走出凉棚 此时他的身上颜料已经擦拭干净 急匆匆地走向了场地 又是一阵寂静 直到场地里的人陆陆续续被击毙 或者打光子弹回到休息区 谭笑声 谭笑声吵醒了瞌睡中的嘉义 他揉了揉眼睛 看到已经有四个人出来了 哪一队出来的多呀 他问成峰 蓝队两个 红队两个 啊 那咱们队 只剩下一人手指火机了 嘉义哀叹了一声 果然还是输了 是啊 早知道你不该把名额 让给杜宇竹的 自己当火机多好啊 咱们就多了两个战士了 成峰故意求他 其实心里还是心疼嘉义扭了脚踝 人算不如天算 探到自己头上的东西 果然不可以随便退走 嘉义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 最先从场地里出来的是 红队的齐哥和单文修 以及蓝队仅存的两名战士 赵新和张坤伦 在他们四个人出来没多久 董雪也带着蓝色颜料跑了出来 哟 那里头起过是彭磊和杜宇竹两口子进行PK 单文修也开起玩笑 看看是彭磊消灭杜宇竹还是杜宇竹消灭彭磊 最好是彭磊消灭杜宇竹 齐哥说 不然的话场内上两只火鸡 都等着对方队员来消灭自己 那这场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啊 就看哪一方的火鸡等不及 冲过去消灭另一方呗 杉文修的话 让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你怎么了 董雪发现嘉义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不吭声 扭到脚了 嘉义有些不好意思 三个女人参加活动只有自己最不济 我看看 董雪毕竟是学护理的 走过来看看 冷敷过了 承风点点头 董雪的眼光里有赞赏 还有一点羡慕 他拍拍嘉义肩膀 感慨地说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那么体贴 说话的功夫 场地里又出了一个人 身材娇小 即使不筛面具 大伙也知道 一定是杜宇竹了 看来彭磊获胜了 有人说了一句 大伙笑开了 然而紧随杜宇竹出来的男人 摘掉面具的时候 大伙都愣了一下 怎么是郑宇 单文秀纳闷地问 郑宇 你不是咱们对火鸡吗 是啊 两只火鸡都出来了 那彭磊呢 啊 我没办火鸡啊 到里头之后 彭磊跟我换了 他该办火鸡了 郑宇先是解释了一句 随后 见其他人都在 扑吃乐地出来 别跟我说 那小子还傻乎乎地 等着边去消灭他呢 大家都笑了 赶忙叫工作人员出来 把彭磊叫出来 其他人趁着这个空当 休息一下 准备下一轮战役 就在所有人 都放松休闲的时候 进去找彭磊的工作人员 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 不 不好了 那人死了 他惊慌地喊 什么 大家都愣住了 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 那名工作人员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扮演火鸡的人 死了 工作人员年纪上轻 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过 会在自己这个模拟枪战的场地 看到真有人被杀死 已经脸色苍白 魂不守舍了 喂 你不要乱说话 单维修大声地斥责道 乱开这种玩笑 你是不是找打呀 是一个游戏场地 怎么会死人呢 你没看清楚吧 郑瑜也皱起眉头 乘风剑那个工作人员的神态 不像是说话 况且对方是经营者 谁会拿这种影响生意的事情 开玩笑呢 恐怕是真的出事了 他连忙走到工作人员的旁边 你说里面人死了 怎么确定了 我去叫他 结果发现他脸朝地 趴在地上 背后还插了一把刀 旁边还有血 工作人员魂不守舍地说 乘风的神情历史变得严肃起来 刚刚还轻松的心情 已经不复存在 而其他的几个人 发觉真的是出事了之后 冲动地想冲回场地里 看个究竟 尤其是杜宇竹 第一个没命地朝场地里跑 乘风赶忙叫工作人员 拦住他和其他的人 一边拿出手机 拨打报警电话 一边阻拦要冲进场地的人 你闪开 毕竟成风对于其他人是陌生的 这种时刻刚刚建立起的友谊 变得荡然无存 郑宇和单文修都对成风的阻拦 表现得非常愤怒 尤其是郑宇 他挥起拳头对成风厚道 你不让开 当心我不客气 你们冷静一些 成风只好提高嗓门大声喊道 我是C市公安局中案组的刑警 现在里面可能发生了凶杀案 在警察没有来之前 任何人不可以破坏现场 如果你们希望扰乱警方破案 或者给自己增钱嫌疑的话 可以无视我的告诫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分享朋友圈 你是刑警 杜宇竹听了成风的话 一下子扑过来 死死拉着成风 那请你进去看看呢 求求你了 你帮我看看 棚里的是不是还活着 是不是工作人员看错了 对不起 我现在也不能进去 成风抱歉地摇摇头 你不是刑警吗 你是刑警 为什么不可以进去 杜宇竹的情绪 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 成风理解他的反应 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如此 这样的事情 他不是第一次经历 叹了口气 他耐心地解释缘由 这个案子 是归当地分局管辖的 所以 一定要等当地公安局 派人过来勘察 不过你们不要着急 我已经打电话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到 中人听了成风的职业之后 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 不再继续一股脑子 想冲进去看个究竟 但依然十分担心 杜宇竹已经完全没了主张 慌乱地激进疯狂 还好董雪 是他从小就认识的老朋友 在这个时候很快站出来 把杜宇竹拉到一旁去 柔声地安慰着已经浑身发抖的女伴 成风交代场地工作人员 在警方到来之前封锁场地入口 不可以放任何一个人进去之后 也回到嘉义的身旁坐下 把情况对他简单地说了一下 之后便不声不响地打量起其他的几个人 嘉义虽然因为专业的缘故 关于犯罪案件的阅历算得上是广 加上跟着成风调查案件的经历 也是惊艳人士了 不过这次在自己身边发生命案的体会 还是第一次 难免有些震惊 他见成风安静地坐着不说话 眼睛却一场锐利地扫向 其余七个人 心里也明白 如果彭磊是真的被杀的话 那么凶手必然是这七个人中的一个 成风是在观察 凶案曝光之后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杜宇竹不用说 在听到工作人员说法之后 就脸色灰青 筛扛一样抖个不停 董雪一直陪着杜宇竹 不断地对他说话 帮他搓着手 估计是怕杜宇竹太过紧张 引起惊挛 齐哥时不时地用手扒着头发 皱着双眉若有所思 赵新还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只在工作人员说 彭磊好像被杀的一瞬间 露出一抹惊讶的表情 接着就一声不吭地 颓废地坐在一旁 不时摇了摇头叹口气 郑宇已经不复之前的火力四射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凉棚里 垂着头 似乎对自己的脚尖产生了浓厚的禁具 善维修经过刚刚的激动之后 此刻变得安静下来 不过也坐在离董雪和杜宇竹 比较远的地方 不时抬起头看看这两个姑娘 又赶忙地挪开眼睛 张昆仑就坐在郑宇的身边 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其他的人 他似乎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把目光投向嘉义和成峰这边 嘉义一开始线 大约十分钟之后 警察便赶到了 一个负责人模样的警察 先是派人到了现场进去勘察 又拉着现场的工作人员 仔细询问了一会儿 两个人说了会儿话 那个工作人员朝这边指了指 警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来 看到成峰似乎眼睛一亮 又简短地交代几句 就匆匆地朝着成峰和嘉义这边 走了过来 小成 那个警官走过来 亲热地拍了拍成峰 态度热热地打招呼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成峰苦笑道 原本是和朋友出来玩的 没想到遇上这事了 刚才听工作人员说 我还在想呢 说谁这么有常识啊 第一时间控制住场面了 原来是你啊 这难怪了 警官好奇地打量着一旁的嘉义 女朋友 嘉义文言脸刷得红了 成峰笑着笑 拉着那个警官做了介绍 嘉义 这是我师兄郭警官 当年实习的时候都和他照顾 郭哥 这我朋友 刘嘉义 贼学院犯罪心理学研究员 哦 郭警官敲了敲脑袋 那个碎莲女士的案子 听说贼学院有学术人员 介绍调查 就是你吧 嘉义笑着点点头 同郭警官打了个招呼 你也别一口一个 郭警官叫着来 听着声音 都是小成朋友 我叫郭天 比成峰虚长两岁 算我占个便宜 你跟他一样 叫我郭哥吧 郭天是个爽力的性格 摆了摆手 那什么 你们俩先坐会儿 我去看看李的情况 待会儿咱们再把笔录做一下 程三 以往都是你进去看现场 这次换成自己被做笔录 什么感受 嘉义斗成峰 说实话 心里痒得厉害 成峰搓搓手 说出心里话 可能是职业习惯吧 这些年始终都在第一线 勘察现场 抓捕 一样都不落 现在突然沦落为被动参与的角色 心里上还真有些扭转不过来 警察开始进入场地勘察 使得杜宇竹的情绪又产生了波动 从他纠结的表情 和掐着的发白的指关节 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他内心的挣扎 一方面带有期盼 似乎侥幸地希望警察进入之后 发现这一场都是误会 另一方面却要害怕 怕彭磊确实已经死了 同为女性 嘉义倒是很理解 也很同情杜宇竹此刻的心情 只不过 同情往往是最苍白无力的 不能给人任何帮助 也无法改变事实 当郭天从场地里走出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身上 他没有理会 其他人询问的眼光 而是静止走向 成丰和嘉义的身旁 谋杀 看着郭天严肃的脸色 成丰的心里有数了 郭天点点头 你们和那几个人都认识吗 今天刚认识的 成丰直指嘉义 里面有几个是嘉义的朋友同事 我们两个是顶替别人名额来的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 死者是和你们一起 进入场地之后才遇害的 我已经打电话 叫局里派车过来 待会你们俩恐怕得跟我回去录口供 郭天叹了口气 同情地拍了拍成丰 我知道 约会的时候碰到这事 肯定特扫兴 说吧 留下哑然失笑的乘风和嘉义 到一旁去安排工作了 尽管 杜宇竹突然冲过来拦住郭天 里面到底怎么样了 烹泪他怎么了 郭天看了看杜宇竹 摇了摇头 已经死了 杜宇竹听到死字 突然两眼一翻 整个人软软地倒了下去 多亏郭天眼极手快拖住他 才没摔在地上 一旁的郑宇张昆仑赶忙过来 把杜宇竹抱到一旁的医疗室去 虽然没有什么设备 至少有一张处置床 可以让他平躺下来 董雪也跟着跑去 过了一会儿 郑宇从里面走出来 大家连忙凑口去询问杜宇竹的情况 他示意大家不用担心 他没什么大事 就受刺激了 送去休克了 董雪在里面照顾他呢 他说 赵新和齐哥什么也没说 点点头坐了回去 善文修看起来却依然是很担心 几次想进医疗室看看 却又吃出不前 好像有什么顾虑 休息了一会儿 杜宇竹醒了过来 开始哭哭啼啼 董雪一直陪着他 不过嘉义注意到 每当善文修凑过去 想安慰杜宇竹的时候 董雪总会狠狠地瞪他几眼 让他打消念头 所有人注意了 车已经到了 请大家跟我回公安局做一下笔录 警车到位后 郭天过来喊人 顺便把乘风和嘉义 叫上自己的车 朝分局开去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真情档案 感谢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泡夫先生 喜马拉雅主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